是神十三枪第二枪绝命 抱歉忘记你财班血定 承受不住我等气势 道友你没事吧 没事多谢前辈救我 无妨小事 只是你的修为确实有点低了 以后你占我身后吧 我有感觉此二人的战斗一定不烦 我也得做好万全之策 这样较为稳妥打烂我的小绿瓶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前辈你这个是真身还是分身 自然是真身了 一会你就放心的站我身后 小子别说我欺负你 我让你先出手 这可是你说的他 是神十三枪第二枪绝命 小子你这招很不错 不知道你这把枪能不能借我玩玩 如果可以 之前的事就算了 自然是不能 他已经认住 除非我死 真是小气 不过吗 飞飞 将来 他话万物 莫草 我的不败圣枪 怎么到你家边去 气息一模一样 莫草 牛皮 键盘下的汤吹 加微能复制技能 你这个连食物都能复制的吗 好了 我已经忍不住要打下了 就让我试试你这把枪力不离开 注意看 一切的起因是从一个少年吃了一只兔子说起 兔子就是我吃的 你能怎么样 很好 既然你吃了我的小五 那么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抢我小时候的瘦奶 还把我打了一顿的也是你吧 我跨越时间长河而来 想和你了却移下这段因果 在下也有一段因果 想与道友了却 不知这两位是 黄天帝 十号 三修 丽飞鱼 海神 庞 你就算了 我不想知道你是谁 可恶 竟然如此羞辱 你们两个等我与他清算再说 海神三叉几 重十万八千斤 可别死得太快 十万八千斤 翻血镜 可可 你们继续 一会儿我还是看情况再出手吧 这样比较稳健一点 你出手吧 嗯 海神是吧 第一魂祭 蓝鹰缠绕 什么 我竟然动不了 我已经成神 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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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我的小五 我跟你拼了 炸环 持环其炸 怎么样 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自裁 我留你一个全尸 这个翻血镜有点东西啊 竟然能破掉这人的威压 倒有好手段 好了 看把你能的 你先休息一下吧 你一个翻血镜的别逞能了 看在你把我逗笑的份上 等结束后 我把你的兔子 把布 你的小五从时间长河上拉回来 你是说我的小五还可以就回来 这是自然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境界 我海神 修罗双神尉 在他们面前静挽如蝼蚁 不活一个人这么轻描淡写 还有刚才的攻击 绝对不是我能挡住的 他一只手指就挡住了 太强了 敢问前辈是什么修为 独断万古 荒天地 水赶成无敌 水赶言不败 小子 看你实力不错 咱俩咋一次 想我受奶这事就算了 抱歉 装击你才斑血剑 承受不住我的气 好快 前辈救我 多谢前辈 没想到他们的气息我挡不住 就连站了这么远的战斗余波 都能让我后退 看来我的小五真的是捉在多难 呜呜 指哥没有把握好你 道友不必悲伤 刚才时道友不是也说了吗 结束后帮你从时间长河上拉回来 前辈 你是不知道 小五他 他 我过过他好多次 没想到又来 道友 这都不重要 眼下有一些事情 我要跟你说 就是我这一道真身 也马上要靠不住了 以会道友既然保护好自己 不过不要担心 我已经在这片区域布置了阵法 道友不会飞远的 前辈 你这真身 拥有千分之一力量的真身 没问题吧 前辈 你坑我 忘不见得 不打了 不打了 你这变态 我打得过你 让你说 抢我瘦呢 这是怎么算 玄重齿 击品防御法宝 规格 电海神针 如影惊呼放 让你说 抢我瘦呢 这是怎么算 这是我从一个名教义和藤蜜静得来的一杯珍珠奶茶 就当陪给你 哦 怎么样 好喝吗 你看咱这是 一杯恐怕 很难解决你我这因果 两杯 成交 你很不错 以后有什么事报我的名字 道友 时道友的因果解决了 那我的因果 道友准备怎么处理 卧曹 你这阵法的范围有多大 也就刚好能把你我的因果解决了 道友不必害怕 害怕倒是没有 只是我感觉你的行为好像我一个朋友 这是我从一个朋友 阿布 一处秘境得来的的铲子 能挖穿一切静子 就送给你 我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一定是元凶想我了 我要去找我的元凶 那就多谢道友了 对了 那次班写进的朋友呢 我前面答应过他 把他的兔子拉回来的 好像是你们的战斗鱼锅 把他震飞了吧 只是不知道飞去哪里去了 别担心 我这就把他拉回来 我是谁 我在哪 看把他吓得 我还是赶紧把他的兔子还给他 压压惊 多谢大佬把我的小五救了回来 小师一只兔子而已 好了 因果都了解了 各位 我再送你们一点 玄重尺 击瓶防御法宝 规格 定海神针 如意惊呼棒 这 这个定海神针 还适合我了吧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下辈子哟 小五啊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我一直努力闭关 争取突破 努力追上大佬的脚步 通过参悟这地海神针 我感觉到我的修为大为精进 虽然还追不上大佬 但是我感觉我又行 就是这里了 俺倒要看看是谁拿了俺的棍子 来了 来了 你小子这样做不太好吧 虽然我不怕 但是这个叫唐三的现在最多半不裂震景 这猴子 我能感觉到他的实力很强 情况好像不太对 嗯 看样子我得躲远一点 小五啊 我听大佬说 这地海神针能大能小 可是我研究了这么多天 还是不能让它变化 可能是我实力还不够吧 要不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找到你了 小五啊 你有没有感觉有点冷啊 天气是不是变冷了 我已经成神了 居然会感觉到冷 霍曹 我身后怎么突然出现了一只猴子 猴子 你是谁 为什么出现在我身后 你拿了俺的棍子 还未懒是谁 这明明是我大佬给我的 怎么变成你的了 猴子给你一根香蕉 快离开 别打扰我 否则信不信我 叫我大佬给你 他怎么变得这么嚣张这么 浩哥 是你给的吧 不知道啊 可能吧 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下辈子 希望你下辈子有 那边那两个 看够了吧 浩哥 下次你让唐三注意点 太嚣张死得快 好好 我知道 我先把他拉回来 猴子 你先等一会 哦 大佬 痛死我了 好了 下次注意点 别太嚣张了 死太多次 我可拉不了你 我知道了 大佬 我以后再一副嚣张了 如此可调也 你先躲后面去 放心 我肯定不像丽妃羽 那样坑一样 怎么样 说完话了吗 赶紧的 咱忍不住 要做你们两个了 袁兄 你先上吧 我这奶茶 还有一点喝完 时间久了就不好喝 也行 斗战圣法 吃完老尊一棒 摄神十三章 第四章 雷马 雷丽七八 重骄杨雷 好霸道的雷法 你 很好 奥莱坞 花果香 定海一棒万腰潮 定海一棒 厉害 能跟俺过两招 你也不错 俺老孙好久 没打过架了 黑俺打爽了 这次的事情 俺就不计较了 怎么样 小圆子需要帮忙吗 大佬加油 大佬加油 不用 一对一 就冲你这句话 俺觉得你这人很合俺胃口 俺不杀你 不过 该结束了 这就是你的权利吗 如果不是你最后收手了 我应该不死也会重伤吧 没错 敢说过不杀你 等你再修炼修炼 俺们再打过 你应该庆幸 敢好动 但不好杀 奶茶喝完了 到我了 尝三 一会跑远一点 那你就不能等我先 再抱紧 哎呀 光提醒你了 忘记你还在我旁边 黑黑 下次注意 下次注意 来猴子 该我们打架 你放马过来 俺看得出来 你们之中 你是最强的那一个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心了 倒友啊 你怎么又飞了 我还没来得及跑 大佬他就突然暴气了 没事 多来几次 倒友就习惯了 不过倒友 还是要提升一下修为啊 每次暴气 被震飞也不是个办法啊 我不是每次都在的 怎么了 这么着急 要去哪里 我突然感受到一鼓召唤 随后我感应到了我的玄众使 在一个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地方 有危险吗 需不需要我们陪你一起去 一个战斗波动很强的地方 甚至可能比我还强 告诉熏儿跟老师 一级警戒 你们在家等我回来 好吧 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传信回来 我们在家等你 注意看 唐三竟然想用海水灭了佛弄火 回去的路被封锁了吗 把我召唤过来的人到底是谁 好强的战斗波动 看来这封世界不简单啊 前辈 那个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不会还是千分之一的那个真身吗 道友放心 我看你实力提升了不少 肯定不会像上次一样了的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两位朋友 你们好 在下萧火火 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海神 唐三 道友好 在下丽飞鱼 前辈 你怎么躲我后面去了 两位朋友不要紧张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刚来这个地方 想问一下前面是谁 在打架 好 痛快 好久没打这么爽了 你也不错 俺打得也很痛快 怎么我的玄重尺 在那人的身上 嗯 那只猴子 怎么这么像我总星的齐天大圣 还拿着一根棒子 还有头上的金圈 两位朋友 前面的人你们认识吗 特别是那只猴子 是不是叫齐天大圣 不认识 我们只是路过的 前辈 你说什么呢 那可拿玄重尺的 不是我们大王吗 他可是我们当中 最厉害的一个 那只猴子 我不认识 就是他把我杀了一次 可恶 还把大牢 给我的定海神针拿走 这唐三什么情况 是不是死了太多次 上眼了 不行 此人实力不在我之下 先走为上 你们很好 敢拿大圣的棒子 还有我的玄重尺 很好 那就请你再嘎一次吧 就凭你 我可是由大王照着的人 我可是海神 丘老神 实相地赶紧走 我大王的实力 你是知道 哦 是吗 那你大老怎么丢下你跑了 前辈 你怎么丢下我 哦 那又怎么样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这段时间 我已经连续突破了好几个瓶颈 看来你不仅实力弱 脑子还有问题 这朵莲花就送给你了 如果你不死 我就不跟你计较这事了 微言很轻 但我用海水灭了 一个火莲 噗 我可是海神 谁可是我 你干净 门神战华夜天地的车开 卧槽 这朵火莲 就算是 我想全身而退 也得花费好大的代价 还好我跑得快 居然敢拿我偶像的棒子 真是不吃死活 我得赶上去 给我猴哥压阵 帮忙 一招定胜负吧 好 他画万古 东海外 水帘中 齐天比高薪 平药 哈哈 打得真过瘾 猴子 日后多来练练 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 俺就是喜欢打架 对了 俺有名字 叫孙悟空 你们可以叫俺猴哥 俺兄弟都是这么叫俺的 猴哥 猴哥 我来了 我来帮你 敢打我祖星的 齐天大圣 我萧伯伯第一个不答应 小子 你是谁 为什么会认识俺老孙 猴哥 我跟你来自同一个地方 不过是未来的末法时代 听着猴哥的大力 我可是非常的激动 我可是你的粉丝啊 猴哥 你们竟然来自同一个地方 那是不是说你很强了 小子 俺先提醒你一句 你打不过他的 俺跟他刚过完招 虽说拼命可以杀了他 但是俺也不好过 你还是别找虐了 你们不是在生死相搏吗 这么强的波动 居然只是打架切磋 小打小闹罢了 要不要跟我打一架 可是我的玄仲旨在你手里 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还请前辈把他还给我 不然我拼死也要拿回来 好说好说 我只是拿来玩玩罢了 其实打架 我还是喜欢用拳头 你们这么快打完了吗 我还想着拿奶茶 看你们打架呢 结果还是回来慢了 这是什么玩意 为何我感觉他如此拉风 我靠 这超跑怎么飞天上来了 牛皮 怎么样 我刚看到的一辆车 就问你们事不算 你这又是从哪里偷来的 这因果会不会很辣 不过管他呢 一会借我玩玩再说 什么偷的 这是我剪的 我看他在那里能跑多年了 我就把他洗洗开走了 肯定没人要了 这玩意 俺老孙喜欢 就算是糟的 也没事 有俺老孙在 俺看谁敢动你 还有我 还有我 没想到我还能看到 祖亲的超好 我决定了 我以后就跟着你们混了 小园子 快 再快一点 咱站在上面 比俺翻根都还爽 那个 大佬 我也想喝奶茶 能不能给我一杯 给你给你 下次别再死了 太丢人了 这就是奶茶嘛 太好喝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喝的东西 走 上车 我带你们去逗逗风 猴哥 你不上车吗 不上 咱要站在这里 不愧是猴哥你 那你可要站稳 怎么回事 这种感觉好像是我很久之前的一样东西 被人拿走的一样 有意思 既然有人把我的车给偷了 关键如果我想要去解决 还会有不小的麻烦 有意思 就让我看看是谁 赶投我猎天地的车 哪怕是我停在那里 小原子 快 再快一点 赶站在上面 比俺翻根都还爽 有意思 我的车点 居然还在哪里 只是这猴子 怎么这么小 小鬼 小鬼 你是谁 竟然敢挡你尊爷爷的路 逃打是不 这是猴哥 猴哥 让我帮你压阵 咱俩就没带怕火 你们偷了我的车 还问我是谁 这声音 荒 是你 什么是你的车 它现在是俺们的 实相的赶紧走 不然俺老孙一棍子拍死你 是谁在叫我 卧曹 叶凡 荒 果然是你 小浩子 你认识他 是啊 浩哥 你们是不是认识他 我不认识 这人坏笔很 猴哥想揍他 别揍他 草类 难懂啊 小子 看棍 来吧 小子 看他 让我先加多几层结界下去先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你们说 谁会赢 虽然那个白色衣服的看起来很强 但是必须支持我猴哥 那是我偶像 我也支持猴哥 因为他是我大老 那个白色衣服的还不是 反应不错 就是太猴了 没意思 来来来 用你的权利 好 满足你 猴哥 好久了 来得好 金箍棒 远大 天地卷 猴哥 你说的不错 这小子快逼很 这居然是个老六 正面员工 然后跑到后面想偷袭猴哥 有机会一定让他尝尝我的火莲 虽然敢这么对我头哥 还有我 还有我 我让他尝尝我的蓝莹缠绕跟无定风波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 其实我很长的好吧 那小三子 咱有空练练 别 大老 我错了 打吧打吧 没人注意到 我最好 让我先加多几层结界下去先 应该差不多了吧 哈哈 你终于忍不住拿出来了吧 哼 就让我看看是谁拿了你白爷爷的宝贝 老六 绝对的老六 气息感应连续三次突然减弱 最后消失不见了 肯定是家常的气息口 可恶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就能确定准确位置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你打完了 该乱老孙了 停车费 卧槽 我好像在那放了很久 一直没交过停车费 这么多年了 半小时算 这停车费是什么事 天纲三十六无上法 给俺的 不愧是金箍棒 变得真大 我就受猴哥女生一击 让我看看金箍棒的威力 好 痛快 金箍棒 走 打得一真激烈啊 是啊 如果不是为了公平 强者该有的尊重 我都想上去打一架 等他们结束了 我非拉他们两个来恋恋不可 我猴哥就是强 这棒子就只是随便一挡 威力就这么大 没错 没错 只是这白色衣服的是做什么的 那把弓箭一看 就不是凡品 还有那三道阵法 说开就开 不要钱的骂 这小子人家是天地 自己组建了 一个天庭 你说呢 浩哥 你的意思是说他特别有情了 对啊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就是这小子的车 在那里了这么久 我们帮他开点 免除了那巨额层车费 他是不是要感激我们一下 我觉得袁某人说的很有道理 大佬想做什么 我无条件支持 你小子 我也觉得他要感激我们一下 浩哥跑这么快的吗 不行 好东西不能让他一个人站 等等我 我记得我说过 让他尝尝我的火炎的 猴哥我来帮你 绝对不是为了让他感激我们 大佬 等等我 我再跟我猴哥打架 你擦什么手 没错 小浩子 赶紧走开 否则别怪我翻脸 猴哥 你不知道 这小子欠了很多的停车费 我们帮他把车开走了 他这停车费是不是就不用还了 他是不是该感激我们一下 什么停不停车费的 俺不知道 等等 感激 有好处拿 没错 下面那个小子 赶紧拿点东西出来 赶紧俺们一下 俺们可是帮了你大忙 停车费 卧槽 我好像在那放了很久 一直没交过停车费 更多年了 半小时算 这停车费岂不是 俺老孙等不及了 把他打得动不了 流口气 咱们直接送 我不知道什么停车费 那车子也不是我的 你们认错人了 汪 猴哥 那是谁前面说这车是你 你小子还是老老实实的感激我们一下 卧槽 你们别乱来 我 我警告你们 会出人命的 你小子 快把好东西交出来 没错 叶凡要懂得做人 要懂得人情事故 就是 咱们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也不懂得拿点东西出来 谢谢我 你们这群混蛋 和我来欺负我事 别让我带到机会 猴哥 猴哥 他没认清现在的状况啊 你们说该怎么办 当然是帮他一下 你们两个小子 俺喜欢 咱有话 别这么动刀动枪的 多不好 能不能以德夫人一下 我要扛不住了 以德夫人 我们不是一直在以德夫人吗 只是你小子 一直不听劝事故 以德夫人 什么东西 俺不知道 只要有好东西 你俩说的都对 坏 坏手 我真扛不住了 我给 你又是谁 我来帮我猴哥 谁让你是个老六 想偷袭我猴哥 所以请你吃一朵火帘 别了 我主要 放心吧 就一朵火帘而已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来帮忙吧 可恶 你们气死我了 给我嘎吧 天地全力去 咱们等一下 好好说话几乎 我错了 知道错了可不行了 要拿出宠意来 卧槽 你这是什么玩意 你不是哭了吗 还能这样吗 怎么样 你胖了 别白费力气了 这样的我 你是嘎不服 叶凡 你还是放弃抵抗吧 我们强强联合 你打不过 快把你天庭宝库里的 好东西拿出来 南老孙等不及了 把他打得动不了 流口气 咱们直接送 别 别 你要啊 不畏同血 只为在红尘中 等你归来 交停车费 看看 多惨啊 都吐血了 你们没用全力吧 这嘎了可砸整 宝贝可没了 放心 应该嘎不了 南老孙看他挺硬的 啊 你们几个圣支部 有本事一个鱼干条 炮哥 猴哥 他好了伤疤 忘了疼怎么办 我们一群单挑你一个没毛病吧 就是就是 老老实实拿出点东西来不就好了吗 错没错 我不服 你 你们想干什么 你说你不服 所以我们准备以得服人 俺老孙从来都是把人打到服 这种事情可不能少了我 叶凡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已经在这布置了阵法 他是逃不掉的 各位道友 事后记得分我一点 怎么又来一个 你们还有多少个人 连我都没察觉到有人在布置阵法 没有了 都在这里了 说吧 不服 不服 何必 何必 来 最估计的那不是我 像刚刚一级我采脱 虽然我拿了多次 但最早他们没有几个物 别把 谁 谁把你的毛 快 活的都是我的 你们别抢 服了服了 别打 我的积蓄全没了 早这样不就完了 非要我们动手 叶凡啊 我看你就是欠仨 非要阿姨一顿就太老实 不过你小子的肉体还真意 打得我有点手 服了吧 服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 第一时间拿出来给俺老孙 以后俺照着你 不会重行 只问下红尘中陪你归来 交停车费 叶凡啊 叶凡 把你的停车费交一下 还有你们几个竟然当着我的面把车偷走 胆都很大呀 你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装神弄鬼的 叶凡揽造的 实相的赶紧滚 感应不到修为 各位小心点 来着不善 这 这是那个停车场的网 看来你还记得我了 那么麻烦你把停车费交一下 我这人主打的就是一个诚信 信誉 只要你把停车费交的 我不为难你 叶凡 你小子这车因果竟然这么大 早知道就不拿你车了 好大的口气 俺看你只是一个凡人 竟然敢威胁俺 俺就看看你哪来的底气 猴哥 别着急 哎 一会记得帮忙 我看此人散发着一股危险的味道 好 我知道 敢打伤我猴哥 我一定让他尝尝我的火点 你是齐天大圣 还是斗战圣伯 不过这都不重要 哪怕是你孙悟空 也拦不住 怎么会 你到底是谁 头这么硬 一点能量波动都没有 硬只按一棍 我说 就算你是孙悟空 也拦不住 好快 糟了 糟了 快上去帮忙 敢打我猴哥 慌等等我 我们一起 还有我 老头 尝尝我的火脸 这 这是什么境界的高手 竟然恐怖如斯 你们一起上吧 别省得我麻烦 话说你们老实一点 把停车费交了不就好了 皆大欢喜 怎么可能 竟然有人能无视我等攻击 甚至衣服都不曾动一下 祖星竟然有如此强者 叶凡 你小子这车因果竟然这么大 早知道就不拿你车了 就是 没事把车停这么久干嘛 不知道祖星的停车费特别贵的吗 你们还好意思说 还不是你们这群人 没事搞事办 和我车做什么 就算我们不拿你车 此人迟早会找过来 谁让你欠了这么多的停车费 说到底还是你的错 说完了 说完就该我动手 你们的攻击就跟老俩俩一样 街边的按摩师傅都比你们的力气大 套莱坞花果香 定海一望万腰潮 差点把你给忘了 正好让我一起收拾了 这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有人的攻击都无效了 就好像他不存在一般 又确确实实的站在我们眼前 还以为麻烦只是他们几颗 没想到却是这等强大的保安 这人竟然只是祖星的一个保安 谁敢信 没错 你到底是谁 我真的只是一个保安 工资三千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你们是第一个敢投我管理停车厂里的车的 还有你 一凡 别以为你成了天地就能赖账 别忘了你还是祖星人 该交的费用还是要交的 这样的实力 他说他只是一个保安 还好我跑得快 不然我也要跟着倒霉了 只是刚才的好处我还没拿到啊 再看看情况吧 好吧 我认了 你说欠了多少个停车费 我交 早这样 不就完了 非要打一架 咱可是爱好和平的人 看你态度诚恳 给你打个折吧 一共666亿祖星币 这座矿山的价值远超着停车费 还请保安大哥高抬贵手 我想你还是没听清楚我说什么啊 我说的是祖星币 我不要这些垃圾 喂 我要投诉 泰山脚下有个停车场 那里的保安乱收停车费 给我右脚的心灵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阁下 这就没意思 这矿山的价值对你我修道之人来说 绝对不是祖星币可以衡量的 叶凡 你小子居然还藏私 这些东西对我无用 我只要祖星币 只要这叶凡 把这666亿的停车费还上 这实力就能永久收我的了 或者把他打了 让他还不上前 现在人员本体实力的666亿倍 这叶凡可真强 这组星币我现在真拿不出来 前辈拿着矿山去换 不也一样吗 不一样 不然你以为我这实力是怎么来的 这速度真的合理吗 哪怕是我也看不到行动轨迹 不好 都过来了 挺意气的 我再说一遍 要么现在把停车废交了 要么嘎 叶凡 你现在有多少祖星币 先给他 让他缓一些时日 我是真没有那么多啊 极品防御法宝 困 好机会 阵法 再困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只早会出来了 各位道友 请听我说 我看此人好像因为某种规则才存在 他的实力也是 空有一身蛮力 却不懂得运用 就好像是被什么力量提升上去的 叶凡道友 他好像特别在意你 换句话来说 他可能是因为你才存在 你现在没有他说的祖星币 你可以通过时间长河回到过去 回到你产生这段因果的时候 把这因果解决了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打了 哦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丽飞雨 没看出来平常你跑得最快 关键时候 竟是你看不解决关键 道友说笑了 丽飞雨早就跑了 这个是我真身之一 韩丽 我看怎么像个老六 叶凡 你小子还愣在这里干嘛 快去 想我们都爬在这里吗 对对对 你们坚持住 我很快就回来 完了 看这小凡子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很好 你们成功惹怒我了 这该死的龟壳居然这么硬 虽然我们打不过你 但是把你困住一会还是可以的 各位全力出手 给叶凡争取时间 工资三千 哎呀 这工作可真舒服 我 我没眼花吧 大变活人 是个凡人 没错 太习惯 究竟是谁有那么大 这位老板 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后面红色那辆车是我的 请问停车费在哪里飙 我有点迷路了 来 这边 老板 我这人主打的就是诸人为路 真是多谢了 不客气 老板 老板慢走 未来的我可不能白白被打 得讨回一点利息先 喂 我要投诉 泰山脚下有个停车场 那里的保安乱收停车费 给我幼小的心灵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可恶 叶凡这小子交个费要这么久吗 这保安要正拖出来了 哈哈哈哈 你们全部都要给我 九转天道圣体 太出天节见绝 这无归正好给我煲汤和补补身子 就当利息了 各位 他的实力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了 看来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再坚持一会 我刚到手的法宝 道友们啊 事后可要补偿我啊 道友放心 事后尽管去找叶凡那小子拿 拿不到我帮你 糟老头 现在该我们了吧 小耗子 等等染 三千火焰 听无号令 现 你们真 就算我的力量在倒退 也不是你们死打败的 不好 叶凡 叶凡你小子居然敢去 投诉我乱收停车费 还讲不起 明明是你自己 油转天到正 派出天洁 坚决 我该死的夜晚 既然还发射 平到网上 让舆论爬叫 我的力量正在崩溃 看来你的力量 并不属于你啊 小原子 干得好 你这一剑很强 就是不知道叶凡他做了什么 这人已经不行了 甚至连肉体都在溃烂 我可没做什么 就是投诉了他一下 就有人开始不断反应 他乱收停车费 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去查 我水水飞舟了一下 把这件事发到了网上 然后就没然后了 小剑剑在这里提醒大家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能帮助我们 同时也能害了我们 所以各位表哥表妹们 做什么都要三思而后行 该死的一烦 你害我工作没了 现在的我成果接老鼠 人人寒打 老六 是你偷了我的龟壳是吗 你白爷爷找你很久了 去拔吧 先拈招 猴子偷逃 再给你尝尝 白爷爷的担当 这人是谁啊 为什么是猴子偷逃 好凶残的招式 什么要过来啊 别发 别发 我衣服 你谁好事 我找这 什么愿 这 这是那龟壳的主人 一定是刚才战斗 气息泄露了 还好 现在那龟壳不在我手上 只是难得一个这么好的防御法宝 不过还好 刚才趁乱把这叶凡的矿山拿了过来 就当弥补损失了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丹药 他也是炼丹师 为什么这丹药这么不正经 好 好像汉子快乐丹 我看谁以后 还敢偷你白爷爷的宝贝 这人就是下场 相信他下辈子 也会记得特别清楚 他上辈子做过的 就是偷了白爷爷的宝贝 恭喜这位朋友 东西无归远逐 请问朋友 叫什么名 朋友说笑了 要是没有你们 我也感应不到我这宝贝的气息 更不可能拿回来了 多谢你们 对了 我叫白小春 你敢信 一只从牧场跑出来的羊 现在竟然要被荒天帝 夜天帝 原始人等人没有吃掉 你都要被吃掉了 还要什么羊权 而且作为一只羊 你没有作为羊的思想觉悟啊 还是一只金光闪闪的羊 味道一定很好 我警告你们啊 我的牧羊人现在可是很强的 哪怕是你们也招惹不起 我劝你们 最好把最好食的草拿出来孝敬我 不然 哼哼 你这羊居然还会威胁人 不过俺老孙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我算过了 你跑了这么多年 你的牧羊人也找了你这么多年 你说 他找到你的第一件事 是纵你一顿 还是直接把你吃了呢 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还不如给我们吃了 为何我突然会产生一丝恐惧 那是来自记忆深处的恐惧 太久远了 大地是圆的我向世人证明不了 就连爱也被我抛弃了 不 你能证明 我相信你 大地就是圆的 你只是力量不够 只要拥有足够的力量 你就可以再次拥有爱 向世人证明他们所在的大地是圆的 不要啊 我的肉扇子很 不好吃 肉物老幼才 你们一定不喜欢吃 好了 你就别挣扎了 老实点 痛就少一点 放心 我们一定给你作为食物的最高待遇 前面的朋友 请等一下 这样能不能放弹一条生物 你是哪个 凭什么 我叫罗峰 刚才我驾驶飞船的时候 不小心放弹 外婆好意 所以想跑他一样 作为回报 各位有什么警惯 能满足一定的 你这非常不错 这人本体好像是一个头长金色脚的妖怪 那就老规矩吧 新来的先打一架 打架没问 这飞船也没问 就当交走朋友 这样别吃就好 好 后悔 我先来 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来来来 边吃东西 边看打架 你们看打架就看打架 能不能别把我放在桌子上 你都不还手 没意思 如你否愿 这人居然跟浩哥打得有来有分 荒坎并没有权力 怎么说也是跟我出生入死过的 要是随便来个人 就能打败荒 那我们还要不要混呢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吃俺一棍 一会别抢哈 让俺上去活动一下 你们打 你们打 打完那架飞船让我来开 我还没坐过飞船呢 试问哪个人不爱飞船 能翱翔太空 认识了 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能不能学学我 自问一点 做一个团结有爱的文明人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吃羊 你们可不可以专心看打架 不要想吃羊 闭嘴 别吵 再吵就直接吃了 再用点力 不然你可要饭 这一脚伤害不大 无辱性极强 直接踢到了他头上的脚 看我就光满 光满并不努力 大人就在划插 小耗子没有权力 眼看那个人也有点游刃有盈 一点没用战斗时间长 而有丝毫疲惫 浩哥不愧是浩哥 我就是不用权力 就是玩 咱们能不能坚持养 快来个人救救我 我不想被吃掉 那个头顶带脚的 能不能拿出群衣来 不然我要投诉你乱开飞船 撞死人了 被你踢了两次 我这第三次 好了 差不多了吧 再打下去就要拼命 你我又不是生死大敌 好小子 还行吧 打得挺爽 偷袭 不至言喻 男老尊只是等不及了 看你们打架心里痒痒 况且按这速度 你是可以反应过来的 看招 猴子偷逃 白小纯 这招猴子偷逃 还挺好用的 真的偷到头了 原来真的是偷逃啊 我还以为是别了呢 猴哥怎么跑这么快 才把他的头给偷了 还真的是偷 猴哥什么时候学的猴子偷逃 竟然还玩得这么溜 肯定不是我教的 他这威力还没我一直厉害 你们几个在这看的挺爽啊 猴子偷逃不就是偷逃吗 还能偷别的什么 来来来 招呼打完了 该俺们练练了 你这猴子还真的是猴啊 差点着了 别着急 还没完呢 到来物 刮过江 丁海一帮万腰潮 东海外 水连冬 齐天比高纤折腰 好了 猴子你也倒了 该下一个地震点的试车轮站 留点力气 给我打后面的准备 行吧 咱老孙打得也挺爽 你小子不错 看得出来还有不少力气 有空我们全力打一次 好 一定 下一个你也回来 叶凡 你先我先 你别跟我说 你想最后一个上 也非 我打两个冷光 你小子别乱讲话 污蔑你一声 我可是正人君子 来 那边的小子 我们来比划比划 这叶凡就是嘴硬 还不承认 谁不知道他以前经常去祸害别人 有关 请继续说 九转天道圣体 第六强占天 我也不欺负你 我于当下无敌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多谢 但是不用 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差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朱仙四点 扑 这样可能还不够啊 你在这里 你这速度可真够快的 什么时候的分身 我都没看出来 谁你看出来 我还总混 小五 小五 咱们再来打一次扑克 打吧打吧 我先把叶凡这矿山炼化了再说 免得他事后想起来找我拿回去 只有融入自己身体里了 才是自己的 你看 你看 你就说黑不黑吧 不过他这速度还真是挺快的 但是男人太快可不好啊 什么东西不能太快 打架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吗 猴哥 这个跟你说不清 这是我们人类的事 咱们也不来那些虚的来 一招定胜负吧 也好 可恶 本来还想最后一个赏 趁他挺虚 封个杯 呆死我疯 多谢手下留底 不用 你若是前面没有消耗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这人能否 知道我想装杯 刻意留力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能帮你解决一定帮忙 这可是你说的 嗯 我说的 来 下一个 到我了吧 该我上 去吧 小圆子 可别丢人啊 圆某人 请指教 你们打 你们打 我给你们挪地方 来吧 好刀 尸神十三枪 第四枪 雷芒 七绝刀 残梦 第五枪 终梦 西绝刀 天涯路 西绝刀 恨南凶 不好 龙皇圣体 防 地杀七绝刀 人前险胜 九转天到圣体 第六枪 战天 好小子 七绝刀 放身 第八枪 顺暴 好厉害的七绝刀 你再试试我这招 我画梦为道 无声悦梦 万物皆梦 梦里天道剑 好强的剑道领悟 好一个梦里天道剑 好了好了 雾达 没力气了 承让承让 你这七绝刀如果全出 威力肯定不比我弱 你们为什么不信我 为什么不信大帝 是圆的 为什么我没有爱 你们都要给我砸 不好 快上去帮忙 敢从后面 偷袭俺小圆子 活得不耐烦了 你们也是来阻止我的吗 我只是想让世人 知道大帝是圆的 我有什么错 怎么可能 无知的人 你们会为你们的愚昧付出代价 你没事吧 多谢 就是毫无防备 被人从后面打了一下 现在有点虚拖 他们已经上去给你找场子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小纯 我们也上去帮忙 我看这人有点像之前 那个保安大帝 不对劲 小心一点 什么玩意 头这么硬 从后被偷袭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气息也是充满了黑暗邪恶的味道 你们才是坏的 我只是想向世人证明我的发现 而你们却告诉我没有爱 还用爱无限达了我 现在我要用这股力量 去完成我的理想 我才是对的那一个 好快 别分心 就到你了 这人到底是谁 什么大帝 什么爱无限 我来帮你 两只老鼠 我管你什么大帝圆的 还是爱无限 今天你伤了我的兄弟 你就要咋 无知的是人 怎么会知道世间真理 怎么会懂大帝宇宙的奥秘 好 这人恐怕是个科学疯子 一起出手 你才是疯子 我只是告诉世人大帝 是圆的 什么都没做 他们就要打我 打我 还说我不懂爱 这些我都不管 我只知道你伤了我兄弟 平乱举 不够 带定海遗忘 还有我 七绝刀 天涯路 你们很好 这样更能证明 我的真理是对的 血沙剑 活怒活 可恶 可恶 那一脚完老孙一定要踢回去 硬是这么多人的攻击 还只是后退 这帮世界的敌人到底是什么存在 不合理 不知道 强的离谱 而且来了这里 还回不到我们原本的世界 各位 别停 我们继续上 叶凡 赶紧用全力 别玩了 这人就像之前那个保安一样 你们快说 是谁的阴鬼 天地权 去 算你好运 是我慢了 什么鬼玩意 天地权 去 可恶 该我了吧 现在可以相信我说的了吗 只要你们相信我说的大地是圆的 并且告诉我怎么可以再次拥有爱 我拜月从来不滥杀无辜 什么狗屁东西 该我们算账了 从背后偷袭我 很少吧 是神十三枪 第八枪 顺报 炮哥 来不及解释了 来带上他 好 这力量 你是谁 你也是来阻止我的吗 我是谁 对哦 现在的我还没有名字 我得想一下 要不就让观众老爷来想吧 现在该我们算账了 打了我这么多兄弟 你可别想一句对不起就完事 我不管你是谁 跟我作对的都要死 终于认真用全力了吗 来吧 哎呀呀 你怎么不行了 是现在的我太强了吗 别慌 还有呢 剑来 荒无剑决 哪怕你在强 你也打不死我 我现在可是不死之身 我的力量无前无尽 我一定要向世人 证明我的发现 所以呢 你会怎么样 小五啊 我刚才做了什么啊 为什么我感觉我被炸干了 这是什么 谁啊 新来的 乱吵运 是我慢了 什么鬼玩意 破逃 一步小心踢到小三子那边去了 还好小三子这幽灵状态能扛得住 不然时间长河都拉不回来 差点把你给忘了 你这不死之身可真是难搞 不过我不信你可以一直不死 那你可以试试 那个人是谁 气心像是小原子跟小耗子 他们怎么变一个人了 不知道 可能是用了什么秘法吧 这力量好像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没想到荒跟原某人融合后的实力 这番强大 如果是我跟荒 额 算了 我接受不来 看样子好像不需要我们帮忙了 他现在一个人就能搞定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吃羊了 话说那只羊呢 别让他跑了 还想吃一样野我 做梦吧 不知道我这逃跑速度一楼的吗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跑出牧场的 可恶 这人真是难缠 哪怕是我强 他很多都棘手的 我靠也能靠死你 你们打不死我 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理想有多么强大 糟糕 这羊什么时候在我身后 完了 这羊不新鲜的 你是谁 怎么一言不说就动手 哪来那么多废话杀你的人 看来你跟那个拜月是一伙的了 一个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那就一起来吧 双权男的自己 我上去帮忙 你们在这岛上 又冒出来一个 男也上去帮忙 你先恢复一下 这两人说不上的墙 你们坚持一下 我马上走 这人交给我 好 小心一点 是神十三枪 帝十三枪 黄蜂地盘 吃俺老孙一棒 让你寄安老孙 你到底是谁 怪说 我不杀无灵之辈 李七爷 现在你可以去死 你很好 你有这事 理过这话 但是跟我说这话的 最后的下场都很 我 叶天帝 无敌于世间 红镜界无人能 诸仙剑阵 混杀 狠开我呢 混 这里呢 迟点不像 那个狼狼尊败人 看你也不像 那种力的 被强神提手上 为何帮 那个败月对付 你们把我的羊 搞死了 还问我为什么 你为何不说 是想尝语吗 就这点东西 我为何要从开我 那只羊 其实是那个败有杀的 就是刚才跟你联手 那边 怎么 你不是不死之身吗 你的理想不是很强大吗 怎么连我都打不过 但你依旧杀父死我 而我一定会证明 我的发现 谁在那边 不好 你这个状态 竟然能发现我的存在 不得不说 我有点低估你 不过那又如何 也仅仅是感应到了而已 能把他解决了再说 可恶 那人到底是谁 算了 先解决眼前的麻烦再说 刚才有人在说话吗 为何他说话那么奇怪 可恶 这败月又被加强了 可惜了那只羊 感应到了吗 这么厚的黑手出现了 居然有人敢算计我 还把我的羊横 掌死了 雷蒂金刚正法 进化 糟了 小原子 你这耳环怎么没用 因为力量用完了 很精的分开的耳 都怪你 弄这么多大招 现在好了 浪没了吧 都完了吗 都完了该我了 虽然麻烦了点 但是还是我赢了 只手独债三千地 双掌横推十三周 改算计我里七夜 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又来一只老鼠 你们越是跟我作对 就越能证明我的发现 我的理念是对的 天不生我里七夜 飞到万古如长夜 时间 混给我死 这都不死 什么玩意 真有这么强吗 不过那又如何 没有人能帮我里七夜 我就不信这一招 你还能一点伤害都没有 以伤换杀 你不知道我是不死之身吗 算计我 还杀我的羊 拼了命 我也要弄死你 好小子 俺认可你了 再加揽一个 还有我 诸仙见证 是俺老孙一棒 一群繁固分子 我有什么错 都来打我 祭死我了 急着到谈光 我小剑剑又出来了过 经过我的不懈勇力 终于找到了我元凶 咦 我的元凶 怎么藏地上了 我明白了 一定是元凶 他太准没见到我了 但我经常从地上冒出来 所以再呼唤我 来 元凶 让我来你的怀里 这样你就不用藏地上了 键盘侠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元凶你知道我的 你到哪 我就到哪 为了找到你我可知 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才到的这里 小原子 他是谁啊 他是我的一个兄弟 你别介意 他这人就这样 除了这点其他的办法 九神咒爱无限 你这鬼谋玩意 怎么会一点伤害都没有 我说了就凭你还不够 汉红尘 杀信仙 一剑在手斩九天 这者啊 财杀神不许真弱啊 大河之剑天上来 一剑横天阵之间 黎明之花 杀戮之花 杀戮永掉探 我说了没用 是吧 那你看看我这招 御剑术 你召咬 不可能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没死 这次你杀次死我 我现在是不死之身 我能杀你一次 又能杀你第二次 第三次 有我在 我就不允许 为非作戴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让开 他是你斜剑天爷爷的 否则别怪我 一起动手 斜剑先 就交给他吧 你跟败越长 没人意义 我们这么多人 拼尽全力 还是没能对他造成伤害 这败越 只能有克服的人 才能杀死 明明是你自己派 可别戴上我就没有 我杀不死的人 哥哥 你就凭元凶的吧 算了 那你们自己解决吧 别到时候让我来 给你们收尸 我又能做元凶 腿上的挂剑了 剑感下 你别闹 趁现在 我们赶紧去救人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这是个人到底要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杀了就是 大家不用着急 能把这败越杀死的人 已经出现 李逍遥 我有什么错 为什么都要来杀我 我只是告诉你 大力资源的 而你们 却跟我说我没有爱 无私的信 千封云提出 怎么会 为何我受到的伤害 会这么大 曾经的你 要杀死我 可是因为我更成 你才有了机会 现在 哪怕是 星星的力量 因为你不懂爱 这方世界的规则 真实习惯 个人的实力 也不准备 但这个人的一根人 就能灭 可是他竟然对半 也造成的伤害 比我还要大 没错 但算计我李七叶 他就交给你们了 我要去找那个幕后黑手 那一缕气息 我已经记住了 我倒要看看是谁 又是爱 除了这个女 还有别的借口吗 你们这是在否认 这个世界真理 爱是一切的源头 是这世界 唯一最强的力量 就让我再一次告诉你 爱 这是我毕生最后一次 机会刚好留给你 这次你就彻底消失吧 拜月 有神咒 爱无限 爱 爱无限 不好 我会死 我会死 不要啊 这 这是什么 想跑 问过我韩丽了吗 你他娘的 什么玩意 竟然敢冒充 你邪剑仙爷爷我 可恶 这阵法是谁布置的 我跟你拼了 爱 这就是爱吗 我明白了 半月已死 我也该走了 各位告诉 你是 邪剑仙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有点不放心你们 所以回来看看 正好看到 这个人死了 话说你的武器怎么变了 这是我的新武器 原兄 哥哥他担心我们 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位朋友是新来的吗 我是袁某人的朋友 他脚下那位 是我的弟弟 多谢你们照顾我弟弟 键盘侠 现在快走 多远一点 他不是你哥哥学界 袁某人 你在做什么 偷袭我 各位一起出手 他不是我朋友 邪剑仙 竟然被你发现了 我的演技有这么差吗 一样的身体 一样的气息 虽然一样 但是他可不会像你这样说话 你到底是谁 冒充别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怕不是又一个败运 抓住他 他肯定知道 这方世界的规则 用来一个吗 俺老孙竟然看不出来是假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也叫邪剑仙 你也叫邪剑仙 那你把我朋友他怎么了 他自然是 你个老当 罚我哥哥怎么了 你哥哥啊 真是美味啊 恨吧 越恨我越好 不好 竟然靠吃别人的恶念 提升实力 找机会一起上 雷丽金刚正打 进化 你再给我做按摩吗 多谢 不用 小事 差点把你们给忘了 还有我们呢 伯怒火莲 看单鲁 多谢款待 味道不错 这 这是把我们的技能吃了吗 卧槽 味道有这么好吗 元兄 你可要为我哥哥报仇啊 哥哥 叫我干嘛 整天哭哭啼啼的 像什么样子 太好了 哥哥 你没死 那边有个冒充你的老灯 骗我说你死了 你好啊 朋友 你三娘的 什么玩意 竟然敢冒充 你协见仙爷爷我 年轻人 心急气躁的 优雅一点不好吗 难得再重现时间 我慢慢陪你们玩 要上去帮忙吗 此人比爱运还要鬼 必要的时候再出手 先观察一下 说不定能看到他的 你这鬼毛玩意 除了冒充 你协见仙爷爷 还会什么 我会的可多了 你要不要尝尝啊 疼你奶奶个腿 气死我了 给我去死吧 还能这样玩呢 我操 你俩说是真的 谁是假的 我是真的 他是假的 他奶奶个腿 竟然变得 跟老子一模一样 放你他娘的狗屁 老子才是真的 气死老子了 这 你们谁看得出来真假 叶凡 你怎么看 你问我 我为谁 气息 灵魂 身体 说话都一不一样 对了猴哥 你不是有火眼金睛 用你的火眼金睛看一看 这玩意跟当初 俺那个六尔弥猴一样 俺也看不出来 连猴哥都看不出来 快去西天请如来佛总 萧火火 讨打世负 在俺面前提如来 我凑了猴哥 两个一模一样的哥哥 那岂不是意味着 我有两个哥哥 双倍快乐 键盘侠 你找死世负 竟然敢叫 这个冒牌货哥哥 你才是冒牌货 键盘侠 你连哥哥 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哥哥 这不能怪我 你两次在世 有了 你两极其身体一模一样 我不信你们两个的能力 一模一样 冒牌货 让你见识一下 你学见仙爷爷的厉害 扎神附体 扎神附体 仙之天 傲之天 由我键盘 便有天 赤锋标 不朽键 奔进仙王手双心 赤锋标 不朽键 奔进仙王手双心 可恶 你个龟儿子 竟然用你学见仙爷爷的技能当我 放屁 明明就是你假冒我 可恶 扎之道无尖锋 扎之道无尖锋 无视百万写成功 带到一阳弱万写 进入我节感期间 此招为一位 扎 扎之道无尖锋 无视百万写成功 带到一阳弱万写 进入我节感期间 此招为一位 扎 奥他猴子 这你也能学我 明明是你学我 这招我本来就会 键盘侠 那个假的斜剑仙 不会学了你的康锤家威吧 不会 我的康锤家 非有情无神 他这招式神态 都一样 竟然比我还比UG 难道真的要请出来佛祖 来 小凡子 咱们来 七热七热 猴哥 咱 咱有话 说 我也就说说 别把我衣服 哦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一会等他们打完了 找个熟悉他的人 上去问一些问题 看谁能答对 有道理 键盘侠 他是你哥 一分以上去 哈哈 好嘞 圆秋 这是我煮的很 用力吧 来多少我吃多少 各位 爆发全力 我就不信 他这肚子能装 这么多能量 怎么样 死了吗 应该没那么简单 吃了那么多能量 不可能一点事情都没有 没死就上去补刀 说那么多干嘛 直接弄死他 神奇 无定风波 这无定风波还真是好用啊 能强制定住对手 协剑仙 你没事吧 可恶 你死了 我都不会死 注意一点 他这招有小三子的气息在上面 不会是小三子的技能吧 他是你们朋友啊 怎么实力会这么弱 我吃着也才有点三牙缝 大家小心一点 别被他吃了 说到吃 我的肚子又饿了 你们还是赶紧进我的肚子里面吧 神迹 无定风波 这技能还真是难缠 小原子 你去救人 这人交给我 好 小心一点 大拳黄树 橙谷一剑太剑了 真是越来越好玩了 继续 咱们玩个痛快 你去帮忙 这人交给我 悟空 你觉得你拦得住我吗 你们两个谁都过不去 我说的 看来只能先把眼前这人解决了 只要你们不过去 我不会动手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很欣赏你 有没有兴趣跟我 无天 你找死 你可曾听过一招 红天而降的拳子 天地拳 力道不错 是个人才 你一直也好 我来回忆这种 糟了 刚才那一下挺厉害的 竟然能伤到我了 不错不错 小原子 你没事吧 坚持一下 我这就来 你想去哪里啊 肮脏的东西 你惹怒我了 卡化资在法 横骨之下我无敌 而等皆为蝼蚁 吴天 你想怎么样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很欣赏你 想你为我做事 不可能 俺老孙已经成佛 怎么可能跟你这个魔 混在一起 佛又如何 魔又如何 你能确定你所信的佛 就一定是佛吗 那你又如何确定 俺的佛不是佛 既然如此 那我们辩论到一次 如何 悟空 来就来 猴哥小心点 别给他绕进 我小剑剑又出来了 小三子呢 飞得那么慢的吗 算了 我拉他一下吧 多谢大老 拉我一把 去后面站着吧 记住 多看多觉 那个黑色衣服的事实 吴天 如果没出意外的话 则人只有猴哥能解决 谁都不要上去打扰他 我有感觉 猴哥会经历一场碎变 那我们就安心看戏 有问题再立马上去帮忙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佛说 放下屠刀 利利成佛 悟空 你有何见解 坏人做尽坏事 在最后一刻 幡然醒悟 便是有佛心 在往后的日子 多做好事 为世人造福 这便是佛 说得好 悟空 可是 为什么坏人 做了一辈子坏事 只要放下手中的屠刀 便能利利成佛 而好人 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却是难以成佛 不是难以成佛 而是好人 本身就是佛 他问修的是心 修的是功德 不错 我果然没看错 悟空 可是 如果一个好人 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在他临终前 却做了一件 人神公愤之事 那你说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那只能说明 他佛心不够 成不了佛 很好悟空 佛又说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此三人分别是 小偷阿六 屠夫阿刀 跟红楼女子阿秀 当年我还是佛的时候 先后度化他们 让他们向善 他们也诚心悔过 从此做一个好人 尽自己所能为世人造福 这不是好事吗 可为何你会成我 可是那个红楼女子阿秀 听信歹人所言 为了救我 再次现身 她觉得对不起我 心底无地自容 最后选择自杀 我求如来救她 可她却说我 博心已乱 在我看来 她已经诚心悔过 却被歹人所害 可她却是为了救人 这已经是佛 但是佛却不救她 这跟屠夫有什么区别 这 如果真如她所说 那这人不应该是个坏人 魔头 凡是两面性 谁都不能断定一个人的好坏 这也是为什么善恶难辨 坚持心中的道 坚守自己的底线 还能问心愚愧吧 当年被你当灭后 我留了一丝力量去了地府 看了他们 可是 他们的真灵 却被人湮灭 连进入轮回的机会都没有 哪怕是处生道 悟空 我且问你 你可还记得 你还是一块石头的时候 生长在你旁边的那朵紫兰花 悟空 我且问你 你可还记得 你还是一块石头的时候 生长在你旁边的那朵紫兰花 什么紫兰花 俺老孙不知道 这紫兰花本是你石头下 生长出来的花朵 托你的福 它终成天庭正神 在你大闹天宫 被压五指山的时候 它为了救你一命选择牺牲 随后转世成为如来的灯兴 变成了紫霞 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紫兰 紫霞 猴子 我想吃桃子 您给我扎好不好 至尊宝 我想听你对我说那三个字 俺的头 俺的头好痛 为何俺一认真开始想着两个名字 会这么头痛 悟空 到现在你还认为你的博士博吗 这可不是我做的 你仔细感应一下 你记忆深处的气息 就应该知道 如来 你到底对俺做了什么 看样子猴哥的记忆 被人动过手脚 一定是那如来 咱们得帮猴哥一把 一同出手 打破这封印 我几天 我这就去为你报仇 啊 如来 紫兰 紫霞 我这就去为你报仇 很好 悟空 很高兴你能为我做事 俺只是说去报仇 什么时候说过帮你做事 无妨 只要目标一致 咱们就是朋友 你要知道从始至终 我从未想过要害你 各位道友 在下有一击 可帮助道友了却心中之事 咱们可以通过时间长河 回到过去 改变它 但是其中的因果 需要各位承担 不知道可愿意 到时你们打架 我就顺便拿点好东西 这不过分吧 毕竟我是出了力的 你说的可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一切因果都由我来承担 猴哥 你尽管去做 其他有我们帮你 没错 我们陪你去闹一闹这林山 打架这是我俗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 齐天大圣 猴哥 既然是林山 宝贝应该很多吧 哈哈 打架这是你们来 作为考古学家 我去他们 那考个古 多谢你们 紫霞 我这就来救你 那铲子怎么这么眼熟 我感应了一下 还好我戒指里的还在 那我们这就从时间长河回到过去吧 记得 只是救人 历史不可改变太多 佛祖 为何听了讲道 佛祖 可是出了什么事 不知为何 我突然有点心神不宁 观音 我交给你的事可从办好 其兵我佛 悟空他已经彻底归于我佛 多彌陀佛 由我交圣人出手 岂有不归一之礼 佛祖不必担心 有劳各位菩萨 我交由你们 并可繁荣昌盛 佛祖说笑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普渡众生 好一个普渡众生 如来 观音 俺问你们 紫霞在哪 如来 观音 俺问你们 紫霞在哪 悟空 你已成佛 在灵山大呼 小叫成和提筒 妖猴就是妖猴 成佛了还是本性难移 历仗 你经理入魔 悟空 念你本事 我缝门之人 束手就擒 让我佛入来帮你进化魔器 回归正途 我感应了一下 圣人设置的封印还在 可为何眼前的悟空 却记得虔诚之事 什么是佛 什么是魔 俺老尊是佛是魔 俺自己说的算 出驴仙吃俺一棒 猴子不是才大罗吗 怎么会有准圣之威 隐约比我还强 施主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无天 这是俺的事 用不着你插手 信不信蓝连你一起打 如来 好久不见 施主 你是 现在的你自然不认识我 但是你肯定认识锦纳罗吧 我便是那锦纳罗 如来 把阿六阿刀阿秀他们三个人的真灵交出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锦纳罗 我劝你回头是岸 可恶 现在还不是锦纳罗该出事的时候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可这个人为何说自己是锦纳罗 他又是怎么知道 他们三个人的真灵在我这 这是变数 敢阻止我 不如准圣大圆满的人都要死 各位 魔残害生灵 天道所不容 今日频道便为这苍生除掉你们两个魔族之人 区区萧小 队狼佛祖出手 交给频道就好 天余佛佛 可恶的观音 还真是会拍马屁 功劳还想一个人吃 魔头我劝你们束手就擒 乖乖接受我佛度话 可恶 要是功劳都被他俩拿了 我岂不是什么都没捞到 为了三界众生 贫僧愿为拼此度话而等 贫僧为三界众生感谢你们 你们是三界之福 更是我佛门之福 是谁 误过的人 还请各位施主不要插手 我佛门定有众谢 给各位施主一个佛门果位也不是不可以 此三人看着实力不凡 若是为佛门招揽到这三人 相信我佛给我的奖励 又能让我的实力更胜一层楼 同时也能壮大我佛门的实力 可谓一举两得 佛门果位啊 好大的饼啊 你们稀罕吗 我天平 可比你的佛门好多了 更何况我还是个天帝 要不这样吧 我看你们与我天平有缘 你们三人来我天平 当一个扫地的吧 狐狸待遇杠杠的 肯定比你这皇香 就你们这实力 我连动动手指头的力气都不想出 还想招揽我 小原子交给你了 这天上还有几个人看着呢 他们交给我 好猴哥 尽管做你想做的事情 有我们在 没意外 神域 小原子 多谢你们 恳请老师让我兄弟二人出手 恳请老师让我兄弟二人出手 出手 出什么手 我觉得他们做的挺好的 不用出手 只要你们吃疙瘩 我通天就开心 哈哈哈哈 三弟老师面前慎言 哄天师兄 他们几人可是界外来客 难道就放任他们祸害 三姐不管吗 倒是洪荒三姐破碎 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无必吵了 尔等一同出手 维护天道运转 三姐不可有变数 阿弥陀佛 就让我来度化你们 如若不是整个灵山加持 还有一点圣人之力 我恐怕会瞬间落败 可恶 然等祖佛 要师佛 此时不出手 更难合适 还有谁 如来 一起出来吧 如来 你真是月活月回去了 几只蝼蚁都搞不定 竟然让我等出手 圣人不出的时代 还有谁能撼动我灵山 如来 你这佛祖要不别等 让我来 此事等结束后再说 各位 这猴子跟那个锦纳罗 怪异得很 站立堪比圣人 可恶 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我的位置 看来事后我得找机会 消磨一下燃灯药室才行 应该没人了吧 没人了就一起上吧 一个跟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除了圣人 最高修为应该就只有他们三个了 很好 如来 既然你不肯 把他们三个人的真灵交出来 那我就废了你 看你交不交 这是弑神枪 好强的魔气 怕不会又是一个罗吼 施主魔气太深 快快放下手中武器 交于平僧 平僧帮你净化魔气 哼 想要就只说 虚伪 突驴 恨的 作为考古事业的扛法子 由我小剑剑在 没有任何意外 我消火火谁都不服 就服你 祖坟说挖就挖 跑酷说偷就偷 我白小唇也算是老六界的一号人物 遇见你 我就想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咱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 毕竟是人家的 你就说你想不想拿吧 我想 竟然有人比我还快 大家动起 你们的小手 快快快 把这里的东西 除了一针一线外的 全部拿走 咱考古学家 有小手则 就是绝对不拿一针一线 这 这也太凶残了吧 我也得干净 突然好东西都没了 这里是哪 我的修为竟然被压制 后退了两个小境界 你说什么 修为压制 可恶 我的修为也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你们三个手法 想怎么思 感恩前辈可是圣人 我佛门可曾得罪过前辈 圣人 圣人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自然没得罪过我 但是嘛 我看你们与我有缘 我就想打你们一顿 这 这是什么品质的灵宝 先天之宝 绝对不是这个气息 难不成是混沌之宝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还 还请前辈高海贵手 放过我们 别说了 先吃我一枪 就这实力也敢欺负我 猴哥 这一枪我连特效都没用 当年伤害紫霞的 也有你们一份吧 咱今天便一份一份地讨回来 胡悟空 不要自悟 放下屠刀 回归我佛门才是正途 对呀 切勿入了魔道 否则万劫不复啊 魔 俺老孙看你们才是魔 所作之事与难魔有何区别 悟空 住手 师父 你要拦着俺吗 为师不知道 可是为师知道 你这个样子始终不是正途 当年之世 也有为师一部分 为师对不起你 他们终究是我佛门佛祖 悟空 能否用为师一命 换他们两个的命 也愿你少遭杀孽 金蝉子 快劝你徒弟 我不想死 对呀 对呀 快用你的命换我们 我佛门会记得你的 闭嘴 师父 你也看到了 这样的佛门你也要救吗 一个个贪生怕死 希望师父不要避暗 为师终归是佛门之人 不能眼看着我佛门的人死去 就当为师求你 悟空 师父 你为这样的人值得吗 值得 就像你为了紫霞一样 这是为师作为佛的底线 尽管他们不尽人意 但是为师却始终不忘就是苍生 愿用我一命唤醒他们 这就是我的佛 八戒 你来了 光维师 圈圈悟空 师父 这里的事就不要管了 正好徒弟我有些佛法 想请师父讨笑 去我的敬寒庙吧 师父 猴哥 俺老朱就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我老师太上老金之前传音给我 六圣全都要来这灵山了 后面多加小心 单子 多谢 俺看还有谁来救你们 给俺去死吧 可恶 是谁 多谢圣人救命 悟空 你可还记得为师 佛祖 你 别 不要 放心吧 我佛会记得你 如来 对自己手下都这么狠 你还真实 准题的善师 菩提老祖 看来圣人也快到了 如来 我看你还能找谁帮你挡刀 叶凡 他们来了 我们走 你是 菩提老祖 师父 看来悟空还记得我 你不是这个时间段的悟空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吧 有些事情你改变不了 已有的是 后必再有 已行的是 后必再行 这都是天意 悟空 天意 听你们的话 就是天意吗 俺命由俺不由天 俺老孙不信命 也不认命 这就是俺老孙的命 俺老孙不信命 不认命 这就是俺老孙的命 悟空 你这又是何苦 顺应天道不好吗 如果就紫霞是逆天而行的话 那俺老孙便逆了这天 天要阻俺 俺便把这天捅一个窟窿 大的 看到了吗 悟空 这就是天 当才是天道出手了吗 可恶 我得快一点了 这如来 要不是有这世界圣人加持 如今的我 何须这么费劲 可恶 俺也得快点救紫霞了 这等穿越时空的因果 俺有点承受不住了 如来 快把他们三个人的真灵交出来 兔驴 把紫霞还给俺 你们兜住手 不然贫僧就把他们四个人彻底掩灭 如来 快把紫霞给俺放了 不然俺让你勇士不得超胜 可恶 如来 他们只是三个凡人 也已经改过向善 为何抓着他们的真灵不放 就为了之后 三十三天七线之时要挟我吗 好让你顺利晋升准圣大圆满根至圣 从此三界无人撼动你活门对吗 你们两个不是此界之人 为何来这洪荒 我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 怎么 这方世界是你的吗 你们可知我们是圣人 圣人代表的是这天 速速离开洪荒 否则别怪贫僧不客气 圣人 圣人很厉害了 不过是几个天道傀儡罢了 想想你们对洪荒做的事 盘古大神还在的话 估计都忍不住想杂了你们 住口 我盘古父神 岂是你们可以妄加评论的 哼 你们两个连圣威都没有 也敢在这放肆 既然如此 贫僧便替天行道 免得你们祸害三界 好 好快 阁下未免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 大哥 我觉得他们做得不错 那两个秃驴 我早就想打他们一顿了 小子 很合我胃口 那边那个老头 想必你们当中修为最高的就是你了吧 来咱们打一架 输了我立马掉头就走 不然你们谁都别想从我这里过去 既然如此 老道就跟道友做过一条 太极头了 他画自在法 捧鼓之下 我无敌 敌人在我面前 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一败涂地 可恶 此人不是圣人 但有圣人战力 难不成是混元大罗 师兄全力出手 就算是混元 在这洪荒 咱们有天道加持 我就不信他能挡得住 奇宝妙术 十二品功德金莲 奇宝妙术 十二品功德金莲 好宝贝 要是我把他两抢 你们西方应该就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本贝了吧 看我诸仙剑阵 什么诸仙剑阵 你 你是通天的人 师弟 快 快防御 天地二剑 诸仙四剑和诸仙六剑混杀 老道红军 见过几位道友 见过老师 见过老师 老师可要为女娲做主啊 这两个兔子他们欺负我 没有的是啊 老师 女娲师为她听信外人之言 把我们打了一对 还把我们的灵山给毁了 还请老师帮我师兄弟二人讨回公道啊 没错 老师 还请老师主持公道 你们两个干的那些事就别让我说出来了 女娲 他们被你嘎了一次 秀为倒退 灵山被毁 七夜撒了 此时到此结束 别让界外的道友看了笑 哼 看老师的面子上 这次就放过你们这两突驴 多谢老师 多谢师妹 各位小心 他就是洪光天道 红军 这气息很强 只是不知道他是天道 还是红军 传闻道路 得到之后 亦是被天道占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道友说下了 天道是我 红军也是我 几位闹也闹够了 有些事情你们改变不了 这是定数 也是命数 但是你们既然成了变数 作为天道 老道必须做出成绩 几位还有那小友的创世 青年还请留下 这凭你 脸黑 好一个天道 好一个天道 红军 洪荒北冰呆 天地人三道并存 可是天道有私 硬生生算计了地道跟人道 导致他们销声匿迹 逢死你天道一家独大 这便是天道吗 竟然还有这等事 可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道事和我成为无天后 从某主罗侯那 听到的一些密文有些相同 传闻盘古开天后 确实有天地人 共同管理洪荒 那会我还在想 这天地人是谁 没想到是天道地道人道 这么说来 这老家伙隐瞒了很多事情了 难不成老师真的如他们所说 隐瞒了很多事情 同时也算起了我 老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们作为未来之人 扰乱天数之人 今天就留在这里吧 不能再让他说下去 这后世之人 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大家小心 这是天道的紫霄神雷 有世界意识跟天道意识加成 比起天道圣人的还要恐怖 多谢你的雷 正好让我的雷法感悟不少 这天道还真有点麻烦 气息被锁定在这 看来只有解决了他才能离开这里 红军老贼 怎么被我拖中 想灭掉我 断我人独修炼之路 最后更是为了河道后 脱离天道 算计三界让流程相用开天神 把华山劈成两半 表面上让星天条出世 实则让三界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住口 叶凡你小子继续说 住口 你们几个泄露天机 扰乱天数 罪无可恕 他急了 他急了 这星天条并不是敌众生之愿 合成的星天条 而是这老贼修改过的 后世先凡相爱 动不动毁天灭地 我人族遭殃 流沉香那一虎头 更是砍断了天地灵气 导致灵气枯竭 变成了末法时代 整个三界内的所有生命 再无一人可以呈现 变成了流放之地 华山是我女娲之心 星天条存放的地方 这是只有我跟老师知道 她又是如何知道 难不成真如她所说的一般 她之前也泄露天机 种种迹象都表明 她说得不错 老师她真的算起了三界众生 也算起了我 你们几个随为师一同出手 将界外之人消灭 维护天道运动 你们几个快随为师一同出手 灭杀扰乱天道秩序之日 老师不是弟子不出手 而是现在弟子修为倒退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必须捞回一点好处回来 不然这波太亏了 每个几百万年恢复不过来啊 对啊 老师 我是兄弟二人现在的修为 上去了也无济于事啊 还请老师体谅我们 如果有什么法宝灵 要让我们恢复过来 我们一定可以帮到老师 女娲也想问一下老师 她们说的是否属实 还请老师给女娲一个解释 老师 原始来帮你 这多出来的圣灵 请老师可以考虑一下 我门下的弟子 你的对手是我 创世青年 还有这把剑 真是好宝贝啊 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 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 我便向老师求情 饶你一命也不是不可以 这是虚伪 正好拿你来试试我的心雷法 九转天道圣体 烈是神雷 你很强 但是 这里是洪荒 频道有天道加持 你奈何不了我 真是几个白眼狼 频道怎么教出了这种东西 气死老豆 就这也是圣人 自己往里返 天道真是布公 这样的人也配为圣 刚才从红军身体出来的是三师 没想到他的三师 竟然也是圣人战力 怪不得都说红军是最大的老鸣杯 多谢老师 一起上 再敢还嘴 你们这圣尾我就让别人来做 师兄 我们还是快动手吧 不然圣妹就没了 记得打不过咱就跑 这修为可不能再退了 不然可就真的完了 女娲娘娘 你不跟他们一起动手吗 我想听你说人族之后怎么样了 在三界变成流放之地后 天道不显 人族再无修饰 也再无一个生灵可修炼 面对天地灾害 人族是多么的无力 但是人定圣天 人族顽强的生存之下 成为了流放之地的主角 我们探寻万物本质 令替洁净 可呼风 可唤雨 甚至不靠修炼 便可遨掌天空 甚至天外天之外 靠我们传人之躯 征服着天地 这样的人族 你也要放弃吗 我 女娲娘娘 我说这么多 是因为你是我人族之母 我并不想与你为敌 我再给你看点东西 罗峰 你出来 这 这是何物 没有法宝的气息 却能飞在空中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靠凡人之躯 便可豪祥太空之物 罗峰 我让你帮忙做的东西 你做好了没 自然 你看 这像万里之内 可一心灭杀你所说的圣子 这两人存在 情感若是精准命中 也可对圣人造成伤害 这是何法宝 竟然如此厉害 这是我人族的智慧 正可谓人定胜天 也是我人族 能顽强生存下来的原因 这可不是法宝 是科技 是科学的力量 罗峰 这是我人族之母 女娲娘娘 就是她创造了我们人族 在距离你那的时代 非常久远之前 让她看看 我人族的智慧 见过娘娘 就让我来演示一下 她的威力 怎么 天道就这点实力吗 老大不想梦子杀你吧 哼 造化玉碟 天道之夜 敌人在我面前 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一败涂地 她画自在法 酒斩天道圣体 派出天洁见绝 老师 我们尽力了 是啊 老师 我们打不过啊 可恶 罗以帆 肮脏的东西 竟然拥有圣人战力 不符教化 挑战天为 你们几个真是废物 那个通天都不是圣人了 还打不过 你们几个没事吧 没事 为蛋而胜 至此方休 孤魄不立 魄而后立 今日方知我是我 混元成 道祖不愧是道祖 这等修为真不是那几个圣人可以比的 无尽黑暗中的战魂 请赋予我再一次燃烧的权力 这是什么法宝 竟然如此厉害 一口气灭了我三个圣人 还有我为何感应不到 它是什么品级的法宝 这又是什么 哼 区区凡物也敢拿出来 搬门 正常的原子弹跟青弹 当然没那么大威力 这是我让巴巴塔改过的 这威力很定强 女娲娘娘 这威力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人族的智慧 科技 现在可以相信我 说的了吗 相信了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做 人当已经不见踪迹了 只是不见踪迹而已 你先脱离天道圣人之位 然后与大道知名宣誓 从此以后重新庇佑我人 相信人族会回应你的 好 我知道了 大道在上 今日女娲自费圣人果问 汪大道见之 女娲住手 你们真是敢言 你过不去 我说的 人道在上 昔日女娲听信歹人之言 做了措施 恳请人道原谅 也恳请三界人族原谅 今日起 我女娲重新庇佑人族 不求再次得到信仰 只求之后能为人族挡灾 人道 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希望你事后 答应我的人道功德 可别忘了 还有一件事 这众生怨力太大了 可惜不属于我 不知道这众生怨力 让你吸收后会变成什么 你可真是好运啊 谁让我是寒天尊呢 我来助你吸收了 恭喜女娲娘娘 成就人道道祖之位 还得多谢你 虽然修为倒退了不少 但是我感觉 现在的实力更胜从前 我刚收到人道指引 会有一位人道圣人出世 我想去收她为弟子 难不成是三皇 听女娲娘娘你的意思 好像是一个女弟子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可恶 历史长河被你们改变得太大 真因果你们承受得起吗 既然已经改变了 这就轮不到你来操心了 纵观宇宙万物 还没有什么事 我十号承担不行的 幸运的女孩 这众生怨力吸收后 希望你往后能自己做自己 再也不用受他人算计 这是子侠 没错就是她 这股怨力来自后世 没想到她竟然跟你 你们一样快乐时间长和来到了这里 后世的怨力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来我们都希望猴哥跟紫霞 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这是紫霞的气息 这股怨力 闻所未闻 闻所未闻 这不会也是一种成圣之法 看来这红军真的是隐瞒了很多事情啊 你是说她有可能借此契机 直接怨力成圣 没错 这股怨力之大 比起女娲师妹造人功德 又知过而无不及 不管怎么样 这终归是好事 我们此行的目标正是救人 这股怨力是怎么回事 可恶 事情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轨迹 朝着未知的方向发展 老到这么多年的努力 被你们毁于一百 众生皆有自主的权力 没有谁可以干涉 你为了你自己 算计太多 这就是因而今日之事便是国 紫霞他这是 猴哥 太假 这对紫霞来说是一场天大的造法 紫霞 真的是你 你活过来了 嗯 至尊宝 你对我说的我都听到了 那个紫霞 是你听错了 但什么都没说 我不管 我就是听到了 以后我们永远不分开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的实力很强很强 至尊宝 你小心点可别惹我生气 不然 哼哼 清点 紫霞 疼疼 俺老尊怎么可能惹你生气 量你也不敢 真是皆大欢喜 也不枉我助你吸收这股怨力 丽妃云 谢谢你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猴哥说笑了 我现在叫韩丽 就死扶伤 本是我为修饰该做的 谈何感谢 看到你们能开心 我也就满足了 谈前辈真是一枕人心 这里是我吸收后 进化多余出来的纯净愿力 还请前辈收下 以表谢意 既如此 我就确实不公了 天佑我人族 如今我人到现实 我们终于不用再待在这个火云洞中 没错 我人族终于可以决心 再也不用再受他做算计 还得多谢那几个界外小友 若不是他们 人倒也不会重现 走 我们一起去面见我人道具 还有那几位小友 他们还在面临大礼 我等必须出一份礼 根本无稽之谈 二十七位圣人若是归位 只会加快天地结起滋生 从此洪荒亮节不断 更加会暴露洪荒坐标 让与外之入迁洪荒 届时整个洪荒都将不服存在 若是我说 是你自己将洪荒坐标暴露出去的呢 不可能 天庭正审归位 稀有清理混沌魔神残灭 届时天道法则完善 万物再无修炼之力 遵循自然最后老道脱离天道 加过洪荒 从此天道自主运转 洪荒将彻底隐藏 弹河暴露 我没错 也正是因为你脱离天道 断了万物修炼之路 然后是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故 具体是什么变故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 那场变故的后果就是 所有生灵被封印在了神话之中 只有残留下来的 一些人族苟延残喘 还有外族之人 占据着这一大片天地 不可能 老道不会错 绝对不可能 你 你是命运 红军 你没错 你做得很好 你怎么会还没死 而且实力比起当年还强 这还得多谢你啊 红军 若不是你帮我消耗这洪荒命数 我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而且实力还精进了 看来幕后黑手出现了 竟然是曾经的三千魔神之一 命运魔神 他的气息里 怎么会掺杂着些许黑暗 动乱里那些鬼东西 旁头鹿尾的 还有你们几个 要我一个个打出来吗 竟然被发现了 有意思 你们当中竟然还有一个 时间法则的领悟者 本来你们可以晚点死 既然这样 我们便加速吞噬洪荒了 不好 他们在吞噬这片世界 一旦吞噬完成 整个世界变化为虚无 不要留守 我们一起上 破掉他们的法阵 我们可不会跟你们废话 这阵法一旦开启 你们就关不了了 本来还想搁几部韭菜 再一口吃了 谁让你们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虽然达不到预期 但是也足够了 你们怎么会还没死 这吞噬法阵是怎么回事 明明在我的记忆里 你们已经尽数死亡 只有我杨梅 阴阳 乾坤 还有罗侯在洪荒轮回 活了下来 当年我们的确死了 可是后面我们被人救活了 于是我们成了 诸天万界的狩猎者 洪荒便是我们四个人的目标 我们商讨了一套计划 把洪荒养回再哥 于是我推荐了你 他们也同意了 最后便是我了 是我在你轮回的时候 在你的记忆里 稍微动了一下手脚 而后面 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 红军 仙道魔神 你做得很好 只是还是出了一点变数 就是他们 不过我们前面收割的 也足够了 你们竟然如此算酒 别败费力气了 你是立本就不如我们 认命吧 乖乖变成我们的养料 这龟壳居然这么硬 原兄 我又出来了不 剑盘侠 你们去做什么了 算了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快过来帮忙 不然这片世界 要被这几个人给回了 我们去了玉清宫 跟紫霄宫进行了一场 文明的考古 先别说这个了 情况不对 快上去帮忙 紫霄宫 考古 什么玩意 那棺材上的宝费 我的 我的收藏多年的积蓄 买意买意 买意不买神 可恶 我能感觉到这片世界的生灵在不断死亡 若是不阻止他们 后世的我们 可能就会因此消亡 都怪我 若不是因为我 你们也不会来这 若是真到最后一刻 哪怕拼了我这条命 我也会保下你们 还没到最后一刻呢 说这些干嘛 一律破万法 我就不信还有打不破的东西 龙皇圣体 九转天道圣体 元凶加油 元凶加油 弄死那几个老灯 大佬加油 你这是什么形态 为何如此的别致 不用紧张 很正常 相信观众老爷都已经习惯了 真是美妙的气息 皮肤汗术不渝顽抗 恒为我们的养分 是你们的福气 下快点速度 免得再出变数 还有我们呢 来多少都无济于事 我就喜欢看 蝼蚁垂死挣扎般的样子 为了洪荒 钻戒了这么久 钻戒了这么多人 没想到最后自己也逃不过被他人算计 这吞噬大阵 或许只有那二十七位圣人归尾 才有可能挡不住 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 虽说人道重新 但是地道却是不见了宗 更别谈极其二十七位圣人 不对 还有一线生机 龙君 你想做什么 想找事 信不信我一招灭了你 洪荒若是没了 天道也会跟你消散 你这河道的 想必也不可能活下来吧 老道在你们眼里就如此不堪吗 老道这么做也是为了洪荒 没办法 谁让你的口碑这么差呢 红君 罢了罢了 你们切听我说 这吞噬大阵无法解除 洪荒三道圣人不齐 根本扛不住这吞噬大阵的吞噬 我们的攻击只是在拖延他吞噬的时间 但是老道算到了那一线生机 就在你们这几个界外后世之人身上 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敦去其一 你们便是那敦去的鱼 既然如此 我们便听你一次 说吧 我们该怎么做 已有的事 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 老道做了错事 就让我来承担 一会我会发动天道失血之阵 如同你说的一番 将洪荒三界封印在神话之中 你们可回到你们所在的时代 去重新唤醒力 届时 再用你们的力量打破神话封印 让此刻再现 集齐天地人三道之力 破掉这吞噬打着 红军 这天道失血之阵 你可知你会付出什么代价 无妨 时间不多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送你们走 你们两个不走吗 跟他们去后世 何必被封印在神话里好吗 我从后世而来 改变历史因果太大 已经没有多少力量了 不如用这弹曲 去发挥最后一点作用 道祖与一个魔道之人联手 想必也是一桩美事 老师 曾经我恨你 恨你偏心不帮我结教 但是现在我突然觉得你还是挺好的 不是不帮 而是你结教有一些人心性不良 你也只教了他们如何提升修文 而没教他们怎么向上 而铲教却使天术 顺天理 好了 这些都不说了 哼 这是贫道的洪荒 还轮不到你们来 再钻技天道师却大阵 红军 你疯了 这大阵的代价你承受得起吗 紫霞 你怕吗 不怕 跟你在一起 到哪里都是开心的 老爷 浩天也来帮你吗 好啊 好啊 天道师却大阵 几位小友 看你们的 寻龙分晶看禅山 一重禅是一阵关 关门如有发动险 不出阴阳八卦型 焦火火 你在这干嘛 考古事业不干了吗 改看风水 这是我言国的一门学问 叫分晶定学 以后哪里有考古事业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还有里面有什么危险 也可以提前预判 安全第一 那么麻烦做什么 有什么事建盘侠 一个铲子搞不定的 如果有 再来一铲 再说了 凭咱们这修为 还怕几个纵子不成 对哦 一定是我思乡知情 太过强烈 忘记了我现在 在这里是无敌的哦 就是 就算有 我还可以召唤我元凶 打架让他们来 小大老 你说的那子 矮国地道我啊 空了 咱们可以动手了 到首长 就在刚才 矮国领空 突然出现三个人 看样子像我言国人 他们领头的 用一根手指 就把矮国的战机给灭了 怎么 既有这样的事 干得好 什么人 敢闯我军事重地 别紧张 我是来帮助元骨 刚才你们说的那三位 是我朋友 这是我们来这的第一剑持 而我则是来帮你们 提升战斗能力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一会儿你们就会收到 一样的物 一座小岛 纳入盐国领地 叶凡 你都干掉 他们这么多战机了 他们的强者 怎么还不出来 就是就是 我明明感应到 有几道微弱的气息 会不会是他们 飞得太慢 咦 来了 你们是什么人 胆敢来我 挨国撒野 打滴 我们就撒野了 你能怎么办 来来来 就是你了吧 让我等了这么久 你这飞得也太慢 花都谢了 阁下未免 胎目中无人了吧 要知道人歪有人 天歪有天 既然如此 我忍着乌龟公 就来教训一下你 什么乌龟公 不好慌 他太强了 这起是这把刀 小心一点 别被笑死了 那个小心点 用你权力 不然真被他嘎了 听到了吗 你朋友教你用权力 哼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的刀拿出来了 就必须见血才能收回 所以你得死 不过放心 我会给你留个全身 来你快来 你过来啊 我快受不了了 这人怕不会是脑子 有毛病吧 这么着急松死 酸了 我大发此杯 松他一场吧 哎 我爱国人就是这么善良 你已经死了 还有你们两个 说吧 谁先死 你小子什么时候 买的奶茶 居然不给我来一杯 这奶茶我戒指里 一直都有 你要喝吗 给你 这还差不多 你们两个 气死我了 给我死 迎风一刀斩 那个能不能麻烦你再对我砍两刀 你怎么会还没死 我这一刀可不是谁都能接下的 更何况是你这没有修为的人 有可能是你刚才没准备好吧 对了你吃饭了没 别人在我面前 不是给我刮沙 就是给我按摩锤背 还是有点太用力了 难得有个给我按摩锤背的 哎 越打越强 可以可以 就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 极限 极限是用来打破的 身为赛亚人王子的我 怎么可能会有极限 这是我的骄傲 也是我一直坚持战斗的信念 而你终究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气势才对吗 我也可以认真起来了 不然都没意思 可恶 看招 终极闪光弹 慌 你行不行啊 打这么久 我奶茶都喝了好几杯了 这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观众老爷们可不要中暑 要注意避暑后 再看他们的 夜黑 你虚了我都还生龙活虎的 竟说风凉话 咦 那是什么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掉下来 还越来越大 慌 你觉得是故意的 看我纯洁的小眼神 我像那种人吗 你下的颜色是不是蓝色的 搭了这么久可以变了吧 那就满足你 那就满足你 飞王拳 飞王拳 这是什么武器 我从他身上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小原子 你小心点 别把这流放之地给炸了 放心吧 我有分腿 这股气息 力量很好 不枉我为了你这么多招 那你可要小心了 多少年了 鬼门关终于开了 多谢你们 这里的亡灵也有了重新投胎的机会 道长客气了 我们还有正事要做 就再次别过 对啊对啊 我们还要赶着进鬼门关去投胎呢 不好意思 我们这朋友他就这样 别介意 大老等等我 道长再见 后生人再见 对了 道长 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像一个人 很像林正英道长呢 你不是也说了吗 很像罢了 小师傅 等等我 年轻 真好 我也可以 也不知道 过了多少年了 当年的那场剧变 也让如今的地府 彻底封闭 亡灵得不到投胎 而我也出不去这地府 我这圣人荡的 可真是失败 还有哥哥们 妹妹真的好想你们 这气息是 有人打通了地府的通道 那一线生机出现了吗 这地府怎么会一个鬼魂都没有 刚才可是涌入了 不少的亡灵鬼魂进来 他们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可能他们已经投胎了 轮回通道可不在这里 还有从我们进来之后 你们发现没有 并没有亡灵从鬼门关来到这里 确实奇怪 我们再往前走看看情况 梦婆汤 往川河畔 黄泉路 孤魂一银两相望 几位可要喝一碗汤 要喝要喝 请问一下 这个汤好喝吗 这汤老生熬了很多年了 好不好喝你 可以尝尝看 哦 熬了很多年 浓缩就是精华 那这汤一定很好喝 键盘侠别喝 萧伯伯 怎么了 这汤还真不错 你要不要也来一碗 快吐出来 这是孟婆汤 喝完之后会忘掉前程往事 忘掉所有 可是我还记得 我的所有啊 元凶粗狂 必放的感觉 到现在 我还历历在目 这不会是过期了吧 你这朋友真有意思 喝了老生的汤 竟然还能无视 有意思 有意思 反正我是觉得挺好喝的 老婆婆可不可以 多让我喝几碗 喝吧 喝吧 难得这么多年了 终于有人喝我的汤了 键盘侠喝了都没事了 老子老婆婆 可以不可以给我一碗 我有点口渴了 喝吧 喝吧 谢谢老婆婆 但我就不客气了 怎么了 白大佬 你也有喝吗 我问你 你是键盘侠吗 你就敢喝着梦婆汤 老婆婆 不好意思 我这朋友不懂事 小家伙 实力不错呀 前辈说笑了 我们该叫你梦婆 还是叫你平心娘娘 看来你知道不少 但是你猜错了 我虽是平心娘娘的一部分 但是却不是平心 说吧 你们来地府做什么 找一个人 十二祖屋之一 后 那你们跟我来吧 如今这地府 也只剩老身 还有平心娘娘了 我带你们去见平心娘娘 这鬼门关怎么回事 进去从里面出来后的鬼魂 竟然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机器 不知道那几个后生人 进去之后发生了什么 恐怕凶多吉少 这是金光咒 杨武雷 天地正雷 猪邪 怎么回事 这些鬼魂竟然变成了这样 还源源不断 不行 不能放任他们 林正英道长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为何这么多死掉的亡魂 我叫毛小芳 你也叫我林正英 你是那几个后生人的朋友吧 鬼门关被他们打开后 这些鬼魂进去出来 就变成了这样 我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后生人 小心 又是这个肮脏的气息 看样子这里被改成了一个转化之地 进去的鬼魂出来之后 就会变成那种东西 可是他们也进去了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你这盾牌什么时候顺的 我都没你这么溜 怕话万物 这很正常的 道长辛苦了 现在这里交给我了 你放心的休息吧 以后我在这里不下节气 里面的东西出不来 外面的也进不去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我守在这里多年 难得有一回休息 后生人 希望你们能顺利 还这天地一个太平 如此正气之人 多年的守护 劳苦功高 带地道换起 必定要给他一个地府骨灰 放心吧 林郑英道长 我明明是毛小方 怎么都叫我林郑英呢 我们走 终于可以休息了 你是谁 等等 这气息 全身上下 充满了毁灭的味道 你是混沌魔神之一的毁灭 有意思 如今的流放之地 竟然还有人认识我 你跟当年那四个混沌魔神 是一伙的吧 如今的流放之地 好像已经没有你们 可以觊觎之物了吧 你在这里到底想做什么 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 这鬼门关就是你搞的鬼吧 原来你们就是当年那几个界外之人 你们是来唤醒地道的吧 可惜已经晚了 地道已经被我彻底吞噬掉了 而这鬼门关就是我吞噬之后 弄出来的作品 只要把这流放之地的所有人童话 我在吞噬 我的实力又能更上一层楼 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你也一样 他交给我 卧槽 你这是什么玩意 怎么打我这么痛 打狗盾 打狗锤 专门打你这种东西 可恶 你给我去死吧 鬼灭之猎 还没有人能从我的鬼灭法则中存活下来 你也不会例外 这 这是什么柳枝 我从他身上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当年若非你们那个什么 吞噬大阵 以为我真杀不了你们吗 不陪你玩了 我们走 倒酒可是出了什么事 刚才分神去处理了一个杂碎 没想到流放之地里也被渗透了 我们还是先守好这里吧 流放之地交给他们 前辈 你刚才所说 这地府就剩你跟平心娘娘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不错 他们已经消散了 没了地道之力的运转 他们都陆陆续续地消散在这里 就连平心娘娘也沟通不到地道 那为何这鬼门关会被人设下封印 连平心娘娘都打破不了吗 如今这鬼门关外 可是挤满了亡魂 这个你就得问平心娘娘了 老身也不是很清楚 前面就是了 娘娘 人已经带到 我就先下去了 好 辛苦了 见过平心娘娘 娘娘可知道后土 后土啊 我就是后土 我说的是十二祖屋之一后土 你知道的不少 确实后土是我 我却不是祖屋 还是说正事吧 你们可有办法重新唤醒地的 想要唤醒地道 需要祖屋后土 需要祖屋后土 与其他十一位祖屋之力 我已不再是祖屋 我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消亡 怕是没有办法了 还是都有一线生机 当年若非你舍弃祖屋之身 去生化六道龙魂 或许你也不会饮困地 十二祖屋的精血 想必你还保留有办 而你需要放弃 现在所有的修为 重新演化祖屋之身 随后我们同行辅助 推动精血里的弹骨之力 从而让十二祖屋再度现世 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重新现世 不错 我们需要十二祖天神煞大阵 去召唤盘古大神 让地道重新被唤醒 既然如此 我该怎么做 我听你的 以我毕生之力 换我祖屋之身 修为散 该我们了 我们这是被人救活了 小妹 是你吗 是我 还有几位好心的前辈 哥哥 姐姐 后土好想你们 后土妹妹救活 我们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告诉哥哥我 我去揍他 刚复活 你就想揍人 你有修为吗 现在 好了哥哥 你们别吵了 将你们复活 是有事情要做 什么事情 只是我们刚复活 并没有修为啊 无妨 力量我们借给 只需要你们 以十二祖物为一 推动十二祖天神煞大阵 召唤盘古大神 让盘古大神 降地道重新唤醒即可 没错哥哥 过多的来不及解释 先将地道唤醒 等事情结束 我们再好好聚一聚 看来我们的小妹长大了 既然如此 这都天神煞大阵 就交给你来主持吧 那边那几位 多谢你们 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我们一定一扑子 好 十二祖天神煞大阵 起 盘古父神 献 这 这是父神的气息 若是要完整的父神 似乎还差一点 似乎还差一点 我也来帮忙吧 不知道时候 这地道功德会有多少 时间法则 时间回溯 仅仅只是意识 应该能称一会 你们可要赶快 将我唤醒 所为何事 将我唤醒 所为何事 盘古大神 你是否能将地道唤醒 唤醒地道 如今我所开辟出来的 洪荒天地人三道不全吗 原来如此 没想到那三千魔神 净被人救活了 也罢 如今的我只是一道意识 力量用于唤醒地道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你是鬼灭 不错 盘古 看来你的运气没有我好啊 现在的你仅仅只是一道意识 又是你这肮脏的东西 你不是在鬼门关通道的时候 被我们灭了吗 怎么又出来了 还得多谢你吧 我早就将地道吞噬了 所以你们唤醒地道 就等于唤醒我 地道又岂是你这般容易吞噬 只不过是将部分本源 融入地道里而已 被你看出来了 又怎么样 我还不是成功复活了 实力也因为部分盘古之力 让我更加精进 现在的你们感动吗 你们现在仅仅只是 唤醒了部分地道而已 若是想对付我 这地道你们怕是 永远也唤醒不了了 他说的不错 这只是部分地道而已 若是要完整的地道 则需要将它 融入轮回法则里面 可恶 现在我们根本动不了 若是去对付它 一切都将前功进气 必须将这部分地道 让后土融合 重新演化六道轮回之后 才能去扎噬它 键盘侠 你上 托住它 元兄 你知道的 我不占武力 小三子 你上 现在就是你表现的时候了 没想到最后 竟然是我来拯救世界 我唐三果然是天命之子 凶若剑 来 怎么会一点伤害都没有 不应该啊 伤害啊 有一点 可惜你看不到 因为还没有我恢复得快 那么现在 你们选择嘎了我 还是选择继续唤醒地道的 可恶 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好想上去揍他啊 忍住 别冲动 正是要求 只需要拖住他一会就行了 对吧 小师傅 那他就交给我吧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谁都打不过吗 对啊 谁都打不过 好机会 好机会 我们快让这部分地道 雨后土龙河 怎么回事 明明没有修为 却跟我打得不上不下 对啊 没毛病吧 谁也打不过 谁都打不过 我就不信了 毁灭法则 毁灭 好的挺快 那可不 谁会傻傻地站着给人打啊 对了 两个时辰 你当我两个时辰的跟班怎么样 反正你也打不过我 事后我给你一个大饼 让你修为 更进一步怎么样 哦 能提升修为 这大饼是合物 不对 你再耍我 可恶 去死吧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本身就很奇怪 我打不过你 同样的 你也打不过我 眼力不错 可惜没有奖励 我只需要缠住你就行 其实我很讨厌打架的 那我不跟你打不就行了 反正你速度也没我快 糟糕 我不住了 希望他们已经成功了吧 你又是哪一个 想挡住我吗 其实我不算武力 打架什么的 一点都不太行 可是谁让那个男人 对我开口了呢 谁让我拒绝不了 那个男人呢 键盘侠 那个估计打不了多久 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你上去拖住他 我相信你可以的 哦 糟了 心动的感觉 好了元兄 我这就去 所以你准备好 怎么死了吗 为什么我总感觉 键盘侠怪怪的 像是打了什么鸡血一样 我不就是跟他说了一句话吗 就凭你 你怎么拦我 康吹嘉威 健来 康吹嘉威 他画自在法 他画万物 这小子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的我的功法 我好像没教他吧 这也能复制 我突然想到一种 奇怪的使用办法 这么bug的吗 妙啊 毁灭法则 淹灭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还不是被我的毁灭法则弄得扎都不上 喂 你在那边叫什么呢 怎么可能 你是怎么跑出我毁灭法则 形成的空间禁止的 这不是有产就行吗 让你尝尝我 来到这个流放之地 新领悟的绝招 鼠标 来 这是什么玩意 我怎么动不了了 可恶 你给我死 我跑 不曹 鼠标都出来了 我就带他上过一次网 他就把这玩意给顺了 这好像还真只有他能做出来的事 好了 我们加快点速度 厚土他马上就融合完成 厚土妹妹 这次眼花六道轮回 不会又像上次一样 要舍弃祖屋之身 从此被拥困地府吧 放心吧 哥哥 这次不是用祖屋之身成就的圣人之位 融入地道之后 现在的我与道祖平起平坐 也不会因为限制 只能在地府发挥圣人战力 哥哥姐姐们 还请进入轮回里面 帮我重启地府 担任殷司 如今的流放之地王魂多的数不胜数 再获取地道功德后 相信你们很快就能恢复原来的修为 好 我无独终于获得重生 那两个杂毛鸟应该不会想到吧 现在的我们也不用再受杀气侵蚀 我们就好好的保护我们盘古富神 所开辟出来的世界 多谢后土娘娘 毛小芳这就来地府就职 为人足保太平 一起动手 打破封印 他们已经在打破封印中了 似乎还差点力量 若是我们前去 这里该怎么办 这里就交给我吧 守住一时半会还是可以的 事关这片天地存亡 匹夫有责 我含力则无旁贷 既然如此 这里就先交给你了 去了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这里就加几层结界下去 困住出来的 然后我就继续修炼 奔赴下去 所有武者 注意是所有武者 全体出众 天要变了 去保护全国人民的安全 一级警戒 做好防护工作 你去通知首长 这片天地要发生巨大变化 行做好准备 是 我这就通知下去 多谢几位小友 看来地道已经被唤醒 你们几个该我们算账 干得好 在里面动都不能动 仅仅只能保留意识 可别思案了 先吃案一棒 毁灭那个废物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若是他能彻底吞噬地道 我们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被动 甚至不用你们打破封印 都能从神话的封印之中脱身而出 你们也就只会做这等卑劣之事 他们这吞噬大阵还在 虽然天地人三道恢复 但是却也仅仅只是能扛住他的吞噬 还需把这大阵给打破 后徒也来帮忙了 就是你们几个害的洪荒三界吧 后徒也来了 很好 赶快动用天地人三道之力 打破这吞噬大阵 天道之力 人道之力 地道之力 可恶 加快吞噬 哪怕只有一点 在他们没破掉大阵之前 突破修为 哼 被你们破掉吞噬大阵 又怎么样 你们打得过我们吗 把你们嘎了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次大阵就是 没错 几只蝼蚁也想翻天 你们就应该被我们吞噬 双拳难离四舍 上读 还以来 等等 老师 你怎么样 别过来 这是我动用天道失却大阵所要承担的后务 你你们去帮忙 折腾级别的大阵 这片天地的生灵 根本没有自保之力 你们去保护那些弱小的生命 好 老师 你等我回来 我知道了 老师 请老师坚持住 等我们回来 紫霞 我们也去庇佑人族吧 避免死伤过多 生灵涂炭 盗祖啊 又只剩我们了 盗魔不两立 如今我们却在这里陪着对方 这凡事不好受吧 相对的 我改变时空 所产生的因果也是同样的 兜兜转转 我也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一点执念罢了 被人算计了这么久 如今老道也算是对得起这片天地 希望他们能还这天地一个太平 可恶 竟然以多打赏 要不是我们修为突破 还真被你们得逞了 什么叫以多打赏 我们这明明是正大光明的单挑 活怒轮回 就是 让你尝尝我们的服务 冰火两成天 水则国度 进到时间乱流里面 被紧成碎片吧 因果法则 有因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九轮天到圣体 太出天结 我元凶嘎嘎牛批 又又又又把一个星球给砍了 元凶加油 元凶加油 怎么 你就这点实力吗 躲在那龟壳里面的时候 你不是很嚣张的吗 可恶 你究竟是什么境界 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知道了也没用 反正你打不过我 大老牛批 大老牛批 大老又把一个星球给爆了 你 你们想做什么 让你尝尝我们的组合技 没错 人山地硬爵 飞呀 你怎么就不行了呀 你白爷爷采用了不到一堂力 就是就是 就这还混沌魔神 也就只会躲那龟壳里嚣张 你 你 你们 你什么你 话都说不清楚 你不是喜欢躲那龟壳吗 那你白爷爷再赏你一个乌龟 看这样 多形象 多适合你 喂 头顶666的那个亮仔 到你拿棋子 喊加油了 别看我 我怎么会拿个小棋子 做这么美品的事情 要拿也是拿这种大棋 才符合我的气质 小棋什么的 多美品 小师傅加油 小师傅加油 可恶 你们这几个界外之人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他们几个竞打不过你 是你们太弱 只会靠吞噬别人提升实力 而不是靠自己一步步提升 哼 我可不像那帮废物一样 那么好拿捏的 怎么回事 明明打中了 却又没打中 这你们就不需要知道了 你身上有混沌魔源的味道 不过 仅仅只是一点罢了 不就是利用时间法则 形成的时间分身帮你挡住了伤害吗 很厉害吗 被你看出来了又怎么样 时间为尊 空间为王 盘古不在 我就是第一人 就凭你们 哼 正好你们把那几个废物废了 等我把你们解决了 我一起吞了 成就之高 可恶的蝼蚁 既然敢伤我 都给我死吧 时间崩坏 该结束了 时辰 想将这里全部毁掉 做梦 哈哈 提防全军覆没 我帮杀杀牛批 这也太简单了吧 有道老在 这都不叫事 你是 你是那个也拥有时间法则的界外人 你想做什么 你都知道我有时间法则了 还问我做什么 老六 绝对的老六 所以你发现了还能叫老六吗 也对哦 还他讨 只是个老六 没有抢我 小剑剑的铁饭碗 不然我要多拿两个喇叭出来喷他 我之前就说他是个老六 我之前就说他是个老六吧 我好 这人头抢的 东西也没了 下次我得直接动手 免得又被这老六抢了 都解决了吧 走 再把那道裂缝解决了事情 才算是真正结束了 不用去了 我已经来了 不自量力 那几个混沌魔神也是废 连你们都搞不定 要我亲自动手 可恶 就是你动的手 想伤害我元凶是吧 你知不知道 元凶是我的人 但凡想伤害他的人 都要死 是我 你能怎么样 就凭你这斗铁 就凭我 我是这个世界唯一的 Bug 鼠标来 这是什么 我怎么动不了了 粗铁 你出来吧 怎么了 剑师叔 你已经开了很多个蓝本了 又要重新来一次吗 没错 每次的最后都会 因为他的出现而失败 我就不信他会一直跟着元凶 无论多少次 我一定会是成功一次 好吧 这些原本不属于这里的人 也该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主机 重启 这是什么 好大一颗钻石 自从上次大战醒来后 除了回不去原来的世界以外 都平静得很 对啊 都过去这么久了 这方世界突然出现一颗 这么大的钻石 恐怕有古怪 管他了 这么久没人认领 肯定是没人要的 那他就是我小贱贱的 哈哈 他人间 美中不足金方系 纵失去暗其美 终归一难平 世上有太多的一难平 你们可愿前往别的世界 改变原有的结局 让这世间多几分情 那我可以进到 火源兄的内心世界 占满他的内心 让他满眼 都是我吗 键盘侠 别闹 还是看看这个大断石怎么说吧 第一个世界 魂环世界 改变五魂电背面的结局 同时让魂环世界的势力 保持平衡 互不侵犯 这是只能去一个人吗 魂环世界 好像听谁说过 谁来着 魂环世界 那不是我原来的世界吗 这不是我双神大战的时候吗 为什么这个钻石 会显示那个时候的我出来 千人选 比比东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自费神位 解散五魂帝国 或者死 选择吧 唐三 不可能 我们五魂帝国 才是正义的一方 统一大陆 让大陆不再有纷争 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样子 唐三 忘我处处 对你手下留情 我五魂殿 更是为了大陆上的平民魂师 每月分发魂币 更为小孩觉醒五魂 你们贵族可曾做过这些 现在你们竟然要来灭了我们 没错 唐三 如果我记得不错 你的五魂 还是我们五魂殿帮忙觉醒 当时的你 还生活在一个小村落里面吧 你们打我母亲 打我兔子 这些仇 我不找你们找谁 还有 你们发动战争 导致生灵涂炭 最无可数 不必多说 修罗血剑 来 可恶 我跟你拼了唐三 神技 罗刹磨脸 神技 天使圣剑 五魂殿 挑起发动帝国战争 导致生灵涂炭 更是残害魂兽 对天地生灵 赶紧杀绝 最无可数 今天我唐三代表正义消灭你们 小三子 你怎么能对这两个漂亮妹妹 这么不礼貌呢 还想砸了人家 两位小妹妹 有什么事情 跟你键盘侠哥哥说 哥哥帮你做主 好快的速度 前 前辈 叫什么前辈 叫哥哥知道不 是不是那边那个 小三子欺负你们 你又是哪里来的 不过无所谓 如今的我双神共存 没人能挡我 小三子 之前我怎么没发现 你原来这么飘 本来还想叫我元凶 过来揍你 但是现在觉得 有点大才小用了 小三子救我 键盘侠大佬 我怎么突然从那边 飞到这边来了 第一次瞬移有点不习惯 下次能不能给我一个反应的时间 不是一次只能去一个人吗 我举报 有人卡吧 小三子上 揍那边那个 小三子 哥哥 他 嗯 这个唐三他是 两位妹妹别怕 哥哥不会害你们的 这个小三子 是我们的人 你说对吧 小三子 千任雪 比比东 安心了 我可不是那边那个唐三 我去给他来点精神上的教育 让他变好一点 哪里来的妖人 竟然敢冒充我唐三 受死吧 第一次看到以前的自己 没想到是这种感觉 连我自己都忍不住想做我自己 好奇怪的感觉 哈哈 两个漂亮妹妹 他们自己打 自己肯定很好看 你们就在这个旁边 看他们打架就好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键盘侠哥哥 你不是我妈 怎么 赤手空拳的跟我打 你的三叉戟呢 嗯 怕是没有法冒充我的家伙 主要是我觉得自己 虐自己有点不太好 三叉戟可不是你这样用的 不可能 怎么会有两把三叉戟 我说了啊 我就是你 未来的你 还不信的话 修罗血剑我也有 不 不可能 既然你是我 那你为什么帮他们 难道你不知道 武魂殿 砸了我母亲跟兔子吗 啊 修罗血剑 看着 修罗血剑是这样用的 现在相信了吗 你应该庆幸 来打你的人 是未来的你 就是我 而不是那几个大佬 要不然 你连他们的气息都顶不住 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有多惨吗 前辈 那个 嗯 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 不需要懂 只需要知道 你键盘侠哥哥哥是来帮你们的救好 小三子干得不错 自己打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很爽 我跟你讲 这种机会不是经常有的 要珍惜 知道不 就比如我现在 左拥右抱的 虽然没有我元凶 说广的必放舒服 但是也能让观众老爷嫉妒 键盘侠哥哥 别这样说 哈哈 键盘侠这家伙 什么时候能找点票 也就他能做这种事了 还不是你惯着他 话说键盘侠一手一个漂亮妹妹 小圆子你不吃醋吗 浩哥 你别乱说 我跟键盘侠是兄弟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懂 我懂 袁某人你不用解释 这键盘侠一手一个 有点羡慕我 卧槽 还有这小三子 对这么漂亮的妹妹 是等下得去手的 打自己起来 下手还挺 就是就是 看来等他回来 我们还要调教调教 这小三子才行 以后学好一点知道了吗 自己跟自己说话 真奇怪 这世界的等级太低 现在的你 见识还太少 等你在未来 遇到大佬们之后 你会明白的 现在你可不准 再对他们出手 相对的 我也会让他们停手 努力修炼 才是现在的 你该做的事情 可别再做那 自认为正义之事了 万年之后的邪魂师 就是你的杰作 不然连我们的兔子 都保护不了 大威天龙 现在的你可明白了 明白了 我会停止这场战争 从今往后 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 达到你这样的修为 很好 记得停止战争的同时 保持大陆上的势力 互不清泛 在未来遇到大佬们后 记得低调一点 好了 我该回去了 自己对自己装备的感觉 还真不错 怪不得大佬们都喜欢装备 哈哈 好了 你们的键盘 侠哥哥该走了 记得不要想我 我是元凶的 临走神前 再送你们一个礼物 这是什么 上面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如此强大 会不会是前辈留下来的功法秘籍 有可能哥哥他这么强大 随便一本功法 都可能让我们收益匪浅 我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一本强大无比的功法 内涵我元凶的权力一击 记得好好参悟 知道了吗 哈哈 键盘侠 你过来 我们来亲热亲热 元凶 你不能因为我抱了别人 就对我这样 我还是爱你的 不必多说 我都知道的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亲热吗 我来满足你 不要啊 元凶 小三子 对两个漂亮妹妹都下手这么狠 你可以啊 没有没有 哪里的事 那不是以前的我做的吗 现在的我已经痛感前非了 始终跟着大佬你的步伐走 有区别吗 都是你 所以我决定帮你提升提升实力 怎么样开心吗 大佬 我能拒绝吗 你说呢 小三子 那大佬 你 你轻一点 我怕能 真快乐啊 不过问题不大 不知道下一个世界是什么 看看这个大钻石怎么说吧 好像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什么世界都可以 只要实力 不要强过我就好 白蛇事件 束手就勤 随我回去 大威天龙 法海 你为何如此苦苦相逼 我从未害过人 相反 我一直在行医祭时 可恶 娘子 你没事吧 可恶 我只恨自己是一介凡人 没有保护自己爱人的实力 法海 我们有什么错 其实错的是你 你不敢承认自己的错 笑话 我有什么错 许仙 你被这妖孽迷惑心智 自古人妖殊途的道理 你知不知道 念你还有一丝善念 随我回去剃度出家 我佛会让你改过自新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 娘子 你怎么样 法海 相公 我没事 如此执迷不悟 妖就是妖 只会祸害人间 世人 许仙 我再说一遍 跟我回去剃度出家 否则就别怪我了 人又如何 妖又如何 人世间的情 又岂是你能知道的 我只知道 她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娘子 她也从未害过人 这就足够了 笑 相公 许仙 你被这妖孽迷惑至深 带我处理完这妖孽 再把你带回去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我们做错了什么 法海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放过我们 我们只是相爱 难道爱也是一种错吗 法海 人妖相恋 本就是一种错 等我断了你的念想 让你回归正途 狗屁的正途 法海 执迷不悟的是你 疯 一个修行者 竟然在这里 以大嬉小 难道你没听过 莫敌他人苦 莫劝人向善吗 别把自己的理念 强加给别人 多谢前辈出手向助 无妨 小事一桩 法海 天地本就有 天地万物皆有 你又如何确定 妖就一定是恶的 对了 还有 我讨厌有人 让我哑着头说话 你是何人 你也是修行者 应该知道 人妖相爱 本就是人间大计 还有妖生性本恶 绝对不能让他们 祸害世间 恶 何来的恶 这白素贞 原来本是跟随 观音做下修炼 说到底也是你 佛门之人 来到凡间后 更是行善积德 这就是你口中的恶 恶就是恶 哪怕他现在不做恶 也不代表以后不做 如果到那时再阻止他 恐怕为时已晚 既然你要阻止我 那我便灭了你 还人间一个平静 大威天龙 大摩法座 世尊地上 我惹诸佛 金山法寺 妖孽禁地 我惹巴马后 前辈 法海你妄为佛门之人 竟然滥杀无辜 好了 许仙 我叫了 安静点 我又没死 好好在那看着我表演 区区一个法海而已 一言不合就开打之吧 大威天龙是吧 现在可以安静跟我说了吗 你到底是谁 人妖相恋乃是大忌 天地万物本就生来平等 既然相爱 你又何必去阻拦别人 你说他作恶 可他作过 你说他是妖 可妖部也是 这天地生养的生灵 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出身 就断定一个人 确实大多数的妖 作恶多端 但不是绝对 也有善良的好妖 行善积德 就好比分 有好人 有坏人 像你一样 因为自己的执念 去拆散一对真心相爱之人 又何尝不是一种恶 执念 我的执念 你说我这是执念 是为恶 我一直遵循着我佛的教会 强妖除魔 是为恶 强妖除魔 这本没有错 但不能因为别人是妖 就断定他是恶 为害人 修行不仅要修心 还要看清人世间的善恶 观音 看了这么久 你该出来了 观音 看了这么久 你该出来了 施主是什么时候 发现我的 这你就不需要知道 你在这看了这么久 都不出手 是想眼看着他们 遭着无辜的劫难吗 参见观音菩萨 念礼 施主 这是他们的劫难 是他们必须经历的事情 旁人若是干扰 只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卧槽 这佛门观音还真能装备 出场还带着光芒 是想亮瞎别人的眼吗 下次动手前 我也要这样来一下 杯阁满满了 不知道为何 这佛门我感觉到 哪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元兄 你不爱我了 居然打我 打得这么痛 你明明在人家梦里 经常叫我小甜甜的 键盘侠 你不是经常说打是亲 骂是爱吗 哦 那元兄 你再多打我几下 我想继续感受元兄的爱意 我突然想起来 我家还有一杯奶茶没喝完 不能浪费 你们先玩 不用管我 若我就是要干扰呢 对法海不懂爱 强行拆散别人 简直是一根筋 怎么你们佛门之人 都是这样的吗 怎么会 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眼前之人到底是什么人 前辈你都这么强了 怎么还会管这些小事 我看不惯你们佛门以大欺小 看不惯你们强拆相爱之人 他们又没有什么错 我想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以吗 现在开始 我说 你做 是 前辈 你说 我照做 很好 那我也不为难你 还有你们佛门 第一件事 送我脚下的法海进入轮回 让他经历个几次情节 让他知道被人拆散的滋味 明白爱的真意 好 前辈 银僧知道了 第二件事 让白肃真与许仙 安稳过完一生 谁都不准干扰算计他们 并且你还要保护好他们 对你来说 这轻而易举吧 没问题 多谢前辈 娘子 太好了 前辈为我们做主 从今往后 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顺便再帮你一下吧 这法海本人 记得带去地府轮回 要是让我知道 你动了什么小手段 我让你灵山全部烟灭 自然不敢 多谢前辈的帮忙 事后我立马动身去地府准备 多谢观音菩萨 许仙 白肃真 你们精力解难 如今功德圆满 往后应当继续行善积德 其物作恶 知道了吗 许仙知道 多谢前辈 多谢观音菩萨 前辈可还满意 还行吧 记得我说过的话 让我发现他们过得不好 我拿你 还有你们 佛门试问 对了 我有点想问 你在这个世界 是心灵上是男的 还是你的 可好 前辈怎么会连这些事情都知道 他到底是谁 这一次罚海本人就留着吧 说不定以后会用得上 要是唐三藏在西行路上 遇到妖怪大喊 大威天龙 会不会很有意思 回来了 他们那前辈前辈叫的 你小子估计要上天了吗 都是威涛 威涛 键盘侠 你在那里撅着个屁股 是什么操作 我再等元凶回来 继续疼爱我 可可 我们还是来看看 下一个世界是什么吧 叶歌 浩歌 丽妃语 这个世界还请让我来 天火三玄变 琉璃变 提升实力的秘法 本宗会用事实告证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的虚假之物 都将会毫无作用 你速度确实很快 对寻常斗皇强者来说 但我是斗宗 那这样呢 云山老狗 速度是够了 但是力量还差 八级 崩 好的 这么多年 能在我身上留下权焰的 竟然是你这一个丧家之权 我只后悔没有当初噶了你 既然你已经成长到这般地步 说什么都留你不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斗动 这小家伙 不是早就说了吗 只要拖住云山就好 等我们解决了对手 就可以一起对付云山 可他偏偏要激怒云山 只希望你能多坚持一会 一伙吗 有点不太一样了 这便是你的仪仗了 那你怕是要失望 我说了 在斗宗强者面前 一切虚假的手段 都将毫无作用 是吗 那这样呢 要懂真格了吗 我说了毫无作用 这么着急上来送死 小伙伙 别忘了 你我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几个小情节 我的学生又岂容你 随意欺留你 一个小小的斗宗 也敢在这大放决死 落实当年 本尊只需一句话 就可让你云兰宗 全宗上下 在这大路 辛苦老师了 本尊 面前这老家伙 当年还是一个斗宗强者 不过是一句灵魂体罢 也敢如此嚣张 既然你敢现身 那么你还有萧伙伙 就一起永远留在这云兰宗吧 就凭你一个斗宗吗 自然会有人来收拾你 他可是在这等你很久了呢 节节节 要沉 没想到你会亲自送上门来 既然这样 消火子 去吧 将他闹个天翻地覆 出了是我们给你兜底 安静看着萧火火发 他的实力在那已经是缅压的存在 实在不行 关门放剑盘侠 我感觉到一股特别愤怒的气息爆发 于是我连忙赶了回来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倒又不必慌张 只是这颗钻石现在的世界是萧火火那方世界 是他人生中发生的事情 让他感到愤怒而已 以他现在实力过去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原来如此 魂殿的砸碎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 不好 太恐怖了 我会死 我会死 你嘎了我 我魂殿不会放过你的 想跑 你跑得掉吗 不可能 只是轻轻的一指 还没有任何的斗气波动 太恐怖了 我得赶紧跑 报告殿主此事 想跑回去给魂天帝说此件事 哼 一个献祭了整个魂族 最后才晋升的斗帝 未来我自然会收拾他 你怎么会知道献祭整个魂族不可能 就是因为你 我老师才平白遭着无辜的劫难 如果不是你 我老师也不会被你抓走 被你们折磨了很多年 另外告诉你 斗帝 我早就不是了 就算魂天帝过来 也是我一个手指的事情 去死吧 云山魂天使者已死 还老 麻烦你们善后 封锁云蓝宗发生的具体事宜 别向任何人说出现了两个消火火的事情 还请保密 也包括另一个我 老师 请跟我来 老师 我来自遥远的未来 机缘巧合下 有机会来到这里 我的时间不多 一会我帮你重塑肉身 再帮你提升实力 抵达半步斗地 之后 还请老师离开现在的我 我需要成长 按照正常的历史轨迹 你这会应该是被魂天抓住 但我已经改变了这一历史 所以 之后请老师 老师离开我 去把我父亲救出来 他在魂殿手里 救出来后 在我没有晋升斗宗 斗圣 甚至斗地之前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有我父亲也是 老远的未来 你竟能跨过时间来到这里 看来我的学生 真是成长到了不起的地步啊 也罢 老师就听你 我也该好好休息一阵子 还请老师放开心神 学生这就为你重塑肉身 小家伙 多谢了 没想到我还能重新途过来 还拥有半步斗地的职力 都是学生应该做的 老师 带着现在的我 离开这里吧 记得离开现在的我 还有我父亲 小家伙 老师知道了 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老师以你为荣 没想到我要成的学生 能比斗地还要强 小火火 你 你做什么 快放开我 别动 云云 你知道我人生的遗憾是什么吗 哪怕我在未来强大到无人能敌 我也会想你 只怪上天造化弄人 我很想念跟你在魔兽山脉的时候 我是未来的小火火 跨越时间长河回到这一刻 只为弥补我的遗憾 云云 你可以做回我的云之吗 我 我不知道 小火火 你说你跨越时间长河回到这里 只为跟我说这些 是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你看我这一身实力 如果是这个时候的我 不可能拥有吧 我知道了 跟我走吧 云之 彩琳 你在一旁看够了吧 果然 臭男人就会骗人 本王问你 你说你是未来的小火火 可是真的 你现在是什么实力 为何本王一丝都感应不到 这小子 前一秒生那么大的气 后一秒就搂着一个女胖子 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情种 这情话说的谁不彼虎 不过比起我来 还差那么一点点 剑台侠 你怎么突然凑那么近 这大屏幕干嘛 这么重要的 且有意义的时刻 当然要拍下来了 等消火火回来 我再拿给他看 他一定会夸我 非常地睿智 倒有好手段 本王问你 你现在是什么实力 这个世界的最高修为是斗地 而斗地对我来说 如同蝼蚁 彩琳 对不起 你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哼 一年之后 你给我担药 你我之间变两清 别以为我会像别的女人一样 被你欺骗 你想做什么 你快放开本王 你这无耻小贼 别动怒 彩琳 别动了胎气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本王怎么会怀孕 等等 你是说我怀了你的孩子 确切的来说 是七彩吞天芒 你怀的是小彩 我们的女儿 萧萧 彩琳 对不起 之前答应你 你保护我一年 我给你丹药 可是到最后 一直都没机会给你炼制 反而是你处处帮着我 别以为你说这种话 一年之后 我就不会杀了现在的你 哼 彩琳 时间不多了 我该走了 毕竟是跨越时间 长河来到这里 可恶的混蛋 就这么走了 这把剑是 这把剑是送给你的礼物 当做是我的补偿了 按照你的心意 我找人制作的 它的坚韧程度 连我权力之下 也只能留下一道划痕 别说这个世界最高修为 斗地了 我才不是因为你送我这把剑 我只是因为对你的一年之约 嗯 没错 讨厌的混蛋 这是我的脑海里怎么会凭空拨出来一段记忆 离开了这么久 继续去做了这事 算你有点良心 不过你还把云云骗走了 这是我还得跟师儿说一下 哼 键盘侠我问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站在这里拍的 当然是从你抱着 这位漂亮姐姐的时候了 每分每秒 我都清楚地拍了下来 包括你针蛇头的时候 我是不是 灰肠的继续 我想你肯定 非常想记录下来 不用感谢我 那照片跟胶卷给你 哼 呀 不准看 好好 不看不看 他们都是我朋友 实力不在我之下 你不要介意 他们就是这样 人还是很好的 不看就不看 我这还有 你们几个也该不会 云芝 我们走 不管他们 真是的 一个大男人居然还会害羞 就是就是 键盘侠 你终于做了一件人事 元兄喜欢的话 我还可以带你跟水师妹的时候 带你附近 划几个地洞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拍摄 保证记录下 元兄的每一刻 这都开始让我期待下一个世界是什么了 大钻石 快点开启下一个世界 浩哥是怎么了 这么生猛 这钻石还没说话 他就打通传送通道 估计这一次的世界是荒他那里的 不过不用担心 以他的实力 我们看着他就好 多谢小友帮我炼化药力 你在借我之手炼化你体内神丹的药力 现在才发现已经太迟了 来感受一下神的力量 这力量可恶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不死不休 龙气汇聚 气韵加深 这黄道龙气还真是麻烦 你小子身上的底牌真是不少 不过也只是麻烦一点罢了 来见见你的老朋友吧 相信他们应该很乐意跟你交流一番 看到了吗 这就是神的力量 我将他们复活 永生不灭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跪地求生 我让你跟他们一样 不死不灭 或者你行神俱灭 不过是几个傀儡 也好意思称不死不灭 灵完不灵 跟着这下借罪民一起湮灭吧 一口一个罪民 你以为你们就很高尚吗 一群自以为是的砸碎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每次我看到你们的时候 内心里的愤怒总会忍不住燃起 以前的我 看清楚了 这才是草字箭决 你是我 不错 是你 也不是你 因为你还没有应急而生 成为荒 刚才的草字箭决可看清楚了 还有一个就交给你了 两个小时 怎么会一模一样的气息 另一个仿佛不在现在 更不在过去跟未来 这是超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下地狱去问吧 上届 我迟早要去讨一个公道 你还有他们 多谢 没想到最后 竟是我自己救了我自己 我虽然改变了这一历史 只是让它不那么悲惨 你还有事情要做 回石村 多陪陪村长跟父母 在你准备好了便捏碎这光球 它会让你捏盘 成为荒 你也必须成为荒 好 我明白了 是这里了 它应该快来了 回去 回哪里去 安兰 把我装进来 问过我了吗 这声音 是你 不可能 你怎么会在里面 差点忘了 你已经没有任何站 竟然还敢跑进来 既然如此 你便跟着这最多 一起永远待在这里吧 不对 有古怪 安兰 我这一脚可还满意 哦 鱼佗 差点把你给忘了 一击出手 这时候不理解 怎么 安兰 你不是号称 无敌于事吗 连我一脚都承受不住 鱼佗 还有你们 无论过了多久 还是那么让人厌恶 若不是我前面受了重伤 既如你在这嚣张 不对 你也受了重伤 不可能还是巅峰撞 你 你不是他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已经见过我了吗 那一滴血 你是那一滴血的主人 也是他 未来的他 你快时间 因果来到这本 不应该出现的 我不信有人能承受 就打你 可恶 若非我重伤 若非我重伤 既如你 鱼佗 这因果我担不担的起 你就不需要操心了 安兰若不是你重伤 你会怎样 你竟然敢给我治疗恢复 哼 你是那一滴血的主人 又如何 我安兰可曾怕过谁 哪怕你会怕化死我 我安兰一样无敌于事 受死吧 是封毛 不朽顿 斩金仙王灭九天 先知颠是吧 灭九天是吧 无敌于事是吧 鱼佗救我 快跑 随人太过恐怖 大人 想跑跑得掉吗 这是他画子的 那一滴血所展现出来的已经极为恐怖 那这一滴血的主人所爆发的没了 只怕我等都会从这事上彻底淹 留不下一丝存在的痕迹 全力跑 他们竟被抹除了 竟被你随手移击 怎么安兰 你怕了 你不是很能装杯的吗 就是因为你这里面的人被转化成黑暗生灵 他们本不会遭着无辜之灾 平淡安详的生活着 你乱死难死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恐惧 永远畏惧我 这心结是解了 但历史会改变 未知的事情只怕会更危险 真是麻烦 安兰就算把你嘎了 还是那么让人讨厌 你们几个就在这里等着现在的我来解决吧 毕竟这是我注定要经历的事情 但怎么经历还是有区别的 这样心里就舒服多了 安兰你得谢谢我 不对 你已经答了 这是我他话万物做出来的 谁让你的样子是这么欠揍呢 十号 你又要走了吗 不走了 剩下的时间 我们就在这里过平淡的生活吧 柴米油盐 不管人间世事 没有人能打扰我们 还记得在海底迷宫的时候吗 这一天我早就用时空之泪看到了 你说什么 妹妹 这一天你早就知道了 不会的 只要我不让你们过去 你看到的就不会实现 我也不会让你们过去 哥哥 自从与你重逢后 龙葵一直很开心 但是日子过得真的好快 龙葵也想一直陪着哥哥 但似乎到了龙葵该走的时候了 祝你跟雪剑姐姐能开心 幸福 妹妹 你想做什么 我说过我不会让你们过去 龙葵 要去也是我去 妹妹 你干什么 快放开我 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哥哥 雪剑姐姐再见了 不要啊 妹妹 好了好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动不动就陷进什么的 最讨厌了 哎 也不知道是谁设定的 不就是给一把剑开光吗 哦 多谢前辈出手帮忙 救我妹妹一命 无妨 小事 这把剑就交给我吧 不就是需要天底下 最具有灵气之物吗 干嘛非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这不是丽飞雨吗 这个世界是他去了 卧槽 居然在背后加光环 做了我最想做的事情 这老六 在一旁看了这么久 等人跳了才出手 我真的是服了 小园子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叫来的刚刚好 效果也是最好的 装的杯也是最大的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丽飞雨 要么不出手 要么出手就必成 没十足的把握 他就不会出手 前面都没见他出手过几次 各位大佬 看到了吗 我升级了 我升级了 你们看我衣服 这红色花纹还可以吧 这么久才升级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你们先玩着 我都差点忘记我的正事了 我还要追嘎键盘侠呢 还不快接剑 愣着做什么呢 多谢前辈 太好了 妹妹和朱婆不用限制 前辈大恩 晚辈无以回报 带我去把邪剑仙消灭后 我再请前辈喝酒 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我和你一起去吧 早点消灭邪剑仙 我也好收工 看来前辈真是好人 有他在 哥哥一定能消灭邪剑仙 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 今天怎么有信心打败我了 有还带了一个帮手 你是知道的 这天下已经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了 何必徒劳无功 邪剑仙 有我跟前辈在 我们一定可以击败你 放弃就一定会输 不是是怎么知道行不行 虽然你是六姐之外 但你却是在道之内 是吗 那你的前辈怎么跑你后面去了 不会是害怕了吧 前辈 按正常的剧本 你不是应该站我前面吗 说什么呢 我是在给你表现的机会 景天 你尽管上 我帮你压阵 为了这天下 为了这天地生灵 我们义无反顾 上吧 景天 前辈 你说的不错 我们义无反顾 邪剑仙 我跟你拼了 打得真激烈啊 怎么 你这前辈不帮忙吗 就看着他挨打 自然是还不到时候 你能解决了他再说 对付你 我都不屑动手 你这家伙挺有意思的 我世间多的是 等我把景天打了 我再收拾你 希望到时你还能像现在这样 景天 你行不行啊 我的脑袋都放在这给你了 你能不能再用点力 可恶 你的头怎么这么硬 景天 景天 成为我的手下 我饶你一命如何 这天上地下 接在你我之手 岂不美哉 这是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 我竟丝毫没有察觉到 是你 从我来到这里 我就开始布置了 我做事讲究一个字 稳健 虽然不知道你如何布置的 但是你不会觉得 光凭一个阵法 就能打败我吧 我知道我答不了你 你只能有景天才能答掉 但不会有人天真的以为 我只布置了一个阵法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我征服了你这老六 明明有实力将我中创 非要布置阵法 还是这么多个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多谢前辈将他中创 怎么回事 我竟然产生了死亡的感觉 我说了 景天 你杀不了我 不 不可能 怎么会 徐长青 是你 不 我不服 多谢前辈 老大 前面就是长安了吗 太好了 我终于要来到长安了 是啊 茂茂 我们到长安了 妹妹 雪儿 我们到长安了 老大 我们来迟吧 景天 还有我呢 白豆腐 子轩 都来了啊 好好啊 前辈 我们到长安了 景天 有缘再见 望你能开心的生活下去 前辈 谢谢你 我会的 好一个老六 那几道阵法 连我都不知道你不知了 这叫稳健 确保万无一失 俗话说的好 绝对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 哪怕他只是一个 扫地的老爷爷 好好 这叫稳健 下一个到我了 你们都去过了 该我表演了吧 不知道是哪个世界 希望他识相一点 我本天上神 大道巅峰人 我本天上神 大道巅峰人 原始人 这是件万物早已遮不住我的眼 何必徒劳挣扎 乖乖认命不好吗 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 我原始人是死要抗争到底 可笑 徒弟 你没事吧 没事 师傅 我还可以再站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死在我的面前 托儿长大了 但事情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 做师傅的总要出一点力不适 师傅 你做什么 就凭你们几个 我一根手指头足以 罪恶之地的老鼠 来 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少花样 师傅不要 小原本这是你的世界 那正好 不用抢了 原某人 去吧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 以正常手段 哪怕拼尽全力 也难以伤你分毫 但我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了的 是时候让鸿蒙见识一下我们的信念 燃血脉 现气魄 如果黎明有颜色 那一定是我们燃烧生命最辉煌的时刻 我看出来了 你们是来同归于尽的 一群疯子 可恶 竟然被一群蝼蚁伤到 齐齿大乳 我乃大道巅峰人 你们竟敢逆天 你们怎么会没死 还完好无损 是谁救了我们 鹿鸭师傅 是我 羞伤 你也就只会 对自己境界低的人耀武扬威 我倒是谁 原始人 就算你救了他们又能怎么样 就凭你一个古荒混沌胜修为 依然改变不了结局 好快的速度 完全看不清 是怎么出现在我面前的 他真是我的图案 难不成就凭你那下卫神的修为 就想从我面前毁灭所有圣灭 这是师父 另一个师父 难不成在未来师父成功了 怎么会 竟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我 实力我一点都看不透 历史终归要被改写了吗 你是怎么知道 看来这一小灰你的机遇不小 竟然敢跟我叫板了 知道我的实力与鸿蒙的境界划分又能怎么样 结局依然不会变 求伤 你不是喜欢以大欺小吗 来 我给你这个机会 托尔 你这样会激怒他的 只怕 看来你是被绝望冲坏了脑袋变傻了吧 也罢 既然你已经绝望了 那你就下地狱去吧 怎么 大道之间就这点实力 给我挠痒痒呢 是不是打太久了 虚了 怎么会毫发无损 托尔 你的实力怎么会在短短时间内提升到这等地步 此刻的你是什么实力 鹿鸭师傅 我并不是这个时间段的原始人 我现在的实力足够轻松保下圣三界所有人 秋伤 打了我这么多次 该换我来打你了吧 怎么可能 我乃大道巅峰人 竟扛不住你这楼椅的随手一击 大道巅峰人 怎么躺地上 就这 就这 极致天卫神通 三合一 斩天机 就这 除了会以大气象 你们也没别的本事了 这天卫神通似乎是因为我才衍生出来的 看来我得留一个后手保密 以免阴沟里翻了船 这么多次改写历史 终于成功了一次 只是未来会不会发生更加可怕的变数 我得为以后多做一点准备了 鸿蒙的水还是很深的 自己看到自己竟是这种感觉 我死情的时间不多 我还有事情要做 我先帮你把诅咒圣主的诅咒破除了 你是说诅咒圣主临死之前对我下的诅咒 不错 你忍一下 本来这应该是水师妹做的 但是算了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雷帝金刚正法 极致之雷 净化 我已把你的修为提升到下位神 比起鸿蒙圣 去到鸿蒙应该会好不少 这极致之雷的修炼 任何时候都不得暴露 它是斩杀万恶之魔的关键 我知道了 多谢 糟了 未来的元兄 把现在的水师妹拐跑了 岂不是说元兄自己绿了自己 对了 现在的我 有空多去陪陪我们的徒弟苏明 元师兄 你带我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水师妹 没什么事情 就是想跟你单独待一会 水师妹 历史我已经改写 去了鸿蒙后 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一个人扛着 你要相信我 好 元师兄 我答应你 我该走了 水师妹 再见 苏明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你可以出来了 师父 你知道我 知道 如果不是我得到机缘 回到这里 你是不是要献祭自己 复活我们所有人 苏明 对不起 徒儿拜见师父 师父 徒儿好想你 苏明 你先起来吧 你现在比为师强大了不止百倍 怎么能轻易流泪 我只不过是另得到机缘 能不沾因果回到这里 改变这一刻 你在鸿蒙 元初所做的一切 文师都知道 苦了你了 苏明 不苦 自从师父用二十年的时间 治愈了我千万年的孤独 我就知道 我该为师父做些什么 先我一步想改变历史的人 是师父你啊 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些 微不足道的事情 苏明 历史已经改变 现在的你也没有因为献祭 而消失在天地之间 剩下的就看他们的吧 你大部分力量 留在了元初宇宙 留下一道分身 跟维师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师父 去哪里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师父 我第一次看到 你是这个表情 能告诉我那个地方 他正经的 师父 这就是你说的地方了吗 剑师叔也在了 苏明 这里的事情 我晚点再跟你说 或者你问他们几个老六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人很好的 剑盘侠 不用猜我也知道你做了什么 来 咱们继续亲热亲热 真的吗 元兄 太好了 来吧 我准备好了 剑盘侠 看锤 卢旋手里剑 搬去死吧 威切 可恶 你们两个小鬼 左处 这是哪里 搬他人呢 可不能让他溜走 我们的伙伴还在战斗呢 我知道 我只记得搬头上 突然出现一个大钻石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里 看样子只有分 名人 你看他们身后那个钻石 咦 居然来新人了 这装扮 好像是外族的装扮 这不是小矮国的忍者吗 他们怎么来这里了 忍者是个什么东东 没听过 要不老规矩 新来的先打一架 苏名 你要不要上去玩玩 欺负几个小孩 会不会不太好 他们才多大 我都几千亿岁 你们才是小屁孩 我已经长大了 现在的我超强的好吧 跟他们啰嗦什么 把他们解决了 拿到那个大钻石 我们应该就能离开这 小三子 你上 对他们两个 我真提不起什么兴趣 好嘞 大佬看我 火盾 好火球之术 真以为我还是那个下水道的庞三吗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打我 现在的我超强的好吧 看几千载碰幽 怎么这么快 不应该啊 我已经不是下水道了 这都没死 挺有意思的形态 既然死不了 那就把你封住吧 你们一起上吧 特别是你站最前面的那个 刚才听你说话 我就很不爽 最前面那个 浩哥 他说你呢 这人太强了 我不好意思动手 要不你轻一点 那我就轻一点 不客气 佐助 小心 这人速度好坏 我一点都看不清 我来帮你 你没事吧 佐助 没事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身上一点查克拉的痕迹都没有 还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大佬 救救我啊 他们这封印术居然能封住这个形态的我 小三子啊 不是我说你 你好歹跟我练了这么久 怎么还是打不过别人了 你出去可别说是我教你的 太丢人了 哦 好了 去后面看着吧 哪天我再抓你来练练 提升提升 一根手指头 一根手指头就破了我的封印术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很强 我们一起上 躲住 哦 穿铠甲的狐狸 好帅 让我来试试这招强步强 先发超大预螺旋丸 显轮眼开 怎么会 我们这力量就算是翻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啊 竟然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你们不知道吗 那你们修炼的是什么 我们修炼的是查克拉 这世界竟然有这等力量 修炼了它还能有无穷的寿命 我修炼查克拉修炼了这么多年 都逃不过人类的寿命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等机遇 等我掌握 我看还有谁能挡我们 张小凡 马上离开这魔教妖女 切勿堕入魔道 万劫不复 一口一个魔教 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魔教 一个个的道貌黯然 口齿凌厉的小丫头 一起上将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伤我女儿 鬼王 道玄老贼 今日你我变称这个机会 薪酬就和一起算吧 来得好 我道玄除魔之至天地可见 非我好杀不仁 实属天道良机 命运昭示 今日必将你们魔头尽数歼灭 而后天下再无祸端 苍生再无苦难 青云门弟子听令 朱砂邪魔 大言不惭 我教弟子准备了数百年 只为今日一选前旨 所有圣教弟子上 快放开我张师弟 他是我青云门下弟子 留下来等死吗 想要小凡 先问过我 小凡施主 湖海无边 回头是岸 回头是岸 呵呵 我又可曾做错过什么 这张小凡好像也没做错什么了 就因为区区门规 因为这小子修了魔 世俗之剑 他们可不管你做了什么 哪怕你身上有魔的气息 那你也就是坏的 说白了 就是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就跟那虚伪的佛门一样欠揍 让我去吧 保证把他们揍的生活 不能自理 叶凡道友 救死扶伤这种事情 还请让我来 一看这个剧情 很明显就是要救人的 这青云门里好像有一把剑 虽然气息很微弱 但我还是感应到了 这可是好宝贝呀 要是能拿到手 嘿嘿 丽菲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老六想做什么 这世界还是让我来吧 几位师叔 我看这小子与我有几分相似 不如让我来 况且我还没去过呢 你都这么说了 咱也不好意思抢 不是 诸神世界改变必要为张小凡挡剑的结局 使其变得圆满 可恶 若不是那苍松 我岂会如此 哼 堂堂清一门 竟将一个门下弟子逼入无边地狱 这就是正派所为 一派胡言 等我斩杀你这魔头 比自明到自正 刀玄 今日你还不受死 鬼王 别以为你胜券在握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诸神剑 来 可恶 又是这诸神剑 但是你已经重伤 我不信你还能凭借他扭转战局 那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鬼王 鬼王 今日就是你身死到消之时 上一次让你侥幸活了下来 这一次 我可不会再留守了 鬼王 扶住吧 还天地一个朗朗乾坤 诸神剑 去 九天玄套 二雷神楼 黄黄纤维 已冲 神剑 欲雷真绝 你给我让开 我不会让小凡留下来 遭受你们迫害 胡说 我清云门怎么会害小凡 难道是你们魔教一直在害他 小凡 你怎么样 小凡 没事了 我是碧瑶 我们走 再也不回这里了 死子已然坠入魔道 留着是个祸害 必须 必须清掉 不行 他是我清云门弟子 虚暗门规处置 不能滥杀 轻掉 杀 小凡 你 你要杀我 呵呵 九六英灵 诸天神魔 以我血区 奉为牺牲 必须 不 你让开 这是哪里 必须 必须 你在哪 你想救他 你有那力量吗 我先问你 何为正 何为魔 我 我不知道 坚守心中的底线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魔又如何 仙又如何 魔又如何 魔前移扣三千年 回首凡尘不作仙 是什么 别人说的不算 为由你自己才知道 就算是我 但我行正义之事 我便是仙 为天地立心 回首凡尘不作仙 行正义之事 我便是仙 多谢前辈 小凡知道该做什么了 既然如此 便去吧 我站在你的身后 三生七世 涌舵阎罗 只为秦顾 虽死不悔 必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凡你 感觉你变得 有点不一样了呢 刚才那是 佛道魔三修荣会贯通 竟能接下我一件 果然 死子不能留 张小凡 你必须死 张小凡 干得好 不愧是我未来的女婿 竟能将佛道魔荣会贯通 假以食物 我圣教毕竟一统大陆 时间不多了 必须尽快把张小凡消灭 不然 张小凡私通魔教 勾结魔教妖女 窃取我清雲门功法 残害正道之人 罪无可恕 今日 我到悬便替天行道 诛杀了你们 不用说的这么大意里 张小凡这孩子 可曾做错过什么 好快的速度 这人是谁 我是谁 一个路过的小人物 看不惯你们欺负一个矛头小色 你怎么会知道我心里想的 前辈 你也不是魔教之人 为何帮他们 这鬼王踪滥杀无辜 实乃天地所不容 倘若前辈一定要帮他们 我倒选哪怕拼了这条命 也要阻止他们祸害人间 我并不是帮他们 而是帮一个 被你们险些迫害的矛头小子 这孩子像局了以前的我 不就是手上拿了一个魔教之物吗 单凭这个就定义一个人 未免太过于迂腐 他手上的射魂棒跟是血珠 都是大凶之物 历代手持之人 哪一个最后不是成为一个大魔头 若不加以制止 等他残害生灵 恐怕为时已晚 你作为一个掌门 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所以我才没有杀了你 曾经的我 独自一人 在魔族通道镇守数十万年 因为常年与魔族打杀 身上沾染了一丝 魔族的气息 你说我是正是邪 前辈自然是正道之人 因为那一丝魔族气息 一些所谓的正道之人 便杀了一个与我不过见过树面的女子 也抹杀了我精神替脱之物 是他陪着我 度过了这孤独的无数年 于是我杀了这些 所谓的正道之人 这样的我 你再看看我是正是些 自然还是正 等等 前辈你是说 张小凡就像你一样 那岂不是说 所谓的正道之人 就如同我 怎么会 我道悬一生除魔未到 保护天下苍生 难不成 我真的做错了 除魔未到自然不错 但也不是说所有的魔都是坏 也不是所有的正道之人 都是好的 该怎么分辨 便是我等修道之人 该做的事情 修道修道 修的便是心 多谢前辈 小凡受教了 修道修心 看来我道心还是不够癫定 的确 刚才我是被诸神剑影响 才会想杀了张小凡吧 师父 我对不起你 差点步了你的后人 好机会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道修此刻被中伤 还使用了诸神剑 已然没有半分力气 若是将他斩杀 日后的险阻 必定会小狠住 但不知道前辈会不会阻拦 可这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 拼了 想在我面前杀人 你胆子很大 父亲不要啊 前辈 求 求你手下留情 想不到吧 道修 受死吧 父亲不要啊 这人作恶多端 若不将他嘎了 日后怕是会有更多人死亡 我把他嘎了 你们可有意义 必 碧瑶不敢 只是碧瑶 只剩这一个亲人了 碧瑶 以后我会陪着你 不会让你孤单 一直到永远 好了 我还没说完呢 这么伤感做什么 这是我炼制的一颗小珠子 内涵一小片铿间 你父亲就在这里面 只是他现在一身修为被我废掉 也出不来这里 简单生活还是可以的 另外 这颗珠子 还可以强行保留人的一丝魂魄 日后你会用得到的小凡 我该走了 有缘再见 多谢前辈 手下留情 多谢前辈 鬼王既然就这么死了 看来我得重新谋划 才能集齐所有语言书 还有万简 算 宋明 做得不错 看来你没有忘记我说的 这是自然 师父 小圆子 看不出来 你这徒弟实力不错 来 宋明 咱俩来练练 石师叔 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 跟一个小被打 会不会不太好 师父 你不帮我说说吗 说什么 我又打不过他 拦不住 宋明 你看着办吧 师父 我发现你变了 既然如此 来吧 打吧打吧 正好下个时间 少了两个人跟我抢 嘿嘿 他妈妈在我们大鬼魂鬼之面前 不堪一击 为了鬼之 为了我们大鬼魂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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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 给我守住 一定不能让你 不过这里 难得还有很多百姓没有撤离 多坚持一份 就少几个百姓死亡 团长 鬼君火力太猛了 弟兄们好多都重当 团长 鬼君的轰炸击法南 炸了个便 补助撤离的人员 包括百姓 子登 伤的伤 是 这个世界让我来 谁都别抢 不然我跟谁急 小伙伙 我非要抢呢 难成几十 甚至几百万的人民 我必须守住 炎国威王 匹夫有责 我必须让鬼国知道 我炎国不是好惹的 我要一把火烧死他们 按顺序 这个世界到我了 夜哥 你别想抢我的 小伙伙 这世界你把握不住 一次只能去一个人 这是规矩 所以该我来 两位道友 你们别打了 看得出来 你们都很想出手 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一次只能去一个 这确实是设定 但是你们是不是忘了 剑盘侠这bug了 对哦 你看我都急昏了头了 夜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萧伙伙 不好意思 我也有点着急了 剑盘侠 这个世界你去 然后再喊一句救命 让我跟小伙伙伙伙过去 我不去 我害怕 他们手上那碗E 突突突的 万一打到我 岂不是会没命 你说的是这个 没错没错 突突突的 我害怕 呦 没事的 能有什么事 还怪舒服的 能不能再对着我 射两次 好了 剑盘侠你别闹了 快去吧 不然他们两个 可不会像浩哥那样单纯的捶你这么简单了 好的 元兄 不就是喊两句救命吗 这事情 我小剑剑熟得很 团长 你扶住了 回军火力太猛了 还越来越多了 顶不住也要与南城的人撤完了 还有很多人被困南城里面 团长 隔壁军耍来电报 让我们撤退 保留团里大部分努力 来日再夺回南城 他娘子 他们绝对是害怕 我们军绝对没有撤退的孬种 都给我顶住 南城人还没撤完之前 绝对不能后退一步 我有感觉 如果我退了 那么南城里的人 被鬼军抓住后发生的事 一定会让我这辈子 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所以哪怕是死 也给我顶住 在加大公事 我们马上就有工作能够了 到时候花姑娘都是担不得 花姑娘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 花姑娘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 丁大人 妈妈 你怎么这么在火 咱就你个在火 一时一时 又弄着他 叶兄 萧兄 救我 哈哈 一群杂碎 接受来自阎国人的怒火吧 剑盘侠 你去我阎国那边帮忙 回头 我帮你攻略你元兄 萧火火 咱们来看看 谁灭得多 好 喊剧救命 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元兄 看来你逃不掉了 咦 这炸弹 我拿多久了 是不是要爆了 炸了就跑 跟自己 哈哈 妖妖人 我鬼 我大鬼 啰嗦 鬼国是这个方向吧 趁这个机会 一路杀过去吧 反正也没存在的必要 我也不能落后了 杀了 怎么会是鬼君的火力 都变小了 是不是来援军了 团长 我看到鬼君那边 突然来了两个人 他们 他们两个 几瓶空手 就干掉了鬼君的谈 可跟几个团的人 你没看错吧 几瓶空手 你要是敢骗我 结束你就等被我祖华吧 他没说错 他说的那两个人 是我的朋友 有我们在 没有任何意外 我再给你们加个棒 你这小鬼 哪里冒出来的 想做什么 天行剑 奔子已自强不息 团长 我突然感觉 我充满了力量 团长 我也是 刚才我被子弹打中 但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不是 你做的吧 这是宪法 以我键盘为引 分子为号 万言国 未来有志之士 穿越时空 带着你们的愤怒 战斗吧 你们还在等什么 在我报复的加持架 你们比那个地板砖强一点 弄几个鬼君 还不是简简单单 还不快当 上啊 弄死他们 弄死这群鬼君 这群杂子敢侵略我 我不知死 我一直冲 我好想看到 肖哥的叶哥 跟着他们 我们一起 冲到鬼国去 老子也要试试 这些都是我年过人 看来我过出性命 想保护的东西 很值得 很值得 我做的不错吧 有我矫健健在 没有任何意外 给我冲 一起冲到鬼国去 绝对不能放过这小日子 绝对不能再让这惨剧重演 咱们也不能落后了 援国的弟兄们 给我打起一百分精神 使劲冲 虚了就给我 嗑药 管够 灭了小日子 冲啊 一次性 给这么多人增赌 要被炸干了 转觉身体 被超空 回头去找我元凶 补补身体 记得夜凶说过 帮我攻略元凶的吧 嘿嘿 小日子 尝尝我的火莲吧 一群毫无人性的垃圾 援国的奇人意识 什么时候这么多了 不好 快打出那火莲花 不然整个鬼国都会覆灭 哼 说又怎么样 炎国的修饰的实力能有多瑕 区区一朵莲花而已 我一掌便可以挡住 原本爱诗骗意识组织的势力 我们不能插手这次战争 既然他们改先动手 那么我们便加速鬼国占领炎国吧 炎国人如此残暴 破汗无辜之人 竟把我鬼国毁了九成 不怕遭受天谴吗 竟敢不是意识修饰条约 插手这次战争 不怕几个世界的意识联合起来 将你炎国覆灭吗 你鬼国之人跟我炎国说残暴 天谴 真是可笑 我难成弱势被你们攻占 你鬼国所作之事 难道就不怕吗 几百万生命在你鬼国眼里 如同玩具 供你们残害 什么下作的手段 都用来对付我炎国人 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 炎国人都被我鬼国占领 贡献他们是你们的仆伴 只有我鬼国才能让你们炎国变得更好 还有你们竟敢 无视世界意识组织的条约 插手战争 等着被所有意识掩灭吧 炎国这次必败无疑 区区一个小岛 让你们毁了又怎么样 炎国的土地才是我鬼国领面 真是吵死了 一条狗在我面前叫了半天 还想着占领我炎国 先管管你们自己吧 世界意识组织是什么东西 也配管我炎国 炎国的弟兄们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能让鬼国侵占我们的家园吗 能让鬼国残害我们的同胞吗 能让南城的事情再度上演吗 不能 那就一起上 让鬼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大家还请住手 大家的心情我知道 还请听老道说几句 你是我炎国兄氏 老道陈山见过各位 陈山你来的正好 他们无视条约 对凡人出手 回我大半个鬼国 若是不把你们炎国 所有领域交出来 我必定上报意识组织 联合讨伐你炎国 届时你炎国就不是 被我鬼国占领 这么简单了 可恶的鬼国到现在还敢威胁我们 看不清楚形势吗 野哥 萧哥 我们上 我炎国子孙 但凡皱一下眉头 我们就不是带把的 各位 有这份心 我代表我炎国感谢你们 但是世界意识组织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炎国修士 迫于压力 与鬼国签订的所有能人意识 不能出手的条约 这次战争 单凭军事实力说话 若是不然 我炎国必将面对的是 整个世界 而不是区区一个鬼国 陈山 你们炎国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修士 还无是我意识组织签订的条约 插手战争 是想挑战我们 亚当 他们只是我炎国几个矛头小子 根本不知道这条约的事情 也是爱国心切 正所谓不知者无罪 我愿拿出我毕生积攒的修炼之物 作为补偿 不知可否 陈山 你作为我炎国修士的领导者 为何如此怕他 说实话 他在我面前不过螺翼 你根本不用这样 小友 你有所不知 如今这祖球 灵气枯竭 能成就神境已是绝代妖孽 而这亚当早在百年前已经超越了神境 如今百年过去 一身实力只怕他一个人便可灭了我炎国 而我也不过才半只脚走出那一步 你们都是我炎国不可多得的人才 保住你们 就保住了我炎国未来的希望 不就是一个亚当马 有我叶哥跟肖哥在 怕得屁 让我来看看他有多大能耐 还真是矛头小子 突出牛毒不怕虎 勇气可加 你严国无视我意识组织设定的条约 冒犯我的威严 交出你严国所有的修炼资源 还有这群神境的矛头小子自裁在我面前 我饶你严国一命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灯灵神境的 空有一身蛮力 却不懂得运有可笑 大人 严国还需将所有的领地交易如鬼国 严国残暴不仁 以凶事之为灭杀 我鬼国凡人 必须做出补偿 你们别太过分 还想要我严国领地 做梦 亚当 别以为你超越神境 我就怕你 真当我严国好欺负吗 最多五成的修炼资源 不然 哪怕是死 我也会让你脱一层皮 感谢领导为我们着想 身为严国人 我为这样的严国感到自豪 但是你可能对我们的实力 有点不太了解 我们可不是你们认为 所谓的神境 一味的退让 只会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 我们两个若不是刻意留守 这颗星球 我们弹局可灭 原本我还只是想灭了鬼国 既然如此 那么这个世界 都变成我严国之物吧 这气势 竟比我在亚当身上 感受到的还要恐怖 不对 亚当在他们面前 也宛如蝼蚁 若不是他俩对我没有敌意 我只怕会顶不住 这股气势而暴体而亡 这股这股气势不好 快走 这就是神秘的东方 竟然还有我们都知道的 刮娃子的给西匹 想不到我严国竞出了比超越神境还厉害的强者 给我狠狠地揍他 你们野上浪费了我这么多口舌 原来我严国这么强 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 领导相信我们就对了 什么亚当 什么鬼国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宇宙都给我冲啊 通知下去 严国所有修士 还有军队一起反攻 格老子的 我严国除了两个超级强者 还有一群神境 亚当这超越神境强者 在他们面前都是一根手指头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整个宇宙 哪个人的动作要是慢了 军阀处置 格老子的 等等我 让我快两下 大人 饶命啊 这都是亚当他做的 小人也是被逼无奈啊 这么说 你是被破的咯 这样吧 叫我两声爷爷 说不定我一高兴就放了你 爷爷 爷爷 哎 听到有人叫我爷爷 有点开心 一下子没收住气势 崩死一个 大人 饶命啊 是我鬼我有眼 不实泰山 还请大人饶命 以后我就是你的一条狗 求求你饶了我吧 还想当狗 狗不要面子的吗 就你鬼国也配 要杀要管 西厅尊便 我亚当从不猜生怕死 只怪我自己没调查 清楚 杨国 竟有你们这种强者 就贸然出手 你小子 倒是有几分骨气 既然如此 我也不戏杀你了 下辈子 投个好胎吧 两位小友 等等 这亚当让我买 格老子的 我心中憋的这股火 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了 让我来踹两脚 想不到 领导还是性情中人 那这亚当就交给你了 小伙伙 我们走 去把剩下的处理干净 刮娃子个嬉皮 看打 领导我们来帮你 尝尝我的千年纱 乌鸦坐飞机 解气 太解气了 亚当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是可杀不可辱 陈山 我栽了我认 但是你不能羞辱我 谁羞辱你了 我只是单纯的想踹你两脚 扒你衣服的是他们四个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说是吧 没错 咱们领导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扒衣服这种事情还得是我们来专业的 行走江湖 讲究的就是一个人情事故 不错不错 你们很上岛 咱们走 随后在叶凡 萧火火的带领下 严国迅速占领其他个国 成为了祖星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 哈哈 观众老爷们 我小健健 这波C的帅不帅 也就喊了两句救命 多谢几位 如今我严国已然成为了这颗星球唯一的国家 但仍有一部分人在四处作乱 却也比之前战乱时期好太多了 领导客气了 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们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不能在这里久留 我们走后 你就向其他人宣布 我们前往了严国某处 秘境闭关 非危难时期不出 我也会留下一处传承秘境 供我严国修饰修炼 让你们快速提升修为 修为提升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初心 作纳伤天害理之事 这是自然 其实说到底 还是我严国历代传承不知某种原因 禁属断绝 只留下片面 加上灵气枯竭 才导致这个局面的发生 灵气的枯竭 应该是上古时期 天道红军做的好事 具体我也不好多说 总之我会想办法 让这灵气重新浓郁起来 未来必会有大敌出现 严国还需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国家 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爱 我们该走了 领导 后会有期 键盘侠 我们走 咦 我怎么还在这里 我怎么没回到我的时代 我该不会回不去了 键盘侠 你快出来 我要回家 你把我召唤过来 你得负责啊 这是 他画自在吗 我画梦为道 无声若梦 瞬息万千 梦画现实 幻梦一几 他画自在 荒根苏明还在打架 大钻石 快 赶紧说下一个世界是什么 没错 大钻石 快开启下一个世界 趁他俩还没打完 这样就少了两个人强 你们几个都去过两次 这次怎么说也该我了 这次的传送怎么这么大 该不会是要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去吧 连世界预告都没有 你这大钻石 我劝你善良 我还在打架呢 可恶 我还没打完 打完就 真是难得 这大钻石会让我们一起来 只是这个是什么世界 我感应了一下 好像是上古洪荒时代 十二祖屋 还有两个小鸟都还在 一红军这老六 也才讲到两次 看了巫妖大战 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有得完了 我已经忍不住要最后一刻再上去救人装备了 各位师叔 你们就没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是十号道友吧 应该不用太过担心 凭他的能力 这世界还是可以横着走的 主线任务 让洪荒世界升华 为防止你们直接横推 限制出手机会 你们只可在节点里活动 同时不定期来洪荒人物 你们可以收图 改变他们原有的结局 一次谅节 只有一人可以外出活动 此次人选时候 都怪你们这么强干嘛 现在好了吧 被关小黑屋了吧 可怜我小贱贱 从不修炼 修为陛下 还要陪着你们 元兄 我要抱抱 需要安慰 哈哈 既然如此 那就遵守游戏规则好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我也是 夜哥 咱俩讲的不会是一件事情吧 你们该不会试想 没错 强人所难 元兄 这回你跑不掉了吧 键盘侠 一会你办事 速度尽量快一点 毕竟做这是我第一次 还不太熟练 苏明 快来帮帮我 你肯定不会像他们一样的 对吧 这是自然 师父一直教导我 要尊敬长辈 他们几位都是我师叔 徒儿自然是不好 对他们出手 所以师父 你忍忍吧 忍忍就过去了 哈哈 元兄 我来了 臭钻石 我迟早一拳把你打碎 火架还没打完 就把我传送过来 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 你是谁 为何出现在我巫族圣地旁渡店里 咦 这不是厚土吗 难不成这个世界是夜黑 跟我说过的洪荒世界 只是他们人呢 好快的速度 气息也是感应不到 仿佛不在这个世界一般 还有如此强大的肉身与血迹 难不成是副神派下来 带领我们祖屋的巫神大人 你一定就是我们祖屋的巫神大人 对不对 后土见过巫神大人 他是不是脑补出了什么 我怎么就成巫神了 不过好像也不吃亏 那就当个巫神玩玩 没错 我就是你们的巫神大人 我刚来到这里 肚子有点饿 有没有烤鸡烤羊什么的 哪点过来让我甜甜肚子 后土 你给我出来 你们巫族如此欺负我妖族 真当我妖族无人感动你巫族吗 伤羊 你们妖体 就只会搬弄是非吗 分明是你们妖族 尽到我巫族领地 杀害我族人 才被我灭掉的 那也是你们巫族活该 一群毫无原神的误会之物 又岂容你们活在这洪荒世界里 我妖族才是天地主角 这里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孤神大人 小心一点 好肥的一只肥羊 正好我饿了 吃掉吃掉 后土 你什么时候养了一个小白脸 一点秀为都没有 也想吃掉我 怕不是一个傻子 还有你 朱镕帝将来我还会惧怕 但就凭你一个 哼哼 是吗 不用等他们来了 就你我也是不放在眼里 盗嘴的羊肉 我可不会让你跑了 怎么会这么快 我竟在你面前 伸不出反抗的念头 你到底是谁 巫族可没有你这一号人物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饿了 你该进我肚子里了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十大腰圣之一的伤羊 就这么死 不愧是巫神大人 海一 如今你我已是大罗金仙巅峰 距离道祖第三次讲的 不过千年 我们趁这段时间 早日步入圆满 在三次讲道之时 便可一举突破 为我妖庭争霸洪荒做准备 这是自然 大哥 那群巫族 不过是一群毫无原神的蛮子 必定掀不起疯了 怎么会 商阳死了 他好歹是大罗中期 就算是帝将来 也不至于瞬间被击杀 到底是谁 海一我们走 我妖庭之人 可不能就这么简单 被人杀了就算了 怎么会 商阳可不是该这个时候死的 出现了变数 后土妹妹 我来了 是不是有妖座人来欺负你了 看我不做死他 没有 柱容哥哥 你安安了 妖座的商阳 已经被我巫神大人给杀了 巫神大人 就这小子 妹妹你是不是被人紧蒙骗了 这小子柔柔弱弱的 哪里像我巫族的巫神 小子 我劝你早点滚蛋 不然老子一把火烧了你 正好缺个火 你这小子喊上道啊 也会赏你一个羊屁股 多的没有 其他都是我的 哥哥 看来巫神大人很喜欢你啊 妹妹 我错了 这小子力气居然比大哥还要大 我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快帮我跟他说说 能不能不要用我头上的火烤食物 太羞耻了 你自己顶撞了巫神大人 你自己跟他说 谁让你脾气这么暴躁 正好让巫神大人治一治你 巫神大人我错了 你是我亲哥 比大哥还行的哥 快让我起来吧 不然一会共共那混蛋来了 我就没脸见人了 不行 我的羊还没烤熟呢 火再大一点 这羊闻起来好香啊 巫神大人 原来用我头上的火烤出来的东西这么香 你馋也没用 都是我的 这不是树荣吗 怎么变成一个烤奴 还真别说 挺适合你的 大哥 你看那只羊 看样子就是你们杀了我妖童大将的 竟然如此长命 两个杂猫鸟 老子杀了又怎么样 我还要吃了它 这里可是我巫族地盘 三家就来 怕你不成 好大的两只肥鸡 这鸡翅膀 就鸡腿 居然把我们当成鸡翅膀鸡腿 可恶的小鬼 去死吧 找死的是你 两个杂猫鸟 也敢在我巫族地盘撒野 好神奇的地方 大道气息竟然这般浓郁 还有心中的牵引 也是来自这个地方 我通天道要看看 里面到底有何奇妙之处 大道将成 给我破 我竟有幸看到如此大能突破 他的身上还有如此浑厚的剑岛气息 这是我来自剑修的感应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缘能向他讨教 哪怕是半招 也会让我受益危险 外来人必是通天 通天见过前辈 有没有兴趣打一架 封剑道切脱 好剑 通天斗胆 向前辈自叫 修剑道者 当勇往之前 不可畏惧 你对我已有丝毫畏惧 又但何修剑 剑道本是无敌路 何须再去修旁门 看清楚何为剑 万剑朝圆 好强的一剑 剑道本是无敌路 何须再去修旁门 前辈是想告诉我 道祖给出的道 是错的吗 确实 我修剑道者 当勇往之前 万剑朝圆 何等恐怖的一剑 若是动用修为 只怕我会死在前辈剑下 万剑 万剑朝圆 多谢前辈助我突破 混元金仙 小事一桩 你若是想知道 自身的命运与结局 还有整个洪荒 最大的秘密 就来前面找我 若是不想 就死离开 就当没有见过我 自身的命运与结局 前辈话里的意思是 我的命运被他人操控 臭达猫鸟 看你朱镕爷爷不做死你 巫神大人 你等着 我这就去把那两个鸡翅膀 给你打下来加餐 这羊腿真香 厚土 我就说这小子很伤道吧 都想着帮我抓鸡了 还是巫神大人厉害 有时候 朱镕这家伙 连大哥的面子都不给 脾气暴躁得很 第一次看到他这样 朱镕 想一朵打扫 你的对手是我 不打猫鸟 有本事别有你手里的破书啊 隆老师的 你以为谁都跟你误 你只会没脑子的使用 难力打扬 我可没那么 河土洛书 演化出天山河 立江 朱镕 一起去死吧 东黄中 给我砸 朱镕 小心 可恶 大哥 你让我上去做死 那两个杂猫鸟 不就是一个破书跟破终吗 别胡闹 那可是先天至宝 威力不能小聚 若不是我 巫族专修肉身 寻常大罗根本 扛不住这至宝的威力 才吃了个三分饱 这两个大鸟真是好人啊 知道我没吃饱就跑上门来 一会这鸡翅都是我的 你们没意见吧 巫神大人想吃的话 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巫神大人帮我做他们 他们老是躲规格里 我打不动他们 只要巫神大人帮我做他们 我朱镕头上的火 永远没大人烤食物 好了好了 乖 我帮你就是了 他话自在吧 大哥咱们要不跑吧 我感觉他这个样子好可怕 好 怎么跑 他已经到咱们面前了 真的好可怕 阁下究竟是谁 如此实力 不可能济济无名 刚才那两脚 若不是太医的混沌中 与我及时动用我腰庭气韵之力护身 只怕我梁已经身云 他们不是说了吗 我是他们的巫神大人啊 你们看我这头发帅不帅 还有 不是我强 而是你们太弱 刚才那两脚竟然没踹死你们 倒是有几分本事 本来这招是留给地匠他们的 既然你想为他们出头 那就拿你来开刀好了 混元和洛大阵 混元和洛大阵啊 你们都用阵法了 那我也用好了 十二都天神杀大阵 这是盘古副神 这十二都天神杀大阵 竟然能召唤副神虚影 还有我从这大阵身上 感受到了血脉相连的感觉 就 就好像这大阵是为我们准备的一样 后土妹们 这人究竟是谁 他突然出现在我巫神殿里 肉身极强 看样子 他真的是我们巫族的巫神 本来我还有一点疑惑 现在已经确定了 仔细感受这大阵 回去都给我好好领悟 我巫族能否突破圣人 契机或许就在这大阵里 这人是谁 竟单独启用了十二都天神杀大阵 召唤了盘古副神 看来他就是那个变数 不行 我得走一趟 这回的帝君跟太义还不能死 顺便看看能否借机把这变数消除 太医快快防御 这一击有圣人之能的权力防御 都防动 红军来了就出来吧 难道你就只喜欢躲在暗处 李俊太医见过道祖 多谢道祖救命之恩 道友认识贫导 能否卖贫导一个面子 这是到此结束 不能 什么面子 你的面子几个钱 你这臭老头 不就是个道祖吗 很牛皮吗 巫审大人上 咒死他 若不是你们现在还不能死 我真想直接灭了这无谣二族 只知道索取 不知道回报反骨 还有眼前这人 究竟是谁 给我的感觉有几分威胁 眼下正是合到最后阶段 不能有丝毫意外 让我先试一试这人 既然如此 老道就跟道友做一成 怕你不成 多谢道友手下留情 为防止洪荒破碎 恨情道友放过帝君太一二 同时巫妖二族就此停战休养万年 如何 也罢 但若是妖族前来挑衅 可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如此就多谢道友了 帝君太一 就此散了吧 你说什么 红军他竟如此挑拨我三清关系 我结教弟子尽属封神 而我勇困紫霄公 可恶 童天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信 但我说的是对是错 你的心中不是早已明误了吗 前辈说得不错 在前辈说到结教的时候 我的心中早已生出感应 结教的确是我的成圣之机 结合前辈所说种种 已经是八九不离十 成也结教 败也结教 不 我不服 凡事都有一线生机 我通天势必要与这命运斗争到底 不错 这才是我认识的通天 通天恳请前辈帮我 往后通天怨孝全马之劳 全马之劳 大可不必 这是你的劫难 同样的 也是你的机遇 说到底 这劫还是得靠你自己 也对 通天已得前辈指点之恩 又怎敢再度贪心 前辈说得对 这是我的劫 还得我自己来度 好了 小原子 你就别抓弄他了 人家也不容易 你可别瞎说 我这是在考验他 通天 我问你 你可愿拜我为师 愿意 愿意 徒儿通天 通天拜见师父 很好 通天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原某人的 第三个弟子的 为时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创世清廉 就给你将就利用 师父 这是创世清廉 混沌至宝 这太贵重了 通天 给你 你就拿着 就一朵莲花而已 哪有什么贵不贵重的 小原子给你 自然是有用意的 这等你立教的时候 自然就会知道 还不快 谢谢你师父 多谢师父 多谢师叔 通天 我这人没什么太大的规矩 只需记住一句话便好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切不可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就好 是 师父 徒儿一定铭记于心 算起来 距离红军第三次讲道 也快开始了 通天 你得前去 拿回属于你的 诸仙四剑与阵图 至于红蒙子气 若是红军非要给你 你就拿着 然后回到这里 剩下的交给我们 既然如此 通天 你这段时间 就在这里修炼吧 若是有修炼上的难题 可以来请教我 或者你的大师兄 苏明 你过来 苏明 带你师弟下去 找个地方修炼 是 师父 师弟 请跟我来 好不容易 还跟元兄 打一次牌 一连好几天下来 我定然只赢了一次 不是天狐 就是地狐 还有机 狐决我大自喜 要被榨干了 我可怜的屁股 现在还痛着 元兄太强了 师兄 这次我们可是收获扑风 引进了不少人才 来到我西方教啊 师弟辛苦 这一切都是为了 不送神 师兄做的对 都是为了 不送神 只是我西方教的资源 还是太不平 怕是支撑 鼓起我西方教的发展 无妨 师兄 我已经想好了对责 道主第三次讲道 也快到了 届时 你我二人 站在道主面前 哭诉一半 如道主 可怜我西方教 相信道主 一定不会看着不管 我们要把我这次机会 使劲在道主身上 耗多一点资源出来 还是师兄聪会过人 办法多 西方教有师兄仔 一定会打听 师弟 这一切都是为了 洪荒统生 不送神 不送苦待 大哥 你看看三弟 都快临近道主 第三次讲道了 还不回来 一点不把我们三亲 当一回事 届时让人看到 我等不是一起去听道 会怎么看待我们三亲 二弟 慎言三弟或许遇到了他的机遇 再耽搁了一点时间 他至始至终是我们的三弟 相信他就好 大哥 也就你这么惯着他 什么机遇能由我们三亲的里面重要 哼 无奈红居 第三次广告 时辰已告 有缘者可前来听讲 各位师兄弟们好啊 别来无恙吧 谁跟你这不要脸的是师兄弟 别来我面前隔音我 明和 师弟切勿动怒 这里是盗祖的道场 我等自大闻迷流离 不能失了礼数 且不说道祖大祖 为我们传道 光是礼数也知道 不能随地独断 师兄教训的是师弟受教 逃无礼数的误会 师生软化 披毛带脚之辈 来到这里简直是脏了言 也是道祖大祖允许你等到来 原始 莫以为你是盘古亲戚所化 我就怕你 自是清高 盘古大神的名号 也算是被你玷污了 昆蓬 我三亲盘古父神 还容不到你说三道四 大家都不要吵了 都是相亲相爱 洪荒一家人 红云 你就少说两句吧 镇原子道兄 我说错了吗 都是洪荒人 自当团结有爱 共见美好洪荒 哎 红云 你真要气死我不成 红云道友说的对 都是团结有爱一家人 只是三亲的通天呢 怎么还没来 若是遇到困难 可要说出来啊 大家一定会想办法 帮你们解决的 若是真有困难告诉你们 怕只是会想办法解决我们吧 说的可真好听 三弟他只是碰到机遇 有所感悟 再耽搁了一点时间吧 相信他自然不会错过 道祖的讲道 更何况道祖还没开始讲道 只要他在讲道前来道 自是不会玩 通天道友的机缘 真是谢煞朋友 可不要因为这机遇 就错过了道祖讲道 有什么机缘 能比道祖讲道更重要 大家说是吧 你这无耻的秃子 我通天还轮不到你来议论 通天师兄得到的这机遇 竟然让他走在了我们所有人的前面 怎么回事 这通天居然突破会员金仙 可恶 又是变数 除了巫族那个变数 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变数出现 不过那又如何 一会只要你拿了我的红龙紫器 那就受我掌控 你拿也得拿 不拿也得拿 哼 通天你想做什么 这里可是道祖的道场 可隆不得你在这里撒疑 你眼里还有没有道祖 我只是单纯的想揍你们一顿 不用拿道祖威胁我 若不是这里是道祖的道场 我直接就嘎了你俩 以后别在我面前晃悠 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 隔夜饭都没你良恶心 师弟 你没事吧 没事 师兄 通天刚才那一件太恐怖 我被命中的瞬间 一一一一的感觉到了圣威 你说什么 圣威 师弟你确定吗 可恶 三弟通天他到底得到了什么机缘 居然比我还强 可恶 他凭什么 虽然我也看那两兔子不顺眼 但是来到这里也不与我跟大哥打声招呼 一点不懂的尊敬兄长 目中无人 三弟 你外出许久 突破了就不知道与我跟大哥打招呼了吗 就能目中无人 不知道尊卑了吗 怎么我的好二哥 你嫉妒了吗 嫉妒了你说啊 我教你啊 你毕竟是我的好二哥 你虚心一点请教 又不丢脸 放肆 通天 你怎么跟你兄长说话的 我盘古真宗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好了 你俩就别吵了 还有外人在呢 这还是道祖的道场了 肃静 讲道即将开始 而等切勿的喧哗 我评定道 讲道开始 这次讲圣人之道 等一下 我还没来呢 你这么着急讲做什么 红军 这么热闹的场合 我来凑凑热闹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可恶 他来这里做什么 眼下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希望他不要搞尸气 不然拼死我也会将你斩杀 自是不会 任何人来到我紫霄宫 皆是有言之人 老到怎会介意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还以为你又想跟我打一架呢 既然不介意 你看我们都来了 也不给一个位置坐坐 这就有点不够意思 这倒是老到疏忽 这里是我紫霄宫 来的人有点多 准备不够充分 还请道友不要怪罪 道友请坐 这人是谁 竟然能让道主喊道友 当下给了巫族三个扑团 虽然不知道扑团的具体用意 怕是用意绝对不会小 苏锦 道友请坐 待我讲道完 再与道友续讲 红军呐 我这人比较讲究 做不惯用草边的扑团 就喜欢滑滑 飘飘亮亮的东西 就比如你现在坐着的这个 我就很满意 要不给我坐坐呗 道友不要太过分 这里可是我紫霄宫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这么跟道主讲话 还请道主将此人击杀 以示成戒 你原始又是什么东西 我巫神大儿今天就是要坐那里 你有意见吗 憨疲别人都不敢说话 就你话多 这原始真是一点眼力尽都没 太一 以后遇到原始注意点 现在我们尽管几遍就好 哥 这人是谁 道主还喊他道友 哥哥也不知道 能让道主喊他道友 估计实力不会低于道主 我们看着就好 可不要多管闲事啊妹妹 可恶 就非要跟我过不去吗 三次讲道 就差这一次圆满 之后便能合道 解释 我便是天道 可恶 不就是一个座位吗 我忍 等我合道后再收拾你 既然道友喜欢 便让道 坐一次好了 只是一个座位而已 不用太过争取 那你还不快让开 你知道飞来你这紫霄宫 有多累吗 红军 你真别说 你这位置挺舒服的 看你这么识趣的份上 我就准许你讲道了 你可得谢谢我 可恶的家伙 还要让我谢谢你 我谢你狗老子的 快让我讲道吧 我受不了了 我要合道 道友喜欢就好 我这就开始讲道 还请道友静心听 怪不得夜黑那小子总去黑人 原来这感觉还挺爽 精神上的羞辱最为致命 讲吧讲吧 我不会捣乱了 你放心 道祖宗啊 我有个疑惑 此人是谁 他都这么落你面子 你真能忍着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羊 除了道友 谁再敢多说一句话 就给我滚出这 套他猴子 我收拾不了那个变数 我还治不了你们 这两秃子 要不是我欠西方英国 真想崩死你了 讲到开始 这次阐述圣人之道 敢问道祖 何为圣人 又如何成就圣人 承圣之法有三 其一立正道 其二 斩三师正道 其三 功德承圣 且问道祖 这三种办法 孰强孰弱 三种方法 其中以立正道为强 斩三师正道次之 功德承圣罪 对天道有恩者 天道会讲下天道功德 功德大到一定程度 便可一日承圣 以立正道 乃是旁古大神走的路 曾经立斩三千魔神 开辟红龙 最后成功超越大法 却真是造交 故此法前路一断 斩三师成圣 乃是我独创的法门 三师之 善念 恶念 自我 用先天明宝寄托斩 斩 十位准圣 三师接斩 为三师准圣 正得洪荒至圣果位 三师合一圣的婚言成就圣人果位 三师斩 今后拟名太上老君 老君见过本尊 多谢本尊赐名 斩师而已 我也来 三师斩 斩你猴子 你自己斩自己 第一次看到有人要砍自己的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 有病去看看 你 你 原始 你行不行啊 砍自己就算了 还砍出这个兽不溜秋 取得一批的玩意 要是我肯定找个洞 把自己买了的了 你 你 可恶的家伙 我跟你 巫神大人 救我 突破就突破 可别吵到我睡觉 没事抱什么气 猪容 后面谁再敢抱气吵我睡觉 上去就给我抽两大嘴巴 吵到我就算了 吵到这老头讲到多不好 红军你说是不 不用谢我哈 如果非要谢我 拿个百八十剑混沌质宝给我就好了 此人到底是什么境界 我已突破一师准胜 却看不破他的修为 二弟如同我一般 虽不及我 但他却还是只用了一根手指头 难不成他走的是以力政道的路子 可道祖不是说这路子已经断了吗 二弟 切勿在动路 日后再寻回场子也不迟 是 大哥 无足 你们给我等着 等着就等着 看你虚的 日后来我无足 你朱镕爷爷亲自伺候你 给你补补肾 道友可别再开玩笑 混沌之宝可不是大白菜 还请道友给我一个面 让我把这次讲到讲完 面子我给了 这又不是我的错 他们抱气吵我睡觉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吵着道友你了 你得说他们 可恶可恶忍住 我要忍住 一切等我合道后再跟你清算 咱们讲到记忆 功德成圣 是以天道功德服役鸿蒙紫气成圣 请问道祖 这鸿蒙紫气又如何获得呢 天道之下当有八位天道圣人 久违纪数 大到五十 天言四十九 顿取其一 不大到不全 混沌路一段 然我已用取一道鸿蒙紫气 至此还有七道鸿蒙紫气 恳请道祖慈 赐于我的鸿蒙紫气气 三清老子 原始 童天 还有女娲 你们可愿做我门下弟子 我可赐你鸿蒙紫气 无等愿意 弟子爱情老师 童天 你呢 可愿做我门下弟子 多谢道祖好意 我已走混沌之路 拜了他人为师 童天在此抱歉 童天 你可知如今洪荒大道不全 混沌路已断 我已选择这条路 哪怕前路艰险 我也会走下去 更何况令头他人 背叛师们实属有为道义 也罢 以你天资 我实属不想你走上绝路 这鸿蒙紫气也给你一道吧 热厚前方无路 可来找我 多谢老师赐我鸿蒙紫气 三弟 你在做什么 老师宽宏大度赐你鸿蒙紫气 还不快谢谢老师 那就多谢道祖了 果然如同师叔所说 这红军不怀好意 斩三师重要部分之字不讲 三师合一的是三剑同源的质保 才能合一 还有这鸿蒙紫气 事后我得回一趟师父 那再去今别道 可怜我的好二哥还沾沾自喜 哼 这通天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不过那又如何 这鸿蒙紫气只要你拿了 你就跑不掉 求道祖可怜可怜 我们西方 受我师兄弟为徒 是啊道祖 我们西方太贫乏了 发展困难 求道祖可怜可怜 我们西方法 我师兄弟会带 所有西方圣灵 感谢道祖 呸 两个无耻的兔子 也配让道祖 收下你们 呸 罢了罢了 上天有号生之 我就且收你两位 记名弟子吧 同时也赐你 两一道鸿蒙紫气 多谢老师 多谢老师 早知道不要面子 可以得到鸿蒙紫气 我也可以啊 与鸿蒙紫气相比 面子才几个钱 还有一道鸿蒙紫气 便让他随缘去 众生都有一些生机 这鸿蒙紫气 何德何能拥有鸿蒙紫气 可恶 这鸿蒙紫气 原本应该属于我的 该死 镇原子 你看 平时就应该多做好事 这部鸿蒙紫气 这等服员 都能自动责主 选择我 说明我鸿蒙紫气 福泽身后啊 鸿蒙 你真要气死我了 快随我离开这里 贫道深感天道有缺 故在讲道结束后 以身和天道 从此天道为红军 红军不为天道 身前所持法宝 对我已是无用 老子 我赐你太极图 乃是开天水服 抚灭所化 原始刺盘法分 崔洞可使出开天一击 微能无限 红天 你虽不是我的弟子 但也有莫大的奇遇 这竹仙四剑与朕头剑交于你了 崔洞他可幻化 竹仙剑阵 非四圣不可破 望你善意 女娲刺红绣着一宝人灯 坚准提 你俩 这功德金莲 与加持神储便给你们了 多谢老师 没得到法宝的也不用着急 贫道在紫霄宫外的分宝人 放置了些许我用不上的法宝 有缘者可前去领取 大家就此散去吧 贫道至此身居紫霄宫 非打劫 非必要不出 还望你们善待红光 后头啊 还记得我们的计划部 记得 巫神大人 都是我们的 记得就好 我们走 拜拜了 你们 巫神大人 等等我 大哥二哥 我还有事情 就不跟你们回去了 若是你们还当我是你们三弟 就听我一句 别用鸿蒙此气成圣 免得日后后悔 后悔什么 大哥你看看童天 得知混原路一段 他无法成圣 便也想断你我之路 我三青的脸都被他丢进了 他至始至终是我们三弟 虽然误入歧途 信了他人之眼 往后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二弟你就少说两句 别让外人看了笑话 别用鸿蒙此气成圣 免得日后后悔 童天他是不是知道什么 可老师也说了 应该不会错 不行 我不弄清楚 我这心里就很不舒服 看来我得去找童天聊一下 哥 你先回去 我还有一些事情晚点再回 好吧 你一个人小心一点 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喊我 再不记忆就叫你老师了 好 我知道了 哥 巫神大人 你看那刀老头居然私藏了这么多的宝贝 这老头得祸害多少人才有这么多积蓄啊 祝容后妥啊 快动手 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你们的口袋里 巫神大人 那你呢 堵了那么多年的泉水 我当然是换一下 守一下泉水打架了 可恶 可恶 又是你 别以为你能跟盗族两招我就怕你 别我让开 这是盗族 分解我等的 你一个人可吃不下这么多 可别到时候惹了众 你这意思是在威胁我咯 不好意思 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有本事你们三个一起上 但凡能从我这里过去 我实号的名字导过来念 昆鹏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吧 当然记得 你帮我干掉红云 我入你腰挺 那好 太医昆鹏 我们一起出走 你们终于不是之前的菜鸟了 但比起我还是差很多 尝尝我这招 花花万物 见来 他这招帅啊 我记下了 到时我用我元图跟阿比 也来这么来一下 到时谁人见我鸣和 不掉头就跑 先让你们打着 我鸣和再趁机简陋 岂不美哉 我已步入准圣 现在的你 在我看来 已经没那么可怕了 即便你用圣人战力又如何 我就没有 我原何落打阵剂 太医昆鹏 为我加上 这一招勉勉强强 能入我眼 看来你们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居然没死 刚才是天道出手干预了吗 大部分力量竟被抵消了 还有这准圣的力量 跟之前我与夜黑小原子 他们去到的洪荒世界 抢了几倍布置 前辈可是十号师叔 你是通天 你叫我师叔 你身上有小原子的几分剑道气息 他收你为弟子了 通天见过师叔 晚辈确实败了袁某人为师 还有这个玉佩 是他们让我如果见到你 就交给你 哟 这不是荒吗 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通天这么快找到你了 有屁块放 没看到我正在打着架吗 还有 你们现在在哪 我居然在这世界感应不到你们 原来你们出不来啊 那岂不是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能了 哈哈 那这把你们就看着我塞吧 我可得好好的玩一玩 瞧把你美的 有空就通过玉佩来找我们 对了 你顺便找一下小三子 我怀疑他的实力太弱 被大钻石无视了 他应该也在这个世界 好了 你浪吧 我去晒个太阳雨 整天打打杀杀的 多不好 通天是吧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但是你是我师职 见面里还是要给的 你就进去随便挑 别客气 多谢师叔 通天 你跟这个顶状老师之人站一起做什么 还不快回来 我三清的脸都被你丢进了 丢脸 我通天可没做对不起我父神之事 怕只是你自己觉得丢了自己那所谓的脸面吧 大哥 你看看三弟他 胳膊朝外拐 无可救药 三弟 别再误入歧途 到最后把自己陪了进去 道祖给出的道台是正途 道 何为道 我不愿做那傀儡一般的天道圣人 我想要那逍遥自在 大哥二哥 别信红军的鬼话 跟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见我师父 你们自会明白 大到三千 殊途同归 三弟 老师所给的教导之恩与成圣之机 你是叫我们放弃 去走那前路一段的混远 三弟 你竟被人欺骗至此 可恶可恨 看你是我三弟 我一定会请老师帮忙 拉你回正途 大哥 三弟怕是中了歹人之毒 深入骨髓 只怕不是三言两句就能劝说的 不如将他带到老师面前 请老师出手 原始学兄说的对 唐主三清白 因同其连之 和通天 已经听信他人之言 走入歧途 还想把自己的两个租哥拉下水 十足可恶 两个租子 这里可没有你们说话的份 给我滚 三弟 你还想对我们两个哥哥动手不成 看来你真的是执迷不悟 作为兄长 我必须把你拿回正途 三弟 你随我回去见老师 怎么样 通千师之 需要我帮你吗 多谢师叔 不需要 这是我的家事 我自己来 大哥二哥 既然如此 我们就用实力来说话 好好得很 通天 你都敢对兄长动手了 看来你师父也就那样 竟然这么教你 原始 我师父助我突破 给了我一线生机 让我有了与命运争斗的可能 原本我还抱有一丝希望 希望两位哥哥能听我一句 既然如此 原始 你如我师父 还有我们三清迟早都要分家 那不如早点 大道赛上 今日我通天甘愿 退出三清之列 从此在无上 清通天 望大道见之 三弟 你何至于此 我们也是为你好啊 是啊是啊 通天 你们可是我们看好的三清啊 可不要一小时大呀 猫子 原始师兄 相信通天 一定是一时着急 才说出这张话 我们来帮你 将他抓住 镇压住他 时间久了 就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错的 你们两个秃子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耻 师兄 你感应到了吗 什么时候 好好看 咦 这次天道居然没有出手 看样子你们可有可无啊 还有啊 这是人家的家事 你们两个秃子 还想着煽风点火 没有的事情啊 我们只是想化解他们的矛盾 让他们重归于好 我们也是好心啊 是啊是啊 道友我知道 你也是想帮他们 一看就是一个好人 我看道友你 与我西方有缘 不如来我西方叫 我们西方叫 谁他妈是你道友 谁他妈与你有缘 你们两婆是 我踩着都觉得恶心 既然天道不出手 那你们都下地狱去吧 舒坦 只是这鞋子有点脏了 回头让后途给我做一封新的 看来这天道只管量解主角 别的是不是不管啊 回头再验证一下 此刻我们的道祖红军 还在河道之中 河道 我要尽快河道找回场子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没有我河道重要 谁都不能打扰我 通天 你可不能给小原子丢脸啊 不然我可是会跟你师父说的 你师父可能只是指导你一下 但我可是会抓你来加练的 早就听闻石石书帮人 提升修为与打架方式 不是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 要是我被他抓去加练 我岂不是会很惨 石石书 你看着我就好了 他们区区两个一时准圣而已 而我已是混元金仙中期 大言不惭 走着混元之路 已无法成胜 潜力有限于内 纵使你修为高一个小境界 又如何 弹古番 太极图 三帝 跟我走吧 往后你还是我的好三帝 大哥你还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 就因为一个外人 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要了 韩古番 开天一击 大哥不必多说 赵元使这性格 我们三清分家是迟早的事 还有往后之事 算了 天道可不会让我多说 我会用事实来证明我走的路 才是正确的 见到 当物保值钱 既然选择了最好路 那我就会坚定地走下去 这就是我道 我要冲破这命运枷锁 做回我自己 我就是通天 不自量力 不用诸仙四剑 竟只用清平坚硬抗盘骨翻根太极图 通天 你太自大了 对付你们 何须用诸仙四剑 看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混源 我有一剑 乃是我看破自身命运所物 用来斩断命运枷锁 剑道法则 混源之力 我通天最终的命运结局 就从这一剑开始改写 剑之所向 披荆斩棘 光谷混源剑绝 好强的剑道法则 看待昔日之情 我不杀你们 通天 你给我等着 混源之路虽然让你现在略强于我们 但是你始终无法成胜 待我成胜必定与你清算 哼 分地 多谢手下留情 只是你走的路 哀 大哥 我知道一时半会你很难相信我 但是时间久了 你自会知道 届时你可来找我 也罢三帝 你好自为之 见过通天师兄 师兄刚才那一剑当真是威风 小打小闹罢了 比起我师父 我这一剑还是差了很远 女娲师妹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 女娲找师兄是想询问红蒙紫七一事 难得女娲师妹询问 那我也就只说了 我师父师叔 他们本来让我找机会寻你去见他们 既然你开口问我 不如跟我前去见我师父他们 届时女娲师妹自会知道这一切 不知女娲师妹愿意与否 通天师父他们竟想寻我 莫非是想算计我 可通天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还是真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想帮我 比起老子与原始我还是愿意信这通天 也罢 通天师兄为人坦荡直率 相信师兄自然是不会害我 女娲师妹就信通天一次 希望师兄不会让女娲失望 多谢师妹愿意相信通天 通天可拿性命做宝 绝对不会害师妹 一会我就带师妹去见我师父 怎么样 拿完了没有 拿不完 根本拿不完 我朱镕第一次拿宝贝拿到手软 巫神大人 你是不知道里面的宝贝太多了 我跟后组妹妹就专门挑了仙天法宝拿 你看我头上 色带子 要不是我巫族没有元神 我都想直接电话了 是啊 巫神大人 不知这两位是什么情况 都是自己人 通天是我师职 还有你吗 现在算半个自己人 不用担心 巫族的元神始终是个问题 看来我得想个办法把你们的元神弄出来 特别是后途你 你比较重要 因为你是巫族第一个成圣之人 具体事情我回头再跟你说 巫神大人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是巫族第一个成圣之人 还有我们巫族 也可以拥有元神吗 巫族竟也能成圣 不是说没有红猛紫七 无法成圣吗 大到三千 殊途同归 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 好了 有什么好惊讶的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们走 回巫族 这是一盘大旗 我作为直骑者 我得多做一些准备 红军那老头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合到成功 实力大涨 到时可得给他一个惊喜 师叔 我就不跟你去巫族了 我得先回师门那处理红猛紫气 顺便带女娲去找我师父他们 去吧去吧 有事就来巫族找我 我给你摆平 多谢师叔 我们也走吧 我滴乖乖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不用鸿蒙紫气也能成圣 还有那个什么巫神大人 实力明显笔尖道祖 还有通天他师父 一看就是大能 若是我也有幸得到指点 就算不能成圣 实力能堪比圣人 我哪还用得着 躲在我的邪海里面 拼了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麻烦通天师兄带路了 不麻烦 这本来就是师父交代下来的任务 本来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没想到女娲你先问来了 也算是我成了你一份情 日后若是有我通天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办得到 通天师兄说笑了 只是不知道前辈他们找我是为何事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叶师叔他只跟我讲了你事关人道 其余没跟我说 有一点值得一提 叶师叔说的特别认真 很重视你 眼神之中还有一点惋惜 他们通晓古今未来 如果我猜得不错 师父他们知道你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想做出改变 就如同我一样 我想摆脱自身被人安排的命运 所以才有了如今的我 通晓古今未来 当真是前辈大能 只是人道到底是什么 人 人道 人 是不是心生感应 心中的迷雾消散了一点 不错 看来我这一次选择还是挺正确的 我已经隐约感应到了我的成圣之机 在人这一字上 前面就是了 我们加快一点步伐吧 三言两语就能知道成圣之机 如此大能 这波不亏 我一定要寻到这机缘 大佬 你们在哪里啊 我唐三好想你们 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好多妖怪 实力也比我厉害 你在嘀咕什么呢 便以为我没听到 说得好像你自己不是咬怪似的 亦可不知道什么品种的杂草 给我好好看好南铁门 不然小心我揍你 是 大人 我一定看好这大门 如今正是我要听用人之机 你能看这南铁门是你莫大的福分 等我们有地大人同意洪荒 你就等个享福吧 知道了吗 哼 我唐三真的是太难了 好不如一思一把 到了这里又便下水到了 前辈 我的鸿蒙紫器 女娲不用着急 这鸿蒙紫器我真看不上眼 若你听我说完 这鸿蒙紫器你还想要回 我二话不说 这鸿蒙紫器我还给你 另外把通天的紫器也给你 多谢师叔帮我把鸿蒙紫器抽出 既然如此 我就听前辈说一番 若是不能让我幸福 这紫器还请还我 这是自然 在这之前 我先问女娲娘娘 如今你贵为妖族妖皇 在面对自己的孩子 遇到妖族之人残害之时 你可会出手相救 自是会救 自己的孩子 就像自己的骨肉 岂有割入之理 若是你成千上万的孩子 遭受妖族大规模杀害 同时你的老师红军 包括天道也出手拦住你 你可会拼了命相救 这我不知道 还有前辈说的应该不可能发生吧 我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 相信你已经感应到了你的成圣之机了吧 人就是你的孩子 按照历史轨迹 在这不久之后 女娲捏土造人 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种族 人族 女娲娘娘 你也凭借此机遇 天降功德 一举成为圣人 只不过是天道圣人 而非人道之主 盘古大神开辟出 洪荒世界后 本应有天地人 三道共同管理洪荒 天便是天道 只是现在的天道 有了私心 像一家独大 算计了地道跟人道 女娲娘娘 你本应该成为人道之主 与道祖红军同位 而红军却算计了你 让你成为他的弟子 自降身份 低人一等 变成了天道圣人 如同傀儡一般的天道圣人 女娲娘娘 你成圣 又何须鸿蒙子气 光是这造人功德 就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数字 因为人族 是洪荒里唯一的天地主角 历经万劫 也能生存下去的种族 前辈如何证明 你所说的是真的 哪怕我心生感应 这人族是我成圣之机 我第一次看到 师叔发这么大的火 证明 我告诉你 我本人就是证明 我就是那一万万人族之一 师叔你 女娲她 还请师叔留守 换过女娲 通天答应过她 不会害她性命 放心 我若是想杀她 她早就死了 女娲 我敬你是我人族之母 但在你成为天道圣人后 对我人族生而不养 我想替我人族质问你一句 你可知 在巫妖亮节决战之前 妖族大肆杀害你的孩子 就是人族 炼之图乌剑 上千乃至于上亿万人族 死于妖族之手 而你却因为天道圣人 对我人族不管不顾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有难言之隐 还是本心所知 但这却是实打实的不管 难道前辈所说的 真的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吗 我的孩子遭受我妖族杀害 这么多的生命 天道真的不管吗 天道不是不管 而是在帮忙 打压人道 打压女娲你啊 现在你还不醒悟吗 女娲娘娘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的哥哥 福西 会在巫妖亮节的最后死去 从而转世投胎 成为人族之一 最后成为人族天皇 他原本应该成为人道圣人 但却是因为你 也因为人道被打压 最终只不准胜圆满 永困火云动 从此不见天日 前辈是说 我哥哥福西也被天道算计 更是因为我的原因被囚禁 不错 其实你哥哥福西 在巫妖亮节陨落 转世为人族 是他的机缘 最后却变成了劫难 跟后土一样 你哥哥永困火云动 后土成圣永困 六道轮回 在下一个亮节后 天道从此一家独大 可恶 红军他居然如此算计我 还有我哥哥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凡生灵都有私心 天道 红军也不会例外 女娲娘娘 我说这么多 也是有私心 因为我想为我人族 重新开出一条道 人定胜天 不应该供别人算计 这样 我小原子 还有几位 你没见过的 都是从后天人族修炼上来的 人 本就潜力无限 女娲娘娘 你对我人族付出 我人族日后 肯定也会回报你 现在你还想要回鸿蒙紫气 做回天道圣人 我不拦你 这两团鸿蒙紫气 你也拿走 日后 就算你创造出人族 我也会拼着修为倒退 与你划清界限 所以 女娲娘娘 请选择吧 女娲师妹 我也正因为看清日后之事 才选择了混元这条路 其实 在巫妖亮节后的下一个亮节 就是风神大节 乃是我通天与原始两教的大节 我的结局 我的命运 我不接受 所以我势必要斗争到底 在得知自身命运 不是选择接受 而是选择斗争 不正是我被修饰应该做的吗 哪怕是陨落 哪怕是艰险 也义无反顾 我女娲也不想被人算计 更不想做傀儡 这鸿蒙紫气 我不要了 我不想做天道圣人 甚至是傀儡 恳请前辈收我为徒 我想与通天师兄一样 斗争到底 很好 女娲娘娘 你没有让我失望 只是你贵为我人族之母 我何德何能收下你 做你师父 但是我愿做你的启蒙老师 你可愿意 愿意 学生女娲见过老师 你既已做我学生 老师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现传 吞天神宫 与珠仙四剑 放心 我这珠仙四剑 并不是通天手里那一套 多谢老师 功法修炼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 自身造化法则的领悟 这也是你自身要走的道路 这段时间就在我这里闭关修炼吧 再到合适的时机 再去捏土道人 成为人道之主 恭喜女娲师妹 带你成圣 我也该立节教 为日后做准备了 明和小可爱 你记住我的门规 只有三个 对元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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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了吗 还有我传你的三人法则 那可是 我独创法则 如果不是元凶 我都不扯的 传给你 是 键盘侠师傅 我一定好好参悟 师傅果然厉害 竟然能从三千法则中 再创造出一种法则 我明和 一定不会辜负师傅 明和提升的挺快 已经能从之前的几秒 坚持到十多秒了 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巫族能否拥有元神 就看今天的了 巫神大人 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谁敢说一个巫子 已经给我滚了巫族 后头 你可准备好了 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 我也预想不到 尽管放手去做吧 巫神大人 贵龙巫族 我后头一不容辞 后头妹妹别怕 你后面还有你的十一个哥哥呢 相信巫神大人 相信自己 好 那我就开始了 放开心神 后头 还有你们 他话自赠 大胆巫族不可有元神 这是定数 后头妹妹 你怎么样 可恶 这是天道出手了吗 难道我巫族真的无法拥有元神吗 巫神大人 实在不行就算了吧 我不能眼看着后头妹妹受伤 这刁猫天道 有本事出来 看你祝容爷爷不打烂你 还记得我教过你们什么吗 天要阻我 我便腻了这天 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后头坚持住 你们其他人开启十二刀天神煞大阵 为后头护法 这天道交给我 好 十二刀天神煞大阵 区区蝼蚁 妄想逆天 可笑 蝼蚁 没有谁可以主宰谁 就算是天道 也不能 今日 我便要为巫族 跑回这一线生机 你拦不住 我说的 有了些许实力 也敢口出谎言 这里可是洪荒 我乃是天道 这里是我的主场 小打小闹也就算了 巫族不可有缘神 这是大事 谁都改变不了 所以他们就只能被你算计 最后等死吗 大道物识 天眼四十九 顿举其一 你虽掌权四十九 但那一线生机 你管不到吧 巫族成不了这天地主角 这是定术 他们注定要消散 在这洪荒之中 我作为天道 维护天地运转 还没有我管不到的地方 谁想改变定术 便是此 就此罢手 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否则 就别怪我动用世界之力了 只要你们安分 我便不会出手 你说这话 我可不可以认为你害怕了 天道也会怕的吗 哼 不知所谓 小信天道 其罪当诸 天道之力 世界之力 天诛 这是哪里来的变数 有如此实力 我大部分力量还在留在红军身上 让他合到 也罢 就把他交给红军处理吧 只要最后的结局不变 这一切也还是定术 竟然就这么走了 看来往后只怕会更加危险了 这蝴蝶的翅膀就让我看看能扇起多大的风 太好了 我拥有元神了 哥哥 巫神大人 我们成功了 那就好 巫神大人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没事 就是刚才对战天道 有点力竭了 我休息一段时间就好 我有点饿了 快去给我准备十几只大肥鸡 让我吃个饱 参悟者鸿蒙子季已经千年 始终不得进展 难道是我红云浮原不够 浮原不够 那就一定是好事做的不够多 我红云得出去 走动走动 多扶老奶奶 过马路 多帮小朋友感受世间温暖 相信之后 一定能参悟这鸿蒙子季 红云 你要出去 我的好朋友 这千年时间 参悟这鸿蒙子季 始终不得进展 所以我决定出去 多做几件好事 再回来继续参悟 不行 你不能出去 你得待在我这里才安全 在我这武装观 这洪荒之中 谁都动不了你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无妨 我红云的好朋友就是多 相信不会有人想要害我的 我出去做几件好事就回来 道友放心 我一以绝 不用多说了 哎 这红云就是太善良了 不知道人心险恶 希望他平安无事吧 不然我拼着引爆帝叔 也要为红云报仇 报 报 要帝大人 要帝大人 红云已出武装观 也没有回他的火云动 不知道他要前去哪里 管他去哪里 只要不是在武装观 那就是死路一条 太医 空鹏 我们的机会来了 等了这么久 机会终于来了 红云 我看你这次还不死 红云一死 我立马化身本体 拿走鸿蒙 子气 直接飞回北海 哼 届时再想办法 一举成圣 只是 如果镇元子前来阻拦 我们该如何 太医 你的中防 中攻防疫体 就要你前去武装观 拦住镇元子 只需拦住他就好 无需与他相亲 他的递书 也很是麻烦 好 大哥 我知道了 这阵元子就交给我吧 事不宜迟 我们立马平身 哪里来的杂草药 看个大门 都没眼力尽 没看到 我跟大哥在商讨药室 还挡在中间碍眼 扣工资 必须扣工资 还有叫人加强培训 提高专业素质 培训费记得出已经 总不能什么都要我 腰亭掏钱吧 不是说 看大门的时候 不管谁来 动都不能动一下吗 我寻思着 我也没动啊 我不动你们 就不能绕一让吗 大佬 我好想你们 哪怕是 十大佬拉去加强训练 我也不想 待在这里 看大门了 我堂三 真的是太难了 迟早有一天 我要踢回去 直线肉 拯救红云 可外出活动一次 居然还能外出活动 难得的机会 对了 难不成这大钻石 是想让我收红云为徒 不过也正好检验一下 我突破大罗后的实力 在原有的世界里 因为天道的原因 只能指负大罗 现在 嘿嘿 搞事 搞事 小草啊 你一个草 在这里 孤步孤单啊 要不要 我帮你找一个道理啊 你要是不说话的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哈 不必客气 小草 我红云 就喜欢助草为乐 我这就带你去找一个道理 红云 叫出鸿蒙仔细 然后还请用杰弗斯 红云 我看你这次哪里逃 紫霄公自己让座也就算了 还把我带上 让我把机缘拱手让人 这因果 今日必须算清 紫霄公喊你让座的 可不止我一个人 况且给人让座 是一种美德 昆蓬 其实说白了 你就是想要我的鸿蒙子继 我红云也不傻 既然如此 红云 那就请你再做一次好人 把鸿蒙子继交出来 然后还请 红云 我也不想杀你 但是皮肤无罪 怀必其罪 这红云子继 已把握 还见 红云倒有 应急复死 这红云子继 是他自己选择了我 凭什么说我把握不住 我红云平日行善既得 自认为可没有得罪过你们 你们却因为这鸿蒙子继 想要杀我 你们自己无缘 就想要抢杀 你们这么做 日后必遭天谴 天谴 红云 是该说你傻呢 还是该说你脑子有问题呢 洪荒世界 本就弱肉强食 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也就你这老好人会相信天谴这句话 傻傻的相信这世界都是好人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 做好事也是错误的吗 好了 红云你该复死了 另外再告诉你一句 这原子可不会来了 所以别妄想有人能来救你了 看来你们今日是做足了准备啊 但是就算是这样 你们就以为我红云好欺负吗 不好 这是红云的气息 他遇到危险了 太医 你来这里做什么 给我让开 这原子道友 距离上次此消功一别 甚是想念 我是来找你许解 顺便与道友论道 交换一下修炼心得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 给我让开 红云要是出了事 我把你腰亭翻个底朝天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就非得做些什么 红云道友他 我们宝爱 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害他 你不让是吧 那我们就做过一场 我拿着你的尸体去救红云 想不到我红云一生好事作敬 到最后进落得如此下场 当真可恶 可恨 就因为这鸿蒙子气 就要把我置于死地 多说无欲 红云应劫富死吧 谁让你拿了 本不该属于你的鸿蒙子气 这可不是谁都能拿的 这本是我的成圣机缘 没想到最后竟变成我的死结 难道是天要往我红云 哼 既然如此 我红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想要红蒙子气 下辈子吧 别动不动就自暴 珍惜一下自己的生命不好吗 接下来交给我就好 这人是谁 一个响指就化解了 我跟昆蓬的鸿鸡洪荒里 怎么没听说过此人 难不成是掩饰大能 阁下是谁 无奈妖亭妖帝地君 还请阁下不要插手此事 事后我帝君定有重心 何来我妖亭妖 在下散修丽飞鱼 这红云我就定了 还请两位道友给我一个面子 就此散去 红云多谢丽飞鱼 前辈救命之恩 我管你是谁 这红云今天必须死 这么说阁下是要跟我帝君过 那我倒想看看 阁下哪里来这么大的紧性 我的手下就像红云 这阵法是什么时候 现在知道我凭什么了吗 可恶 一是大意 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固执的阵法 但是就这还不够紧张 这鸿蒙紫气我实在 前辈小心 这是帝君的混元和洛大针 大针一起 现在的帝君只怕已经有了圣人之能 红云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只是我不能让前辈因为我丢了性命 前辈快走吧 红云来世再报答前辈 无妨 其实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准圣 红云你有点小看我了 我来此地可不是单单来救你一命的 我还有一件事情 红云 你可愿拜我为师 我本来只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与你们相处 换来的却是你们的轻视 那么既然如此 我就告诉你们 我的另一个名字 无奈时间盗族 他也是盗族 岂不是说他也是圣人 不好我得跑 昏成这代小鬼 难成大事 看来我得重新定义他在我妖庭的地位 我身为妖族皇者 但无所畏惧 今日我就以准圣之能 可以会员和洛大针 挑战一下你这般 不是谁 你倒是有几分胆色 只不过你的实力 他有待提高 红云 我再问一遍 你可愿拜我为师 愿意 红云能被前辈看中 是红云的补分 红云拜见师父 红云 你没事吧 这帝君有没有对你 本位呀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没事 得我师父想救 我已经没事了 多谢前辈出手救我朋友 频道振元子 见过前辈 无妨 举手之劳 大哥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对不起 我没能拦住振元子 他要引爆地珠 这因果太大 只是大哥你怎么会 我没事 你能挡住一会振元子 已经做了 不错了 只是这红云 你也不该觉得 没这前辈相见 他都会引流 太医 我们实力不够 这次也只能认了 我知道了 大哥 只是这昏旁呢 我终于合到成功 在这洪荒之中 还有谁是我的对手 哼 时候 之前你让我丢掉的面 我要一个个的找回来 不过不急 让我先看看 天定六圣现在如何 频道好不容易找到的接盘响 你 你就这么给老子嘎了 我猩猩你个叉叉 该死的也怪频道 光顾着河道 想着你应该没这么大乱 可恶可恶 当务之急 先把这俩二货复活 你个蛋蛋 他们虽然无耻了 但试问这么好的接盘响哪里找 也还好没死太监 不然这代价太大了 不要杀我们 老师 你怎么在这 我把你们复活的 你说我怎么在这 多谢老师将我们复活 也肯求老师出手 将那个什么巫神大人清理掉 他太残暴了 是啊 老师 我师兄弟实力太低 打不过他 求老师出手 好了 你们掀起来吧 别抱我大腿了 这便是我自会解决 你们回去 尽快参悟鸿蒙紫气成声 提升实力才是正途 好的老师 我知道了 只是老师 我们西方实在是太过平衡 分宝岩的法宝 我师兄二人 一个都没拿到 不知道老师身上 还有没有不用的法宝 可以用 好尽快提升实力 是啊是啊 老师 有没有不用的法宝 或者宝贝啊 可怜可怜 我师兄弟吧 你们两个立马从我眼前消失 不然我打到你们是都拉不出来 哼 两个烦骨仔 我救他俩干嘛 来气自己 我丢你罗马 算了 让我看看这时候再做什么 顺便找场 公公啊 一看你的觉悟就不行 你看我 因为巫神大人烤食物 是我的荣幸 你这一脸害羞尽是什么鬼 跟我打架的时候 你不是很猛的吗 这太羞耻了 怎么巫神大人还喜欢水煮鱼啊 都怪大哥 抓鸡就算了 还抓了一条鱼回来 这下好了 我也得跟你这憨憨一起 你俩在嘀咕什么呢 还不快给我弄食物 知道我给你们十二个人 弄元神有多累吗 巫神大人还想吃什么 我让大哥再抓一些回 天上飞的 地上泵的 水里游的 只要是活的 能动的都抓回来 我这人唯一的优点就是不挑食 红军 你这老头 怎么还喜欢偷窥别人 来我这里是想起来送我混沌至宝了吗 倒有好雅致 顺走我的宝贝就算 还杀我弟子 真因果 倒有想如何解决 怎么回事 后途怎么会有了元神 他不是还没以身化轮火吗 等我 十二祖屋全部都有了元神 都是倒有你做的 怎么回事 天道没管吗 巫族可是不能拥有元神 都是我做的 我还和天道打了一架 红军 你已经和道了 怎么 咱们两个要不要再来打一架 你还和天道打了一架 然后天道默许让巫族有元神了 我猩猩个叉叉 天道你坑 天道你坑我 红军你说你都一把年纪了 付这么多血不好吧 会不会得心脏病啊 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 倒有别说了 我想静静 倒有你好 慢慢吃 倒有再见 这红军假的吧 都和道了还这么怂啊 话说静静是谁 他养的小妾吗 没想到这老头爱这一口 看不出来 巫神大人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静静 什么小妾 刚才红军那老头来这里偷窥我们 但是现在好像有急事 说了一句他想静静了 然后就跑了 对了 后土 我的兽奶都装满了吗 一失足成千古恨 感觉有蚂蚁在身上爬 天道 你这不是在给我增加难度吗 看看红云吧 这会应该已经应结了吧 我也该把那团鸿蒙紫气收回来了 时间到走 时间魔神 我猩猩的叉叉 时辰他不是已经隐落了吗 不对 差点就陷入五圈了 会时间法则的不一定就是时辰那家伙 等等 那岂不是说 这又是一个变数 还 还认识时候那混淆 这里就是我的住所了 红云 镇原子 重新认识一下 我本名叫韩丽 一回我带你们去见几个人 你们遇到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只是师父 在外面 你为什么说自己叫丽飞羽呢 你这不是骗人吗 飞也飞也 丽飞羽自然也是我的名字 行走洪荒 多一个名字 也多一个保障 一切都要以自身安全为上 没有绝对的把握 一定不能出手 红云啊 这是为师教给你的第一课 哦 是 师父 徒儿一定铭记于心 哟 老六 你回来了呀 还把红云跟镇原子带回来了 可以可以 萧伙伙 你来得正好 也省得我去找你了 洪荒具体事件 你了解得比我清楚 还是你来跟他们说吧 我就先去修炼了 红云 事后有修炼难题 可以来找我 我知道了 师父 红云见过师叔 任原子见过前辈 不必拘束 随意就好 红云 此次生死大劫 若是没有丽飞羽 这老六出手 你可知你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不是我师父 只怕现在的我已经英节云落了吧 不错 但你可知 从你紫霄公让座的那一刻 你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其实这次围攻你的人力 本应还有接引准题二人 但是因为浩哥的原因 被斩杀 所以你这次才只是遇到 帝君太义 还有昆鹏三人 怎么会 他们欠我这让座的英国 就足以让他们不能对我动手 他们怎么敢 确实 他们不能直接对你动手 但是这可是让座成圣的英国 六个仆团 代表的是六个圣位 如果他们成圣 这英国他们根本无力偿还 所以 他们才想灭掉你 还有他们根本不用对你出手 只需拖住镇原子 把你交给帝君他们就好 还有红军这老家伙 把红蒙紫气给了你 让你变成鱼肉 等人吃掉 也就你这老好人傻傻的相信 是红蒙紫气自己选择了你 换一句话来说 让座尚有一线生机 但红蒙紫气 就注定了你的结局 所以我红云根本就没有成圣的纪元 对吗 师叔 不错 如果你按照红军给的路子 你永远不可能成圣 因为斩三师之法重要部分 红军之字未讲 但是这样 并不是说你能就达到不了圣人的高度 还有镇原子你也是 守着一座刷功德的神器 却不懂得运用 活该你永远只是一个转圣 前辈说的莫不是帝叔 没错 正是你的帝叔 没错 正是你的帝叔 帝叔可不仅仅是洪荒的大帝胎魔 防御极强 更是地道的一部分 更能知道洪荒山川河脉的具体信息 只是光知道这山川河脉信息又有什么用 所以才说你永远只能是一个转圣 你往深处的下洪荒开辟之初 这洪荒大帝的土地 山川都是自然形成的 很多地方的地脉更是没人去梳理 若是你能利用帝叔去梳理这洪荒地脉 增强洪荒大帝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西方那边 从盗魔之争结束后 西方地脉毁坏严重 有些地方更是滴水不出 干旱至此 利用帝叔去修复它 让西方重新拥有树木 河流 这可是天道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 能不降下功德吗 对啊 听前辈一席话 原来如此大的机缘就在我的眼前 可我却一点都看不到 只是如果去帮西方梳理地脉 不是在殿下的加强基因准提他们吗 你看你 格局又小了吧 你去梳理西方地脉 你就是西方的大安人 这还只是西方的 之后就算是天道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还要攻着你 等他俩成圣之后 他们还是天道圣人 他们也要跟天道一样 把你当爸爸一样攻着 那岂不是说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键盘侠 不许动 现在的你可逃不掉 你已经被我压在墙上了 元兄 你这样太霸道了 我 我听你的就是了 女娃 通天 你俩已经混元金鲜圆满 只差一步 便是混元大罗 是时候去做 你们该做的事情了 多谢师父师叔的教导 等通天度过劫难 就回来孝敬师父师叔 老师 女娃也是 等女娃回来 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临走前让我看看 你们的具体实力 可别到时候 要让我跟叶哥出手救你们 用你们最强的一招吧 那师父小心了 光谷混元建局 师叔小心了 吞天神怪 不错不错 你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遇到圣人 也有一战之力了 还没完呢 师叔 吞天神怪 造化法则 叶哥 你这老六 这招是你教的吧 若是不注意 一步留神就会吃亏 小原子 你可不要瞎说 我做事光明磊落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让女娃 多参悟造化法则而已 老师说的不错 这只是造化法则的一种运用而已 师父还是这么厉害 都没能让师父动勇修为 好了 不与你们争论了 吞天 女娃你们走吧 看到你们这样 我也放心了 师父 再见 等我回来 老师再见 我的心好累 罢了 红鱼没死就没死吧 让我看看女娃开始造人了没 这会总不会再出意外了吧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女娃造人总不会再出意外了吧 让我看看她进展如何了 怎么回事 女娃不再洪荒了 那她去哪了 为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就不信 我红军会脸背到这种程度 不在这里 也不在这里 刚与通天师兄分别 我也该去布州山下捏土造人了 只是不知道 道士红军他会不会出手拦住我造人呢 但他似乎拦不住吧 就这里了吧 环境挺不错的 适合生存 离我的住所也不远 关键听说十号师叔也在附近 若是真有人来捣乱 相信十号师叔一定不会不管的 原来在这里 让我一顿豪爪 布州山下 不错不错 已经开始捏土造人了 比我预期还要早上不少 不愧是我的弟子 这五星就是好 大道在上 今日女娲捏土造人 为这洪荒天增一种族 名为人族 望大道见之 大哥 大英到了吗 这是女娲的气息 还有这股无与伦比的功能 只怕女娲今日要成就胜 很好 女娲是个妖族妖皇 今日我妖族也有神人 作证 我看谁还敢挑衅我们 没想到竟然是女娲师妹 先我们一步成圣 只是这功德未免太大了 这人族究竟有何玄妙 不过是造出来的种族而已 可比不了我等盘古正宗 二弟 我突然心生感应 或许我的成圣机缘 就在这人族 我需要外出一趟 师兄 这人族竟然能让天岛 降下这么大的攻击 岂不是说 这人族无人身后 我一眼就能看出 这人族与我西方有缘 师弟 一挥我的前去 动画他们 在我西方 后头 让巫族全族上下去 接纳女娲创造出来的种族 保护好他们 不错不错 不愧是未来的天地主角 这功德很好 等等 刚才女娲是不是以大道启示的 我猩猩的叉叉 板上钉钉的事情都能没了 女娲你给我助手 重新给我以天道启示 红军 你觉得可能吗 还有 你敢对现在的我出手吗 女娲 我是你老师 我让你助手 你就得助手 难不成你想违抗师母 违抗天意 不好意思 我没你这样的老师 相信不用我多说 你也清楚 你我根本没有师徒因果 我也无需听你的 可恶 又是变数 这我真忍不了了 人族如此大的器语 我不可能看着他 从我眼前溜走 那就别怪我了 女娲 今日你必须以天道启示 也必须还是我的学生 不然死 今日谁都动不了女娲 我说的 还想分我人足气韵 做梦 女娲 你继续 有我在 你放心 不动 事后 又是你 怎么什么事情都要跟我过不去 自从我合到成功 老子拖了多少次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变数 天道之力 容 舍得用出全力了吗 来吧 怕你不成 女娲 你就给我专心造人 是 师叔 我红军招你惹你了吗 你总是来破坏我的好事 我对你反一直是一理相待 我就是看不惯你算计他人 把这洪荒搞得面目全非 做事可不能只想着你自己 红军 贫道这么做也是为了洪荒变得更好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 今日我就索性一起把你们这些变数消除 红军 你个糟老头 居然连同天道已夺打赏 你还要不要脸 我累 脸才几个钱 看到你吃疙瘩我就开心 别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 天道罢了 你这叫太洁切了 少啰嗦 实则生变 尽快阻止女娲以大道启示造人 我只能拦住大道誓言一会 否则大道来了 你我都阻止不了了 人道必须一直沉睡 无名女娲 无名女娲 你们名为人 故为人族 见过女娲娘娘 见过人族之母 多谢娘娘赐予我等生命 今日起 你们便在这洪荒之中繁衍生息 切记不可作恶 是 谨遵娘娘之命 大道在上 今日女娲自此脱离妖族 从此再无妖族妖皇女娲 只有人族之母女娲 以今日三成造人功德 唤醒洪荒人道 望大道见之 女娲 我妖族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为何脱离我妖族 没错 女娲 自你做了我妖族妖皇 我们可不曾做过对不起你之事 向我妖婷契运多年 你一句誓言 就要脱离我妖族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妹妹 你可知你在做什么 自然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像这样清醒过 哥哥 今日 谁都拦不住我要做的事情 哥哥 我就问你一句 你帮不帮我 如果你敢说一个不字 我就把你关小黑屋里面 啪啪啪 妹妹 我帮你就是了 你别关我小黑屋 谁让你是我妹妹呢 那就好 你帮我拦住地军 太义他们 别让他们妨碍我做事 两位妖地大人 对不住了 还请不要阻止我妹妹 不好 女娲再唤醒人到了 别留守了红军 我已经全定 这混小子怎么越打越强 可恶 造化玉影 红军天道来战个痛快 你们两个想成圣王 想的话去阻止女王 适合我帮你们 盗族 你说的可是真的 这是自然 我已是天道 自是不会骗你 好 盗族吩咐 帝君自然不敢为道 太医 动手 妹妹你只管放心 有哥哥在 谁都不能伤害你 天道之力 世界压制 在这洪荒之中 违抗天异者 死 太出天洁见绝 你竟然能让我这一句化身受伤 不过也只是受伤罢了 想灭掉我 除非把这洪荒毁掉 但是你不会天罚施令 真是麻烦 你们这些变数究竟是哪里来的 你拍一 我拍一 红军抓来打回击 你挨二 我挨二 红军用来当猪拍 你拍三 我拍三 红军打完呼吸打小机 二位能不能别拍 老道 老道我要被转移 当然不行了 这么好玩的事情 怎么能说停就停 还有你前面是怎么以多打少的 现在你知道错了吗 你拍四 我拍四 红军从此不识字 你拍五 我拍五 红军我腿都打得 多谢大道与人道 今日起 我便是人道道祖 与道祖红军同位 万年内 任何生灵不得进犯人族 围着死 见过圣人 见过圣人 多谢女娲娘娘 厚土 哥哥 不必如此多礼 若是没有你们相助 只怕我唤醒不了人道 也成就不了人道道祖 帝君 太医 你们二人见到本宫不行礼吗 见过女娲圣人 你们两个 前面是想阻止我成圣的 是吧 我不敢 不敢 女娲圣人 都是误会 看着你是我妖庭 蛙皇的份上 别给我兄弟二人 我已不是妖族蛙皇 现在是人道道祖 希望你们二人 不要叫错了 但看在曾经的份上 你们走吧 从此我与你们英国两清 多谢女娲圣人 只是帝君都在想问圣人 我妖庭 今日之前 何曾作误 对不起圣人之事 境怒的圣人 要脱离我妖族 自然是没有 但不代表未来不会 帝君 在那一日到来之前 我不会为难你 同时也希望你别来招惹我 另外再给你一句忠告 回你的太阳星勇逝不出 或许你还有一线生机 女娲这话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会 别落不成 笑话 我帝君天生的皇者 尤其是这本人 看来事后已去寻找 我与太医必须成功 多谢圣人的诅告 我兄弟二人就先走了 来日再登门道歉 帝君太医 生路我已经给你们了 若是日后你们敢做出那事 就别怪我了 怎么就跑了呢 你忠容爷爷 还有这么多宝贝没大呢 可恶 还是迟了 也罢 来日再想办法压制回人道 哎呀 一步小心用力过头了 十号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 看来女娲是成功了 正好打累了 回去吃烤鸡 喝冰送奶去了 十号 去嘎吧 浩天 你说老爷是不是生气了呀 我第一次见他这样 姚池 你不懂就别乱说 老爷他已经是道祖级别 怎么会随意动路 依我看 老爷分明 是在修炼一种特别厉害的法术 原来如此 不愧是老爷就是厉害 想成功 先发疯 红军 我很看好你 相信你一定能从失败之中走出来 看样子女娲师妹已经晋升圣人 惯醒了人道 也成就了人道道祖 我也得加快速度了 尽早发展自己的结效 为封神做准备 看样子 这里便是那金蝶岛了 果然是洞天福地 灵气浓郁不说 这岛上的机缘也是不少 是时候了 大道赛上 今日我通天遇见一教 明结教 所谓大道五十 天眼四十九 而顿去其一 结教的教义就是 截取这一线生机 为众生谋录 望大道见之 这是通天 怎么会 这波动 难道他也要成就胜来了吗 看样子 三帝他要成就圣人了 只是不知道 我的成圣机缘在哪 冥冥之中有一团迷雾 想要掀开 还差一个契机 继续游历吧 老爷爷 你好 我可否跟着你一起游历 可恶 这通天凭什么能比我先成圣 师兄 要不咱们先别招宝贝跟蛙人了 回去迷山参舞鸿蒙紫气吧 与蛙通天先后成圣 万一他俩来 或者西方找我们麻烦 我们挡不住啊 师弟言之有理 我们快回去参舞鸿蒙紫气 早日成圣才是正日 往大道建局 大道 又是大道誓言 我 我兴起个叉叉 不过还好 你没有合适的镇教法法 只要你用诸仙剑镇来镇压结教气 那 这一切都还在计划之中 再以创世青莲镇压我结教气韵 结教力 创 创世青莲 混沌之宝 还是完整的 我 天道爸爸 我不想玩了 这太难了 要不你让我脱离天道 跑路吧 别慌 只要天道圣人全部回位 我在洪荒的权柄便能进一步解锁 你的实力也能得到质的提升 届时 放眼洪荒将在无人是你的对手 但是天道爸爸 你是不是忘了 原定的天道六圣 有女娃跟童天 我再去哪里找两个大器人军 帝君 太一 既然变数太多 那就让两节升级 让两节帮我们清理掉变数 结教力 虽然是大道功德成就圣人 但这并非我所想 我通天须一步一个脚印 我要靠自己的实力成就混元大罗 修为压缩 师父教的修为压缩之法果然玄妙 修为虽然下降到半步混元大罗 但是一身的气息却是比之前还要浑厚 相信等我再度晋升混元大罗 实力只会更加厉害 无乃节教通天教主 凡洪荒生灵 皆有一线生机 凡有缘者 皆可来我金别岛求道 通过心性考验 即可入我门下 多宝见过通天教主 恳请教主收我入节教 我定当竭尽全力 为节教鞠躬精粹 此而后已 净是多宝 果然如师叔所说 我第一个弟子叫多宝 如果不是我封神战败 被困子消宫 多宝应该也不至于转入西方 被那两兔子蛊惑 可为如来吧 凡天地生灵 皆可来我节教 多宝 你既是第一个前来 通过心性考验 你便是我门下第一大弟子 你可有信心 多谢教主 多宝自然有信心 金灵 无当 归灵 见过通天教主 妈 妹妹 你让我建立人教 让我来教化人族 这样做不好吧 你不是说 这是太清老子的成圣机缘吗 我抢了 盗祖红军 不会掌医我的麻烦吗 哥哥 你怕个屁 我现在是人道盗祖 与红军同位 他可不敢对我怎么样 还有太清老子 在我人族建立人教后 传授的金丹大道 限制了我人族天赋 就相当于限制了我 之后就一直享受 我人族气韵不做事 你觉得我会让他传到人族吗 妹妹 这些都是你老师告诉你的吗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如果我建立人教 抢了太清老子的成圣机缘 我跟他就是死仇了啊 死仇就死仇 我就问你 这功德你要不要 我这还有你的成圣之法 你做不做 变了 妹妹她绝对被她老师教坏了 以前的妹妹是多么的温柔可爱 现在都学会用鞭子打哥哥了 哪有人逼着人抢他人机缘的 虽然说我也想成圣 但是这样成圣 感觉好别扭 我做还不行吗 妹妹的话就是命令 我哪里能不照做 那就好 等时机成熟 我再叫你立教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哥哥你啊 要明白女娲的良苦用心 哥哥 太清老子竟敢在人族立教 就是与妹妹过不去 与妹妹过不去 就是跟我福西过不去 我与太清老子不共戴天 很好 这才是我听话的好哥哥 奇怪 我这修为应该不会感冒的 怎么会打喷嚏呢 可能是这片林子比较凉吧 要不我们休息一下 也好 那就休息一会吧 为何这两条鱼的味道一点都不一样 一条鲜嫩多汁 一条血腥难咽 那是因为一条鱼已经被火烤熟 想办法通过人力生出火来 人族变得一火煮食 以火取暖 躲避妖兽 火 我该如何生火 这条被烤熟的鱼使我捕抓上来 放在一棵树木旁边 再我离开回来不久 这棵树变成了一棵黑树 散发着烧焦的味道 想生火 先要有树木 太好了 我成功了 我以凡人之躯 给我人族带来了世间第一团火 没想到 仅仅只是一团小小的火焰 就能带来这么大的功德 妹妹 你创造的这人族当真玄妙 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这样做 仅族可是洪荒之后 唯一的天地主角 你做的不错 赐鸣 碎人士 仅族当自强不息 望你善用这团火焰 给仅族带来光明 驱逐黑暗 带领仅族新火相传 生生不息 多谢女娲娘娘赐鸣 碎人士一定不忘初心 带领仅族新火相传 赐鸣有潮事 望你始终记住这一刻 带领仅族遮风挡雨 固定居所 不受舍毁荼毒 多谢女娲娘娘 有潮事一定不忘初心 带领仅族建造出更多更好的屋子 赐鸣之一是 创造衣物 给仅族带来温暖 不受寒冷 望你始终如初 区区创造出来的种族 和德何能能天降如此大的功德 可恶 自从三次讲到后 我怎么感觉越来越不顺心 不行 我得早日成圣 挽回我盘古正宗的颜面 反受到了吗 派一 这人族只是生出一个火 就能有如此大的功德之力 我从他们身上嗅到了一丝危险 不过是一楼椅 大哥未免太过谨慎 他们只有部分人先修为 如果不是有女娲 我妖族随便 一个都能将他们抚灭 小心时的万年船 万年时间结束后 派人去适当清理人族 做事要小心 不得让人知道 这是我的意思 我不希望人族 有过多高境界的人出去 一团火 一个房屋 一件衣物 仅让天道降下这么多的功德 人族 不可思议 你也是那人族吧 还记得你跟我游历洪荒多少年了吗 是的 跟着你游历洪荒 已经过了6666年 记得如此清楚 道也聪慧 我问你 你可愿拜我为师 无奈太清老子 到祖红军门下 愿意 弟子拜见师父 很好 既然如此 你便是我门下第一弟子 赐名玄都 玄都多谢师父赐名 如今人族三族已经归位 哥哥 你可以建立人教 教化人族了 好 也不知道这件教功德 能不能让我晋升圣人 应该还不行 不过能让你达到圣人之下 无敌还是可以的 你的成圣机缘 不在这件教功德上 好吧 人道在上 今日我不惜遇见一教 名人教 故以教化人族 唯我教教义 望人道批准 时机已到 我太清老子 当今日成圣 天道在上 今日我太清老子 遇见 今日我福西遇见一教 名人教 故以教化人族 唯我教教义 望人道批准 可恶 福西 你竟然敢抢了我的成圣机缘 你不为人子 住手 福西 你给我停下 不然你我不死不休 放肆 老子 你当本宫不存在吗 发现了一番 心里总算是舒服多了 算时间 老子他也应该要立掉了吧 只要六省归位 我就能单挑事好 届时 洪荒进座耳 为频道执起 人道在上 今日我福西遇见一教 名人教 故以教化人族 唯我教教义 望人道批准 人道誓言 福西见人教 呵呵 小诗 多大点试 频道要心平气候 频道岂是这般容易生气之人 我人个星星叉叉 时候就算了 女娲凭什么如此 女娲 你 这本是我的成圣机缘 我老子可不曾与你结下过因果 为何这般对我 你什么你 见到本宫不行李就算了 还想着加害我哥哥 本宫可是人道道祖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敢直呼我名字 见过女娲圣人 免礼 没什么事你就走吧 本宫还有事情要做 恕不款待 敢问女娲圣人 为何让福西建立人教 你可知这建人教本 是我的成圣机缘 难道你就不怕老师吗 老子 你好大的胆子 敢威胁我 道祖红军来了 也不敢这么对我说话 还有 你别忘了 人族是本宫创造出来的 你想在人族立教 我就得让你立教嘛 问过我了吗 不过也不得不说 你倒是有几分胆色 硬生生吃我一击 还能面不改色 夺人机缘 不共带天 更何况还是成圣机缘 老到今日不得到一个说法 是不罢休 哪怕拼 说法 你也配 老子 我看你是想找死 有意思 后天功德至宝 天地玄黄玲珑塔 配合太极图能抗住我一击 老子 你不愧是三清第一人 不对 现在只剩二清了 但是就这还不够 女王 够了 住手 多谢老师出手帮忙 恳请老师帮我讨一个公道 女王福西抢了本事 我在成圣机缘 我知道 女王 你是圣人 不能再多管洪荒之事 免得生灵涂毯 天道降下惩罚毁了自己 念你是第一次 速去天外天开辟自己的道场 不可再洪荒多留 不懈也停止立教 红军 你凭什么管我 你是天道道祖不错 但我也是人道道祖 还有 太清老子想在我人族立教 于情于理是不是得先问过我同不同意 再者说 何来得抢 谁规定只有老子能立人教 想在我人族传下 限制我人族天赋的金丹大道 你们觉得我会同意你们建教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传人族金丹大道 不对 金丹大道是最适合人族修行的道路 何来得限制 人族修炼金丹大道乃是天地 也是人族必须修炼的道路 女娲 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红荒蜘蛛 还是要靠实力来说话 就拼一缸晋升圣人的修为 斗不过我 好热闹啊 红军 你这糟老头又想做什么坏事 女娲 你放心 有我在 他绝对不敢动 没错 有我家乌神大人在 谁敢动个试试 可恶 这混小子怎么也来了 怎么哪里都有他 还拿着我的蒲团到处跑 是想告诉洪荒所有人 你抢了我的蒲团 我还拿你没办法吗 时候你已经强行改变大事两次了 真就不怕因果缠身 自取灭亡吗 因果 我已经超脱 何来的因果 就算有一切因果信价无身 我又有何惧 大言不惭 这洪荒的因果可不是你能想象的 老师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无稀太已经立叫成功了 太好了 哥哥成功了 果然还是不行 这建交功德无法让我成圣 无妨 哥哥你已经抵达至圣 之后我再告诉你 你的成圣机缘 你们两个还要动手吗 老师 事已成定局 再出手已经无用 更何况还有这混小子在 不行不能再等他们自行参加红萌紫剑 这变数太大 我得尽快拥有与之匹迪的实力 不然巫妖亮节就是一边了 老子 我们走 我还有办法让你成圣 之后来日方长 咱们走着瞧 哼 有巫审大人在救世闯 遇见乔狗随便都能给他两个大笔斗 没得驾打 真是人生寂寞如雪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老师 我应该怎么办 利人叫已被他人抢走 我该如何是好 在人族利叫卡莱 已经是没有机会 利到教吧 给洪荒所有生灵 传下金丹大道 女娲自然没有理由躲拦 所有生灵也包括了人族 人都是自私的 传道知识 给一些人族稍加引导 让他们自愿学习你的金丹大道即可 多谢老师 还是老师聪慧 弟子这就利叫成圣 天道在上 今日我太清老子 遇见一觉 明道教 凡洪荒生灵皆可 入我道教修行 望天道见之 多谢老师助我成圣 无妨 这一切都是为了洪荒 去天外天开辟自己的道场吧 切记不可做逆天之事 是老师 下一个就是原始 我亲自去帮他成圣 免得再出意外 大哥都已经成圣了 没想到我竟然是我们三个之中最后一个 洪天都是因为你 可恶 原始 此时不利产教更百合适 这声音是老师 产教 产教 多谢老师 原始凝误了 天道在上 今日我遇清原始遇见一照 明产教 故以顺天而行 阐述天道 将万物分三六九的 一才教化 为我教教义 凡扶原身后者皆可来我产教 望天道见之 这个总算是没有意外 很好下语 多谢老师 同天 我看你这回拿什么跟我斗 师兄 怎么办 拿到狐猛子气的 就剩我两六成圣了 你们两个 立佛教成圣吧 哦 多谢老师 我就知道 老师一定不会不管我们的 只是 师兄 这一教的气运 似乎只能够支持我两 其中一人成圣 这该如何是好 他们两个烦顾仔在嘀咕什么呢 成圣方法都已经告诉他们了 怎么还没立佛教 师兄 你这个办法是怎么样 只是这样做老师 不会怪罪我们吗 如果老师知道我们的苦衷 一定会体谅我们的 你我兄弟二人同气连枝 要成圣 也是一起成圣 少了谁都不行 所以我们之间绝对不能有割合 师兄 我太感动了 你说的不错 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 奋发图强 一起把我们西方发展的更加辉煌 我丢 这两烦顾仔到底说了什么 怎么还哭上 抱一起了 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吧 应该不管我的事 难不成他俩还有什么奇怪的兴趣 看来以后我得注意一下 好了 乖 别哭了 我们立马 以天道起事 比较成圣的 好的 师兄 听到赛上 今日我敬意 与佛丽玄门 自建一教派 明佛门 以不顾众生 度化世人为心 白世有佛心 有缘之人 皆可助我 我们望天敲剑 脱离玄门 我猩猩的叉叉 那岂不是说 之后的佛教气运 跟我没关系 你俩就算脱离玄门 最后也是要跟天道借功德的 何必多此一举 我算是再一次见识到了你们两个 真是一毛不拔 算了 眼不见 心没进 我也是 自己没事给自己找血图 该去找帝君太医了 这两兔子让他们自生自灭 看着就来起 怎么办师兄 还是差了一点 我们西方真的是太难了 可恶 师弟别灰心 师兄 我还有办法 只是用了这个办法后 我们师兄弟 是怕要更加努力了 什么办法 只要能成圣 什么办法 我不愿意 向天道借去功德 等来日 我们再还上 还能这么操作的吗 不会是师兄 果然机智过人 那是 谁让我们师兄弟 是穿一条裤衩长大的 就算以后这功德还不上 师兄 我还有办法 那就是 再向天道借功德 把之前借的还上 我们也就还是圣人 再借再还 武打的就是一个白票 秀 师兄 你太秀了 师弟我佩服 师弟 事不宜迟 我们快些借举功德成圣吧 天道八晚在上 各位表哥表妹们 大家可不要学习 这西方二圣 随便借软妹 更不要拆东强谷西强 许你可比不上现实 到头来害了自己 同时也要注意 不要相信陌生人 凡是留个心眼 免得被西方二圣 忽悠去了西方 就比如现实的 缅电砸腰子 在转机接引 接连发了四十九道 红运后 天道终于降下了功德 脚渐渐去也 哈哈 太好了师兄 我们终于成就圣人了 虽然只是圣人一重天 但是我们站起来 走 师弟 我们快去东方那边 多挖一点人货 师兄说得对 我们站起来了 走走走 这一切都是为了 红运这两兔子终于走了 我们也可以 黑黑居然借了这么多功德 以后有的他们受了 没错 这两兔子还真是个人才 还在借再还 真当天道是个傻子吗 还有镇原子 你注意点 我现在叫黑云 别叫错了 我已经在这附近 布置了上百个屏蔽阵法 肯定万物已失 我们快干活 很好 又是平安的一天 只要今天过后 领了工资 我就能突破到金仙 我就不用守在这破大门 换岗位了 到时领的工资更多 生活美滋滋 可恶 接言准题 这样的我们成证 真是刷新了我们下去 大哥 你不会也想 借功德成胜吧 先不说 我们有没有鸿蒙子季 再说这天道功德 可不是这么好借的 倘若是还不成 这后果不堪设想 你以为我想了 只是这偌大的妖婷 没有一个圣人坐镇 帝君采一 你二人想成什么 来贫到紫小宫 很好 没注意到我 又可以摸鱼了 上班摸鱼 扣三天工资 天上一天 地上一天 所以后面三年 你的工资都没有了 太医 李俊 见不到 不必多理 我问你们 你们两个想成圣吗 我与太医 自然是想成圣 只有从他 还有方法 让我兄弟二人成圣 我俩若是成圣 一定为盗祖 把守之斩 不错 我与大哥 一定不会背叛盗祖 不用 洪荒之想 天最棒 天道圣人之位 还有两个 这本应该是 女娲根通天的 不过他们两个不想 贫到也不会抢求 我关你兄弟二人 品行不错 天道圣人之位 是为洪荒稳定 维护天道运转 不知道你二人可愿意 多谢道主成全 我兄弟二人 愿意成为天道圣人 维护天道运转 多谢道主 我们有了鸿蒙紫迹 有了成圣至今 只是这功德 我兄弟二人 该如何获取 你们二人 诞生于太阳界 与太阳星相对应 还有太医 这太医星 有二位女神 长血与西河 和你兄弟二人 命令相反 阴阴阳 虽命令相反 但若是结合 不仅能维护洪荒 夜夜交集 遵循自然 四季变化 更是能对你们的 修为主义 不错 你们与长西西 和结为道理 完成天婚 这洪荒天地间的 第一个婚礼 天道会降下功德 祝你们成事 星星的叉叉 这天婚功德 最多让你们 抵达准圣元末 还得让我去 别的地方调来功德 如果不是时候 我何止如此 多谢道祖 道祖 大恩 帝君必定后报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想完成天婚 还需要一件 先天法宝 这先天法宝 便是红袖球 她在女娲身上 以她用红袖球 主持婚礼 功德才能最大化 作为主持婚礼的人 同样也会得到 不少的功德 以这一点为用 相信女娲不会拒绝 好 我兄弟二人 这就去操办 准备完成天婚 成就天道上任 去吧去吧 希望你二人 不要让我失望 这就是那太阴星了吧 果然越靠近这里 心中的那份呼唤 愈加强烈 这果然是属于我的机缘 无太阳星之主 妖族妖婷帝君 前来求见太阴星 二位仙子 恳请二位仙子 出来一见 帝君有礼 妖族帝君 好大的排场 来我太阴星 所为何事 我太阴星 可不曾得罪过你妖婷 帝君见过二位仙子 二位仙子好实力 帝君今日前来 可不是来找麻烦的 二位仙子不要误会 这是在下的见面 还请二位仙子收藏 不知这用极品仙石 做成了棒饱堂 仙子更还喜欢 你倒是有心 说吧 你来我太阴星 所为何事 姐姐不要相信他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就会骗人 谁知道他在打什么坏主意 小妹性子比较直 调皮 还请妖帝 不要介意 自然不会 其实 帝君此次前来 是想邀请二位仙子 加入我妖婷 成为我妖婷妖后 看一看一 阴阳调和 不仅造物洪荒 能不能提示修为 本来我只是想顺应天道前来 修道之人 本应无情 但就在刚才第一次见到二位仙子 帝君的心里就产生了莫名的情愫与紧张心动的感觉 这或许就是喜欢吧 其实就在刚才 我也感应到了我姐妹二人与你之间有一段缘分 只是我们如何相信你所说的话 我可以一天道歧视 证明我的真心 倘若二位仙子还有一位 帝君这次就先行你 但帝君不会放弃 改天独自前来 改见二位仙子 直到二位仙子愿意相信你 等等 妖帝大人可谓是给足了我姐妹二人面子 我们二人心灵相通 就相信妖帝大人一次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条件 二位仙子请讲 无论是什么条件 帝君上高山 向火海也必定多了 不是什么困难的条件 就是以后妖帝大人的全部工资 还请交给我姐妹二人保管 不知妖帝大人可做得到 骇一 来了就别站那么远了 太医见过圣人 女娲娘娘 此次太医前来是想送娘娘 你是来见红袖球 以完成天婚的对吧 而我也会得到不少的功德 娘娘不会是圣人 未不先知 太医恢复 太医前来的确是为天婚与娘领 你的红袖球 太医恳请 娘娘来我邀庭主持天婚 看在昔日 女娲娘娘 为我足腰黄的情意上 太医请求娘娘答应 好 我答应了 天婚之日 我必会到场 主持天婚 那就多谢 答应的这么干脆 会不会有诈 不过你既然答应了 就应该回来 已经谁都不想 无不遭受不必要的英国 女娲太医 你是圣人 想不来直说便是 倘若来了 妖庭可是我们的底盘 届时 道主也会前来 也不怕你酸情成功 那就多谢 女娲娘娘 太医再次谢过 不是在妖庭等候 女娲娘娘 太医还用钥匙 就先行告退 就算我答应又如何 按照你帝君太医的性子 我可不信 你们会邀请巫族 只要你们不邀请巫族 十号师叔 必定会不请自来 大闹天婚 届时 我白嫖功德 还能看一出好戏 岂不美哉 按照老师的话来说 能躺赢 绝不动手 婚礼 有好吃的 一定要情铁吗 厚土 祝容 我们走 吃喜剧 恭迎太清圣人 玉清圣人 通天教主 来参加我大哥的天婚 太医小有客气了 今日你们才是主角 我们是客人 不必拘束 估计的还算可以 至少没落了我圣人的面子 若非老师一定要我等前来 我又起会来参加 你们这披毛带脚之辈的婚礼 既是女娲师妹主持的婚礼 我通天自会前来 哼 通天 你是我们第一个利教的 引发这么大的功德 竟然还只是一个至圣 看样子老师说的不错 混元之路一段 你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地了 我通天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这傀儡圣人 三重天的来说教 通天 你放肆 我可是圣人 傀儡圣人 我会怕你原始 二位还请给我妖婷一个面子 今日是我大哥的天婚 各位好啊 不好意思来晚了一点 今日都能来参加妖婷的天婚 皆是有缘之人 有空来我佛门做作 是啊是啊 都是有缘人 来我佛门做作 喝喝茶也是可以的呀 笑话 谁跟你们佛门有缘 去了还能回来吗 谁不知道你们西方嘴脸 施主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佛门可都是好人啊 施主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阿米豆腐 建国老师 我等拜见到 不必多礼 人差不多都到齐了吧 可以开始添婚了 老板答应我 只要看好了今天大门 就把我被扣的工资还给我 到时我就能突破到金鲜了 不管是谁来都不好使 休想从我这里过去 哼哼 来者止步 看到这四个大字眉 这里禁止入内了 除非有情品 哪里来的杂宝妖 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家乌神大人参加个婚礼 哪里需要情品 实际上的给我滚开 不然我一根手指头拍飞你 不管你乌神 还是乌鸡 今天谁来都不好使 知不知道里面都是什么人 到处红军之道 你敢闹事 下一毛你就得下地狱 我这暴脾气 你这杂草妖 修为不高 怎么就这么嚣张 跟随学的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试试 要不是巫神大人 要我注意文明 我直接拍飞你 说就说 反正你弄不死我 知道错了没 星星叉叉 我越看你这样子 越想打你 你可以打我 但是你打不死我 我唐三不会屈服的 只要我看好这大门 明天我就能突破金仙 谁都不能质疑我的决心 我还要找到我的大佬们 有他们在 谁都欺负不了我 想突破 你没这个机会了 去打吧 星星叉叉 你怎么还没死 你这是什么形态 祝容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怎么在这里停这么久 这里好像也不是天婚现场了 这声音 十号大佬 是你吗 我说是谁叫我名字 原来是小三子啊 你来这洪荒 怎么变成贪大门的呢 大佬 唐三好想你 你不知道我自从来到了这里 每一天都被人欺负 还要被老板扣工资 我太惨了 走 大佬 你不是想进去吗 我带你进去 这邀请我熟得很 小三子啊 看得出来 你憋屈很久了 巫神大人 你认识这个杂草妖 嗯 认识 他是我朋友 就是实力菜了一点 其他都没啥 既然你是巫神大人的朋友 那前面你对着我嚣张的事情 我祝容就不计较了 以后对自己人低调点 对着外人给我使劲的嚣张 就像我现在这样 好的 祝容哥 好了 小三子带路 我们进去吃鞋 好的 大佬 你这杂草妖 你这杂草 不去南天门看着大门 在这里造反 小三子 使劲冲 解决不了的交给我 多谢道祖 多谢各位 能看得起我帝君 来参加我帝君的天婚 他是若是有需要我帝君的地 他也尽管来找我 能坐到遗体屋 若是有猪在不猪的地方 一会我当面赔罪罚酒 帝君 事不宜迟 开始天婚正道 正道 再次多谢女娲娘娘 能来为我帝君主持天婚 我们可以开始了 不必多谢 各取所需罢了 帝君 我问你 你准备好了吗 帝君准备好了 很好 那我们开始吧 帝君 你可愿意迎娶 长熙熙和二位仙子 不管日后经历何种困难 始终如一带他们 不让他们遭受伤害 我愿意 我会始终爱他们 无望初心 天地可见 若是违背 我愿魂下九幽 永世不得朝圣 长熙熙和 你们可愿嫁与帝君 不管他贫苦还是落魄 始终陪着他 不嫌弃他 我愿意 下面有请新郎帝君 新娘长熙熙和 互相交换见证他们爱情 天昏之物 今日我帝君 不仅顺应天道 更是为了心中所爱 能娶到二位仙子 是我帝君的荣幸 以后我帝君 一定服输你们 等一等 我反对 这么热闹的天昏 怎么能少了我十号 何人在我邀请法子 这混小子怎么也来了 我猩猩的叉叉 有他在一定没好事 就差一点了 就差一点天昏就完成了 先 是他把我们嘎吊一次的人 毕君 你这杂毛鸟 过分了 自己天昏 怎么能不邀请我家物神大人呢 怎么说我们也都做朋友 做这么多年了 一点都不会做鸟 就是就是 一点都不会做鸟 鲁龙 这立刻是我邀请 何不欢迎你们巫族 拾去的快速 今日 盗族也在 可容不得 你们再次撒野 就此退去 我就当刚才之事 没发成过 还有你只杂草腰 我在南天门看大门 还把巫族带来这里 扣住着工资 扣吧扣吧 我唐三不干了 有道老代 今日我就翻身做主人 不用再看你脸色了 太医 你动个试试 我们只是来吃喜 你要是动手 就别跟我搭着天昏了 太医 助手 时候倒有可是真心来参加天昏 不闹事 这是自然 我就是嘴馋 想吃个喜 红军老头啊 别把我想那么坏 我又不是专门闹事的人 我还带了分子钱 礼品来呢 想我好心来参加天昏 祝福你们 还带了礼物来 你们拒之门外 我心里心寒啊 所以才一不小心弄死几个人 所以这怪不得我啊 红军 你得帮我说说他们 红军 你得帮我说说他们 好心来送个礼 送个祝福 还被拦着 我好心寒啊 10号道友既是真心来祝福送你 我等自当不会拒绝 还请10号道友稍等片刻 等天昏完成 频道给道友送上几品鲜果加鸟 既然道主发话 那就留下来吃点东西 但还请不要闹事 否则 算你们识相 早点邀请我 巫神大人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坐鸟 隔渠要打 知道不 这就对了吗 咱又不是什么生死仇敌 整天打打杀杀的做什么 后头把我们带的礼物送给我们的妖帝 帝君祝福他天昏快乐 是巫神大人 我看你们是想找的 10号师叔真会玩 我倒是想看看这帝君会不会收下 道友你这是何意 不是说好是真心前来祝福吃鸡的吗 我是真心的天地可见 这两件宝贝都是我亲手炼制的葬天官 葬天中未能无穷 全力催动和发出致命一击 我看你们是想找死 帝君忍住 尽快完成天昏 成就天道圣人才是正式 对没错 成就圣人才是正式 届时还会差点 多谢道路提醒 既然离一送 那就等我完成天昏 再来招待几位 这都忍得住 倒是我小看你们了 如果这还强行动手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忍到什么时候 那么天昏开始吧 祝龙小三子 我们也来帮忙一起当面祝福他们 是巫神大人 我先说明哈 方会所那还有这一套 肯定不是我教的 爱被封号的日子 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找点存在感了 终于 帝君太医 红军 在十号心里 精神的双重折磨上 这个天昏终于完成了 也得亏你们能忍这么久 要是我肯定忍不了上来直接揍人 心想叉叉 我愿意 去 所有天的圣人 全部都给我 十号 如今我这边六个圣人 加上我能顶两个 现在的你拿什么跟我斗 劝你立马投降 我让你死得痛快点 你这老蚯蚓 你这么能忍是我没想到的 但是你不要觉得现在的 你就能打过我了 现在分配一下工作 这蚯蚓交给我 剩下的你们自己挑 这两光头交给我 那原始跟太清就由我来了 伐猫鸟 来尝尝你 祝容爷爷的法宝资报 送我法宝 祝容 极客真有意思 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已是圣人 小小法宝自爆 还伤不了我 可恶的 祝容 你找死 大哥 我来帮你 怕你们不成 你祝容也要现在法宝救世度 大哥 我知你性子 你真的要跟红军与原始来对付我吗 三帝 洪荒之下 天最大 顺应天道才是正途 我也不想自己的兄弟误入歧途 通天 回来吧 以后我们还是三清 盘古正宗 大哥 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 直接动手抓住他就是 让他镇压 时间一久 他自会明白 原始 你还是这么虚伪 比起西方那两光头还要恶心 区区至盛 通天 你拿什么跟我斗 拿什么 就凭我是半部混元大魔 以立正道 这就不是你这把苗助长的傀儡圣人能比的 那就一起来吧 我通天何惧之友 见到者 当一往无前 无所畏惧 见来 师兄 感受到了吗 这通天的剑道法则 居然如此不厚 我感觉 如果我对上他 虽然能走几招 但是我 绝对撑不住 不过他终究 是个智盛 时间一久 我们自会 用修为缅压他 师弟不必 太过担心 更何况 洪荒之中 我们还有天道加持 不错 通天落败只是时间问题 只剩与圣人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靠法则跟法宝就能弥补的 时候 这次我的胜算已是超过七成 束手就擒了 女娃 你 七成 红军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们的手段你真的全部见过了吗 要不是十号师叔发话 我是想亲自对付你的 女娃 你想做什么 我 我警告你 你别乱来啊 你们的手段 不对 我这边明明就是上风 怎么看都是 女娃 你胡啊 跟在我注意力 好偷袭这两光头 女娃 你兴兴叉叉 哪里学的老六打法 这叫战术 战术懂步 声东击西 没文化的老头 师兄 快跑啊 这娘们就对着我的脸打 控住我了 师弟辛苦了 我一定会记得师弟 明明我们都是圣人 站起来了 为什么还是这么逼去 我没文化 我 行了红军 你就别吐了 再吐都要贫血了 来 让我看看 你这六圣归位后的实力能不能打过 十号人呢 怎么不将 难不成是我现在的实力已经能碾压他 刚才一招就已经把他轰成招了 小红红 你在笑什么 有什么开心的分享给我一下呗 十号 你 你 我什么 是不是想跟我玩你拍一 我拍一 十号 你给我去死 我让你拍一 拍一 这老头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的吗 不就是想找你玩玩拍一拍吗 我跑 有本事你别跑啊 十号 我兴醒叉叉 有本事正面跟我刚 我现在就不跟你打 你吹咪 我就喜欢看你想捶死我 又打不死的样子 神迹 无定风波 小三子 干得好 没想到你这技能连圣人都能控制住 其实我也没想到能成功 我这技能实力差距越大 成功率越低 但最少都有三秒时间 可恶 要不是我大意 就你一个小小的金仙 也会对我们的招 我说过你踢我的那几脚 我迟早要踢回来 哼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快跑 祝龙哥 他们毕竟是圣人 好 让我再给他几个法宝四报 这样不死我都要我心死他 骑士大主 这金仙什么来的 还有这技能 真是阴沟里 翻了船 竟被偷袭成功 自然没什么伤害 还有这柱龙 肉身已经堪比圣人 元神也为了修炼起来了 好在他们真是秀为低 苏战苏绝 太逸 以半步混元大罗的修为 一一敌二 还是有点拖大了 不过这也正是检验自身实力的好时机 虽然我现在能突破至混元大罗 但是现在的修为还不够圆满 不能过于着急 如此战力 不愧是混元 但也止不于此了 童天 老实一点被我镇压吧 你还能少一点痛苦 荒谷混元箭决 太惨暴了 师兄我的脸蛋没个几万年 估计恢复不过来了 人蛋辱中毒 放位人上人 师弟 今日支持 皆是为了以后 我相信 我们西方以后 一定会占打无荒之巅 通天师兄 你没事吧 你们两个对自家兄弟 兜下如此重的手 可真是兄弟情深啊 我没事 既不如人罢了 他们毕竟是一个圣人四重天 一个五重天 雨娃 这没你的事 我们三亲家世 自己解决 还能不到你来插手 可我怎么记得 你们三亲早就分家了 还家世 两个圣人欺负一个智圣 还打了这么久 要是我 趁早把自己埋了算了 丢人 逆天而行本就是绝路 贫道不忍曾经的三弟走上末路 想拉他回来 何错之友 谈何丢人 太轻 你可真会信口资黄 想要害自家兄弟 还被你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所以无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要拉着人一起无知 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 到底是谁无知 自己心里自有定断 遵循天道 遵循自然 这不就是洪荒的规则吗 女娃 通天 已无力对战 你觉得就凭你一个圣人三重天 能打过我们两个吗 还有西方那两个废物 拖住都不会 哼 抱歉 女娃师妹 拖你后腿了 通天师兄 我知道你的情况 你本就可以突破会员大罗 但是为了自身境界圆满 选择不突破 你做的是对的 我只不过是托创造人族的福 不然我也会如同师兄你一样 我可不仅仅是圣人三重天 更是会员大罗金鲜三重 问员大罗 不过如此 我盘古翻语大哥的太极图可是先天至宝 就算你用出红袖球 你无济于事 我们境界比你高 这是事实 我还没用权力呢 你怎么就得意上了 天地玄黄玲珑塔 诸天庆云 诸天庆云 天地玄黄玲珑塔 好东西啊 不过我早就有所准备 吞天神冠 两位师兄 你们没事吧 都怪我们实力低威 帮不上忙 你们两个 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还有这两光头 根本就是想看我们笑话 我从没这么想杀掉一个人 哪怕是我那几个死对头复活 我都没这么狠 天道之力 这就是六圣归位后的实力吗 竟与现在的我不相上下了 还是风魔 我状态下了 可恶的时候 你又跑 我醒醒了叉叉 你们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你们几个真是没用 一手好牌都打成这样 对不起道祖 只弄死了他们一个人 那祝龙杖 这就身与法宝自暴 硬损损损 拖住了我们的孩子 你那样做的还行 巫作用的元神的确麻烦 比起他们几个好多了 你们几个 随我发动天道大人 留一口气把他们清理了 免得再出变数 不能再给他们机会 巫神大人 我尽力了 我身上的法宝都扔了八成了 可怜的小三子又卡了 痛 太痛了 我要好长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实体 大佬 你要给我报仇啊 事情开始麻烦起来了 你们几个 除了女娲跟后 回去后 一个个都给我加练 我亲自帮你们提升修为 你们还想回去 回不去了 我这天道圣人合力发动的大阵 就算是我自己 也不敢保证能活下来 不要用你的想象 来判断我的能力 小红红 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恐惧 永远畏惧我 认真看 我要开始装杯了 老师 老师 这 这是什么力量 为何我感觉在他面前 如此的渺小 不 不可能 自从盘古引落 这股力量已经成为了 不可能的存在 我不信 都给我把你们家里头掏掏 跟着混 完了完了师兄 老师都被吓坏了 都一动不动了 老师 你快醒醒啊 不然我们真的要完了 老师 对不住了 请原谅弟子的无礼 哪个混蛋打我的脸 惊醒的叉叉 你们谁看到 我要把那混蛋给嘎了 老师 先别管谁打你了 你先看看我们周围吧 老师 再不快点 我们都要嘎了 惊醒的叉叉 什么时候的事情 时候又是你 老师 要不你先别骂了 快防御吧 小红红 不陪你完了 改天再来找你合唱 时候呢 可恶的时候 我们都被他唬住了 他那状态固然只有片刻 可恶啊 唯一的机会就这么没了 以后想清理掉他 只怕会更难了 老师 无神大人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那红军被你吓到的样子 真的是笑死我了 直接愣神下失忆了 是啊是啊 跟着大佬就是能为所欲为 太快乐了 也不知道小红红 有没有被我吓出阴影 不然以后就不好玩了 还有 我得提醒你们一下 这红军应该还没用出全力 后面你们几个都给我注意一点 师叔 你没开玩笑吧 这红军还没用出全力 我看他分明都被你逼疯了 恨不得嘎了你 这样的状态下 是我都会用十二分力气去拼命了 是啊 师叔 难不成这红军真的狗到极致了 听我的 不会错 那是我爆发全力感应到的 不可能感应错 这个红军给我的感觉非常奇怪 但是我又具体说不上来 没事 有巫神大人在 我们还不是打发乱杀 难不成这红军真的比丽菲雨 还有叶黑那两老六还要狗 都被我逼成这样了 竟然还只是一个分身 若不是爆发全力 我还真感应不到 差点就真被骗了 那师叔 我们后面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提升实力呗 回去加练 还有后土 你差不多该成圣了 想要骗过所有人 首先就得先骗过自己 时候 想不到你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力量 看来我的三十之一做得不错 至少让我看到了你的底牌 免得后面阴沟里翻了船 现在游戏刚开始 我们慢慢玩 这西方地脉已经被我疏离得差不多了 前辈成 不期我也 疏离地脉果然能得到大量的功德 如今我已经是准圣圆满 等后土化轮回唤醒地道 我便可成就地道圣人 喂 这原子老兄 你是舒服了 脏活累活都是我干 帮你挖地道 梳理地脉可真累 回去后 你得拿百八十个人生果 给我不补身子 红云老兄 想要功德可是要出力的 更何况你不是还挖了这里不少宝贝吗 别的了便宜还卖归 瞎说 红云怎么可能做那种挖人宝贝 这是 西方的宝贝应该没这么多吧 你居然还塞不下掉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 看样子这两光头来我 东方拿了不少宝贝回来 还有 我黑云挖的宝贝 关红云什么事 师兄 你发觉了吗 感应到了 师弟 我西方的气云 忽然增加了一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走 师兄 我们快回去看看 说不定是天道爸爸 他觉得我西方可怜 帮助了我们呢 师弟言之有理 我西方气韵增加 这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师弟 师弟 是水呀 是水呀 这里原本干枯无比 现在居然有了水源 还是源源不断的水 长出树木滤直 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师兄 我们真的要站起来了 师弟 这一切都是古今干来 我们应当开心才能 师兄 这里什么时候有个阵法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展 师弟 我也突然有种不好的预展 这两光头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我东方宝贝不够多吗 吸引不了他们 两个欠债圣人罢了 现在的我们虽然不是圣人 但是也绝对不怕他们 我突然有点想听 他们两个行我怕吧 怎么办 红云 镇原子 你对我们西方做了什么 师弟 你没事吧 你太冲动了 你忘记我们线红云 这样做因果了吗 师兄 我气啊 这修复迪迈功德本 应该是我们的呀 二位 还请将这功德 交还给我们西方 我带西方感谢二位的付出 我们会心理上 记得你们的 你们两个还真是脸都不要了 我们帮你们这么大的忙 不说一声谢谢就算了 还要把我们的工资拿走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再说了 你们欠我的让做因果什么时候还 我先提醒你们一下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动手 你们敢动吗 天道可不是吃素的 好像真的动不了手 不仅是让做因果 还有天道也在观照他们 可恶 这修复地脉 竟然引得天道对他们如此 明明我们也得到了好处 可是为什么不感觉这么迭屈呢 我们的确不能对你们动手 但别以为这样我们就拿你没办法 所以现在就请你们加入我们西方吧 完了 镇原子他们关门了 我们跑不掉了 谁给谁关门还不一定呢 快呼叫前辈们 原兄 叶兄 肖兄 老六 宗明诗举 救我 终于可以出来活动一会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大 大能 气息竟然比老师还要恐怖 怎么会 是 师兄 快跑 去找老师帮忙 跑 跑得掉吗 别忘了 你们可是亲自把西方封锁了 我来抓他们回来吧 剩下的你们慢慢玩 我还有事情要做 哟 丽飞 你这老六会这么主动出手 真是难得啊 原兄 这还用想 照他的性子肯定去做什么老六勾当了吧 瞧你们这话说的 我可是很正经地出手帮忙的 听说这里有个八宝功德池 这可是好东西啊 前 前辈饶命 我们师兄弟流眼不识泰山 前辈就把我们当一个屁房了吧 交给你们了 我就先走了 师傅 我发现这里的底下 有一丝魔器 我前去查看一下 是吧 苏明 你们两个倒是跑啊 怎么不跑了 不 不敢 在前辈面前 我们怎么敢跑 师弟 师兄 我没事 反而 反而 还有一点 我一直以为我小健健 一直是搞笑单当中的鸡品 没想到 居然还有病态中的小走走 气死我了 这样就没人能抢 我在剧里的地位了 这 这是什么手段 毫无波动 一点气息都没有 就把人变没了 什么情况 明明删除了 怎么还能回来 星星这叉叉 哪里来的备份 我小健健一生 失手无数 难得这么正经一次 居然不按 我的套路出牌 好了 键盘侠 你也玩过了 该我们了 他们两个有部分本源 在天道那 只要天道还在 被杀死了 也会复活的 不过 既然嘎不掉 那就随便玩 剑起山河 元凶加油 元凶加油 你们两个老灯 轻点 别打坏了 给我流口气玩玩 这两光头 惨了 神妹 竟敢来到我这里 有意思 一缕残魂 竟还有这么大的魔气 任何人见到魔都会畏惧三分 臭小子 你居然不怕我 你可这本作是谁 洪荒之事 我多少听叶师叔说过一些 盗魔之争 引爆西方地脉的魔主罗红 不知我说的可对 想不到你竟然还有一缕残魂 在此瘟养这么多年 想必用不了多久 便可恢复肉身了吧 你竟然知道 那还不快跑 你不过一缕残魂 我为何要跑 就算是你巅峰状态 我也不惧 现在洪荒之人都这么自打了吗 看来洪军你这混蛋也不怎么样了 这么多年本作很久没有笑过 看你把我逗笑的废长 我让你死了 一个手指就当住我的攻击 你到底是谁 这不可能 不对 你身上也有一丝魔的气息 虽然很微弱 但是我能察觉到 天助我也 本作乃是魔主 既然你有一次魔气 对我来说就是完美的肉身 我就不信你的神魂能握我这番强的 等我把你夺舍了 我就能重见天日 像红军那混蛋讨战 省了我不少的时间 小子 感到荣幸 这就是那家伙的嗜好了吗 很好 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 但比起我当年 还是差了一丢丢 就一丢丢 本作作为魔主 绝对不会常认有人 死害比我还强 刚才听你说 我比起你还差了一点点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神魂 我不信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小傲娇 没事抱什么气 给我变小 可恶 你对本作做了什么 我的力量怎么不受我控制 这是我的使害 在这里的一切都受我控制 既然你进来了 那自然受我所控 小小残魂不夹着尾巴做鬼 还学别人夺舍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精良 哼 本作如何做事 还闻不到你来说焦 就算你比我强大又如何 只要魔道不命 本作就不会死 大不了再多花一点时间罢了 本作迟早会想红军复仇 还有你小子 我罗侯但凡事死一件 我罗侯名字倒过来 你非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就兴奋起来了 你 臭小鬼 你居然敢助我恢复 这削弱的力量 这完美的肉身 我罗侯这次绝对能登顶临风 脚踩红军与天空 超越盘古 为了感谢你 就奖赏你成为我再次付出的 第一个垫脚石吧 荣耀吧 什么情况 我的身体怎么不受控制自己跪下 还有 为何我本体怎么这么小 没什么 我就是让你 强制认我做主而已 所以你见到我 肯定不能做伤害我的事情了 至于你的肉身 自然是我觉得 这样比较适合你啊 你看多可爱 本作堂堂魔主 你居然让我认你做主 我命令你 赶紧给我把契约解除了 否则 我便 罢我怎么样 小罗侯 好像真不能怎么样 打也打不过 还有这契约法 身体也会不受控制 我堂堂魔主 只有一天会如此憋屈 面对红军与天道我都没胖 有粉饰正眼光 打死我啊 我不要这样 好了 别哭了 只要你不做坏事 我对你不会制约太强的 说不定心情一好 还会帮你提升修为 现在我们该回去了 不会是我帝君的儿子 十只金屋 各个拥有圣人之姿 天佑 要听 恭喜大哥 贺喜大哥 到我这几个侄子成长 我腰庭必如是中天 更上一个台阶 大哥 十位太财小 我觉得要保护好 万不可有一点闪失 二弟所言极事 所言极事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太医 这段时间腰庭之事 还请由你多操心一下 你两位嫂子 刚剩下十只金屋 肯定有所谋 我的多口 无口唐 对我的话 大哥只管放心去陪嫂子 妖庭之事就交给我 并不让别人失望 怎么回事 魔道的气韵竟然恢复了一丝 罗侯那家伙不是已经淹灭了吗 难不成还有我不知道的后手 如果真是罗侯 说不定可以算计一下 让他与十号两个自相踩上 在我的时代 魔道之人 人人喊倒 我就不信你俩能走到一起 修罗血剑 大佬 你的头太硬了 还有我呢 巫神大人 藏着我这用法则之力汇聚的力量 行行 巫神大人 不打了不打了 你太残暴了 小三子 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怕巫神大人帮你提升修位了 原来是单方面的癌作提升 那可不行 你们实力太弱了 带出去太丢人了 第一次见识到十号师叔帮人提升修位 看来我想的还是太简单 这还是他单凭肉身力量帮我们 如果动用修位 真是不敢想象 小通天恢复过来了 那你也过来一起吧 放心 我会轻轻的 没 没恢复 我还有很严重的内伤 过来吧 不要啊 师叔 轮回法则感悟的怎么样 能不能沟通到地道 有了原神后 感悟法则之力十分的顺利 只是地道却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好像一点痕迹都不存在一般 更多的却是感应到天道 看样子是人道复苏后 天道为防止地道被你换起 对他的压制更强了 厚度守住心神 不可被天道影响 以身化轮回 舍弃了祖乌之身 不然你会被永昆地附 是乌神大人 谁来救救我们 死后无法转世投胎 只能以着亡魂之体 四处飘荡在洪荒 为何如此之多的王魂 难不成从父神开辟洪荒之初 毫无修为的生灵 此后一直是以这种形态 他怀在这里 死亡百事解脱 可尝就如此 这反而是一种折磨 趁我那几个兄弟睡着 还有父亲他们不在 我偷偷跑出来玩 肯定没人知道 早就听说洪光之大 惊慨无比 等我见识一番 回去之后肯定一鸣惊人 出太阳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不好 是妖族 快跑 去找圣母娘娘救我们 人族真是弱小 我还没用力呢 听父亲大人说 除了人族还有巫族 正好出来给父亲大人出口气 巫族也是蝼蚁 在我妖族面前 只能逃跑 哪里来的小妖 也敢口出狂野 不在家里喝你 跑出来残害弱小生灵 要你管 本太子乃是妖族太子 我奉劝你赶紧下跪求饶 兴许我一高兴 就给你一条生路 不然哼哼 妖族太子 帝君就是这么教导你 如此嚣张跋扈 夸父 何必与他多说 自他出现在洪荒 洪荒就如同多了一个太阳 导致现在洪荒炎热无比 许多树木枯死 河流之水被蒸发 严重破坏洪荒生态环境 必须尽快消灭他 以免更多生灵被他烧死 开八轮射妖邪 建议所致当披肩斩棘 只为守护 区区大罗也可以对我出手 我以半只脚踏入准胜 仅无直立 活武耀阳 半只脚准胜 说到底也只是大罗 后衣他交给我就好 可恶 我也想帮上忙 不必沁 相信自己 我也相信 总有一天你会大放异彩 父神之灵在我之杖 仗如星光 砸满大地 本太子还怕你不成 偌大洪荒 皆是我妖族之地 可恶 这巫族有点东西 居然让我受伤了 虽然打不过 但是我不会跑吗 他日我再叫人回来招场子 本太子还有事 就不陪你完了 想跑 可恶的巫族 竟敢伤我帝君的儿子找死 夸父竹日 后裔摄日 看来人族血液的秘密 也快被发现了 帝君啊 希望你不要自取灭亡 还有我如此庇佑人族 他们就如同温室里的花朵 真的好吗 明河老祖出征 寸草不生 路边的小狗通通闪开 爽 这无与伦比的快感 我明河老祖 从此一飞冲天 照见盘侠师父的话来说 我现在就是最强关系虎 随便浪 打不过就叫人 怕个得 不过还是得先去帮后土 演化六道轮回 毕竟修罗道可少不了我 我明河活该成圣 前面那个金闪闪的是什么玩意 怎么还越来越大 哪个缺德玩意 开车不看路的 撞死我小明明了 哪里来的瞎子 敢挡本太子的路 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小屁妖 今天你不把你祖上的宝贝 全挖出来给我 这是不算完 至兽 至圣修为 我今天怎么这么点备 不就跑出来玩一下吗 知道怕了 我明河老祖 如今洪荒 最强关系虎 别的不会 就会欺负弱小 就问你怕不怕 赶紧把家底 全掏出来给我 不然我框框 给你几个大笔兜 紧巫 这一路上 你害死了多少 无辜生理 现在我看你哪里跑 糟了 被追上来了 原来你还被人追杀啊 那就更好办了 喂 那两个巫族的 咱们是自己人 你家巫神大人 是我师叔 这小鸡刚才撞了我 我先把他家底挖了 然后我们在一起 把他炖了 完美 我警告你们 我父亲可是妖族圣人义俊 我劝你们赶快放了我 不然等他来了 你们必死无疑 圣人 我好怕怕哦 你叫帝君那个 大鸡过来啊 本座明河老祖 洪荒最强关系虎 我会怕他 你 你 明河大人 还请不要再玩了 这只金乌与太阳同时出现 已经害死了洪荒不少的生灵 若是不快点处理它 不知道还要有多少生灵死亡 那就没办法了 本来还想多欺负你一下 小鸡为了洪荒 还请赴死吧 明河 你干 居然被救下来了 这帝君来得这么快 多谢父亲大人救孩一命 就是这个明河 还有那边那两个巫族的欺负孩 还请父亲大人为我做主 闭嘴 谁允许你跑出来 猛慌玩耍的 不在家待着 跑出来给我模糊 若是我来玩一步 我怎么跟你母亲调 就是就是 小屁孩 就应该关家里面 这么调皮的小孩 不要也罢 不如把他嘎了 然后帝君你 重新再造一个 岂不美待 明河 我儿子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更没有人可以欺负 你不好好的 我在你血海里面修炼 跑出来 欺负我儿子 这阴火 你想怎么做 帝君 不要以为 你是傀儡圣人 我就怕你 虽然我现在打不过你 但是 我明河作为洪荒 最强关系护 我背后的势力 不是你能想象的 信不信 我叫人来揍你 你背后的势力 你一个只会躲血海里面的老狗 能有什么事 女娲师姐 救我 女娲 这里没你的事 帝君 谁说没有 你不仅欺负我师弟 还纵容你的金屋 无端破坏洪荒生态环境 大肆虐杀 弱小生灵 也包括了我人族 你说有没有我的事 女娲师姐 就是那只大鸟 想打我 我好害怕 你帮我揍她 女娲姐姐 一段时间不见 我好像发现 你变漂亮了不少 明河师弟 你的嘴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你放心 有师姐在 谁都别想欺负你 可恶 这明河什么时候 称女娲师弟 看他们的表情 不像是假的 可恶 大哥 我来了 太医 不振 我要让洪荒的人都知道 我帝君的儿子 可不是谁都能欺负 就算他犯了事也由不得他人来叫 我得乖乖 这大阵竟能为他们加持到这种程度 堪比上次讲到剑道的道祖了吧 两只小鸡也敢在本宫面前耍大刀 大言不惨 受死吧 哼哼 父亲大人的混元和落大阵一出 你们死定了 让你们欺负本太子 你们两个巫族的蝼蚁 还不下跪求饶 如此嚣张跋扈 连形式都看不清 金巫 今日你必复神之力 在我之上 仗如星光 打满大地 可恶的巫族 我跟你们拼了 金巫之力 融入我身 烈火焚天 灼灼焚焚烧 不能再放任 它继续烧下去了 后一 你我一同出手 好 夸父 我们一起灭了这只金巫 烧吧 全都给我烧坏吧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金巫是你们惹不起的 巫族 你们都该死 金巫之力 燃我之血 给我烧 夸父 你不要命 如此不顾一切的 前方 那让 我有所 有所不为 我看不得金巫大字烧毁着洪荒 我看不得我的族人 与弱小生灵 被他焚烧殆尽 族巫他们在位厚土 他全力护法 晋升圣人 我等大巫是必要守护好罪 夸父 你等我 开八轮 是 黄金意见 给我扑 疯了 你们都是一群疯子 可恶 女娲凭什么能与我这混元和洛大阵对抗 还不落下 儿子该死的巫族 女娲赶紧给我收手 不然别怪我与你拼命 拼命 你也配 这金巫就由自取 因为它的出现 洪荒多少无辜因它而死 女娲师姐 我来帮你 写海之力 容 金巫 这里是洪荒 哪怕你有圣人撑腰 也由不得你胡作非为 可恶 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你们垫背 不好 他要自保 后裔 你快走 不 夸父 你也快走 走不掉 这里若是收礼 不仅是你还是我 才会有更多无辜的生理 死于他的自保 后裔 活下去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大放异彩 金巫 为你所作之事 付出代价了 老匹夫 我父亲会为我报仇的 还有那个玩剑的小子 等我兄弟出关 第一件事就是烧死你们巫族 不 夸父 你 你不会有事的 你醒醒 我不信 女娲 可恶 可恶 你们害死了我儿子 我要你们偿命 海姨 已为我维持这混元和洛大阵 我要为我儿子报仇 女娲 你害死我儿子 我要让你偿命 帝君 我说过你回你的太阳星闭关不出 你还有一条生路 念昔日之情 我已对你处处留情 女娲 我不需要 你害死我儿子 你我已是死敌 说什么都回不进来 那便手底下见真章吧 帝君 天地拳 天地拳 女娲你 野心竟如此之大 缠我的位置 你的位置才几个钱 送我我都不稀罕 这只是老师教我的招式罢了 天道圣人虽不死不灭 但也不是没有限制 死一次 实力便会弱一分 今日老娘就砍了你 省得不久之后 你祸害我人卢 天地拳 女娲 住手 就此结束吧 金屋已死一只 因果已了 女娲 何必赶尽杀局 红军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救他们呢 我可是等你好久了啊 等我 女娲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盘古附神在上 无足后土有感洪荒有缺 洪荒生灵死后无法进入轮回 故已毕生修为构建六道轮回 为众生谋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死后前尘往世代清算后便可进入轮回 一切重新开始旺大道见之 我弟乖乖 这是不是传说的套路 您和师弟 你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去帮后土 对对 我得赶紧去帮后土 女娲师姐 你小心一点 这么做 你可就有点危险了 放心 你是为了引我来这 好然后土 她唤醒地 勾建六道轮回 如此计策 不可能是女娲你想出来的 难不成 不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是 师叔 我醒醒了叉叉 只好你这 你们这些顽图路的心都脏 不过你不要以为把我引来这 就胜券在握 别忘了 我这边可是有远超你们数量的圣人 海青 原水 接银准提 你们去 给我阻止后土演化六道轮轰 你们终于来了 我可是等了你们好久的 通天 你让开 老师有命 我不想为难你 通天 这么久了 你修为还就只是一个半步 混圆大楼的制胜 而我已经有所突破 对付你 甚至不用大哥出手 我一个人足矣 就算你用出诸仙见证 也不用 原始 谁告诉你我还只是半步混圆大楼 这段时间 我得修为早已真挚圆满 你们可想不到我经历了什么 混圆大楼金仙给我破 怎么会 老师不是说混圆路一段吗 这股气势明显不是虚张声势 越界者 十二度天神煞大阵开 很好 一切如我所想的一般进行 剩下一个就是天道了吧 天道 我知道你来了 别藏着了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屡屡改变洪荒定数 我是被一个大钻石抓过来的 怎么 天道 你不出手阻止吗 这大钻石是何许人也 小无声息 你连踪迹都没有 看来眼前这人还藏着不少事 我很想阻止 但我也不是傻子 有了元神的巫族 想必这盘骨虚影你有部分意识 我若是动手 必然受损 你就等着我往里跳是吧 那你确定什么都不做吗 这可不像洪荒天道啊 我出手 你就不会动手吗 那不如来下盘棋 你赢 我让后土有居地骨 并且后面的巫妖亮点 我十号不再出手 我赢 你把你从地道手里 拿到的权柄全都还回来 如何 十号答应的事情 跟我荒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还挺多 曾教 我执黑子 我先行 那我便执白子 后来居上 混远的站立竟如此之高 还有这见到法则 好纯粹 难不成我真的错了 三地才是对的 可如今我已是天道圣人 老师有命 不得不从 混沌质宝 造化清廉 我的好大哥 你怕了 有混沌质宝又怎么样 我们好都能好死 更何况我们还有天道加持 远远不断 不错 通天 你只有一个人 束手就擒 交出这清廉 随我们回去 听后老师发动 中看不中用的光头 你脸呢 就凭你们也想耗死我 猪仙四剑 进来 全力防御 虽说四胜可破 但是猪仙四剑不容小距 一不小心就得死一次 怎么样 还打吗 就此退去 我放过你们 不打了不打了 四打一还败了 打个屁啊 师弟我们快走 老师之命 我们尽力了就行 你们两个呢 太轻 原始 通天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你会落在我手上 三帝 你赢了 一一敌四 消耗还是太大了 更何况我还是刚晋升的混沌大罗 不过现在 单独对战 他们其中一个已经能轻松击杀 但面对风神 这点力量还是不够 还有太轻 一气化三星到现在还不见你使用 藏得很深啊 相信这棋局最后的结果 你我已经知道 那便是我剩你一次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十局者升 或局者囤 掌局者赢 与天斗 极乐无穷 你虽掌控了全局 但不下到最后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赢 你是在等待一个变数吗 确实 变数这一次谁都无法算到 但这是棋局 你是定数 何来的变数 厚土 我小明明来了 我来帮你了 这英俊的脸庞 哄石有力的臂膀 还有这让人好有安全感的身形 想必你就是键盘侠师傅 与袁某人师叔 嘴里说的十号师叔吧 我可算是见到你了 不错 你嘴里说的帅哥 除了我 还有谁 明和做的不错 一来就帮了我一个大忙 怎么样 现在这最后的结果还需要我说明吗 这就是你等待的变数码 不以常理来行事 哼 明和 明和之你做了什么 你这雕猫 谁啊 敢直呼我 明和老祖的大名 知不知道我明和 现在是洪荒最强关系湖 这明和这么勇的吗 居然敢对他世界的天道这么说话 他刚才说他是谁徒弟来着 键盘侠是吧 那没事了 随便浪 知道什么叫最强关系湖部 就是路边遇到你这样的小狗 都能随便给两个大笔兜 明和你可知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我是洪荒天道 痛 痛死我了 好像太飘了点我 只是谁能想到天道现身了 我滴乖乖 十号师叔 果然是大佬 居然在跟天道对峙 不过我居然给了天道两个大笔兜 试问谁敢 以后我要对我的阿修罗军说 你们的明和老祖曾经是打脸两次天道的男人 哈哈 不亏 绝对不亏 你赢了 但你也输了 若按规则便是你输 但规则从来对强者不用 所以这次算你好运 希望下次你依然如此 从我来到这里 我一向很好运 多谢乌神大人 不用 快建立六道轮回 明和别躺地上了 起来干活 差点忘记正事了 幽冥邪海 大道在上 今日我明和以血海为引 创造修罗一族 用以补全地道 修罗一族 当已辅助六道轮回日常工作 不可作恶 妄大道见之 六道轮回 立地道 你该苏醒了 我明和也是圣人了 轻轻松松 毫无压力 躺赢的感觉就是好 红军还打吗 你这边已经输了 星星的叉叉 该死的时候 该死的变数 该死的明和 我记住你了 我心里这个气 天天被蛇号气吐血 还有这女王 哪个老六交的打法 有利用不出 打在棉花上 好难受 女王 你给我等着 希望你的人族 能一直平安无事 莫非这红军 想在不久之后 对人族动手 能动手的 也只能是那件事了 如果加上红军他们 我人族 恐怕更危险 居然敢掏了我 可恶可恶 事后 你这混小子 猜你猜你 儿子 女娲 大哥 我们 是我没用 是我无能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更对不起 尝嘻嘻喝 大哥 你可不能自暴自弃 你儿子的仇 还等着你去报呢 说得不错 地卷 此事已成定数 不如想下一步 该怎么做 道祖 你这是在做什么 当然是在做运动 不然还能是什么 你该不会以为 频道在做什么 奇怪的事情 道祖如此大德 这运动 竟蕴含几分道路 这分明是在发现 甚至有些巅狂 地上的玩偶 都采帽一样的路 请问道祖 我们该怎么办 巫族羽巴害死了我儿子 我想为他报仇 该怎么办 频道有感 近万年人族安稳生息 数量已成洪荒第一大族 虽秀为低下 但却不敬天道 只知道所取洪荒 不懂回报 所以天道将会对人族 进行大规模轻误 让他们知道 洪荒天最大 让他们重新敬畏天道 天道降下天法 这与我报仇有何联系 还请道祖明智 你们作为天道圣人 自然是代表天 由你们代天降下天法 再何时不够 因为人族的血 对巫族有着天然的克制作用 对人族清理的同时 收集人族血液 剩下的不用我多说了吗 多谢道祖 帝君明白了 道祖答恩 帝君日后一定会 太义 我们走 届时将对价 兵对兵 就算人族与巫族同盟又如何 拖住你们 再由妖族清理人族 同时收集血液 对付巫族 有这人族血液 对付巫族 还不是跟切菜一样 如果他们针对人族动手 并拖住我们 这确实麻烦 只是为何人族的血液 会对我巫族 有如此大的克制作用 若是突兀见真的出事 对巫族 可谓是灭顶之灾 不仅是巫族 还有人族 我们改变太大 怕就怕帝君想要炼制 连圣人都能伤得突巫剑 这数量 只怕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面纲 他们的战力 我们还能轻松应付 真就怕他们不跟我们打 只为拖住我们 确实 还有我人族 虽数量巨多 但修为最高几个 却只是大罗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他们若是想拖住我们 我们便直接爆发权力 以及必杀 一切的阴谋 在绝对实力面前 都将粉碎 说得好 黄 不过我还有更好的计策 老师 叶师叔 叶大佬 唐三好想你 还有其他大佬 要不是重新见到十大佬 你都不知道 我还会受什么欺负 呦 这不是小三子吗 实力提升这么快 都会顺移了 行了行了 别哭了 我们还有正事呢 就你有计策是吧 你一个被封号的 还出来说计策 谁不知道 你一肚子坏水 好心出来帮忙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为人正直 怎会像你说的一般 你看我眼神 不过既然你出现了 那我也懒得动脑 那我们开始说正事 他们不是想练制图屋剑吗 那就让他们练 想拖住你们 那就让他们拖 你们难道不知道 图屋剑日后 可是我人足圣剑 轩辕剑 老师 这个你还真没跟我们说过 我只知道有轩辕剑这事 但不知道图屋剑就是轩辕剑 我没说吗 慌 我记得 我跟你们都说过 洪荒大事的 没有 那现在说也不迟 女娲 人足现在在你的庇佑下 的确生活的不错 但是长久如此 对人足来说也是一个坏事 太过安稳 缺少了血性 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人足当自强 劫难 同样也是机遇 正好利用这次事件 把我人足的血性唤醒 如此人足 才能更加强大 很好 百一 天有我妖祖 道祖说的果然不错 人足之气 果然对巫族 有很大的克制作用 刚才如此轻微的一件 就已经能让巫族消失 这还只是使用了 一些人足之气 大哥 你说的不错 天有我妖祖 若是我们能汇聚 大量的人足之气 集中于一物上 说不定 我们可以得到一把 能伤圣人的神兵利己 有可听 若是有了这样的神兵利己 你我二人 就能在圣人之中 站稳脚分 妖祖所有人 全部托动 进发人足 我要练至一把 我妖祖圣剑 此剑名为图典 沈大哥 我要练至一把 我妖族圣剑 此剑名为图典 帝君啊帝君 你终究还是走了这条路 此战已经不可避免 女娲娘娘 帝君已有了取死之道 她的结局已经注定 何必劳神 两只杂毛鸟 被算计了 还以为是天保佑 愚蠢 我只是在感叹天道 以万物为除狗 就连圣人也在局中 一切按老师计划行事 小三子 祝容 你二人所行之事 在计划中十分关键 我人族就拜托你们了 放心吧 女娲娘娘 更何况 这还是叶大佬 教育我的事情 我唐三必定办得漂亮 不错 这也是管我巫族 我祝容绝不马虎 很好 我也该去就位了 搞事情 我可太喜欢了 一会我得好好的 发挥我的演技 可恶的夜黑 居然让我乖乖的 等着红军来 我就不听 在那等着多无聊 也还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来呢 我要主动 我要上门 我要去红军家里 让他在那里拖住我 反正在哪拖住不是拖 没区别 地军他们应该准备 进发人族了吧 等事成 听到不仅再次压制人头 无要二组也 重新回到同一水平 十分完美 还有你这家伙 就我来亲自拖住 我打不过你 我还拖不住 我已经能想到 你事后的那种表情 让我十分快乐 小红红 我来找你喝茶了 快开门 整天关着门做什么 这混小子 怎么这个结果眼上来了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论 我 我的紫霄宫大门 小红红 我来找你叙旧 喝茶来了 怎么样开心不 就是你这大门 有点不懂事 我来了都不自动开一下 我就轻轻碰了一下 它就这样了 你可不能怪我 来 干杯 好酒 好酒 入口清甜 喝下后 喉咙又带一股火辣 几秒之后便是无比清新的甜味 此乃我收藏无数年的家 自己都不舍得喝 来 我再敬你一杯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我喝酒 那我就不客气 顺水推舟 这紫霄宫已被我屏蔽 润水也别想感应到外面 也包括我自己 而我只需要将你留在这 坐登帝君他们成功 不错不错 咱们就是不打不相识 你就说整天打打卡卡的多不好 有损洪荒颜值对簿 这遭老头肚子估计在憋着什么坏水 想怎么拖住我呢 而我只需要假装被他拖住就好 这种需要考验我演技的 太累人了 回头一定要让他们给我颁一个奥斯卡演技奖 十号道友说的不错 十号道友啊 你是不知道 还叫什么道友 叫哥 叫哥知道不 不叫就是不给我十号面子 浩哥 你是不知道红帝为了这洪荒过得有多苦 不好 妖族进犯我人族 快去找圣母娘娘救我 全体都有 进发人族 练着我妖族圣剑 狐无剑 是城之后 你们都是我妖族的大功臣 为了我妖族 为了妖亭 给我冲 妖帝大人 为确保万无医师 我亲自下去都查 这昆鹏估计也想趁机炼制一把自己的兵器 只要我突然见不出以外 那边游着它 大哥 接下来的才是应战 还请大哥注意一点 毕竟女娲的实力在你我之中 太医 这我自然知道 我们只需拖住女娲就好 无需担心 更何况 我身后友好弟弟 来了 帝君 太医 你们好大的胆子 如此大规模进犯我人族 真当我不存在吗 还有 帝君 你终究还是走了这条路 等一下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很生气的爆个气 嗯 没错 不能被他们看出来了 第一次演戏 有点紧张 女娲 人足已引发天怒 我等那天降下城法 你应该庆幸 不是天道亲自讲 很好 敌不动 我不动 就这样 慢慢的拖住 天道 哼 别拿天道来 压我 我可是人道之主 我人族一直安稳生息 从不伤害与进犯其他种族 与他人友好 引发天怒 根本无稽之谈 很好 他不动 我也不动 这可是我人族圣剑 轩辕剑啊 我怎么可能会阻止 大哥 你来了 三弟 看样子你在这里等我许久啊 老师有命 我不得不来 其实我并不想与你争斗 不如我们就在这里聊聊天 可好 你来寻我 可是为拖住我 让我无法前去住那人族以理 不错 你早知我会前来 特地在此等我 难不成你们有别的算计 不错 大哥 我这人不会演戏 你想拖住我 不如说是我更想拖住你 另外我在此地等着大哥 还有一事 何事 将属于我的部分本源还给我 你拿了这么久 也该拿够了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不过你既然想打 我便陪你 后土 你既已成圣 却不敬天道 今日我原始便将你永远镇压回地 你算老几 就算是天道来了 也得磕磕气气的 就你也配这么跟我说话 你一个刚晋升的圣人 凭什么能打得过我 我有这诸天庆云在 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你的公鸡对我来说 就跟挠痒痒一样 你拿什么跟我斗 这原始还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 给他一点颜色都能开染房了 要不是巫神大人交代 我真想用巫神大人 给我的塔砸烂他 风潇潇 蜥蜴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返 可悲可叹 明河 你看到我兄弟二人前来 你不跑了 你刚晋升的圣人 我可不信 你能打过我们两个 我为何要跑 你们可知 我师父是谁 你们怎么就知道 我打不过你们 你以为的就是 你以为的吗 黄河 就算我是兄弟二人 战利益 也不是你这刚晋升的圣人 就能欺负的 打你还是错 对付我 你大可动手试试 我就站在这里 你敢动吗 不会真要动手吧 难道是我气场不够强 捂不住他们 师弟 且慢动手 你看他如此淡地 估计是想给我们动手 好进入他的圈套之中 小心使得万年传 别忘了我们本来的目的 只要他不离开这里就好 更何况 我观他形式风格 特别像之前 闹我须弥山那帮人 师兄 你是说 不错 正如你所想 只要我们动手 说不定就会从哪里 冒出来几个人 或者无数个阵法 等着我们 黄河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引我们动手 进入你的包围圈 我建议可没有这么蠢 竟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就站在这里 你们能耐我何 有本事就进来打我 不愧是我黄河 要不是师门有命 我又何须这样 先假装打不过 捂住他们先 能不动手 就不动手 那师兄 我们就这样干后着吗 为了确保万无一师 师弟 你去附近查看一下 是否有埋伏 更何况 我们本来的目的 就是拖住他 只要确定救他一个人 我们立马动手 将他镇压 这样不仅完成了老师的任务 还将日后的威胁给清除了 妙啊 师兄 我这就去办 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吗 乖乖出来成为我的养分 不好吗 好多打妖 完了完了 我们实力太弱了 打不过他们啊 这大阵只能拖延你们成为我们养分的时间 并不能改变你们的结局 人族 你们天命如此 可怨不得我们 不好 大阵要坚守不住了 我们真的只能等死了吗 不要放弃 女娲娘娘正在不远处 为我人族战斗 等她过来我们便可得救 我愿用我毕生之力 加固大阵 为我人族坚守到女娲娘娘的到来 有区别吗 我说了 结局还是一样的 坤鹏 你就这么自信 我当是谁 原来是祝容 既然你来了 那就试试我这新兵器的威力 祝容哥 小心 这刀只怕沾染了不少人族之气 放心 我有粉丝 可恶 这颗痣怎么会这么大 让我身上出现了这么多的小红花 瞧瞧 这还是肉身强横的巫族吗 我都还没用力呢 看看我这刀上 你贴给我的小红花 多么令人兴奋 祝容 咱们再来玩玩 嘿 我说爆脾气 肉身打不过你 老子不会用法宝吗 我可是有原神的 糟了 忘记十二祖屋都有原神了 还有 这是什么法宝 面对它 为何我能感到一丝恐惧 怕了没 有专门克制我巫族的兵器 又怎么样 这可是巫神大人专门给我炼制的打腰锤 就问你怕不怕 可恶的祝容 你不讲武德 拿那么大的锤子 有本事你别用啊 我就没本事 我就用 你能咋地 你背我这个没本事的锤 那你更没本事 我竟无言以对 我跑 想跑 跑得掉吗 我先让你跑三十九米 大锤 给我变大四十米 就你一个金仙圆满 也想保住这人足 金仙怎么了 有智者 是进城 瞧瞧我唐三可是会吃大亏的 黄金十三级 一去不复返 看不出来 你竟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不过你一个杂草妖 进去帮助人足 如此资质 实属可惜 若是其他时候 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但今天你必须消失 速战速决 这杂草 让我来给他一个教训 居然去帮外族 你们集结人手 给我把这大阵破了 尽快让图屋剑成形 怎么样 是不是很痛 有没有感觉 要自己身体里的花朵 再一个个崩溃 想不想 我放过你 不过你想也没用 我必须给你一个 深刻的教训 堂堂妖族 居然去帮外人 怎么样 知道错了吗 我唐三合错之友 我从事之中 都是人族 既然如此 那你就看着这 弱小的人族 一个个的走在你面前吧 看看你有没有本事 救他们 糟了糟了 我们等不到女娃娘娘来了 我人族真的要没了 你 你们别 别打我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要救的人族 连反抗都不会 活该被灭 你们 可恶 他们只是心中的勇气 没有被唤醒 等他们觉醒之刻 就是你们妖族 败走之时 我愿为我人族开路 哪怕是死 我也会唤醒他们心中的勇气 有意思的技能 若我不是准胜 说不定这一招 我还真接不下 但是到此为止了 我玩够了 趁你还有一口气 不要让你看着 他们是怎么没的 各位同胞们 你们记住 人族虽然弱小 但是我们活得不凡便是强大 女娃娘娘能保我们一时 却不能一直保护我们 我们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人族当自巧 生活在洪荒天地之间 藤树都是死 不如放手一搏 至少轰轰烈烈 怎么 想反抗 你们有这能力 有这勇气吗 人或许生来渺小 但因为活得不凡而强大 他说的对 哪怕机会渺茫 我们也要轰轰烈烈 蝼蚁就是蝼蚁 一点伤害都没有 一个没有 那两个呢 就算是死 我们也要给你拖层体 真是一群疯子 人生来渺小 因活得不凡而强大 他说的不错 与其在这等死 不如与妖族斗上一斗 我们在女娃娘娘的庇佑下 活得太过安稳 已经忘了如何对抗外敌 现在的我们必须自己站起来 人族才能重新屹立于洪荒天地 吩咐下去 年龄小 还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与妇女 退回我人族祖地 为我人族留下希望的火种 其他有力气 可为我人族拼出一条血路的 都给我冲出去反攻妖族 我将带头冲锋 小小人族 竟然学会反抗了 但你们觉得有用吗 不夹着尾巴求生 你们这样 只会加快自己灭亡的时间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放手一搏 拼 还有一丝希望 放弃就一定是输 有意思的家伙 如此有哲理的话 居然能从你人族嘴里说出来 此人你们谁都不准动 他是我的 被你盯上 该说这家伙好运呢 还是可怜呢 那剩下两个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小心玩火自焚 我人族可不容他人欺凌 玩火自焚 笑话 我甚至不用自己动手 就能轻易将你击溃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到绝望 这才是我妖族的真正实力 如此多的大罗 好都能耗死你 难不成因为绝望 乖乖等死 你们就会放过我们吗 我人族就算是灭族 也会让你们心里留下阴影 说得好 区区妖族而已 何惧之友 小兄弟 你没死啊 真是太好了 看到我人族鼓起勇气 奋起反抗 也不枉我死一次 妖族的小丑们 现在战斗正式开始 昆鹏 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有专门克制巫族的兵器在 还能被祝容打成这样 那混蛋有元神懂不 还有他手里那法宝 打妖锤 专门打我妖族 有本事你试试 有元神能用法宝又怎么样 难不成他们巫族全部都拥有元神吗 若你全力爆发 我可不信以你的速度 你能被他打到 柿子要调软的捏 那蓝色衣服的 有点古怪 明明被我杀了 竟还没死 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妖族的将士们 拿起你们手上 沾有人族之气的兵器 给我冲 人族修为低下 巫族肉身已无用 有这两大优势在 不可能输 一起上 给我揍了他们 白泽妖像 白泽妖像 就是这个节奏 我的妖族圣剑 马上就要成功 很好 人族勇气已经被唤醒 我已经感受到了 我人族气韵更加浓郁 还有被这屠乌剑 吸收进去的人族之魂 也正在慢慢觉醒 只是为何这女娲 却没有丝毫紧张 甚至还有一丝放松 她真的不怕 人族被我全灭掉呢 怎么回事 这屠乌剑 为何在吸收 我妖族之气 难道女娲 现在才发现 太迟了 帝君 现在才发现 太晚了 这可是我人族圣剑 现在是时候了 不好 人族圣剑 可恶 女娲已经如此算计 太一一起发力 将图鉴的主权抢回来 不然你我都将功归一会 大哥 我知道 我只是想不到女娲的 居然会玩这一手 不仅算计了我们 还把人族也算计得紧紧 当真是好计算 女娲 你用你无数人族之气 铸造的圣剑 你当真狠心 你为何不提前阻止我们 非要这把剑呢 你俩就不用扰乱我的心神了 你说的不错 提前阻止你们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人族自诞生以来 生活的太过安稳 他们需要唤醒勇气 血性 才能在这洪荒里活得长久 毕竟温室里的花朵可经不起摧残 女娲 我告诉你 今日只有我妖度圣剑 突无剑出事 混元和洛大阵 事后到了 该我们出场了 拿起巫神大人给我们炼制的盾牌 沾染人族之气的兵器 虽然克制我们 但是也得砍得到我们才行 不会真有人傻到 直接用肉身去扛伤害吧 师兄 我们被鸣河骗了 这附近根本没有什么阵法 也没有什么屏蔽七七之物 更是一个人都没有 恕他自己一个人在这 既然如此 鸣河受死吧 可恶鸣河 你这老六 二打一你可没有胜算 是若陪你们 玩了一会 你们真就以为 我打不过你们了吗 我连血海都不用开 两个欠债圣人 中看不中用 天道 我都打过他两巴掌 更何况你们两个 以后见到我要躲着走 知道不 我明和洪荒最强关系父 不是浪得虚名的 厚土 你就永远待在地府里面吧 给我镇压 原始 时候到了 我就不陪你玩了 到底是谁被镇压啊 哎呦喂 瞧瞧 可恶 厚土 你等着 你等我出去 我必将你永时镇压 可恶 风天 你们所图竟是图乌剑 还有这人族气运 怎会提升如此之大 事情开始变得不可控起来了 我得尽快去告诉老师 太清 你想走 把我的本源还回来 或者用出一气化三清 将我打败 不然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诸仙剑阵 诸仙剑阵 三帝 你我当真要如此吗 并非是我执意如此 而是我想为自己谋一条生路 终于舍得用出来了吗 我的好大哥 你藏得可真深啊 并非我藏得深 而是我不想与你真正的动手 看着你我兄弟像惨 你以为我忍心吗 所以你就心安理得地拿着我的本源吗 此事到此为止 通天 你已无再战之力 你虽修混元 战力极高 但是境界上的差距 并非战力高就能弥补 我圣人六重天的实力 可是比你高了五个大境界 就此退去吧 正因为正到混元 我才明白本源的重要性 前路艰险 我必须把握次次机会 拿回本源 通天 你叫我是为何事 师父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我没能自己拿回本源 还请师父助我 看得出来 你已经尽力 我这虚影只有一击之力 留作你保命用的 既然你已使用 那便看好了 剑盘侠 我就一道虚影 你怎么就跑出来了 元凶出现在哪 我就出现在哪 没毛病吧 元凶加油 直接用大招 干掉这老灯 你就是通天师傅 不过你就一道虚影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我只是毫无背景的 一个无名小子罢了 确实不怎么样 太初无心惊 不好 好恐怖的大道建议 天地玄黄柠檬塔 通天 剩下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多谢师父 大哥能把我的本源 还给我了吧 三弟已赢了 随着物足其他 十一组加入战场 这次大战欲演欲练 黑云老兄 功德好多的功德 赚麻了 什么黑云 叫我红云 我红云就爱做好事 这样修复地脉 得到的功德虽然少 但是剩在数量多啊 帝君真是好人啊 怎么回事 这图无间吸收的妖族之气 怎么越来越多 我们的后手开始行动了 帝君放弃吧 我再说一遍 毁你的太阳星 闭关不出 你还有一条生路 不可能 是已至此 我不可能放弃 妹妹 我来帮你了 妹妹 我来帮你了 怎么回事 福西区区一个制胜 怎么对图无间影响这么大 女娲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福西 我劝你赶紧走 不要参合这事 免得自无 自无 先前我在我洞府内闭关 不知道是谁屏蔽了我的感知 若非人道指引 只怕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作为人教教主 你们竟对我人独做出如此之事 当真是可恶 帝君 太医 你我的情意到头了 福西 你当真要如此 夫君 我们来祝你一臂之力 三组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就算有巫族帮忙 但是人族自身实力还是太弱了 你们明白就好 弱者就是活该被强者践踏 在强者的世界里 弱者永远都是没有话语权的 就像你们现在这般 我们玩够了 就该上路了 不错 你们还有没有花样耍出来 没有的话 就为我妖族圣剑座贡献吧 你们 我人族可不容他族欺凌 三族 我先走一步 来时我还做人族 你想做什么 别乱来 想自爆 你这蝼蚁配吗 优雅 永不过时 我们并不是弱者 我要用今天的战斗告诉我们的敌人 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 但是他们永远夺不走我们的尊严 没有打不倒的对手 没有闯不过的难关 人足当自强 如果我是弱者 那么请消灭我 如果不是 我必叫你灭亡 在强者的眼中 没有弱者的席位 很好 我人族圣剑成型了 什么你人族圣剑 这是我妖族圣剑 不见 怎么回事 为何他如此的排斥我 人族最强不齐 妹妹 他怎么自动飞叫我了 因为他是人族圣剑 斩妖剑 同时也是轩辕剑 人黄剑 而你是我人族天皇 天皇创先天八卦 帝皇长百草 人黄智史 这是我的成圣机缘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我已明误我的正道之路 我当转世成为人族 为人族谋前路 哥哥 本来是想在不久之后 再跟你说你的正道之路 三皇之事 我一想好 可让你顺利正道 既然如此 便多谢妹妹了 这空铜印 就由妹妹你来保管 而我极客兵解 还劳烦妹妹辛苦一趟 送我入轮回 三组 碎人士 接见 帝郡 如何 你还要打吗 可恶的女娲 竟让我所做的一切 都白白浪费 为何你总能掀我一路 三组 碎人士 接见 碎人士 接见 这是什么剑 为何我看着她 有一股忌惮 被她砍中 我甚至会有陨落的感觉 别说是你 就连我也是一样的感觉 这是我人族圣剑 斩妖剑 这是我人族 兴盛不衰的号角 从此不受她足欺凌 这一剑 展触于希望 天 你这家伙 成功惹怒我了 这一剑 滑向希望的黎明 把我人族 永世太平 糟糕 好像玩脱了 此剑对我妖族的杀伤力极大 不可力敌 我们人族 赢了 但损失也是巨大 我希望人族永远记住这一刻 从此我人族再也不受她足欺凌 在这洪荒大地站稳脚跟 通天 后土 你们很好 好得很 你们出现代表着 代表着你们 这次已经输了 我卡 有老六 明和 你找死 哎呦 我好怕怕 你快来打我 我就站在这里不动 就请问 帝君你敢动吗 帝君 你进攻我人族的因果 现在该清算了 女娃 我妖族已经带走 你还想怎么样 你说呢 帝君 如果没有此事 你我大可不必如此 但是现在 你是死仇 可恶 这四个圣人根本逃不掉 长兮兮的也在 我不能令她的事件 我答应过她 大哥 你得二位嫂子先走 我留下拦住她们 海姨 你做什么 要走一起走 可恶 只好试试 盗所留灭 好哥 这歌唱的太上道了 好快乐 红帝 你喜欢的话 咱们可以经常来唱啊 整天打打卡卡的多不好 好哥说的对 说的对 来咱们继续 没想到我能拖住这混小子这么紧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 相信帝君的图鉴已经成形了吧 解释 结界一开 我已经能看到这混小子被我细扫的表情 够了 帝君太医都快没了 你还在这里唱葫芦娃 一 红帝 你这什么表情 咱们继续唱啊 事后 你是故意被我拖住了 终于发现了吗 我还以为你会等我走了之后才发现呢 我 不用叫了帝君 红帝君他来不了了 好快 一点气息感知都没有 到最后还得贫到亲子处吗 收拾残局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帝君太医 你们几人走吧 这里就由我来解决 想走 问过我们了吗 此人不简单 一起动手 是他一事 你们几个还不走 留下来影响我发挥吗 四个混员 只可惜对我来说 实力还是太过 怎么会我们四人合力 还是修的混员 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同境界中 我们应该不会如此轻易落败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它是混员大罗之上的境界 一镜之叉如同天沟 不错 你们知道不少 这塔的材质 有部分不属于洪荒世界的 我很好奇 你们背后之人 到底是什么人 我可不认为 单凭一个时候 就能让你们如此 阁下又是何人 藏头不露尾 还知道十号诗书 如此关注我们 你图什么 这你们就不需要知道 反正你们不说 我也有办法知道 后谱 你给我死 你又是谁 是不是跟后吐一伙的 废物一个 看着真眼烦 听到怎么会有这么蠢的弟子 再看看女娲通天他们 阿姨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算了 还是趁时候被我的三十突出 她不知道我出手 赶紧查看一下 女娲他们几人的记忆 目前只知道一个时候 还有一个会时间法则的老六 敌军情况不明 着实不好动手 好了 欺负他们做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我吗 不如由我亲自与你说 岂不是更好 你就是他们背后之人 这么说 此次的直气者就是你了 不过你就一道分身虚异 看样子你本尊也不怎么样 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分身对分身 第一次见面 我的诚意已经很足了 优趣 竟能看出我不是本体 多谢老师 他如此实力 静还只是分身 他到底是谁 如此谋略 其实你大可在抢夺图屋剑的时候 出手相助币军 但是你没有 只能说明 你出现在此 目的是我 十号远在紫萧宫 此刻出手 对付女娲 童田他们 不管我初步出现 你都一定能知道 他们背后之人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我 我说的可对 红军 到友好这会 怎么可能 此时 红军不是应该正跟十号师叔远 在紫萧宫吗 老六 绝对的老六 况且眼前这个 还是分身 这红军 心里得 黑成什么样 才会构成这样 我小明明 自愧不如 只会偷袭 与继承我师父一波 成为洪荒里的搞笑担当 原来 巫神大人先前说的是真的 若不是十号跟我讲起 红军 你的三师会骗过所有人 就连我也不知道 所以 我才留下一道分身在这塔里 初次见面 在下一番 这盘棋的最后 红军 你想如何结束 来文的 还是武的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再继续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 叶道尹 很高兴见到 这红军 还真是聪明 行了 这次事情 算是结束了 走吧 接下来应该就是 巫妖大决战了 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啊 太多事情要做了 好了好了 我玩够了 改天再找你唱歌 红帝 可恶的混小子 我兴起 对了 小红红 你这大门太脆了 装不回去了 你肯定不要 我就好心一点帮你拿走了 不用谢我 不用谢我 你才不要我的大门 那是我拿混沌材料炼制的大门啊 这红军的宝贝真是多啊 夕阳无限好 专门 专门助人为乐 我怎么没想到 看不出来 庞三你这脑子还是挺好使的 只是咱这个教派叫什么名字好呢 我想到一个 狂拽炫酷帅炸天 咱这个名字就叫炸天教 好霸气的名字 好 这名字我喜欢 那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 以后咱们就是炸天教的成员了 教义就是助人为乐 助人为乐啊 那算我一个 我红云就喜欢做好事 也算我一个吧 既然红云老兄都加入了 没问题 只是这教主 就让我师父键盘侠来做 保证我教 从此一路顺风 长长久久 奇怪 我都这境界了 怎么还会打喷嚏呢 丁 经检测 宿主现在背上大因果 请宿主及时处理 若不及时处理 宿主修为将无法经济 本功能也会连着宿主 一起自曝陨落 什么因果能让我都承受不了 快 快带我去处理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跟我作对 给我定位传送 物生大人 你也不管管他们 你看他们都要飞上天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都是自己人 随便了 师叔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女娲 通天 你们两个提前去把七彩神石与四根称天主弄好 虽说 公公已无可能撞到布周山 但是不能不防天道从中作梗 是 师叔 可恶 这一战 我妖艇损失惨重 在整体实力上 我们已经弱于污足 这该如何是好 什么人 给本地出来 大哥 你别激动 你仔细感受一下这把剑 见不到 此剑乃受我亲手炼制 功能与图剑一般无二 先赐予你二人 但今日之事 我不希望有第四个人知道 你们可能做到 多谢道徒 帝君明白 此剑是我帝君一人所为 与道徒无关 很好 帝君 何图乐书之中 还有一桩属于你腰挺的机缘 你得尽快拿到手 严禁于子帝君 好好干 师兄快想想办法 再撞下去 我们佛教根本发展不起来啊 我这圣人当得太别屈了 师弟别着急 师兄我已有两策 哦 师兄请讲 围巾之际 只要让东方那边大乱起来 我西方才有利可 正所谓 欲放相称渔翁得利 不愧是师兄 只是我们具体该如何做 咱们就先这样 再这样 但是做事得不留痕迹 最后再那样变可 听师兄一起话 盛听一起话 师弟佩服 咱们这就动身吧 师兄 该死的巫族 今日 我兄弟几人要为小六报仇 是谁 给我出来 金屋 你们还是死心不改 看看你们都对着洪荒大帝 做了什么 索性今日 我就为夸父报仇 开轴 你这张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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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微的蛮子 你该死 兄弟们爆发全力 给我烧死他们 太阳之灵 在我之身 灼灼烈烈热 焚烧殆尽 不愧是师兄 三爷两语 便让这几屋 跑出来 无足接触 说到底 不过小孩子心性 如何能与我等相提并论 师弟 我们就等着吧 等大乱之客 便是我们 不知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洪荒 可不是你们妖族的洪荒 是大家的洪荒 三环骑射 化成了什么 什么大哥 巫族 很好 好的很 我的儿子死了 死了五个 太医 给我集结所有妖族 这次我要跟巫族拼命 妖族跟巫族 只能留下一个 天上地下 来用公主 以我为尊 开始轮 剑神 黄金时代 此人实力过强 不知道为何 对我们巫屋 有克制作用 可恶 小石 你快走 不能让我们巫屋 全部死在他手上 大哥 要走一起走 十大巫屋就剩我一个 我又如何自处 小石 再不走 谁都走不掉了 小石 你记住 为我们报仇 不 大哥 别丢下我一个人 一个都走不掉 为你们烧坏的土地 为被你们晒死的生灵 为夸父赎罪 金屋 剑神 黄金时代 我也要拉你垫背 儿子 平坚 住手 不 儿子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过来 对不起 父亲 有人告诉我们 小五死了 我们想为他报仇 就跑了出来 对不起 是我害了他们 小石还没死 还请 还请父亲 屋子 你们该死 是谁 给我出来 帝君 是我 后土 好 好得很 我儿子死了 今日 我要你 你是 你是女娃娘娘 不错 跟我走吧 我保你一命 还有就是 我师叔想你去见他 放心吧 我想害你 直接动手就可以了 何须这么麻烦 好 好吧 后土 我认你巫族很久了 今日 索性就做一个了断吧 要走巫族 今日之后 只能留一个 帝君 你这是自取灭亡 怎么回事 为何这剑 对我的伤害这么大 难不成是 不错 这只图剑 我要祖大军何在 巫神大人 这帝君不知 从哪又弄了一把图巫剑 不用想 这肯定又是 红军搞的鬼了 这臭老头 怎么哪哪都有他 我迟早让他 紫霄宫感受一下 我炸天桥的厉害 一阵一线都不留给他 很好 你来了 正好一起收拾了你们 真紧不天行到大阵 有意思 这大阵增幅只怕已经抵得上一个红军了吧 说的咱没有事的 咱们也派大阵作乱这两杂猫鸟 这一战在所难免 后土妹妹 你是圣人 这大阵还是交给你来操控 兄弟们 震气 十二度天神沙大阵 我有专门克制 你们巫族的图剑 你们拿什么给我打 这把剑还真是麻烦 十号道友 你我这境界就不要欺负他们了 不如我陪你去天外天玩玩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 其他几个是怕了吗 这是妖族与巫族两族之事 还是交给他们自己处理比较好 此乃天意 对对对 都是天意 但我就是不跟你去天外天 你又如何 这就是圣人之战吗 当真恐怖 对不起巫族 我人族实力低微 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我也愿助巫族一臂之力 请接见 阿话万物 有一把 我星星的叉叉 本来是军力敌 只要没有外力插手 刚好能让他们同归于见 现在巫族又多了一把斩妖剑 这平衡的天平就会清晰可恶 十号 你果然留不得 多少次因为你而导致变数增多 今日 说什么我也要将你这变数清楚 是吗 就凭你 你说说你这段时间吐了多少次 巫神大人 看样子你们做足了准备啊 不错 这里已经被我们布下杀阵 任何人进不来 你也别想从这里出去 我们之间的因果该消除 直接动手 不必与他多说 今日你这变数必须清理掉 难得第一次正式见面 可惜了 时候 好多大佬 不要吃掉我 放心 我们还不至于吃掉你 我问你 你可是叫乳鸭 你怎么知道 那就对了 找的就是你 正好你也是玩火的 也就我还没收徒弟 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你收徒不是应该 让我先考虑一下的吗 这样强买强卖的够当 我喜欢 支援任务 10号遭遇红军与天道布下杀局 请派出两人前往支援 支援任务啊 打打卡卡地 游损我的形象 就让给你们了 去了要跟天道打架 太匆忙了 没个准备什么的 我才不去呢 这必须得有我一个 萧伙伙 袁某人 你们谁跟我去 我刚收徒弟 袁某人 你去吧 我要好好的调教一下他 那就咱俩去吧 袁某人 你 好 我知道了 痛快 真是痛快 好久都没有如此念头通达了 本尊 还是你有办法 小小计策而已 伤不了大眼之汤 你们的局就只是如此吗 貌似还干不掉我 10号不得不说你的实力之强 但你若是分心想动手攻击我们 必定就会受伤 若是防御 也必定会因为消耗而败 别藏着业者的红军 加快速度 免得变数再生 被你们压着打了这么久 该我了吧 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更何况我们是三个人 任你战力再强 终究难逃一败 10号 你带给了我们太多的麻烦 这应该就是你的权力了吧 是时候让你我之间的因果彻底了却 敌人在我面前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一败福地 我征战多年就凭你们 我何惧之友 你多打赏 红军 天道 你们还真是够可以的 既然想打 那就公平一点 天地拳 剑气山河 万剑朝远 什么人 红军又见面了 你这个应该就是本体了吧 你可别告诉我 你这还是分身 难得一次正式见面 你说呢 这是自然 另外一位还未请教 在下丽飞语 是个老六 我第一次见到说自己老六说的如此理直气壮的 贫道佩服 有意思 三个变数 红军 你所查看到的变数 应该都在这里了吧 有一点我很好奇 你们是如何进到这里的 是他们三个 只是 那个叫丽飞语的 不是应该用时间法则的吗 怎么会用件 时间法则 那只是我的兴趣罢了 大时间 时间混沌剑 禁锢 原来如此 倒有的手段让人佩服 至于我们是如何进来的 那自然是我们有我们的办法 那么变数应该都到齐了吧 动用天法大阵 尝试一下能不能一举将他们消灭 好 若是能一击消灭 这自然最好 就算不能 这天法大阵也会探出他们最后的底牌 将他们中创 戒时封神也会省力不少 不错 算算时间 不周山应该快到了 可不能再让他们搞事情了 大道在上 今日我后头代表巫族宣誓 我巫族自愿退出洪荒舞台 从此退居地府 维护洪荒运转 守护六道轮魂 此前因果 愿意今日之后 地府每日所得一成地道功德抵消 望大道见真 你想退出 就做罢休 那我儿子算什么 这么多年的阴火 岂是你一句誓言 就能抵消的 我不同意 你我两族的债 必须要写来偿还 大哥 我陪你 这是什么 我不信 天道之力 给我加神 我怎么沟通不到天道了 帝君 事到如今 你还不明白吗 天道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如今的你也是亲 我不信 我帝君身负天地命格 乃是天地霸主 怎么可能是一个妻子 囤约和洛大阵 和图洛书 娄仪也妄想 推演天机 可笑 娄仪 这才是真正的天道 哪怕只有一次 我也要自己做主一次 天道又如何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怪不得女娲 让我回太阳星闭关 原来从我踏出太阳星那一刻 我的结局已经注定 好一个天道 好一个红军 算计了所有人 就算是圣人 也都在她的棋局里面 太一 对不起 你会怪我吗 大哥 你说的哪里话 只怪天道不公 也怪我们自己沦为他人棋子 实力不公 若有来生 我希望我还是你的好大哥 若有来生 我情愿待在我们的太阳星里 平淡的生活 若有来生 大哥 你怎么样 太一 若是有机会 活下去 大哥 等我 我陪你一起 我要整个洪荒为你护车 本源陷阱 以我之魂换天和辉煌 海音 你想做什么 不好 不住山 终于来到了 高科技 快报告这里是哪里 让我背上 巨大因果的源头在哪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揉我炸天帮 兵 经检测 这地乃是洪荒世界 兵 警告 警告 此界有高于本功能的高科技 存在于巨大变数 本高科技 保命功能开启 在宿主离开此界之前 本功能禁止使用 禁止宿主 依靠本功能提升修为 但商场物品 与装可爱之 仍然可用于获取 目前洪荒时段 巫妖亮节决战 太一准备怒装不周山 宿主修为大罗金仙 什么鬼 装不周山的是太一 不应该是共工吗 我猩猩个叉叉 还有比你这高科技 还厉害的存在 那我还怎么装可爱 本功能最后 在提醒宿主 太一正在飞向宿主 宿主背后正是不周山 此外 太一修为圣人 圣人修为的太一 来不及跑了 超级加倍 无敌精神 可恶 不周山还是倒了 这还只是天塌了 可是当年副神开天 承受压力之大 虽然我不及副神 但是我也要守护好 这弧荒大地 后徒姐姐 不要慌 我们来帮你了 你们来了 真好 事关洪荒 安危怎么能少了我们 不错 这可是大功的意见 我洪云就爱做好事 大家坚持住 女娲姐姐 还有通天师兄 已经在炼制古天时 与寻找撑天柱的路上 只要坚持到 他们到来 把天补上 洪荒便可得救 还有我 我唐三虽然修位不高 但是也会尽自己的一点棉薄之力 丁 这是本功能在此界最后一次为宿主治疗 往后本功能只有播报宿主 获得装可爱之功能 其他功能暂停使用 另外再提醒宿主 现在宿主身负推导不周山因果 请宿主好业争取早日离开此界 可恶的高科技 你坑我 传送也不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害我无辜承担这洪荒大因果 你知道这洪荒的因果有多大吗 要命的那种吗 可恶 得赶紧找办法补救 哪怕释出一份力 也能抵消不少 先去帮忙再说 在下炸天邦 萧火火 修为虽然不强 但也愿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炸天邦萧火火 唐三 这小子哪里来的 用我炸天教分号 行事就算了 还敢冒充我师叔 还如此理直气壮地冒充我大老 师叔可恶 他已有取杂之道 先不着急动手 等补天结束 我们再直接与他清算这因果 冒充他人 萧火火师叔的名誉 不容变污 快啊快啊 大家可都在等我 你可知你在说什么 我一直在这北海前修 努力划行 可不曾得罪过你通天省人 想要我的四肢 做梦 不是我想要你的四肢 提醒你一句自愿贡献去称天 还是被别人斩去称天 这是有区别的 难不成 我的命运就该去称这天 我不 凭什么 我也知道命运的不公 但你此生的命 无解 没人比你更适合去称天 与其被人斩去称天 被人独享功德 不如主动去称 我可答应你 此事后 我祝你入轮回 来世引你修炼与化行 还有一点 这称天的功德 你的来世 也可想到 那好 我要你以天道启示 我便答应你 不用以天道启示 我通天愿意大道启示 这会你可相信我 什么人 可恶 一击就能将我击倒至重伤 你到底是谁 还有 把他给我放了 有意思 吃我一击 你竟然还没打掉 按理来说 红军这废物 不可能让你们 有如此实力的 嗯 等等 你修的是混元 怎么会 不过实力还是太弱了 懒得跟你多说了 今日之事 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去嘎吧 想补天 做梦 难得的机会 能将洪荒坐标 传送出去 我怎么可能放过 你你不是洪荒之人 可恶 有用吗 不予完炕 给我嘎 多谢前辈相救 小事一桩 也怪我 没看住他 前辈 他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 可能是想家人了吧 没事 在我白爷爷的教导下 一般人都会这样 很正常 快拿着他去补天吧 这里就交给我就好 有我在 他只能乖乖地爬着 果然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在别人休闲的过日子的时候 只有我在默默守护着这个世界 这个坏人就让我独自一人来打 前辈这一身正气 不愧是得到高人 晚辈通天佩服 等补天结束 晚辈再来寻前辈道谢 终于忽悠走了 我又可以 这等高人 回头把他介绍给师父他们 看招乌鸦坐飞机 暴龙更是飞翔 有天雷平方角的 我还是快些去补天了 一个不留神差点被你搞的事情 老实点回到咱们原来的地方吧 不 我不要回去 你这混蛋 打不掉我 就天天炼丹 我不 可恶 你给我等着 这次天塌 他们必定会察觉到 等他们到来 就是你陨落之时 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萧活活 一声坦荡 此等大事 事关洪荒完威 我萧活活 则无旁贷 义不容辞 战力超级加倍 这超级加倍一出 我这爆发的修为 有准胜了吧 他们应该轻松不少了 不愧是我 帮忙 也不忘装可爱 他们应该被我的 可爱之气给震住了 很好 让我来看看 在洪荒装可爱 我能有多少 可爱之 奇怪 怎么没提示 我装可爱成功了 你这小鬼 要帮忙 就安静点 别逼着我揍你 太轻老的 前来助几位 一臂之力 天罚大阵 区区天罚大阵 看我的 一致天尾神通 三合一 战天道 你这能力 有意思 竟与我有几分相似 你们来洪荒 到底有何企图 企图并没有什么企图 我们来也是为了洪荒 更好 九转天道圣体 派出天结建决 九转天道圣体 原来如此 本以为这种体制不会存在 没想到在今天出现了 看样子洪荒也不是那么安全了 你们能来 说明其他人也可能找到洪荒坐标 必须尽快让天庭正神归位 几位 我们谈一笔交易 如何 洪荒天道 你这是害怕的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说到底 我们并非什么深仇大恨 不如谈谈你们想要什么 你我合作 达成共识 岂不是更好 说得好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几位不妨与我合作 打开洪荒坐标 让我们入侵洪荒 事成之后 你们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们 毁灭 你不是死了吗 你都没有 我怎么会先你一步呢 荒 这个气息 是他们不错 虽然只有一点 交给我 说他在哪 你就是荒吧 想知道 打开洪荒坐标 你不就能看到了 那就是不肯说了 那你也就没用了 想嘎了我 这只是 只是你的一个分身是吧 有点本事 不错 追本苏源 顺便帮我跟他问个号 让他等着我 不是想合作吗 那我们来谈谈吧 见过大人 可是见到那人了 不错 可是属下并不觉得他有多厉害 为何大人这么关心呢 小瞧他 可是会吃大亏的 洪荒坐标探查的怎么样了 因为天塌的关系 洪荒气息外泄 用不了多久 便可以精准定位他的位置 等找到洪荒 我要亲手找原始人报仇 当初我就不该给他这么多的机会 还得多谢大人复活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复仇 消火火 想不到吧 将你们复活是因为你们合适 只要你们助我完成我的目标 其余的 我不管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对 有问题 大人 我可做错了什么 蠢货 你可知你做了什么 慌 你自己出来 还是我把你打出来 竟然被你发现了 追寻了你这么久 你总算是露面了 你这台话自在乏 当真是愈发娴熟了 不敢当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可恶 你怎么会跟着我找到这里 难不成是那个时候 不错 追粉素元 本来只想尝试一下 没想到你竟然不反抗 吃我一击 让我成功循着你分身 与本体的联系 来到这里 不愧是你 光 但你这只是一个分身吧 任你实力再强 本体也不可能这么快 从红光那边过来 他话自在乏 是被你玩明白了 确实距离遥远 分身能发挥出的实力 终归是比不上本体 但是我若全力爆发 用于一击之上 你们当如何 区区一个分身 也敢如此叫嚣 在我先面临这分身之后 定位洪荒 先把你砸了 再去找原始人报仇 一点气息不漏 吃我一击还能毫发无伤 你果然很不一般 虽然被你寻到了我 但是想叹我底 想得美 各位主角 咱们慢慢吧 其实我只是区区一劫凡人罢了 你们也出来吧 黄 叶凡 来见见你们的老朋友 如何 可是见到那人了 不错 那一头红发 虚无缥缈 不可名状 权力之下 毫发无伤 如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都感觉 他压根不存在一般 很强 能让浩哥你说强 那此人隔队等实力 哈哈 有什么是我元凶 搞不定的 凡是挡着我们的 堵框框揍趴下 俗话说得好 每一个成功 且强大的男人身后 都有一个可爱的小剑剑 在默默支撑着他 所以我们注定是无敌的 一个字 咱们更强 还有一件事 如果我推断的不错 我们曾经的对手 都被他重新复活过来 通天跟女娲呢 如此时刻 居然做缩头乌龟 真是把我们圣人的脸都丢进了 原始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女娲姐姐你来了 你再不来 小明明就要变小饼干了 你就要失去 我这可爱的 好地小能手了 小明明是什么鬼 明和叫女娲姐姐 我怎么感觉 这个洪荒不太对劲 变数这么多 还有眼前这个人 着装怎么这么一个人 放心吧 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 来是助你修行 此生还请道有大义 为了这洪荒 去吧 四根天柱爆发无上美丽 撑起这洪荒天地 从此 洪荒大地分为四大洲 东圣神洲 西牛鹤洲 南善部洲 与北巨炉洲 没想到这大钻石 这次会让咱们两个出来 哈哈 慌这家伙 终于该他被封号了 本来不是应该只能出一个吗 只是为什么这次是两个 难不成这封神亮节 比以往更加凶险 有可能 虽然与天道达成了协议 会共同对抗外敌 但是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动手脚 做好安排 才能防患于未然 那先去找他们吧 晚点我要去我徒弟通天大 看看他的结教发展的怎么样 想封号我 卡巴克谁不会 回头突然出现 吓坏你也黑 这是他们 这壮岛不周山的因果 也太大了 就算帮忙补天 能偿还的也不多 本来妥妥的 创业成功人士 一夜之间 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打工人 我徐小雪怎么这么惨 这位小兄弟 你的遭遇 让我很是同情 不就是撞倒了不周山了 只要你奋发普强 努力上进 终有一天 你会把这因果 给消除了的 不错 区区撞倒不周山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说的对 区区因果 挡不住我萧活活 作为21世纪的有志青年 想从洪荒获得功德 还不是简简单单 很好 我看好你 现在来清算一下 你跟我们炸天角之间的因果吧 还有你竟敢冒充 我是叔萧活活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说什么 炸天角 萧活活 是你师叔 敢冒充我大脑 这就是下场 不错 我炸天角的名号 可不是谁都能用的 更何况还冒充我师叔 此等贼心 天理难容 没直接嘎了你 已经是我炸天角仁慈了 要不是刚才在帮忙补天 我们都直接动手揍你了 知道错了没 只要你乖乖认错 我炸天角一项仁慈 就大发慈悲的放过你 看你也是个人才 说你做小弟 也不是不可以 错了 我知道错了 其实我叫叶凡 冒充小伙伙 是因为他是我心中 所以才 不知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我无审大人的访问 叶凡大人也是你能冒充的 我看你小子 就是欠揍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叫唐三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个洪荒 到底发生了什么 萧伙伙 叶凡都是他们师叔 难不成 有一个跟我一样的 来到这里 可恶 别让我带到你 我就不信 唐三这个下水道 也能是你们师叔 无定风波 唐三 我敲 你还敢假冒我 这我实在忍不了了 第一魂祭 蓝鹰缠绕 真是蓝鹰草 真是唐三 我敲 你怎么到洪荒了 别 别乱来 我真错了 第一次魂祭 蓝鹰霸王枪 说吧 你下一个名字叫什么 吃不过三 你连续三次冒充别人 说什么都不会信你了 徐小缺 求你们信我最后一次 这会真是我的本名了 你看我信吗 别说话了 直接做 这里好热闹 你们在做什么 哟 小三子 好久不见 叶凡师叔 袁师叔 我们抓到一个专门冒充别人的坏蛋 正在惩戒他 特别是叶师叔你 他刚才冒充你 冒充的特别嚣张 还说什么 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的垫脚石 明和 你 你别乱说 我告你诽谤的知道不 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观众老爷 快帮我作证 好 我帮你作证 你真的说了这句话 叶凡大哥 快帮帮我 看在我跟你来自一个地方 你让他们放了我 不信我们可以对个暗号 其变偶不变 符号看向线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和妖 宝塔镇和妖 叶凡大哥 信我 我叫徐小区 还真是自己人 好吧 别为难他了 你们应该都揍过他一次了 就放过他吧 既然叶师叔说话 那就放过你了 以后 咱们就是自己人 回头我让你 见见我 乍天教教主 免得你 不断再招惹英国 原兄 我又出来了不 刚才谁在叫我 叶凡道友 还请来紫霄宫一续 你们还是来了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但就你们两个 那红头发的呢 大人日理万机 怎么会亲自前来对付你们 更何况 有我们两个足够了 我可是大到巅峰人 秋伤 现在再度复活 毁掉这里 也就一根手指头的事情 荒 好久不见啊 你还是那么让人厌恶 不用想 剩下九个应该也重新出现了吧 那就不用多说了 高端局直接打 何人如此大胆 在我惊熬岛外示威 这里可是我结教通天教主的教场 我找的就是这里 通天呢 让他出来见我 通天教主正在闭关 无论是谁 一律不见 阁下还请改日再来 跟他废话什么 不过一个大罗 如此挑衅我结教 其罪当诸 通天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 你这场耳甚虚仙 年纪轻轻 腰就弯了 还长得这么丑陋 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哪里来的斗杯 敢这样说我 我可是结教随带其先之一 还有你们竟敢直呼通天教主名字 今日都给我把命留下吧 等等 长耳师兄 如此武断要嘎 是不是不太好 虽说教主有令 万一他们真是教主的朋友 岂不是 我可没听说过教主 有这样的朋友 我结教万仙来朝 怕个屁 如此心性 我便带通天教育一下你们 极致之雷 天地正雷 好霸道的雷法 为何我隐约 感觉到一丝圣人的味道 可恶 赵公明 你快给我上 我结教的威严不容他人欺凌 快给我嘎了他们 先天林宝 二十四定海神珠 去 实力不错 看来通天把你教的挺好 至少比你脚下那个好多了 多谢夸奖 但我身为结教弟子 必须维护好结教声誉 我劝你们两个快快投降 任你再强 在我结教万仙来朝面前 无异于以卵击时 还有我同天教主 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元兄 强盗能直接砍了这洪荒 你知道不 与其在这放狠话 不如想想你自己 为何这么弱 这么多年来 有没有好好修炼 气息如此虚俗 皮肤被人抽干的样子 信不信一会 你会跪下唱征服 频道多宝 两位如此欺负我结教弟子 可想过我结教怒火 是十分可怕的 多宝大师兄 就是他们无故上门挑衅 还直呼教主名字 根本不把我们结教 与教主放在眼里 还请大师兄出手教训 灭了他们 如今教主闭关 我身为结教首席大弟子 当守护好结教 功名 你与我一同出手 无论是谁 都不得对结教不敬 是大师兄 好了 不陪你们完了 键盘侠 把通天喊出来 好嘞 元凶天失职 快快出来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喊你十号师叔过来 帮你提升修为 别 不要喊十号师叔 我卡里 我怎么身体不受控制的 就直接从我闭关的洞府出来了 键盘侠喊的你 你说呢 通天失职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原来是键盘侠师叔喊的我 徒儿通天见过师父 见过键盘侠师叔 起来吧通天 看你修为 会员大罗三重 根基扎实 看样子你确实在努力修炼 不枉我教导一番 只是你们下个别弟子 着实让人难看 还请师父恕罪 你们几个还不拜见你们师祖 拜见师祖 长耳慎虚先 快起来跪下 喊我键盘侠师祖 然后再唱一个征服 我元兄来考验一下你们的实力 嚣张是我的专属 搞笑是我的职业 你以为你是我这大帅锅吗 就敢如此嚣张 不不敢师祖恕罪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你这慎虚先挺会唱的 知道错了没 你惹谁都可以 敢在我键盘侠面前嚣张 那就是找抽 师叔祖 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先让我下来 这样被人看着 太羞耻了 可恶 总有一天我也要让你唱一次征服 好了键盘侠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我知道了元兄 你小子就乖乖的被挂在这里 今天把你们都叫过来 是有几件事情宣布 第一件事 这是我师父和我师叔 以后见到他们 必须要恭敬 绝对不能再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有人仗着我结教成兄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二件事 下一个亮节就快要开启了 我结教便是这两节主角 大家请做好准备 若是不想应结 便加紧时间提升修为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请教我 与我师父他们 通天 我这刚来 你就让我帮你教导这节教啊 师父 肯定不会看着你的徒子徒孙们应结的 对吧 你小子 前面跟着夜黑学坏了吧 不就是随便 教他们一点东西吗 洒洒水了 我保证元兄 给试着你教出一个 不一样的节教来 完了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算是自己挖坑自己挑吗 金刚护法 横扫千军 前往无极阵阵 夜小子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见识 我要让你们昏睡夜 无论来多少次都是一样 都是我们将你打败 阻止你祸害人间 恭送十五位天命之人 你们为人族所做的一切 我们会铭记于心 如今 我等三皇功德圆满 是时候正道圣人 我人族从此在洪荒大地站稳脚跟 人道在上 今日我等三皇功德圆满 于今日正道人道圣人 必要人族九圣不衰 望人道见之 见过女娲娘娘娘 哥哥 你终于成就圣人了 现在的我乃是人族 女娲娘娘 你可不能乱了理说 这么说你是不想认我这妹妹了是吗 我可不管这些 咱们各伦各的 管那么多做什么 你说是吧 哥哥 妹妹 咱就说你能不能温柔一点 你好歹是我人独之母啊 谁让你们这么不顺我心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 你们现在已是圣人 虽说没了天道干预 不用永居火运动 但凡间之事也不能过多插手 这人皇剑代表人皇之位 今日起便交给你了 切记不可做对不起人族之事 不然我们三皇与女娲娘娘 有权将你的人皇之位废掉 我知道我上汤绝对不会危害人族 有我在为一天 我就永远守护人族 很好 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 我等会退守火运动 除非人族遭遇灭顶之灾 否则不会过多干预人族朝代之事 孩子 我也想直接动用法力催化你出事 但这会毁坏你的根基 为了你以后 我会尽可能地补全你的缺陷 让你完美出事 我乃是人道之主 女娲娘娘 今日起 你便叫子兰吧 以后就跟在我身边 子兰见过女娲娘呢 放心吧 以后你们会在一起的 如今三皇归纬 叶凡道有 咱们也该商讨一下 重立天庭封神之事 毕竟洪荒界外之人 虎视眈眈眈 尽快用天庭证神归纬 才能加固洪荒 防止界外之人大破壁来 行 把所有圣人都叫过来吧 是得商讨一下 如果不是跟天道达成协议 我是想我自己 做着天庭之主 免得你们使坏 在榜上搞事 好手段 十号 打断了传送通道 不过 这又如何 我就不会重新再开一条了 怎么回事 这么多条通道 竟然只剩一个 班里来说 不应该啊 难不成 有个跟我一样的存在出手了 也罢 一条就一条吧 也就是件问题 去吧 给封神加点料 既然都到 那便开始吧 天庭不可一日无主 你们便推选一人 顺便商讨一下封神之事 册封天庭正神 不仅是为洪荒稳定 防止洪荒被外界之人入侵 更是洪荒谅解英杰之人的一种解救之法 而这天庭之主 便是能驱使这榜上之人 帮助天道维护洪荒运转 所以 这天庭之中 必须是一个拥有大爱 不爱之心 否则这会是洪荒的灾难 老师 我铲叫门下之人 各个福源深厚 品性有加 可从中选取一个 做着天庭之主 相信他们不会让人失望 老师 我门下之人也是 各个慈悲为怀 请老师考虑一下 我门下弟子 一个虚伪至极 一个臭不要脸 给你们门下之人 做着天庭之主 只怕没过两天 这洪荒就被你们玩坏了 也好意思 说出口 你是谁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怎么会 我怎么会反抗不了 道友 这里是老师的子消宫 这么做 不好吧 算你实相 死消宫又怎么样 红军 我打两下你的弟子 你不介意吧 放心 我给你个面子 不会打坏的 道友轻敌 我敢说介意吗 本体不在 天道因为协议 也不管他们 要是我说个不字 我好怕他连我一气的 这可是跟十号那家伙一样的存在 听到了吗 红军都不介意 你们两个也过来一起吧 说实话 我早就想揍你们了 道友 我师兄弟好像没惹你了 能不能 不能 问就是 看你两不顺眼 得想个办法消除一点英国业力才行 记得建英准题那里有个八宝功德池 能消除不少 趁现在他们不在西方 被红军叫去了此消宫 正好是个机会 我就说这小子是个人才吧 把我们支走 自己一个人 去打八宝功德池的主意 不过他一个大罗还真的敢 作为乍天教骨干成员 有必要保护好 新教重的身体健康 我建议咱们跟在他后面 保护好他 有道理 我乍天教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成员 不管不顾 那还等什么 快跟上去 我惺惺的擦擦 每个倒霉玩意 在这里玩了个洞 难得炮险拳的几回 束束缚组的炮的险拳 还能提升九威 我一定要把握住 宫天师职这金牢岛上的宝贝 还真是多啊 等我全部把他们挖出来 给我的徒子徒孙修炼 那修为不得真开火箭一样 蹭蹭蹭的往上涨 到时就连圆兄 也会夸我非常的锐智 哪里来的鸡叫 竟然如此的别致 好听 这锐智的眼神 霸气的身形 就是这头 还差点意思 能不能变成绿的 好听话的鸡 我决定了 你以后跟着我吧 我来给你想一个 霸气一点的名字吧 就叫鸡 你太二 咱们走 继续挖宝废去 等空天师职回来 他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你别说 这揍完人的心情 还真是舒畅 面头也通达了很多 怪不得慌 这么喜欢打架 这两光头还真是穷 也就这光环 跟看看眼 还是原始 你小子负的流油啊 老师 你就别秀了 再秀他们就要哭死了 通天 拿着 正好给你的清瓶剑提升一下 多谢叶师叔 可恶 你给我等着 师兄 他太惨暴 那个时候 也只是喜欢做 这家伙 差点连我衣服 都扒死 师弟 别说了 我好怕引起他的注意 又打我们 怎么每个人都看我们西方不顺眼 我和气着 咱们也没做错什么呀 好了 差不多就行 咱们继续讨论正事 叶凡道友 你对这天平之主有什么想法 不妨说一说 你身边的那个童子浩天呢 我看他就挺不错的 为人老实 一身修为 也是精力万劫 才有如此境界 是个有博爱之心的人 道友连这个都知道 浩天 你过了 老叶 我来了 来见过叶凡道友 与几位圣人 浩天见过叶凡前辈 太清瘦人 玉清瘦人 女娲瘦人 通天前辈 西方二圣 只是两位圣人 你们的脸怎么清 一块紫一块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西方特有的妆容 不愧是圣人 目光长远 不错 来天有空 可以带我西方坐坐 小浩天 你快闭嘴吧 浩天 不准胡闹 叫你过来 除了让你见过几位 还有一项众人要交付于我 老叶请说 叶凡道友举见 你做这天庭之主 你也在我紫霄宫 历练的差不多了 该是你做一点事情的时候 不知道你可愿意 多谢叶前辈 浩天自然是愿意 很好 天庭之主 不仅要造福洪荒三级 更要坚守本心 不可作恶 浩天明白 小浩天 对你 我只有一句话 天条并不是冰冷无情的 他需要一点温度 不能一刀切死 虽然不知道叶前辈的意思 但是浩天一定会铭记于心 不负前辈之望 你以后会明白的 这八宝功德持外围 果然有重兵把守 得想个办法溜进去才行 喂 你碰我做什么 有事吗 神经 谁碰你 难不成是感觉错了 可能是最近连续48天 赞港太累了 产生错觉了 喂 你是不是要碰我了 这回我的感觉绝对没错 我警告你啊 别没事找事 你以为你是谁 我就非得有事 没事碰你一下吗 刚才我的感觉绝对没错 肯定有人碰了哦 我旁边除了你可没有别人了 我看你是修炼着我入魔了 老老师实在好感 不言老师怪对象 你可不要连累我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嫉妒我们韭菜小佛团 上一年得了先进好佛奖 你在嫉妒我 还现在故意欺少哦 笑话 我嫉妒你 也就你们韭菜小佛团 能看上这先进好佛奖 我都押小佛团 押根不屑于你们竞争了 我们的目标 是更远的十全十米美佛奖 你看 你看 还说不是嫉妒 这我忍不了了 早打 你们都押小佛团很牛是吧 也就比你们韭菜小佛团 厉害一点 我早看你不算眼了 看的 你以为你们看着就很顺眼吗 这些小事对我徐小缺来说 还不是简简单单 进去跑功德持续了 这心理素质 这熟练的技巧 这小子得做了多少次这样的事 才能这般轻车熟路 一看就是个惯犯 我唐三是问自己 做不到这样强大的心理素质 走 咱们快跟上去 免得他们反应过来了 我就知道 我徐小缺无论去到哪里 都必定有所成就 绝对不会平晕 看似只是走进这功德池一小步 实际上 是我踏上巅峰的一大步 八宝功德池 我来了 优雅永不过时 我这跳水 什么东东 刚才那一下是什么情况 老六 绝对的老六 这西方二圣 绝对没有这么狗 这么稳健 到底是谁在这里布置了这么多的阵法 我低乖乖 这数以万计的阵法 但凡修为弱一点走进去 不是必嘎无疑 和人如此大的手笔 这西方二圣 可没有这么多 底蕴与手段布置 我上一次挖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可是没有阵法的 这八宝功德池除了拿不走 要不然他也不会被我留在这里 等等 这阵法上的气息怎么有点熟悉 飞鱼你该不会说的事 只能是绿飞鱼大老阵老六了 也就他会这么干了 这么多阵法 真是惊呆我唐三 真是奇怪 凭我的修为 怎么会拿不走这个八宝功德池 谁限制了我 既然拿不走 那么谁都别想动它 顺便给西方这两光头留点惊喜吧 都来到这里了 区区阵法而已 难不倒我 我今天非要进这八宝功德池里 炮个早不可 果然如我想的一般 只要不触碰这个阵法 那就一点事情都没有 我只要从这缝隙之间进去 并可安然无恙 糟了 不好 超级无敌精神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阵中阵 星星个叉叉 算就好会跳进来的是吧 不愧是我师父 暗黑云又学到了 好小子 这保命手段 我看好你 居然还有一个跟我以前差不多的技能 无敌精神 有点东西 别让我带到是谁布置的 不然我闭在你的鼻子上 插几个被猪拱过的大葱跟白菜 你这阴险老六 奇怪 谁在惦记着我 不行 虽然又大钻石在 谁都推演不到我 但我还得做些准备才行 八宝功德池就在面前了 我跟你拼了 加油少年 胜利就在眼前了 终于进来了 太难了 既然天庭之主已经确定 那便商讨一下谁去填补这榜上空位吧 事关洪荒安慰 365位天庭正神 每一位的职责不同 所享受的功德香火也是不同 更多的是责任 三弟 你结教门人众多 号称万仙来朝 不如从你结教里 挑选去填补这风神榜 这功德香火 对他们来说更是福责 上了这风神榜 便受他人驱使 修为恐怕难有进步 虽有功德香火 但这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一个不小心 更是有修为倒退的风险 虚伪 谁是你三弟 原始 这风神榜全让我结教填补 你怎么不让你产叫十二金仙去 只要这十二金仙全部上榜 剩下的 我通天二话不说 让我门下弟子去填补 通天 你别不识好歹 这风神榜被你结教不可 几位都知道我西方贫困 人才凋零 这天地正神 不是我们不帮忙 属实是我们西方无能为力 还请几位师兄想想办法 我只有一句话 想让我结教知人上榜 可以 你们门下弟子也必须有人上榜 想必咱们都知道 上了这风神榜意味着什么 若是这么推让下去 就别怪我直接动手 帮你们选人了 也凡道有切勿动 这风神榜虽然限制道 但是福利也是很大 不妨给他们一点时间 想一想 你可是答应我天道 不会轻易动手的 罢了 我道教门下弟子只有一个 若是上榜 我道教便是各空客 我就做个表率 有我三世之一 太上老君第一个上榜吧 还请各位见谅 真是麻烦 那个红头的还在 我就嘎不掉你们 你让他过来跟我打 跟你们打没意思 怎么会没意思呢 大人日理万机 对付你都是小事 咱们打了这么久 你嘎了我这么多次 我的实力也在不断提升 看在你如此尽力挡住我们的份上 怎么说也得让我嘎你一次 才算是理尚往来 对吧 不错 荒 你可以嘎掉我们无数次 但我们只需要消磨你一次 便可让你灭亡 你拿什么来挡住我们 来尝尝这招 瞧瞧 我脚架的是谁啊 是不是那可号称 无比于事的嗜好 现在知道我大道巅峰人 秋伤的厉害了吧 啊对对对 大道巅峰人 太厉害了 对着我的残影无限自恋 我好胖胖 行轻松松 哦 对了 还有一个 十号有用吗 还不是嘎不掉我 秋伤 咱们慢慢磨嘎掉它 怎么回事 我凝聚实体的速度变慢了 真当我十号只会打架吗 罚了你们这么多次 怎么会一点发现都没有呢 在你们复活的过程中 你们的实力是随着你们凝聚实体的程度 逐渐变强的 换句话来说 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最脆弱的时候 虽然还是嘎不掉你们 但能阻止你们恢复的速度 这就足够了 阻止我们恢复的速度 那又怎么样 我们终究会凝聚回实体 届时还不是一样 就是狗言残喘罢了 不不不 你们错了 这一点都不一样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饿了 你们这些东西 怎么会知道美食的重要性 等我去吃饱回来再打 拜拜了你嘞 把我们封住 减缓我们凝聚实体的速度 就为了去吃东西 这是我认识的那个荒吗 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 正常不是应该想着 该怎么快点拔掉我们吗 他跑去吃东西 肚子居然叫这么大声了 不行 得快些去红军那大吃一顿 记得他那里有好多私藏的好吃的 我出这么大的力气 必须捞回一点 不然我这架打得太亏了 不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各位浩天 可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 浩天多谢太清圣 若非必要 浩天绝对不会限制圣人的三师 如此甚好 大哥你在做什么 咱们明明可以让通天的结教门人上榜 为何非要如此 老师不是说了吗 这叶凡不能轻易对我们动手 怕的屁 这么说你不怕我了 可恶 别以为我那你没办法 给我一个机会 我必让你后悔 我的阵天关 可是连天都能关进去 更何况你夜饭 老师 几位 我有一个提议 我们与其在这里争来争取 不如让门下弟子各平机缘 败者上这封神堡 所有圣人皆不可插手 夜刀又意想如何 我是不介意 如果有人厚着脸皮插手 就别怪我了 红军 接下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封神堡 我就拿走了 非雄之相 我已经找到 原始 我劝你好自为之 夜刀又当真是好手段 什么事情都知道 对了 接引准题 这光缓缓给你们 带着真丑 有损我夜凡形象 下次换个好看一点的 原始人 我知道你在 给我出来 否则 风紧 车乎 黑暗动乱 住手 你找的是我 跟他们无关 师祖来了 太好了 有什么冲我来 何苦为难这些 修为弱小的人 原始人 你还是这般慈悲心肠 不过楼已罢了 何必在意 他们的是死是活 许久不见 先吃我一鸡 看看你的修为 长进了多少 不然你又会是 被我团灭的结局 如果你还当我是 曾经那个原始人 那么 今日 你便留下来吧 变弃山河万 划过九周五月 变弃 变弃山河 不错 实力提升得很快 但是 就这 还不够啊 有趣 原兄 猜猜我去 做了什么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原兄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你知道我为了咱们的 独子独孙 吃了多少苦吗 你看这一大袋宝贝 绝对够我们结教 造出几十个准胜出来 先别闹 键盘侠 你看那边 不好 母猪上树了 这家伙 怎么跳出棺材 来到这里了 原兄快上 直接开大招 把这杖术的猪砸了 见过后 可不许妖怪成精 那正好拿你来试试 我这许久没用过的招数 诡异之雷 极致之雷 哦 原兄 你这形态黑黑的 我好喜欢 就是晚上的时候 你要开灯 不然我看不见 黑暗动乱 我这雷 专客不想与黑暗 你拿什么来接 尽管放马过来 不过雕虫小技大了 也敢在我面前 班门弄斧 被复活后的我实力 更少从前 就算是当年的苏鸣来了 我也不拒 原始人 不得不说 你的实力提升得如此之快 已经能靠自己 让我冒出小红花了 还没完呢 黑暗动乱 不败胜枪 枪来 世神十三枪 地十三枪 黄昏祭坛 怎么样 原始人 你终究是达不到我 我能无限次数的复活 那又如何 你活过来几次 我就噶你几次 你这老灯 信不信 我直接把你删除了 居然这么狂 剑牌侠 你的确是个豹 但是我就没准备嘛 对付你 很简单 留个备份就好了 无非是靠外力复活 只要源头一灭 你们瞬间就会消散 有什么好得意的 还有 红头那家伙 到底想做什么 想知道 我就不告诉你 那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反正你们嘎不掉我 哈哈 越反 原始人 来日方程 咱们慢慢玩 看样子 事情开始变得麻烦起来了 也不知道 他们有多少人 渗透进了洪荒里 他们究竟是谁 想对洪荒做什么 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有我们在 就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没错没错 有元修在 这都不是问题 封天失职 来 看看我给你们结教 挖到了什么宝贝 这可是能造出 很多个准圣的宝贝 到时候 我要让他们 站我身前 看谁不顺眼 直接框框 给几个大笔兜 多谢键盘侠师叔 有这么多资源在 风神就不怕 他们在背后 搞什么动作了 也多了几分 自保的能力 只是这资源 他正经吗 绝对正经 咱且叫尽管提升 开火箭就好 奇怪 我的眼皮怎么一直在跳 还是右眼皮 红帝 我来了 快开门 你好哥 我快饿点了 我来你这找点吃的 星星的叉叉 这败家玩意怎么来了 不好我的大门 时候 你慢点 我给你开门 我 我先安装好的大门 红帝 不是我说你 你这新大门 怎么比上一个还退 这回我是真没动手 他自己就炸了 这不能怪我哈 他自己炸 你看我信吗 爸 我习惯 说吧 来找我做什么 打架打饿了 我把那两个界外人封住 来你这吃点东西再说 快把你私藏的宝贝都拿出来 不然我饿了没力气打架 你可不要怪我 行了 咱修道之还会饿 不就是嘴馋 想有好处了吗 我带你去呢 箭盘侠师祖 你把我们都叫过来是有什么大事吗 那必须是有事啊 而且是天大的好事 看到我身后的储物袋没有 请问师祖 这储物袋里的是什么 宝贝 修炼的宝贝 能供你们修炼到准胜的宝贝 这些资源免费给大家使用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修炼到准胜的人 以后必须在我打架的时候 将我顾在你们身后 看到不爽的 直接上去单挑 我们一群人 单挑他一个那种 师祖 你对我们太好了 师祖大德 晚辈无以回报 只有以身相许 阿呸 以后谁敢欺负我师祖 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也是 我第一个不答应 还有我 还有我 很好 看到你们如此敬爱我 也不枉我这般辛苦 师祖 晚辈有个问题 这么多的资源 师祖是从哪里得到 如此动天福地 想必一定还有不少好东西 这小伙子很吃货啊 其实 那个地方 就是咱们的金熬岛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咱们的金熬岛挖穿了 还有如此多的资源 其实也怪你们 咱们岛上 明明这么多的宝贝 你们却看不到 非要我挖出来 还是我小剑剑 慧眼石珠 与我这睿智的头脑 才能挖出来 金熬岛挖 挖穿了 这么说 这段时间 岛上大大小小的地道 都是师祖你挖的 不错 除了我小剑 剑有如此智慧 试问 还有谁 快夸我 磨坏我吧 我马上就要收获 一群小迷地了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是怎么过的吗 上个厕所 突然掉进地洞里面 那臭味在我身上 沾了一个月 你别说了 我这刚要突破大罗 突然脚下出现一个大洞 我没反应过来 忘记飞行 不仅掉进里面 还卡断了我突破的节奏 我突然想起来 我家公主要下载 我要去帮忙 这资源你们随便用 不用谢我了 站住 别跑 让我们打一顿 这事就过去了 你们要做什么 我是你们师叔祖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亏我还帮你们找修炼资源 亲兄弟 名算账 一码归一码 让我们垂一次 你还是我们的好师叔祖 元兄救我 你们要对你们师叔祖 做什么 再怎么样 他也是你们师叔祖 没错 没错 还是元兄对我好 只是你这表情 怎么让我感觉毛毛的 仅此一次 你们下手轻点 别太过 多谢师祖 键盘侠师叔祖 你别跑 元兄 你不爱我了 谁给我出来 藏头鹿尾的 你是谁 来找我做什么 别紧张 我来是为了帮助你的 正所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想 以你的能力 想在风神之中胜利 很难 也不怕告诉你 结教那边 对你产教是碾压的存在 哪怕是你亲自动手 那又如何 我可不信 真的会把我 对我没有算计 我可不傻 你应该也是界外之人 我可不会留一个王炸在我身边 我只想给原始人 找一点麻烦 大不王 我亲自动手以 你若不愿意 那就算了 你若是能将你的命脉 交给我 我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你知道的 你的掌控欲还是强了 也不是不行 只让我这么恨原始人呢 我将我的后背 隐藏能源交给你 而你帮我找他麻烦 可以的话 帮我杀了他 那我们合作愉快 这因果业力 果然消除了不少 这八宝功德池 对我的作用 已经微乎其微了 是时候该离开了 是啊 是时候该离开了 再不跑路 就要被追嘎了 我擦脸 明和 你什么时候来的 当然是 从你把我们支走的那一刻了 都亏了你 我们既能泡个澡 又能拿不少好东西 唐三 你也来了 你什么时候变老六 我敲 这么说 你们从一开始 就跟着我了 没错 你小子做事 还真是熟练啊 还有你勇闯 这阵法的时候 可真是太勇猛了 不得不夸一句 六六六 这么说 你们就是一直看着我 破这阵法 不帮忙 在一旁 持瓜看戏是吧 我不管 这东西 必须有我一份 不可能 我们四个 已经分赃均匀 谁都不能从我黑云 这抢走我的宝贝 许小缺 谁让你 这小子 想自己吃毒食 作为诈骗 娇娇众之一 我们有必要 给你上一课 好好好 你们这么玩是吧 真是银沟里翻了船 要不是打不过你们 哇 我真想用我这48码的大鞋 拍在你们这38码的脸上 怎么我这炸天帮棒主 来到这洪荒之后 感觉朱事不顺 这感觉谁懂啊 好了 你们先别吵了 多大点事 咱们还是先跑路吧 我已经感应到接引 准提他们回来了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咱们赶紧跑 好 银河 你想跑哪里去 你们几个胆子很大呀 快快举手投降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糟糕 都怪你 许小缺 没事跟我抢什么东西 不然我早就跑了 怪我 明明是你自己 好好的老好人 红云不当 非要当不做人事的黑云 你管我是黑云还是红云 银河老哥 你是圣人 快上 拦住他们 让我们先跑 我真是服了这老六 跑这么快 我瞧 我怎么感觉 他们比我还要炸天帮 我也跑 哪里跑 我瞧 这几个不靠谱的 等等我啊 我才太已经 给我追 抓住他 还得是我小明明睿智 他们人这么多 不跑才怪 好一个明和 跑得这么快 你好歹是圣人 跟他们干嘛 咱里亏知道不 正常剧本不都是 拿别人的东西 必须要跑的吗 我按剧本演 这没毛病吧 再说了 他们人这么多 我小明明害怕 就是就是 拿了东西就跑 这不比打架刺激吗 对了 话说 小三子呢 我在这 咱就说跑的时候 能不能带上我 我修为还是太低了 该死的 你们几个 今天必须让你们付出一点代价 不然谁都以为 咱们西方好欺负 咱们这是飞到哪里了 该死的 居然追了 我这么久 不知道啊 这地方没来过 不过 我感觉好刺激啊 这里好像是东海之外 下面还有一座 不知名的小岛 这小岛形状 该不会是 跑啊 你倒是跑啊 怎么不跑了 老虎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 Hello KT是吧 修为提升 掌能耐了 是吧 看我不炸掉你们 不好了 天火炸 快点离那 天火落 它要喷发了 海商 是我的主场 让你们常唱大喊的好笑 天啊 咱们小岛 这是造了什么面 又是天火 又是火山爆发 又是海峡 就差个地震 快跑啊 还有招吗 没有的话就轮到我了 今日我便让整个胡慌都知道 我西方薰弥山 不是谁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明和老哥 快快快 挡住他们 咱们之中最厉害的就是你了 没错 明和大哥 你挡住了他们 以后你就是我亲哥 我敲 你们这群老六 要不要这么狗 站一排 躲我后面 谁让你是圣人 我们几个最高 也只是个智圣 挡不住啊 自从我晋升 地倒圣人之后 我就没修炼过啊 目前也就个圣人一重 他们一个三重 一个四重了 没办法了 我跟你们拼了 哦 您和老哥威武 我们竟然一点伤害都没有 你们一个两个都躲我后面 伤害都是我吃 当然没有了 挡住一次又怎么样 能挡第二次吗 这一击我要让你们灰飞殲灭 十二品功德金莲 糟了糟了 十二品功德金莲 这个真挡不住啊 看来 事到如今 只能靠我徐小区了 哦 区区一个大罗 你凭什么挡住我 我一根手指头就能灭了 凡是不能被表面的事情现象所迷惑 你们虽然看我只是一个大罗 但我其实 其实是什么 其实我还真就只是一个大罗 不过是科技大罗 师兄 这科技大罗是什么东东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 此人无论怎么看 都只是一个大罗金仙 毫无特殊之处 难不成他们有咱们不知道的手段 小心为上 咱们就在这里打远程攻击 只要他们不靠近我们 消磨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丁 恭喜宿主在接引准题面前装可爱成功 获得可爱之十一 哈哈 九位的快感 我已经要忍不住 爆发我的洪荒之力了 快快快系统 把我仓库里珍藏的那个宝贝拿出来 我要继续装可爱 丁 不帮 为了本科技自己的小命 自己拿 小七 你这科技 就是我装可爱上的绊脚石 自己来就自己来 接引准题 时代变了 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科技大罗 圣人很牛皮吗 这是什么 金光闪闪的 亮瞎了我这24克的火眼 还一点法宝的气息都没有 可为何我看着它 有点毛骨索然的 这就是科技大罗 尝尝我这黄金超级系列枪支 一枪足以灭杀圣人 居然射偏了一发 让你俩活下来 可怜的小岛就这样围了 都怪你们两个光头 鞋子弹都不会 任何强大的法宝都有限制 我就不信你还能再来一发 这你就有点太小看我这科技大罗了 我这黄金系列法宝 只需要能量充足 并可以无消耗打出 科技 再给我来几发子弹 丁 可爱值不足 兑换失败 又经提示 上一次为宿主治疗花光了宿主所有的可爱值 由于撞到不周山因果太大 为了宿主不报弊 本科技预支了100亿可爱值为宿主挡住因果 还请宿主早日偿还可爱值 偿还撞到不周山因果 我瞧 你这不靠谱的科技 怎么现在才说 哦 徐小缺 快快快 再给这两光头来几发 把他们打到怕 以后须弥山 就是咱们的家了 随便进出 就是就是 有这么好的宝贝不早点拿出来 看我嘎了一次 咱们还是快想办法跑路吧 我没子弹了 打不出去啊 我瞧 你这家伙前一秒 还自信满满 怎么下一秒就虚了 你这家伙 怎么比我还不靠谱 抢我洪荒搞笑 担当的位置是吧 怎么 你倒是继续啊 这法宝用不了了 很热闹啊 这里 我给你们两个三秒时间 消失在我面前 不然 我给你们三秒的时间 消失在我的面前 三 太出无心惊 怎么你这一二三数得这么快 你会不会数数啊 我师叔 就是这么数数的 你有意见啊 有意见也没有用 师叔 快点 秒了他们 他们刚才把我打敌 好痛 你们几个 也还好 鸡熬倒离这里不远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才被他们追嘎到这里 也没什么 师父 也就去他们那里泡了个澡 顺便拿了点 他们不要的东西 是啊是啊 咱们好心 帮他们处理一点 他们不要的 就一路追嘎我们 他们的良心啊 太可恶了 行了你们几个 谁还不清楚你们 红云 我可不是你师父 丽妃与三 废话少说 跟我来金熬倒 姚姬 我问你 你可知错 姚姬 何错之友 这冰冷的天条 直到我遇见羊狼 我才明白爱的真意 认个错有这么难吗 我的妹妹 只要你认个错 我就能放了你 不为自己 你也要为你的孩子着想啊 母亲 舅舅 我求求你 放过我母亲 放过我们 我们只想平平淡淡的生活 孩子 你 浩天 你可要想清楚 天条代表的是天威 天的威严不可亵渎 任何人触犯了天条 必须有所惩戒 哥 你要做什么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束手就擒 就不会伤害他们 姚姬触犯天条 与凡人相恋 剥夺法力 勇士镇压在桃山之下 其孩子 与其同罪 拉入斩仙台 以警校友 胡 舅舅 不要放过我母亲 一切都让我来承担 多好的一个孩子啊 对不起 是我无能为力 我开始后悔 做这个御地了 跟着傀儡 有什么两样 来人 把他们两个带下去 纵入斩仙台 很好 这才是天庭之主 与黄大帝 玉帝 我恨你 倘若我今天不死 我必将你从这座位上打下来 让你天庭鸡犬混 行了别叫 看你也怪可怜的 一会去展仙台的时候 我麻利一点 让你嘎嘎舒服一点 孩子跟我走吧 多谢前辈相救 小事一桩 有我在 御地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好一个御顶真人 跟原始在这玩套中套是吧 那个小子 别相信他 这老头可没安好心 什么人 敢在我御顶真人面前装神灯鬼 你们铲教之人 为了风神亮节 如此下作 开始算计人 帮你们挡劫了吗 阁下是谁 频道乃是原始圣人门下 十二金仙 我观这孩子遭受天庭迫害 属实不忍心 便救下他 何来算计一说 好快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回去问原始去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如此算计人 杨简 想知道你母亲的真相吗 若是想 就别信这个老头 若你跟他走 你一辈子也别想救出姚姬 甚至还会害了他 怎么会 刚才御顶前辈可是救了 一会 我就告诉你真相 我先把这个暗眼的打走 可不要因为他救了你 就对他感恩戴德 多谢师尊 叶凡 咱们不是说好圣人之上不能出手吗 你怎么违反规定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手了 观众老爷 你们看到了吗 叶凡 你还是这般厚颜无耻 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这么说 你是长本事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 忘记 你是怎么被我安在地上揍的了 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这力量有古怪 现在看来 你叶凡也不过如此 顾不自封 我只说一遍 把杨俭杨禅交出来 他们两个天生就是我禅教之人 这是天意 也是他们的命中注定 我的力量又岂是你能揣测的 不要以为 借了一点外力 就有资格 跟我叶凡叫板 对付你 何须动用权力 想要扬显扬禅 先问过我的拳头 答不答应 天地拳 原始 你为了这风神亮节 还真是不择手段 我奉劝你一句 尽早跟你背后那个人 划清界限 否则就别怪我了 我不介意 让这天道圣人换一个人来做 本以为这原始只是虚伪了点 这种背叛洪荒之事 不会做 要不是主线任务 是让洪荒升华 需要27位圣人 我早就把这原始给嘎了 怎么你害怕了 那你们早点让杰教上榜 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用不了多久 我便可以超越老师 超越你叶凡 这次就先让你一死 玉鼎 我们走 看来事情逐渐麻烦起来了 前辈 杨简 想知道什么 就问吧 能说的 我都告诉你 我想知道 关于我母亲的所有事情 为何前辈会说 我若是跟玉鼎真人加入产教 我母亲不但救不了 甚至还会害了她 因为姚姬本是天庭掌管天条的人 仙凡相恋 本就是大忌 你母亲与你父亲相爱 是有人从中作梗 不然单凭凡人寿命不过百年 神仙寿命有场 等你父亲嘎后 你母亲便只能独守空房 只剩下无穷无尽的孤独 不要觉得有你们陪伴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神仙修行 一旦出现心魔 便会万劫不复 这一点相信姚姬比谁都清楚 那么是谁让她爱上了凡人 而你们又做了谁的棋子 照前辈的话 我母亲父亲在一起本就是一个局 他们就不是真心相爱的 就不是这天条的错 爱就不能跨过生死界限 而我与我妹妹的出生 本就是一个错误 是也非也 你现在能看见的太少 等你修为变高 你能看到的也就多了 按照你原本的轨迹 在你学有所成后 你会大闹天庭 逼迫玉帝放了姚姬 最后你不敌天庭 姚姬为了救下你生死盗销 在封神亮节后 你会为你原本的师父 预定真人党节 成为天庭的司法天神 听调不停轩 更在此不久之后 你妹妹扬缠 再次被人算计 走上与你母亲姚姬一样的道路 更是你自己亲手 将你妹妹压在华山之下 这一切是你愿意的吗 不可能 现在的我无比痛恨天庭 又怎么会去天庭 做着司法天神 更不可能如此对自己的妹妹 其实我们人啊 很多时候 最终都会变成自己 最讨厌的样子 其实你舅舅玉帝 也是迫不得已 才对自己的亲妹妹 下如此狠手 刚才那个原始 在处决姬的时候 就是他在一旁看着呢 我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父亲 其实也并不算你父亲 他是西方佛门其中的一员 他们最终的目的 便是掌权天庭 而你们都是棋子 你说什么 若这事情是真的 这原始跟西方 竟然如此算计 就连我母亲也毫不知情 可恶 难不成我们命该如此 杨简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 我现在就可以帮你救出姚姬 但此后 我不会再管你们 最终你们的命运还是注定 第二条路 我助你踏上修行之路 带你实力足够 自己去救出姚姬 我会给你足够强大的力量 用你自己的力量反抗他们 前辈这是看出来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他 让我做出选择了吗 给我足够强大的力量 以前辈的修为 想要害我 又何必跟我说这么多 前辈 我选择第二条 我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去与命运做斗争 很好 我没看错人 不枉我说了这么多 在我正式收下你做弟子之前 先把这本书看完 踢得好 这是何等无敌之人 我被修饰 也应当有这种无敌之事 这就是前辈 要我看这本书的原因吗 哥哥 你别看了 休息一会吧 你看你 连续看了这么多天了 都看不腻的吗 妹妹你不懂 这书里的世界 是何等的状况 里面有一个角色 我就特别喜欢 重统本是无敌路 何须再借他人骨 若是我能得到这个重统 与我的天眼配合 我想救出母亲不在话下 成就圣人更是轻而易举 这到底只是书里的能力 怎么可能带到这里来 哎呀 哥哥 你就休息一会吧 前辈 你快帮我管管他呀 这样下去怎么行 没事 追书追据 若是打断他 可是比杂了 他还要难受 你们说是吧 观众老爷 放心吧 出不了问题 这是 接下来就让他细细参悟吧 前辈 接下来 我们准备去哪里呀 去给你哥哥 找一个好兄弟 目的地 陈堂关 哪吒 你这逆子 还要胡作非味到什么时候 父亲 你别管 这东海龙族 如此欺凌 陈堂关百姓 你以为你向他们低头 他们就不会淹了这里吗 是你东海三太子 七男霸女在先 我才出手阻止 怎么在你们眼里 就变成我胡作非为了 我儿年轻有为 又岂会这那种事 我只看到是你哪吒 蛮横无礼 欺凌弱行 你当真要气死为父不成 你这逆子 你真想让整个陈堂关的人 为你买单不成 父亲 你为何就不相信你儿子我 算了 反正在你眼里 我本就不该出声 带我嘎掉这老泥鳅 让他们再也不能发动海水 伤害我陈堂关之人 毕竟 你不让哪吒住手 我立马让我东海 发动海啸 淹了这里 当真是逆子 我让你停下来 立哪吒 可恶 又是这个七宝玲珑塔 李静 你除了会用这个破塔压我 还会什么 如此胆小怕事 李静 做得好 快嘎了哪吒 只要他一死 为我而报仇 我就放过这陈堂关 并且让这里未来几年 风调雨顺 放心 龙王大人 这孽障 留着就是祸害 我李静 没有这样的儿子 很好 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等哪吒一死 我便出手解决这个矛盾 再以莲花化身 让哪吒复活 帮我挡劫 我便可以高枕无忧地 度过这次谅解 而哪吒的灵珠子本源 也会归我所有 好你个李静 竟然如此对我 想嘎我 做梦 我哪吒要死 也不会死在你们手里 今日 我便以死偿还这亲情 偿还生前所有因果 从今过后 我再也不是你李静的儿子 说出来 我都嫌丢人 哪吒 很绝望吗 就跟你嘎了我儿子一样 我说过你斗不过我 不过 你也算有骨气 会自己动手了结自己 也怪我自己 俗言道 苦毒尚不实在 再怎么样 我也不信他真会如此 到头来竟是自己欺骗自己 李静 你疯了 快助手 你在做什么 放开哪吒 他是我们的儿子啊 我李静 可没有这样的孽障 不禁尊长 无物不作 更是欺凌弱小 导致害死 东海三太子 若是不将他处理 整个陈堂官都会给他陪葬 我哪吒天性顽皮 捣蛋 但也只是调皮 从未害过一个凡人 母亲 孩儿来世 再来报答你 至于他 哼 我会毫不犹豫地嘎掉 哪吒 快把剑放下 千万别乱来 李静 你当真要如此 好了 还好 来得不是很晚 不然就麻烦了 都停下来 都停下来吧 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 李静 给我受死吧 怎么会变成这样 哪吒 别冲动 他是你爹啊 娘亲 你别管 这人先前是如何带我的 你是看到了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 逆子 逆子 反了天了 我可是你父亲 你眼里还有没有笑到 不好意思 我哪吒天生的反骨 反的就是你这样的 先前 我被你的玲珑塔压着的时候 怎么不说 我是你儿子 现在被打了 就开始认我了 你还真是快软骨头 七软怕硬 可恶 七宝玲珑塔 给我压 这次说什么 我都不会放你出来 必要将你练个 久久八十一天 然后再抹掉你的神魂 你尽管试试 我哪吒 要是皱一下眉头 就不是个男人 好一个未来的 拖塔天王 收持一个破塔 压自己儿子成威风 还有哪吒你 我好歹救了你 就猴急的 想去嘎人 呆 多谢前辈相助 举手之劳罢了 我可是特地来找你的 哪吒 不过幸好我没来晚 你差点就自嘎 自己的灵珠子本源 就被人悄无声息的的夺走了 我说是吧 在一旁看戏的 太义真人 还好还好 频道没有来晚 差点促成大错 多谢道友相助我徒儿 正所谓冤家遗解不遗解 东海龙王 哪吒 此时到此为止如何 还有 哪吒 已经再怎么样 也是你父亲 怎么能下如此狠手了 师父 太医 你一句话就想让我儿子白死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哪吒必须付出代价 东海龙王 你儿子的事情 我师尊原始圣人推演过 这乃是天意 还请节哀 龙王若是伤心留下心结 可前去昆仑山找我师尊 他自会相助于你 可恶 又是圣人 我儿啊 父王对不起你 如今我龙族是弱 圣人 我得罪不起啊 又是天意 怎么你们产教之人 算计了别人 就说是天意 真够厚颜无耻的 老龙王 哪吒 其实这一切都是这太义 算计你们呢 道友修要胡说 我铲脚之人行事 一切顺应天道 何来的算计 哪吒 你不信为师了吗 还不快过来为师身旁 要听信外人之言吗 啊这 谁是你道友 就算原始来了 我也能踩着他的脸 涂两口唾沫 就你也配 具体如何算计 我就懒得多说了 我就问你一句 你敢以天道启示 东海龙公三太子 敖饼的事情 与你毫无关系吗 压根不存在之事 为何要我以天道启示 你若是这般虎脚蛮缠 休要怪我不客气了 好你个太乙 原来是你 我说我儿心性纯良 就连不小心 踩坏了海里的海草 都会忍不住伤心 怎么会像别人说的 一般歹毒 东海龙王 这压根不存在的事情 你可不要听信小人之言 伤了你我和气 你究竟是谁 为何挑拨离间 居心果策 那你以天道启示啊 若是天道没有降下天罚 我就相信你 并且我与哪吒之间的仇恨 一笔勾销 怎么 原始没跟你说过 我叶凡吗 看来你在原始心里的地位 也不怎么样吗 师父 你发一句誓言不就好了 若真不是你做的 何须惧怕 原来是你叶凡 怎么哪里都有你 死人可是大魔头 大家不要听信于他 还有你哪吒 我可是你师父 你怎么胳膊朝外拐 我没有害过你吧 谁说没害过 若你算计成功 哪吒因此事而死 你便可以悄无声息的得到哪吒的灵珠子本源提升修为 然后你再以莲花化身复活哪吒 从此修为止步不前 限制极大 不好 这是我儿的气息 真的是你太乙 老东西 这是莲花化身 我的灵珠子本源 正在极力地排斥他 可恶 前辈说的竟然是真的 你可真是我的好师父 不妙 我得尽快脱身 师尊说过 此人大黑 怎么回事 这个太乙 连圣人都不是 刚才爆发出来的气息 很是奇怪 居然能破掉 我的气势威压 看来是原始背后那个人搞的鬼了 想跑 问过我哪吒了吗 我就爱做这种事 好你个哪吒 用我给你的法宝追赶我 你好意思吗 那又如何 从你算计 我那一刻 你我就不存在任何因果 今天说什么 我也要同你两下 帮解我心头之恨 可笑 就凭你用我给你的东西来对付我 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尊师重道 不自量力 若非那个叶凡在 我没机会拿走你那灵珠子本源 你就不是重伤这么简单了 这太乙体内 似乎还有一股 极度不稳定的力量 让我看看具体是什么 杨检你出来 他就交给你了 顺便检验一下 你这段时间的修行 别让我失望 是师傅 九密 行字密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杨检 怎么 你觉得你拦得住我 就你一个小小的金仙 对付你足够 登天路 踏歌行 弹指逆天 纵使你比我强 我也当一往无前 我被修饰 当有无敌之心 这也是我反抗命运的开始 在你之后 我还会去找玉顶 好好问问他 为何如此算其他人 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笑话 区区金仙 连圣人都不是 也敢说无敌于事 小小棋子 跟了别人之后 竟然脑袋进水 说出这样的大话 重铜本是无敌路 何须再借他人骨 重铜 天眼 容 怎么会突破如此之快 如此天资 竟然不是我铲教之人 好古怪的气息 你这是什么能力 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你只需要知道 他能让你负灭就行了 以大罗知识 能伤准胜的我 你足以自傲了 但你留步的 别藏着了 你此刻的修为 不止准圣 的确 我不是准圣 但此刻的我 有至圣修为 就算是圣人 我也能过两招 要是加上这个 我有把握灭杀圣人 可恶 叶凡你居然不讲武德 有本事让我发出这一击啊 跟你这借助外力的垃圾 讲什么武德 杨姐 你做得不错 若是正常的太乙 你已经能碾压他了 但是此刻的他 还不是你能对付的 我算是知道 师尊为何让我们见到你 一定要注意你了 我星星各叉叉 太黑了 咱们讲道理 谁规定 就不能打断别人施法了 好了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 让我先把你 送上风神榜再说 想让我上榜 做梦 叶凡你等着 我们的实力 不是你能想象的 好了吗 那就算了 还是把它留给哪吒吧 杨姐 带上哪吒 我们走 今天的心情备好 要是还有人给我助助性 那就更好了 师兄 我们还是快些 回去迷山休养一下吧 外面的世界 太危险了 谁啊 是谁乱开船 有没有交通规则啊 没看到我跟我师兄 正在飞行吗 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就是就是 今天钥匙没个百八十万 这是不算完 我接引最讨厌的就是乱开船的人了 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痛死我了 呦 这不是接引跟准题吗 真是人生如畜不相逢啊 咱们这都能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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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咖 我没这么倒霉吧 不好意思 这个大哥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接引 我后面那位也不是准题 我们跟他只是很像而已 没错没错 这位道友 你绝对是认错人了 行了 你们那么怕我做什么 我今天心情好 很好说话的 我又不是那个时候 整天就知道打架 我这人其实很思问的 哦 嗨 原来叶道友今天心情好啊 你都差点把我吓掉了 我就说叶道友 一表人才 这么是那种动粗的人 是啊是啊 那打卡卡的多不好 咱们合妻生财 合妻生财 这话我爱听 你们之前肯定对我有所误解 我敲 两个大光头叔叔 哪里来的小屁孩 会不会说话 我们可是西方 不好意思 我师弟国性还是有点差 几次会说话 这孩子一看 就特别的聪明伶俐 不过我们可不是大光头叔叔 我们是西方的圣人 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我们西方做作 我们一定好生招待 不去 你们西方太穷了 还偏僻 去了我怕的痔疮 我怕得白内障 怎么会 怎么会 来我们西方 我们一定拿最好的招待机会 绝不利子 行了 你们两个就别装了 我今天心情好 还有事情 你们赶紧从我眼前消失吧 多谢叶道友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可是说过 今天不会揍我们啊 师弟我们快走 我说过 这句话吗 好像没有吧 看这天 已经过了今天了吧 天地拳 说好的今天复打我们的叶凡 一个大黑子骗人 师兄我们太惨了 观众老爷能不能帮我们做租倾啊 前辈你好坏啊 我突然觉得跟着前辈 是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 我再教你们一个 行走江湖的守则 每次打完架 必须要学会补刀 天地剑 怎么样 学会了吗 没学会也没关系 慢慢来 走 咱们继续办正事 好徒儿 怎么样 太阳真火融入 坟诀里面没有 感觉怎么样 师傅 感觉前所未有的的舒畅 这坟诀果然强大 能吞噬天地间各种火焰进化 很好 做得不错 若不是你身上 还有因果业力缠身 说不定此刻的你 还能更上一层楼 我已经很满足了 若不是师傅 还有师叔 说不定我已经隐落 更不会有今日的修为 不骄不躁 看样子巫妖亮节 也让你的心性 提升了不少 这也算是好事 这圣邪飞刀 是你原师叔留给你的 现在是时候交给你了 多谢师傅 多谢师叔 可恶 你们什么时候 放本模组出去 我出去第一件事 就是去了黄军肝脏 小罗猴 你打得过河道后的红军吗 就去找他 刚提升一点实力 就飘了是吧 打不过 但是 真男从来不怂 就是他 今天什么日子 这么热闹 夜黑 你怎么回来了 试想通了 要一直陪我们 待在这里是吗 扯淡 好不容易跑出去玩 我怎么会回来 陪你们待这里 这次回来 自然是有事的了 这是杨简 跟哪吒 现在是自己人 杨简 我已经收尾弟子 哪吒嘛 小伙伙考虑一下 我敲 两个天庭凡骨仔 你认真的骂夜黑 两个小屁孩 毛都没等齐吧 你个根号二 也好意思说我 小屁孩 敢骂我爱 本作可是魔祖 小罗猴 趴下 不得无礼 此刻 罗猴心里 千言万语涌过 就是说不出口 这么听话的吗 我能不能玩玩 好小子 这个凡骨仔 我收下了 吃饱了 我十号又满血复活了 又可以打架了 十号倒有对这个大餐 可还满意 这可是我从混沌边缘之处 抓回来的一手 已经被你霍霍完了 不错不错 红帝啊 这次我十分满意 你果然很伤到 我很看好你 浩哥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你能不满意吗 我敲 我的零食家底 都被你吃光了 好歹给我留点一下韭菜了 好了红帝 我该走了 不要想我 东西我帮你收拾干净 下次来我想吃麻辣兔猴 记得安排一下哈 看不出来你人还怪好了这里 还帮我收拾东西 麻辣兔头是吧 我记下 不对 十号会这么好心吗 释出反常必有妖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 我私藏的小金库 没 没了 这可是连我本体都不知道的 星星的叉叉 十号 我祝福你吃泡面 永远没有调理包 买菜必须涨价 打游戏队友都是人籍 以下省略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句祝福语 帮小红红处理了这么多不要的东西 她肯定在偷着呢 不停地夸奖我呢 哎 其实你可以当面说的 我这人爱听 我都有点期待下次的麻辣兔头了 这小红红啥都好 就这点不好 地上不要的东西太多了 可也谁让我喜欢乐于助人呢 哈哈哈哈哈哈 十号 蚁人呢 不会是怕了 不敢回来了吧 我敲 有老六 一个憨憨 还不快来帮我 还在那儿看戏 没看到我被定复了吗 啊 对对对 光受嘎吧 好你个十号 居然偷袭我 很好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很愤怒 哦 所以呢 你要干嘛 我好怕怕 我现在吃饱了 有的是时间陪你玩 那就让你好好的玩 咱们开启通道 加快速度 看来打断传送通道的办法行不通了 那就只有 有意思 知道传送通道打断了 我依然还是会打通 就换一个方法来读我 阻断了这里 越界者 死 这一件真是恐怖 果然不能低估它 就吃个饭回来 就变得这么可怕 又是一箭阻断两地 哼 不过通道已经打开 我们只要汇聚人手 冲过这里不是问题 终于从那个该死的地方出来了 我的通道好像出现了什么 不该出现的东西 是出关了吗 不过小问题罢了 瞧瞧 我看到了谁 这不是斜剑仙吗 刚从那个破地方出来 就遇到你这么一个缺心眼的东西 还有那个长红毛的 一看就不是好人的样子 斜剑仙 咱们也没必要一见面就开打吧 你们之前已经打了我一次 算是已经报仇了 不如咱们交个朋友 我可以给你更强大的力量 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这缺心眼的家伙 肯定放不出来 什么好屁 反正看到你这种玩意 直接打就对了 霸道环宇天地间 傲视九天键盘先 那就是没得弹了 既然这样就只有嘎掉你了 探红尘 杀尽先 一箭再守灭九天 还以为你复活后 力量会强不少 没想到这么菜 你们一起上 我要守着这个通道 你们这些恶心发拉的玩意 真是的惹毛我了 就这 斜剑仙 时代变了 这里现在是我的地盘 人多是种 你不知道吗 而你就一个人 谁说的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可恶 谁要你救我了 话说你这家伙 怎么在这里 我在赌泉水呢 不能让他们过来 不然麻烦就大 还有你 怎么会从他们的传送通道里出来 你问我 我问谁 我被困一个无限黑的空间里 试了很多种办法都出不来 也就刚才突然出现一个光点 然后我就到了这里 我弟弟建盘侠呢 好 在我们身后的洪荒世界里玩呢 玩 这家伙怕是 又在哪里祸害别人 只要别是 让我去救他就行 那边那个缺心眼的 咱们继续 你协剑仙爷爷 今天非要把你的隔夜饭都打出来 又是叶凡 这人老是跟我作对 不是告诉过你这人大黑吗 不可立敌 对不起 师尊 我已经很注意了 可是谁能想到 此人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我本想虚晃一招后逃走 但是他直接打断了我蓄力 本想让你们找个弟子 帮你们挡劫 算是一个后手 没想到被劫胡两次 也罢 你们抓点时间 提升修为 稳固境界 届时 你们便是圣人之下第一人 至圣修为 在动用那些秘宝 可暂时拥有圣人战力 相信结教再怎么样 也不会想到 风神 横 我直接把你们结教送上榜 多谢师尊负我等招想 我听太乙师弟所说 这夜凡走的方向 不是金老岛 不如我们就此机会前去 探一探结教 虚实 小心时的万年传 不错 玉顶 看来你没少用心 的确要小心 谁知道他们 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手段 探一下虚实也是极好 正好那个叶凡不在 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燃灯 你过来 原始教主 你找我 燃灯 你现在虽是制圣 在不动用秘宝的情况下 爆发出来的战力 已是圣人战力 相信通天来了 你也能过两招 全身而退 你带个人前去金熬岛 探一下他们的虚实 是 教主 那黄龙 你跟我前去吧 好了 你们退下吧 我可得先提醒你原始 我的对头 现在可是在金熬岛 你就不怕你的教员上榜 一个燃灯 一个黄龙而已 上了就上了 只要他俩能发挥价值就好 你可别忘你能出来的条件 要不然你就回去吧 我现在要去金熬岛 找原始书跟冲天师兄 加入结教 在这风神亮节里 磨练一下自己 就是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如此的美妙 又是一个刷经验的好地方 一群战舞的渣渣 支配成为 你邪剑仙爷爷的垫脚石 果然还是只有 不断的战斗 提升的最快 再来继续 抱你一个斜剑仙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可恶 是什么 你自己心里 没点数码 做清醒 要有自知之明 好家伙 真够疯狂的 一战两战 那我就看着 关键时候再伏手好 真是个疯子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终于过来了 不愧是我袁某人 这画技如此的精湛 父亲 你要找画师 来画出你的帅气的姿势 还不如我亲自来 让别人来画 哪有我自己画的有诚意 此画上的建议 是我观摩父亲 你的拔剑术锁入 虽然比不上宗师级的画师 但也有了几分韵味 相信他看到 一定会十分的欣喜 我袁某人重情重女 我的这份小心 他一定能感觉到 这两股弱小的气息 有点奇怪 似乎来着不上 不过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就用他们来检验一下 我结教现在实力如何 无奈产教副教主 然灯 今日来结教拜见一下 通天师叔 顺便寻结教 各位道友论到一番 什么情况 结教的人呢 这就是你们结教的代课 知道吗 如此无礼 不堪教化 键盘侠师叔祖呢 他跑哪去了 可恶 还有那几个 自称炸天教的 缺德家伙 别让我抓住他们 炸天教 键盘侠 什么东东 我有点好奇 这个炸天教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们如此愤怒 保护好我师父 炸天教教主 结教的人太热情了 非要请我们炸天教喝茶 我们招架不住啊 都怪你们 非要帮人家疏通管道 现在好了吧 一个劲地追着我 明明我什么都没干 是你们非要扯上我小剑剑 明和你这是大逆不道 七十灭祖 还有你们那个什么炸天教 我有说过要做这个教主吗 你在听到你是教主的时候 可是教的比谁都大声 挖的地洞 比以前还要大 我不管 你们害我不能待在元兄身边了 都是你们的错 咱们还是先跑去烦人界 宣传一下 我们炸天教吧 你们产教来此有何贵感 自然是来交流一下修行心得了 并无恶意 通天圣人呢 还请通报一声 我产教教主特地嘱咐我来结教 要拜见一下通天圣人 我结教通天教主 其实你说想见就能见的 有何贵感 不妨直说 若是切磋交流 我倒是可以陪陪你们 至圣修为 怎么会 至圣的修为 有意思 这原始有点东西啊 竟然让门下弟子提升这么快 只是这个气息 有点虚浮不定 时而稳定 时而暴动不安 师父 你也来了 嗯 咱们就先在这里看着他们 关键时候再出手吧 这两个产教的 给我的感觉 不会像表面这样 虽然靠着键盘 瑕石书组给的修炼资源提升到了准胜 但是这产教之人的修为 未免也提升得太快了 我得全力以赴才行 24定海神珠 好家伙 这另外24颗定海神珠 原来在你这 让我一顿好找 真是天主我也 只要想办法拿到 便可与我手里有的12颗合在一起 便是36颗定海神珠组成的先天至宝 可演化36珠天 黄龙 打的时候轻一点 可别伤了两教合起 是 我知道了 南登教主 别说我欺负你 我先让你一招 你尽管放马过来 小看我 小心可别闪了舌头 一招已过 接下来到我了 赵功名 你可要小心了 若是一击就将他送上榜 不知道原始师尊会给我什么奖励 怎么没伤害 有一瞬间我感觉我都要没了 师尊不是说动用了这个秘宝 我会有圣人战力吗 刚才那一击 可是实打实的圣人一击啊 怎么会一点伤害都没有 黄龙 你这秘宝不会是假的吧 不可能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我此刻的力量 的确是圣人战力 那我知道了 有可能是你第一次使用这份力量 还没控制好 注意掌控一下 可别再出意外了 有道理 下一击 我定然给他送上榜 至圣修为 就这 就这 连我都打不动 不会是个花瓶吧 中看不中用 赵宫铭 你找答 你果然是个花瓶 黄龙 我不信 现在的我 可是拥有圣人战力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法 还真是一点伤害都没有啊 来来来 黄龙 你在十点近 说不定就打动我了 师傅 你可真会玩 不过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赵宫铭能这么飘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明明打到了 我这力量没错啊 怎么会一点伤害都没有呢 难不成我真是个花瓶 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明明是碾压局 硬生生被你弄成个了花架子 还得我亲自出手 来来来 我就站这里 让你们打 但凡我动一下 算我输 你看 哪有什么妖法 分明是你无用 他连我一击都吃不下 师傅 你怎么不挡了 我看他有点飘 对他修行不利 主要是我看不下去了 通天啊 回头你得教导他一下 也对 我看他也有点飘 回头我听师傅的 对他单独教导一下 公民师兄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答不了 只是说好的没伤害呢 可恶 居然敢伤害我们的公民师兄 姐姐 我们一起出手 教训一下他们 小心 别冲动 他们两个都是至圣修为 还拥有圣人战力 黄河阵 按三财 刺劫神仙 禁守栽 九九区中藏造化 三三万内引风雷 什么 这该不会是 不会错 传闻连圣人进去 都会投成的九区黄河阵 能师仙之神 消仙之破 献仙之行 损仙之气 葬神仙之原本 损神仙之之 神仙入死而成凡 凡人入死而敌绝 不错 正是能消耳等 顶上三花 心中武器的九区黄河阵 敢对我们的公民哥哥动手 你们 已有陨落之道 就这点实力 也敢来我结交叫嚣 本仙子直接送你们两个上榜 没错 还欺负我们的公民哥哥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怎么样 师父 我这三位弟子可还行 天赋不错 根基扎实 是不错的苗子 三位一体 则微能无限 若是不能将他们三个分开 或者以绝对的实力碾压 胜人不出 在这洪荒里横着走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 只是 这两个人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师父 你的意思是 这两产叫之人还活着 再看看 还不着急出手 我还感应到了两股气息 正在飞向这里 看样子的确没了 走 我们去看看公民哥哥 有没有因为受伤 而导致根基受损 走 走去哪里 不愧是九曲黄河镇 差一点就真被你们搞陨落了 原来原始背后的人是他 竟然还能活过来 我就不信你们能无限次数的恢复 姐妹们继续开 怎么还想布下九曲黄河镇 我可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 你们可恶 完全没想到你们身体都没了 还能活过来 瞧瞧这还是刚才威风的三肖仙子 虽然不知道赵宫铭是如何挡住我的攻击的 但是你们似乎挡不住了 你 你要做什么 快放开 我平常斗地主经常二缺一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一起打斗地主 你做梦 我是不会跟你们铲教之人打牌的 可恶的家伙 你们快放开我妹妹 不然等我结教通篇教主来了 定让你们永远留在此地 我好怕怕哦 师父 这我忍不了了 今天我必须让他上榜 还请让我出手 别着急 他跑不掉 那两股气息已经到了 让他们来 让我来先送你们上榜吧 相信你们可没有我们这归附能力 欺负几位仙子算什么男人 有本事跟我路鸭打 路鸭 本体金屋 你是帝君的儿子 你们不是全没了吗 多亏女娲圣人 还有我师父师叔 侥幸活了下来 多谢这位道友相救 两位仙子没事就好 不必客气 就算你侥幸活下来 有怎么样呢 现在已经不是你妖婷的时代了 不好好躲起来活着 跑出来送嘎 就算曾经的妖婷不复存在 不再是我妖族的时代 但我可不认为你一个 凭借外力提升修为的人 能送我远落 大话谁都会说 我们的妖族太古 时代变了 要看清形势 就凭你一个过期的人 如何翻起风浪 过期 你的意思是以前的人都算过期的 那你看看我能不能把这天捅了 并且把你打趴下 刚才是和人在我背后说话 快给我滚出来 你个妮丘 看哪里 低下头看 一个爬头 这身形还有这股魔剔 与记载的完全一致 你是魔祖罗侯 怎么会 你不是被盗祖消灭了吗 只是 为何你如此的矮 不会说话就别说 没人把你当哑巴 你个尼丘 我堂堂魔祖罗侯 大名鼎鼎的坏蛋 居然被一个臭小子 威下来救人 本来救气 我非把你打烂不可 魔祖罗侯 他不是以惊 还有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看样子 似乎是在帮我们 这得感谢你师兄苏明啊 是他将罗侯复活的 还给他强制 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简单来说 罗侯百分百听话 是自己人 黎明之花 嘎路永掉汗 他们都叫你 荒天地势吧 我知道你很强 来 跟我斗一场 我现在在赌泉水呢 想打架也要看情况的了 你确定要跟我打 一群渣渣而已 我随时都能嘎掉他们 好吧好吧 那就来吧 魔祖罗侯 别 不要打我 依静你留之北 本魔祖还不屑欺负你 本魔祖可不像某些人一样 说一做二 那就好 那就好 那边那个臭小子 答应你这人我已经做到 接下来几天你可不能用那个契约来约束 剩下的你自己解决吧 很好 多谢罗侯前辈 不过两个过气的人物 在我眼里如同蝼蚁一般 两位仙子 还请躲远一点 接下来这一招 我自己把握的还不是很好 太近的话可能会误伤你们 地火九旋变 第七变 阴阳变 怎么可能这气息已经是圣人级别 这是什么秘法提升如此之大 好小子 看来这段时间 他很努力在修炼 不愧是萧火火师叔的弟子 师弟他若是没有因果毅力缠身 恐怕这会已是混元大罗了吧 好恐怖的火莲 糟了 不好 我的恢复速度变慢了 这火更是在焚烧着我的灵魂 可恶 比陨落更可怕的事情 便是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我就以此火 将你们的神石焚烧代计 哪怕你们还能恢复 最后剩下的 也只是一具毫无意识的身体 不好 这样下去 我们可能真的会就此陨落 快动用秘宝 逃离此地 极致之雷 净化烟灭 果然 如我所想的一般 我的极致之雷 能彻底断绝它们恢复的可能 原石书 做得不错 还有你们几个 刚才的战斗我都看在眼里 有在努力的修行 不过 这还是不够 敌人自会越来越强 你们不能停滞不前 还需更加努力 我知道 原石书 这次我来是为师父所嘱咐 让我加入结教 在这风神亮节里寻找机缘 好真正的达到混元大罗的修为 而不是只能靠密法短暂的提升 这我可是自然欢迎啊 入压师弟 有了你的加入 结教的实力又更上一层楼了 好了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回金熬岛里面吧 回头我再把我的极致之雷 传授给你们 以免遇到这种情况 能防止它们 无限恢复消耗你们 那雷法太恐怖了 比起天道的天法神雷 有之过而无不及 还好来之前 我机智地留下一道本源在这里 不然我就交代在结教那里了 该死的 我跟你说过 原石书在结教 他可是有克制我的大罗 无妨 已经知道他们有能力 克制我们的恢复手段 这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时候开始计划了 只有出息不易 才能把结教之人 一个个的送上榜 他们有不少人 是在凡人的朝代里面做事的吧 也正好让凡人知道 我们神仙 圣人 是需要敬畏的 咦 居然有人上榜了 黄龙真人 嘖嘖 稀奇伐咒 还没开始呢 有原某人跟通天在结教 原石想再去金熬岛 嘎人上榜 想必后面是不太可能了 唯一的办法 也只有去嘎不在金熬岛的 结教门人了 那么他的目标 就只能是商朝 结结结 又有得完了 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在我家里 抱着媳妇睡觉吗 难不成 我睡迷糊了 直接跑来上班 奇怪 天庭怎么多了 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 在这里开门 居然还有一个大床 这日子居然比我还要滋润 等等 这是九尺钉耙 我敲 天鹏元帅 他不是变成猪八戒了吗 怎么还在天庭里 系统在吗 出来解释一下吧 叮 恭喜宿主 又又又又又 又穿越了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打工人科技 为宿主服务 目前坐标 平行世界 洪荒风神亮节之处 兴停南天门 目前宿主修为 帝仙还请宿主 跟以往一样 认真打工 早日吃下老板化的大饼 咱就是说 就是得一辈子打工呗 爱 既来之则安之 不过重新开始罢了 卖兔子嘞 卖兔子嘞 小五 我的小五 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对待我的兔子 太过分了 看一看 瞧一瞧嘞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可爱的宠物兔子 不要999 不要99 只要9.9 就能领走 抱回家 小桑子 你为我们炸天窍 做出的贡献 我们会铭具于心的 只有有了发展资金 我们就可以在这招歌城发展 发家致富 走上人生巅峰 不是问题 没错没错 再说了 有键盘侠师傅在 你的小五 随时都能回来 我们只需要走出第一步 后面的事情 都水到渠成 小五啊 哥对不起你 我就不应该 把你放出来溜溜 被这几个老溜看到 粉红色的兔子 好可爱啊 要是加点自然 一定很美味吧 几位客官 要不要来一只这个 绝无仅有的兔子 保证不会 让你们失望的 只要9.9哦 可爱是可爱 就是太贵了 还不包油 几位不要 那频道就笑那 真好我这有人想吃麻辣兔头 我正愁去哪里抓呢 这是一百万 不用找了 这兔子我就先带走了 以后若是还有这种兔子 还请优先卖给频道 多谢 发财了 发财了 原来这兔子 这么好卖的 这就好办了 小五妹妹 救我 好了 兔子的事情搞定了 现在终于有时间 可以修炼 风神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搞定吧 我才懒得管 我靠 我刚买的兔子 大便活吐 没了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我红军的眼皮底下 拿走我的兔子 知道不知道你拿走我的兔子 会背负多大的因果 他要是吃不到麻辣兔头 我就麻烦 推算不出来的 什么情况 栽着红荒鱼 除了那几个变数 还有我推算不出来的 我就不信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兔子什么来的 居然背负这么大的因果 强行推演 我都会遭受反噬 卖兔子嘞 又继续卖一只新的兔子 这 这不就是我刚才买的那只吗 我兴兴个叉叉 尖伤了 我堂堂到足 居然碰到了尖伤 兔子兔子 又一只新鲜的兔子 老板你这兔子 不是说只有一只吗 怎么现在又有了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现在降价大甩卖 买一送一 这位客官 要不要来一只 刚吹加威 小迪儿 要不要来两只 一只养着 一只红烧 好啊 都听袁哥跟你道 迪儿都可以 那么老板 来两只吧 反正买一送一 也才九毛钱 多谢老板 多谢老板的 大力支持小剑剑的 小粉生意 我的小五啊 也好惨啊 你们能不能快点卖完啊 这样锁着我 让我这样看着我的小五 我的心实在是太痛了 夜市三部曲 绝境 怎么 你们红黄没人了吗 竟让天道 亲自出手 石浩那家伙不是说好 帮我们挡住这群家伙 他们两个是怎么过来这里的 先把眼前的麻烦解决再说 事后再去看看 以免出现不可挽留的结果 灭市三部曲 第三曲 化沉 我们走 大王即使已到 可进入女娲庙里 向女娲圣人祈福 又我商朝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有劳太师护送 不知太师可愿随姑一起 陈愿意 多谢大王 老师 你果然在这里 女娲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在花果山 看着我猴哥的吗 老师 你真讨厌 我待在花果山 无聊死了 这不是看着这人 黄要去我的庙里 祈福了吗 过来玩玩 正好有理由 抱揍准题一顿 再说了 这准题可是在算计我 我还不能来吗 说白了 你就是想揍人了呗 我还以为 你是想老师我了呢 结果不是啊 哎 有点伤心了 没有没有 肯定也想老师了 奏准题只是顺便 行了 既然来了 就完会吧 我们先看准题 是怎么操作的 我一直好奇 人黄虽然没有修为 但是万法不侵 就算是圣人 没有绝对的手段与理由 也不能对人黄动手成功 嘻嘻 谁知道呢 一会老师可得让着我点啊 先让我打一顿 孤阴商在为人黄 今日特来女娲庙 拜见女娲圣人 您为我人族所做的一切 孤一直铭记于心 今我弟心 在此代表万民 感谢女娲圣人 美 好美 以前怎么不知道 原来女娲是这么美丽 动人的女子 大王 你这可是女娲圣人 还请注意一下言辞 可不要犯魂啊 孤乃在世人黄 地位堪比圣人 理应与女娲同位 孤夸她两句不行吗 好你个准题 被我抓到现行了吧 居然敢这么算计老娘 好家伙 女娲什么时候这么会玩了 可可 发生了什么 刚才孤王感觉自己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一般 原来如此 这七情六欲是 能无限放大人的欲望 只要到达一定程度 便可以操控他人的行为 怪不得准题 能对人黄下手成功 这位 你是何人 你是 夜师叔祖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气语非凡 聪明极致 一表人才的结教 夜师叔祖 那说的 就是我了 大王 这是我们结教的夜师叔祖 就是通天教主师父的朋友 相信他没有恶意 大王还请放心 见过夜师叔祖前辈 前辈这么年轻 就已经是如此实力 孤王对前辈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一浪接一浪 不愧是如今的在位人黄 这份眼力不错 这马屁拍的 深入我心 也不枉我救你一番 刚才若不是我 你就被西方的准题算计成功 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 对人族之母女娲不敬 直接断送了你 大商王朝 什么 竟有此事 孤乃是人黄 他们怎么敢的 不过 还要多谢夜前辈相救 无妨 这都是小事 不过 我有句忠告得告诉你 帝心 在此后不久 你会有一情节 切记 要坚守本心 做好你的人黄 该做之事 不仅是对你 对你的应节之人 还是人族 不然人族的未来 可会因你而断送掉 情节 我怎么会有情节 甚至还会牵连人族 不知前辈可有化解之法 这是你帝心 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但你明误之时 可来寻我 咱们还是先处理眼前之事 看样子 得找个机会去一趟屠山了 停停停 别打了女娃 我错了 认错 认错就以为我不会打你了吗 可让我逮到机会了 难得又有理由揍你 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 我敲 女娃 你这鞭子是认真的吗 那个叶前辈 女娃娘娘她平常也这样吗 好像 好像太飙了一点 其实吧 她平常还是挺温柔的 跟我一样 温和亲人 好了 帝心 记住我的话 坚守本心 叶凡 你要做什么 师弟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是谁打的你 是我 接引 原来你也在啊 我还以为就准提一个人呢 你们胆子很大啊 敢算计我人族 算计老娘 打你们一顿算轻的了 叶凡 女娃 又是你们 还真当我西方好欺负是吗 是别三日 当花木相看 我已经不是你曾经那个接引 你以为我还会看你了吗 师兄 抱我抱住 叶凡 在如今的我看来 你似乎也没有那么强了 还有女娃欺负我们 欺负的很爽啊 来 我就用一只手 接引 谁给你的勇气 看我的 吞天法则 吞天神冠 吞噬法则 容 有了实力的感觉就是好 再也不用看你们脸色 女娃 我接了你一击 现在是不是该到我了 师兄 你们打架能不能看一下地方 我就一个躺尸的 还能被架在中间 吃你们的技能 老师 怎么回事 这接引为何提升这么大 我这功法 按理来说 不可能一点伤害都没有啊 跟原始勾结在一起了吧 看那个旗子 看来你们是达成了什么交易 不然不会只有你 接引一个人提升 这准题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怎么能叫勾结呢 明明是合作共赢 那我们合作愉快 让你们看看 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强烈 有点实力就飘起来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还是你认识的 那个叶凡 这一点至始至终都一样 不过 有了一点天道性的战力 本质还是不会变的 来而不往非离也 派出无始经 先路尽头 谁为风 一箭无始到成空 与其借助外力 不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接引 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战力 不可能你到底还有多少力量 真就如此的强大了 老师 你这招好帅啊 能不能教教我 不过 他们不会就这样没了吧 不想嘎 就让他们没一次而已 尝尝记醒 好了 我们走吧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炸天出征 劲草不生 很好 现在我们炸天教也有总部了 就在前不久 教主键盘侠把唐三的兔子 以一百万的价格卖给了红军 随后又用召唤大法 跟复制大法批量复制小五 打折卖给了圆外挂 跟水失踪 所以才有了这个炸天教总部 小五啊 真是委屈你了 怎么样 咱们炸天教总部的样子 你还喜欢不 这群老六还算有点良心 用你的样子做的房子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你曾经救下的那只小狐狸呢 道友请留步 啊 不对 前辈请留步 你是何人 喊我作甚 在下乃是玉须公 原始天尊门下弟子 深宫豹 见过前辈 你就是深宫豹 你可知 我算是结教的人 结教又如何 其实 不瞒你说 我在产教过的并不如意 产教讲究顺应天道 福原身后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豹子精 他们整日嘲笑我 并不看好我 其实在评选十二金仙之时 我理应是其中之一 就是因为我是一只豹子精 遭到嫌弃 这样啊 那你来到此处 又是为何 我听到消息 原始师尊已经让江子牙下山 福州伐咒 同时计划 让商朝的结教门人上榜 我准备去商朝证明自己 让产教之人知道 他们看错了人 原来如此 想不到 你还有如此报复 不过 就凭你区区 太义金仙的修为 你凭什么 能跟如今拥有 至圣修为的十二金仙抗衡 什么 他们修为怎么会提升这么快 不过 有智者是净成 我深公报一定会证明自己 不会比这十二金仙差 还要比他们更好 说得好 有智者是净成 深公报 我问你 你可愿加入结教 佛朵阴商 我可让你执掌封神榜 主持封神仪式 证明你自己 多谢前辈看中 晚辈愿意 很好 相信 你不会让我失望 这里有本功法 拿回去修炼 去到昭歌城 见到昼王 报我叶凡的名字 他自会重用你 来自何人 交出盘龙翼 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说吧 你是谁 乃我稀奇所为何事 我乃是原始天尊门下弟子 江子牙 来此自然是来顺应天道 祝你稀奇伐咒了 伐咒 名不正 言不顺 我们可不会自讨苦吃 理由已经有了 咒王昏庸无道 百姓民不聊生 更是宠爱妖妃打几 历史总是胜利者所写的 天道之下 当有一位天子在世 而我产教将顺应天道 来辅佐你稀奇 不知道你可愿意 只是为何是我们稀奇 而你们产教想要什么 你们稀奇 只需要乖乖做好 这个天子就行 好 即日起 你便是我稀奇博师 地位与我相同 伐咒之事 我等还得有劳相太师 荒唐 这鸡昌竟然如此诋毁孤王 孤王所做的一切皆是为我人足 孤好心绕他一命 现在来反孤 文太师 立马派出大军 西征 剿灭西奇 大王且慢 我乃是杰教新入弟子深公报 奉杰教 叶凡前辈之命 执掌封神榜 不躲殷伤 抵御西奇 西奇赶伐咒 是得到了产教之人相助 修为更是有志圣道横 实力深不可测 不可盲目前去剿灭 产教 姑乃是人皇 圣人 好大的胆子 既然你是叶凡前辈教来 那么叶凡前辈自然是有所安排 那么现在你便是我大商国师 地位与文仲太师相同 对付产教 你们可全权安排 嗨 守战尤为重要 就由你前去 打掉一个杰教门人上榜 记住 悄悄前去 这是杰教在外之人动腹地址 你挨个前去灭了 记住 别让我失望 是 师尊 保证不会让师尊失望 那就拿你先开刀好了 你们也下山去吧 直接去西齐 看到的结窖之人 一个不留 你们叶凡师叔传来信息 颤教相助西齐兵法 即日起 你们出京熬岛 前去殷商相助他们 这封神之战不可避免 一切有你师父我 还有你的师叔 切记 凡间之时不可过多插手 我们的目标是产教 让他们知道 我结窖不是好惹的 什么人敢在我 十斤娘娘动腹前 伤我弟子 产教 太乙真人 特来送你上榜 太乙真人 特来送你上榜 好歹 你们产教就是如此 屈服别人的吗 你想要我上榜 大可直接冲我来 何故伤我弟子 何故伤你弟子 不不不 这是天意 就如同我今日在此一样 也是天意 你跟你的弟子 注定要上榜 你们产教之人 还真是臭不要脸 想让我实际上榜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想不到你这小小的二代弟子 也有准胜之力 你想不到的事情多招呢 谁送谁上榜 还不一定呢 怎么会一点伤害都没有 不过准胜而已 对付你我甚至不需要动用弓法 只需要一件法宝 你的弱点太过明显了 什么 九龙神火罩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弱点 多谢相救 不知道你是 结教新术弟子 哪吒 师承萧伙伙伙 专门卡点救人 太医老贼 今日有你哪吒爷爷在 休得放肆 我倒是谁 哪吒 我这师父你不认了吗 你还真是一身反骨 难以叫化 判出我铲教 反手加入结教 这大逆不到知识 你也做得出来 什么 你是铲教的人 那是之前 这太医老贼收下我 只是为了我的灵珠子本源 如今我已经弃暗投明了 若我还是铲教的人 我救你时机做什么 嘎你何须这么麻烦 今日我奉师父之命 特来救人 没想到竟然是你太医老贼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好了 如今你们已经学有所成 该出去在这封神亮节里 寻找你们的机缘了 哪吒 这次出去 你先去骷髅山 就结交史基 按照原本的历史 他本是第一个上榜的 而杨捡你 直接前去四水关加入战局 太医老贼 想好怎么嘎了吗 哈哈哈哈 且不说你所有的本领都是我雕的 不过些许时日 你的新师父能教你多少 单单就凭你这大罗金仙的修为 也敢在我这至圣面前叫嚣 打你一个老贼 足够了 地火九旋变 第六变 神火变 这是什么秘法 闻所未闻 剑所未剑 提升如此之大 孤陋寡闻 瞧好了 玄众齿 地雁吞天齿 果然是空有修为 毫无根基的空架子 我以前怎么会有这样的师父 丢人啊 叶凡师叔说过 打架完后 一定要补刀跟舔包 就让我看看这太乙 都有什么好宝贝 哈哈 我敲 大便活人啊 哪吒 你没事吧 痛 好痛 可恶 这老贼身体都没了 还能大便活人 活过来 有点浪了我 不愧是我曾经看中的弟子 这份潜力 果然非凡 但是你既不是我铲教的人了 那么我干脆连你也一起送上吧 不跟你们玩了 什么 这是圣人的七夕威亚 我举报 有人公然开科技 该死 没办法了 只能请你出手了 师父 就是你欺负我弟子是吧 就这啊 害你啊 你这被黑化后的实力 也不怎么样吗 师父 揍他 我刚才在说 你比他厉害多少倍的时候 他说你就是一团垃圾 胡捏乱造 无中生有 我是专业的 树子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哪吒这嘴这么损 不过 你这抢人弟子的行为 还真就是一团垃圾 你个烦骨仔哪吒 后面有机会 我就让你十号师叔 来帮你提升修为 太你 你这老灯 赶嘴碎我 我腻了 不好 这是什么火 为何如此的炙热 怎么回事 我的恢复能力怎么变弱了 早就听说 你们有无限恢复的能力 而我的火之法则 侥幸修炼到 能焚尽一切的境界 刚好能克制你这恢复能力 从源头上焚烧你们的灵魂 来到洪荒这么久 我也不是吃干饭的 火之法则 你 你到底是谁 不好 师尊救我 大胆楼宇 助手 无奈天道圣人 原始天尊 洪君来也不好使 今日 太乙必须上榜 我说的 可恶 还是晚了一步 阁下是谁 为何插手 风神亮节 你可知你做了什么 自然知道 不就是把你铲掉的太乙 送上榜吗 至于我是谁 我是 我不需要知道张无之人的名字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不给人多做自我介绍是吧 那就没必要说了 直接打 好久没有认真动手了 不然观众老爷都要忘记 我萧火火了 满鼓翻 万乐翻 俊佳无声 我萧火火了 可恶 你到底是谁 竟然能跟如今的我打得不上不下 洪荒里我可没听说过还有你这一号人物 现在的我 战力已达天道极 除了已知的原始人 叶凡跟十号怎么还会多一个未知的变数出来 我是谁 不好意思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我是谁了 与其跟你多说两句 让我感到隔音 不如把你打趴下 够了 原始 这位小友 停手吧 再打下去 洪荒都要被你们打破碎 老师 我弟子可是被他送上榜了 他可不是洪荒之人 却插手洪荒之士 你们不肯主动上榜 这封神亮节就已经变得不可控 圣人之上不可轻易动手 这是你定下的 还有 这位小友 给频道一个面子 这亮节还请不要再动手 此时到底为止 如何 我是没问题的 只要这原始不欺负到我头上 本来我就只想跟他讲道理 可是他听都不可听 非要跟我动手 灵牙利齿 分明是你嘎我弟子在先 我还就嘎了 我就看不惯你们铲教的人 我说 够了 原始 你退回去 记住你说过的话 圣人不可动手 这人交给 你给我记着 这位小友 你是认识石号叶凡他们的吗 这封神亮节还请不要过多插手 就当是频道的请求 这原始都这样了 你红军就不管管他吗 原始 他什么样 他不一直这样吗 你们这些玩心眼的 人都脏 不像我 单纯的只会玩火 你们就斗吧 只要洪荒孩子 平衡你们 得益的永远是我红军 萧火火 你终于出现了 让我一对好找 丽飞雨 你这老六藏的可真文 我就不幸逼不了你出来 四水关已经打起来了 如今杨检也不是铲掉 西齐那边的人 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破关 这雷阵子没问题吧 紫牙 这排兵不振的能力 就数你最好 放心吧 几位师兄 这雷阵子经过师兄们的教化 能力已在这鱼化之上 对付他 是绰绰有余的 风雷棍 花雪神刀 可恶 这雷阵子 什么时候有能力打败鱼化了 难不成这四水关守不住了 看来胜负已分 雷阵子给他致命一击 我们冲破这四水关 是 江太师 鱼化 你能够在我的棍下 是你的荣幸 风雷一棍 惊雷 看来此人是来助我殷伤的 实力不凡 这把吻了 好小子 早就感应到你的气息 就在不远处飞来 不过 你这卡点救人 肯定是跟萧伙伙学坏了 此人是谁 竟然能接下雷阵子一棍 毫发无伤 玉帝的外甥 杨茜 如此天资 本应该是我的弟子 到最后竟然被人截胡了 我现在看到他就来气 来者何人 报上明来 我雷阵子不长无名之辈 结叫 杨茜 雷阵子是吧 好 我记住你了 你是我这封神之战所展的第一个人 崇童本是无敌鹿 何须再借他人骨 崇童 天眼 还有谁 同禁忌 我杨茜 自当无敌于世 斩得好 说得好 如此大将天资 这把吻中吻 黄旺的小子 你才修行多少年 就如此口气说大话 杨茜 我念你修行不义 劝你回头施案 重新回到我铲教门下 刚才是正途 正途 学你们这般算计他人 不管是你们铲教 还是西方的两光头 我母亲的账 我会一一跟你们清算 这枪真是好宝贝啊 一看就不是凡品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就让我清虚道德天尊来教训一下 杨茜在怎么样 也是由我来动手 他怎么这么主动上去 看中那小子手里的法宝长枪了吧 哼 小子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念你年幼 交出你手中法宝 跟我回铲教 你达掉雷阵子之事便可作罢 想要我手里的混沌是圣枪就直说 何必一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模样 想要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这可是苏明师兄给我炼制的兵器 目前乃是先天至宝 但能随着我的修为不断提升 超越混沌至宝 只是我的修为问题 不错不错 待杨茜这小子回去大钻石 那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这副兵器就有了 看样子 这枪不像表面这么简单 看样子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啊 准圣跟制圣虽是一字之差 但两者之境却如天沟 什么 单凭肉身应接我一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只要你还不是圣人 那么我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是圣九枪 第七枪 一枪破万法 这是肉身成圣 怎么可能 还有这枪法 威力竟然丝毫不弱 与圣人的随手一击 这是多少修士的目标 竟被他做到了 还是一个修炼不久的晚辈 你来做什么 他是我的 我只是一时大意 没想到他的战力如此之高 对付他 我有的是手段 废话少说 一起动手 免得生变 这杨简已经是个变数 哼 不就是也看中他手里的法宝跟功法了吗 这两家伙还真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小小的杨简让你们这么上心 一个跟两个 有区别吗 都是我杨简的魔刀石 我的无敌之路 当一往无前 我这只挖到哪里了 真语照到力量 您收 我看你这次忘了你炮 没错 我看你还能炮去那里 乖乖跟我回炮猜到 那么你收就这我炮猜到都有你了 什么炮猜 敢踩着你键盘 假爷爷的头说话 活腻歪了是吧 那里来的豆贝 干啥我炮猜卷夹 炮猜专家 什么鸭毛东西 我告诉你 你今天参上大事了 大佬救我 这群炮菜专家现在到处抓我们年寿 年寿 他们抓你做什么 你很好吃吗 不好吃 不好吃 我们年寿本是凡前除夕夜的锐寿 在那一天 我们年寿都会跟人们玩耍 让他们拿着烟花去给我们寓意行的一年到来 可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出现疫情 是炮菜专家 专门猎杀我所做 甚至还把我们抓到他们的地盘 变成他们的独有的锐寿 让我们不能再跟小朋友玩耍 让这一天慢慢消散在凡前的视野里 只有让你们这一天不复存在 我们才好去而待之 凭什么你们凡前就能过你 吃多云饭 放银花 免你们亡掉这一天 也使为了你们更好 免你们努力更多 积极伤金 我分全力移居 不要读过形式 不愿我们捐家匪人你知道 什么叫绢家第一 我们确实迷惹不起地争载 鸭毛专家 我从未见过如此缺智力的泡菜 我惹不起 信不信我分分钟叫出我炸天叫的百万大军 一人吐一口唾沫 淹了你们 经就不迟迟罚救 谁都不能阻挡我们 淘汰绢家的第一根机法 年兽必须等反间消失 免你们忘掉都原意 努力跟足 绢家迷法 绢家第一 卖艇也是四小时跟足 难跟号拿到跟夺底跟子 好大的垃圾桶 我敲 你怎么躲我后面了 你不是大佬吗 我什么时候 说过我是大佬 我就是一个小卡拉米 太二做得好 他们两个就交给你了 我相信你可以在 就决定是你了 战斗机 太二 这只机是什么来的 精云能当作我的军家第一 不过什么来的 只要见他抓住 熏服 那就变成我们抛财 绢家都有的 我们的实力亦非因此改正 学弟号 有道理 绢家第一 每天不睡觉 又于身心健康 坐得好 基尼泰二 什么鸭毛专家 连你键盘侠爷爷的宠物 都打不过 也好意思叫 谢谢大佬 这回我又可以在 团圆夜跟小朋友玩爽了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大年 好好好 好的很 一准圣之姿 力敌我两只圣 还不落下风 杨姐 你好得很 但也到此为止 师兄 直接动用必保 一举将他击败 借助外力提升到圣人战力吗 但本质还是至圣 我杨简依旧无敌 九字秘法 一字秘斗 一 雷帝宽术 雷霆化 星辰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底牌 但面对我们 如同面对两个圣人 你又当如何 现在你是我的了 早就猜到你小子不简单 多谢两位师兄弟助我抓住杨姐 这份战功 我玉顶自然是不会跟你们抢的 我只是帮了一点小忙而已 玉顶 你这么无耻的吗 以多打扫就算了 还偷袭重伤之人 江上 这就是你带领的稀奇惨教吗 这乃是天意 正所谓兵不厌诈 这里可是战场 谁会跟你单挑 身攻堡 自古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道理也 你不是不懂 玉顶 你这混蛋 就等着这一刻时吧 我不管 这小子身上的法宝功法 必须由我一份 这是自然 等我钻研通透 自会交与师兄参悟 玉顶 你还真是没让人失望啊 一如既往的厚颜无耻 正好让杨姐这小子 再一次认识产教 他们应该也来到了吧 杨姐 乖乖地让我 把你身上的宝贝搜刮干净吧 我劝你最好 把你的脏手 从我尸体身上拿开 不然我立马 让这两个人上榜 我倒是谁 原来是金乌鹿鸦 你以为我会受你威胁 你能把他们嘎掉再说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让我把他们嘎掉 好让他们重新复活 从中脱困 不好意思 我现在的火焰 能让你们复活后 变成一具毫无意识的躯体 你可以问问他们这会的感受 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 不好 这感觉 我真的会陨落上榜 玉顶 你快住手 鲁鸦你怎么也会有 克制我们的手段 好机会 倒有紧留步 倒有紧留步 可恶 这是什么玩意 还有哪吒你这家伙 居然偷袭我 不想武德 还好就下杨姐了 境界差距太大 我这招因果反噬 也太大了 这叫兵不厌诈董步 战场上 谁跟你正面打啊 糟老头 我心性格叉叉 为啥这话 我听着有点耳熟 好机会 两位 还请上榜吧 地火 烦魂 师尊救我 鹿鸦助手 你竟敢伤我 铲叫门人 怪不得铲叫的人只会偷袭 原来是原始你教的 可恶 还是晚了一步 金乌鹿鸦是吧 一个屁毛带脚之辈 也敢对圣人不敬 就是你父亲帝君在世 对我也得十分恭敬 你父亲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我还轮不到你来说教 就你也可以做着圣人 所作所为 让我看不到一个圣人该有的风范 找死 叶凡又是你 没错 又是我 你们心地善良的叶凡 原始 想打架 可以来找我啊 难不成 你就只会欺负修为比你低的吗 叶凡 我看这一击 你拿什么来挡 开天一击 潘古凡 开天一击吗 拿什么来挡 那你可瞧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圣人吗 我们与之比起来 还差得太多了 不过总有一天 活路鸭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 师叔牛批 什么原始鸭毛 通通趴下 该死的叶凡 你们这些变数 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被我打败吗 为何要一次次地跟我作对 万恶凡 天地剑 该死的 为何我还是打不过这叶凡 还有你 要不是为了护住 我也不至于硬持他这一剑 竟给我丢人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弟子 师尊 对不起 无论你们如何加强 而我永远比你们厉害 那么一丢丢 嘿嘿 就问你气不气 叶师叔无敌 叶师叔好帅 低调低调 我叶凡 向来以理夫人 从来不整那些虚的 原始 既然你侥幸吃了我一剑 作为我装可爱的宝衣大哥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打 来来来 别客气 我星星 你这能量球也不行啊 还给你 你再搓一个大的 扔过来 还给你 还是不行 继续 叶凡 这个球不错 我吃不下 还是还给你吃吧 够了 袁氏 叶凡 收手吧 别打 不是说好停手了吗 还把你们打了这么多次的能量球打下 我不就是来劝个价 至于吗 你们知道你们这能量球 被你们打得挥去了多少力量在里面 嘿呀 红军 你怎么来了 又好巧不巧的 出现在这能量球的飞行路径上 这不能怪我哈 这很明显 是你自己倒霉 出现的时机 跟地方不对 我这人 为人光明磊落 怎么会做这种误伤他人之事 我前面不是喊话吗 你是没听到吗 你喊了吗 可能是你喊得太小声 我没听到 下次记得 喊大声一点 我信你个星星 喊我喊得太小声 分明就是故意 算了 此时翻篇 你们二人还请到此为止 这你得问袁氏啊 是他先动的手 老师 这叶凡 以大欺小 将我门下之人 送上了封神榜 还请为我做主啊 打归打 闹归闹 天地良心 我叶凡 可没嘎过你产教一个人 你产教的 轻虚道德天尊 实力不够 被路鸭送上榜 请问 是我动手的吗 我不管 将我弟子送上榜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袁氏 够了 此时是你袁氏先动的手 圣人之上不可动手 可是你定的 拿出圣人该有的气量来 有些是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都默认给你找外援了 还打不过 有人显眼 这封神亮节可是最后压制人道的机会 九九至尊 必须变成九五至尊 至于袁氏身上的外力 哼 等亮节结束 我再亲自动手消除 这原始的本源还在我手里 也就一个重置属性的事 叶凡 我们来日方长 走着瞧 叶凡道友 此时到此结束 有空来我紫霄宫坐坐 正好我这正在沿着麻辣兔头最新做法 叶道友可来帮我尝试一下 好说好说 我这人就爱上门做客 师弟 我最近推演天机发现 紫霄教之人与我西方教友人 乃是我教未来的定光欢喜 为了洪荒住神 我们前去将他度化 师兄果然会掩饰猪 子子一看就很有活性 两位圣人 不知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是觉得这些金色的兔子就能收买我吗 道友说笑了 这岂是收买呢 我们师兄第二人 是不想看到有你侮辱歧途 这才来此 引导你入我西方 入你西方 可笑 想我结教万仙来朝 势力何等庞大 而你们却要我去西方那贫穷偏僻的地方 再说了 我长尔定光仙又岂是那种被信弃义之人 现在的结教 的确是万仙来朝 但你能保证以后吗 不妨告诉你 这风神亮节之后 你结教变回衰败 而我西方变回大惊 我是看长尔道友你 与我西方人员 乃至我教未来的定光欢喜活 才特来引领你加入我教的呀 口说无凭 谁不知道你们西方的嘴脸 就凭这些就想让我加入你们 可笑 查尔道友 还请再看看我马 再考虑一下 我师兄第二人 从来不会看错人 看人真准 这金色的胡萝卜 还有金色的兔子 我要十万个 好说好说 只要你来我西方 成为我教的定光欢喜活 这些东西一律广够 但眼下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完成 这通天教主有一把宝 因为六魂帆 只要在帆上 写上六人的名字 便可败走他们的性命 我们需要你拿到它 将结教各重要之人送上榜 之后你便是我西方的定光欢喜活 这个简单 这六魂帆 如今就在教主的宫殿里 而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惊熬到 我要拿到它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那我们便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师傅 这长儿已经拿走这六魂帆了 很好 就让这兔子给产教 跟西方一个大大的惊喜吧 师傅 我突然有点同情产教跟西方了 碰到了叶师叔这样善良的人 什么东西 从地上掉下来了 你们是谁 敢传我西齐答应 西齐 师傅 我们好像挖到西齐这边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快打掉 骨灰奔发出啥 毁尸灭迹 阿对对对 要分八处撒 这样就没人知道 我们在这里了 咱们继续挖宝贝 考古 什么人敢在我西齐底下挖洞 是想挑战我土行孙吗 哪里来的真号二 我乍天叫做事 我劝你赶紧跑 不然惹弄我们 后果很严重 没错 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面前的人是谁 信不信我们 连你祖上的老巢都挖了 我管你们是谁 贼没熟眼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稀奇的百万大军就在地上 你们跑不掉 敢在我鸣和面前嚣张 你是头一个 知不知道 我曾经是打脸天道的男人 洪荒最强关系虎 不好 地下有异动 是哪个圣人 赶紧去看看 免得出变故 地道圣人鸣和 你 你怎么在这里 想知道 去问候图姐姐吧 这么弱的实力 也好意思出来 当我乍天叫做事 大变活人啊 这是 管不着 管不着 有大佬在 就算是真子出现 我也不带怕死 继续挖 我弟乖乖 你一个大罗金仙 凭什么能复活 我举报 有人开科技 鸣和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风神亮节可没你什么事 劝你不要自悟 两个智圣 也敢威胁我鸣和 我现在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不好 这可是实打实的圣人 直接动用秘宝 居然能通过法宝 将战力提升到圣人战力 但对于真正的圣人来说 一切手段都毫无用处 欺负弱小 我鸣和是专业的 幽冥之海 鸣和 你找嘎 三个小卡拉米 小明明 我现在超强的好罚 鸣和 纵使你是圣人又如何 你还是打不掉我们 我敲 你们这是什么能力 太作弊了吧 不过这样就以为我小明明 对你们没办法吗 奇门喷甲 大五行录音播放阵 这是什么玩意 能恢复是吧 在我的录音播放阵里 我就让你们恢复在爆炸 不停的折磨你们 让你们感受到火炸天叫的厉害 鸣和 干得好 你应该庆幸 我小剑剑没动手 不然你们连半秒都活不了 鸣和去嘎吧 我敲 原始来了 事情有点大调了 快跑 想跑 跑得掉吗 我原始 专业护独自 咱就是说 跑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 对人秘籍 很痛的 没事没事 小三子 反正你嘎不掉 不用怕 鸣和 你别跑 还有那个被键盘的 一看就是个单身汪 连一根灵都不是 师父 你怎么了 咱们得快跑啊 咱们的设定 就是搞事了 就得跑的啊 是知道自己跑不掉 所以不跑了对吧 看你们这么识趣的份上 我原始给你们一个痛快 送你们上网 本源尾地数 斩除 毫无痕迹地抹出我的攻击 这怎么可能 你可以说我懂 可以说我没骨气 但你不能说 我连一根灵都不是 我分明就是 我元凶的小可爱 好兄弟 这么说我 你这我元凶于何地 好吧 原来是个斗杯 我不说你这个一根灵了 你是你元凶的好兄弟 可以了吧 我就不信你这招 能使出第二次 据我了解 你这斗杯 关键时候就只会掉链子 永远不靠谱 你要是这么说我 这一招 我还争取不出第二次 但你对我了解的 还是太少 我不会掉人嘛 要不是我元凶有安排 我非叫他来 揍你不可 现在 十号哥哥救我 很好 他们居然自己打起来了 一会找准机会 越过他们冲到洪荒里去 天位神通 神凤宝树 十号哥哥救我 可恶的键盘侠 关键时候把人喊走 而且喊的还不是你哥哥我 等再见到你 非要让你知道谁才是你哥 好机会 我们冲 一群杂鱼 想越过这里 问过你些剑仙爷爷了吗 键盘侠 你还真是个坑货 连你亲哥都坑 这 这就是传闻中的那个男人 比肩天道 硬钢红军道主 那个不败的男人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这滑稽的表情 与隐约散发出来的气质 就让我生出要膜拜的 臣服的感觉 黄天帝 你 你要做什么 你可是答应过天道与老师 这个谅解不会出手 黄天帝答应的事 关我十号什么事 既然来了 索性就应观众要求 把你揍一顿再说 此情此景 我小剑剑熟得很 这种情况的我 该喊666了 师傅 这人到底是谁 为何如此的可怕 他是巫妖两劫时期 巫族的巫神 连到左红军 与洪荒天道都拿他没办法 甚至有传闻 连到左红军都惧怕他 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他了 还是这等的情况下 太可怕了 我感觉在他面前 渺小得如同一颗沙粒 不 连沙粒都不如 早就跟你说 我小明明 是洪荒最强关系湖 现在在揍园时的人 知道不 我师叔 现在知道错了吧 你说你 本来我们就只是挖点东西 井水不犯河水 非要来惹我们 你这不是找他吗 取此知道 知道不 说的就是你这种 知道动画片里 最不能招惹的是水不 自然是主角团队里的团宠 也就是你键盘侠爷爷我 就算你们有巫族的巫神又如何 你们不可能打掉我们 见过嘴硬的 没见过这么硬的 现在的你们是阶下九种部 本来我小剑剑就不善武力 你们要是肯乖乖 让我们戏耍一番 之后我都懒得管你 你怎么就知道 我没能力打掉你们呢 你大可试试 我们铲角如今的恢复能力 可不是一般人能破掉的 更何况你这个搞笑斗飞 战武渣 被说是战武渣了 好开心 这样我就能永远待在 我元凶的棉袄下 感受元凶宽阔的胸怀 你赢了 我仅无言以罪 还有一件事 其实我真的能嘎掉你们 怎么会 真 真恢复不过来了 不 不可能 不 我土行孙不想死 不想上榜 求求你们 放过我 不好意思 现在晚了 我小剑剑就喜欢落井下石 可恶 10号 还有你们这三个混蛋 竟敢把我的弟子给 给你送上榜了 怎么样 开心不 你赶紧的 小小爆发一下 咱们走个流程 我还有事情要做呢 那可是我精挑细血的弟子啊 为了他们 你可知我付出了什么 既然你们非要这样玩 那我原始就满足你 我已经不是之前 那个一天到晚的 被你们按在地上 打的原始了 看不出来 现在的你还是有点东西的 我就稍微多用一根手指头吧 可恶 怎么会这么强 我此刻已经是天到极战力 为什么 不是我太强 而是你太弱 外力终究是外力 不过你也应该庆幸你是天到圣人 还有你那股外力 固然你已经嘎了 想想红军也该来了吧 时候倒又算得真的 红帝 你来了 具体事情我就懒着说了 这原始你自己处理吧 回头记得把我的麻辣铺头 送到我那里去 你知道的 结叫叛徒查尔盗走六魂帆 回到自己洞府里 在六魂帆上写了几个人的名字 也不知道这多宝有何作用 西方两圣人竟不让我写 算你好运多宝 不过 这多出来的一个位置 剑盘侠师叔祖 我就大发慈悲地留给你了 当初你是如何欺负我的 今日之后 我便看着你如何暴毙而嘎 好家伙 这兔子是谁给他的勇气 净容了 居然敢写 剑盘侠的名字上去 想不到这长尔如此记仇 若不是叶凡师叔交代 他来我结较之时 我会直接一箭砍了他 这兔子心是够黑的 可是谁让他遇到了叶黑 这比他还要黑的人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没有叶凡算计 从他写上 键盘侠名字那一刻 也注定了他会失败 老师 你说很快就能抱座接引根 准题了是不是真的啊 怎么 怀疑你老师我啊 你老师 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在我面前玩套路 可笑 若是你们能正面跟我们刚 或许还能多活两集 十二金线就是个笑话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突然有一种 心神不宁的感觉 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自从十二金线已去其死 原始现在对剩下的八人 十分上心 算不出来 不行 我得亲自去前线看看 以免再出变数 明年的今日 就是你们的季日 工作你放手与天齐 披补你山神快乐 年年有今日 岁岁都有今朝 恭喜你 恭喜你 可恶的孔仙 把我们的法宝换回来 六打一 法宝还被我给收脚了 会不会玩 能不能行 几个糟老头 瞧瞧 我要是你们 直接兵解重修算了 这么多年的修行 连我一个小辈都玩不过 丢人啊 孔轩 有本事你别用五色神光了 不然就你一个 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你 你怕是个失乐志吧 这是我本命神通 为什么不用 当我三岁小孩嘛 我可不认为你们会跟我一打一 你们铲教行事 我可是领略过的 师兄 我观此子与我西方有缘 一会我们前去将他度化了吧 师弟 你说的对 此子乃是我西方日后的孔雀大明王 还有铲教的那三个人 武贤 文书 此行 不知道师弟注意到没有 你约之间 我能感觉到 他们身上的活性 你们两个 没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吧 这个自然 原始师兄还请放心 我们两个就是你坚实的后盾 无色神光我们的确没办法 本来我们不想用这个手段 但是没办法了 对付你 只能用绝对的实力碾压了 孔萱 兽嘎吧 这 这是圣人战礼 我敲 你们要不要脸皮 六个圣人战礼打我 可恶 我跟你们拼了 五色神光 可恶 就算有五色神光 只怕不出几个呼吸的时间 我就得打在他们六人之下 孔萱 不得不说你的实力之强 不愧是曾经三组之后 但也到此为止了 可恶 这是什么 是谁 孔萱可没有这个能力 什么情况 我这么生猛的吗 干翻六个圣人战礼 岂不是说我无敌了 通天 六魂翻 你找死 师兄 好机会啊 很好 六魂翻已经开始运作 相信用不了片刻 这翻上的人就会暴毙而嘎 不好 怎么会这样 我写的明明不是结教人的名字吗 怎么会变成铲交着六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行 情况不对劲 再在这里待下去 我可能会没命 我得快跑 永远地躲起来 没想到这么顺利 不愧是叶师叔 足智多谋 现在这六魂翻经过炼制 无论在翻上写谁的名字 吹动以后 最后翻上之人的名字 都会变成这铲交六人 而且还是毫不费力 如此简单就破了他们的阴谋 要不然怎么会叫他叶黑呢 行了 准备好接下来的战斗吧 原始已经在冲我们来了 通天 原来你如此卑鄙 竟然催动六魂翻谋害我铲交六人 今日 说什么我也要你结教的人全部上榜 催动六魂翻的可不是我通天啊 我的好二哥 你可以好好的推算一下到底是谁 六魂翻是你催动的 原始圣人 我 不是 你听我狡辩 其实是西 好你个通天 以圣人修为 驻门下弟子谋害我铲交之人 间接动手 风神亮节 违反子孝公之约 其罪当诸 好一个倒打一耙 原始 若不是你勾结西方 教唆我门下弟子偷取我的六魂翻 尤其会有今日之事 此时因果在你 若是你非要动手 我通天就陪你斗一斗 可恶 西方那两光头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如今也只能一口咬定是结教的锅了 我门下弟子不能白死 长尔定光先是你结教弟子吧 这就够了 大哥 今日还请你给我一臂之力 天降兔头 可以 还送根柴 又多一道兔头才 二帝 三帝 我们三清何时闹到这般地步 何至于此 太清 你是来帮原始的吗 通天 你知道的 我本不想这样 你结教的结局是注定的 顺应天道不好吗 太清老子 闻名不如见面 在下原某人 通天的师父 铲教 结教的是 不如让他们自己来 其实我有一个前辈 他也叫老子 不过你却不是他 你真要插手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你就是通天的师父 果然一表人才 就是不知道实力如何 气息内敛 没有丝毫泄露 强者 我的实力吗 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原界 什么 这是一方世界 怎么可能 而且规则还如此的完善 没什么不可能的 诸仙剑阵阵 原始 你我之间的恩怨 今日在此 做一个比较吧 好好好 通天 我就等你这句话 诸仙剑阵是吧 现在的我有天道极战力 非四胜不可破 在我面前 就是一个笑话 不愧是天道极的战力 若非我修的是混元 三平诸仙剑阵 根本挡不住此刻的原始 而天道极对应的是 混元大罗下一个境界 混元无极金仙 此刻的我还是差得太远了 通天 此刻的你 拿什么跟我斗 若不是有那几个变数 我一个人就能把你截叫送上榜 等我把你嘎了 然后我就直接将你截叫 尽数湮灭 原始 你还真是恨我啊 我们三清之明 就是一个笑话 地煞七十二变 人前显胜 大灭情术 混沌清廉 此剑决乃是我此刻修为的巅峰一击 血迹 原始 我知道我跟你现在之间差距过大 但你也不要以为你就能稳赢 师傅 希望这招不会丢你的脸 太出天洁剑决 怎么可能 通天 你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 跨越这么大的修为战力 急伤我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原始 我知道你有恢复的能力 但是我同样有克制你的手段 极致之雷 净化湮灭 陨落吧原始 应该结束了吧 刚才的极致之雷是师傅留给我最后的底牌 不仅能克制他的恢复手段 也能切断他与天道的联系 直接将他灭杀 通天让你失望了 现在的你已经没有任何战力了 太出天洁剑决 太出无心经 何道 剑道 宇宙规则 通物 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何等的实力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老子自知不是对手 现在的你可明白了 其实我们来这洪荒 也并非是要入侵洪荒 而是为了洪荒世界升华 不想让一颗好的种子被人摧残 洪荒天地 本该有27个圣位 对应天地人三道 各九位 我们虽与天道达成协议 但洪军总有那么一点私心 才导致如今的局面 现在更是在混沌之外的边界 我浩哥正在那里 帮洪荒抵御着外敌 也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时候 而你们却在窝里斗 实属让人心寒 原来还有如此逆心 怪不得三帝会如此相信你们 都是洪军搞的鬼 也并不是说洪军 就一定是坏的 至少他本意还是好的 也是为了洪荒世界 就是选的道路有点 而这条路的尽头 就是洪荒世界 变成流放之地 再也没有一丝灵气 将洪荒世界彻底隐藏 也算是保护洪荒的一种手段吧 前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去过变成流放之地的洪荒 万恶之魔 果然是你 通天 我说过 今日你必须赶 竟然将我逼迫至这等地步 看到你如今这副模样 我的念头真是通达 好久都没有如此的心情愉悦了 这无与伦比的力量痛快 原始 我果然没看错你 这份恶念可真是美味啊 对自己的弟弟都能下如此狠手 我可没有这样的弟弟 不服管教 不敬兄长 处处与我作对 原始人 再次见面 别来无恙了 你还是老样子 就喜欢衣服在别人身上 告诉我 你是如何来到洪荒的 万恶之魔 大哥 你 三弟 别说话 静心调息伤势 如何来到洪荒 一个红头发的送我过来 他说能让我见到 而我自然是很乐意 来给你制造一点麻烦 大哥 你也要跟通天一样来跟我作对吗 二弟 你身后之人是为了入侵洪荒 孰轻孰众 我还是分得清的 洪荒可是我们盘古 父神开辟出来的世界 可不能一时糊涂而猝成大错啊 好好好 一个个都要跟我过不去 既然如此 毁灭吧 没错 然是 他们都是来阻挡你的 在他们看来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不妨将他们从这个世上抹除 这样就没有人敢跟你做对了 而你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这个 你这蛊惑人心 还是一点没变 既然如此 你我之间的仇恨 今天便清算了吧 太出无心惊 原始人 你知道的 只要这间底下有恶念存在 你就嘎不掉我 就算你有克制我的手段 也只是克制罢了 折仙圣人指 原始人 看来现在的你也不怎么样吗 的确不怎么样 什么时候到我面前的 极致之雷 地炎 雷炎之精 焚天雷木 怎么会 这雷法加上火焰 怎么会如此克制 让我从复身状态下 强行打得出来 是时候该结束了 二弟 我们三青曾几何时闹到这般地步 红花白藕青荷叶 三青本是一家人啊 如今却 万恶之魔 该你了 九功八卦 十死无生 这回算是结束了 天导 原因是刚 我知道 先挡住这里的人再说 他还有部分本源在老子手里 搬排他转世重修便可 师弟 我们救下来的这三个 博心已经种下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转投 我们西方 为我们贫穷的西方 添增人才与资源 贫穷 有多穷你们西方 穷的只剩每年一部 血理手机 跟AA斜了 不信你看 师兄 可恶的女娲 居然偷袭我 街影 咱讲道理啊 我不是提醒你了吗 是你自己反应不过来 还怪我 看不出来 你街影提升得很快嘛 你一个花呗圣人 居然能跟我这个人道道 租打得有来有回 我西方虽然贫穷了点 但是你我同为先天生灵 我的天资也不差 老子猥琐 发育这么久 也不是吃素的 老师 你来了 快从背后偷袭这街影老灯 什么 叶凡来了 在我后面 叶凡人的 不是说在我后面吗 好机会 太出无始经 你娃 你骗我 女娃 你欺人太甚 现在的我 有天道集站立 而你不过圣人 你看你拿什么来挡 拿什么来挡 你尽管放能量不过来 你看我挡不挡得住 大言不惨 天道集跟圣人的差距 可谓是一个天一个地 吞天神功 什么 竟然能把我的攻击给吞掉 吸收了 这怎么可能 你虽是天道集站立 但是 你的真实的修为还是圣人 你的攻击对我来说 也只是给我平天修为 你来多少我就吞掉多少 可恶 我就不信你能全部吞掉 这可是天道集站立发出的攻击 看我把你城堡 屈屈封神 小小地策就已经让产将荡然无存 原始已经陨落 剩下的十二金仙已经翻不起风浪 让结教的人 直接平推稀奇 就好了 说到底 还得多亏这西方两光头啊 要不是他们蛊惑长尔 偷取六魂帆 也不会 毫不费力地嘎掉他们 师弟 我来帮你 二打一嘛 我女娲何居之友 诸仙剑阵 什么 诸仙剑阵 女娲怎么会有诸仙剑阵 难不成是通天把诸仙剑阵 交给女娲了 不可能啊 前不久 我可是感受到 通天用诸仙剑阵来对补原始的 不可能 不错不错 至少没有丢我的脸 这诸仙剑阵 使得有我几分风范 就让我来送你们两个一程吧 看到你们 有莫名的喜感 就懒得嘎掉你们了 就直接送你们回须弥山吧 可恶的叶凡 还有女娲 你们给我等着 我们师兄弟一定会回来的 下一个亮节 就是我西方大清 见识我们辛仇救恨一起算 老师 你怎么这样 抢我的人头 哪里抢了 你顶多 利于不败之地 想嘎掉他们 还诧异丢丢 我帮你一手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老师我 我不管 就是抢了 随着原始陨落 十二金仙已无战力 风神之战直接一面倒 气气败退 虽上榜了不少人 但仍然有空缺 为了洪荒文贬 结叫众弟子纷纷自愿上榜 而玉帝也答应不会为难他们 不会让他们白打工 享受无险一金待遇 猴子出世 预示着活门大兴 火道门将走向衰败 这可如何是好 天灵爱卿 你可有何良策 没有 我就一个开门小兵 这天定的事情 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个洪荒 似乎不止我一个穿越者 都被玩坏了 前不久 原始天尊居然陨落了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洪荒 我猴哥是不是要出世了 这既是杠杠的 那可不 要不然我们聚在这里做什么 看猴吗 从补天到现在 我按照老师的吩咐 细心照顾着他 不仅补全了他的缺陷 也更让他的天资更上一层楼 这即将出世的阵仗 也不枉我这般照顾 做得不错 相信这一世的猴哥将不会有遗憾 女娲如今是我的弟子 而猴哥你算是女娲的孩子 我直接给猴哥你来一个超级加倍 我让你之前跟荒娜家伙 联手欺负我 猴子 我终于等到你了 我有个想法 猴哥刚出世 心智肯定不成熟 不如我们趁这个机会 把猴哥重新调教一下 怎么样 这大钻石怎么突然出现了 他想对我猴哥做什么 我警告你要善良 不要跟我小剑剑对着干 一看到你就准没好事 这猴哥该不会是 看样子是了 那个曾经跟我们并肩作战的猴哥 此此不愧是天定的取经人之一 这等天资 我佛门当大星 师兄说的对 如今我佛门声势好大 我师兄弟二人崛起 只日可待 如来佛门的光头 俺老孙回来了 怎么回事 俺的修为再倒退 套莱坞花果乡 定海一望万妖潮 东海外 水连后 齐天比高仙折腰 怎么回去 对猴子 怎么会有 对猴子的修为 师兄 咱等等 别想对猴子的修为了 你没控告 才没通报 我猴哥还是这么厉害 性情中人 刚一回归 就直接一棒子打向西方这两光头 好好好 这下子又有地脉可以补了 这猴子 我爱了 等他以后来到武装关 我一定要拿百八十个人参果 给他束缩口 好厉害的猴哥 对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一会问问他肯不肯加入 咱们诈听就 这一看就是个人才 你是子兰 猴子你 不是刚出世吗 怎么会认识我 俺并非刚出世的猴子 怎么说呢 这解释起来相当的麻烦 总之俺知道你 俺发誓 这一世 绝对不会让你遭受佛门的侵害 哟 猴哥 好久不见啊 你不会忘记我了吧 小叶子 小圆子 大家都在啊 只是 十号 还有力非与 小伙子他们呢 这解释起来 也相当的麻烦 不如 不清楚的观众老爷 再看一遍一只兔子引发的大战 自然就知道了 原来如此 看样子我得尽快恢复修为了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狐荒 保护好矮的子兰 猴哥 我们不日 就要前去混沌边界帮忙 总不能让猴哥一个人守在那 没错 这稀有亮节 就是你恢复的契机 本想将你重新调教一番 没想到这大钻石 直接将未来的你送了过来 这样也好 如今 你这一具身体已无缺陷 成长空间更高 相信你很快就能恢复到之前的修为 若是遇到困难 可找还留在洪荒的人里帮忙 还有萧伙伙 丽妃与他们 也还在洪荒里 好 俺知道了 这一世 俺必让这天再也遮不住俺老孙的眼 可恶的白小春 现在洪荒已到西游亮节 我混沌魔神即将在洪荒之中苏醒 倒是我要让你感觉一下 这段时间我在此地受到的屈辱 我就喜欢你这桀骜不逊的样子 这舞蹈跳起来真是越来越熟练了 苏醒了又怎么样 我那帮兄弟就不会出手吗 你以为我就一个人吗 猴哥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重修一遍 之前赶鸭子上架为打牢固的根基 如今也得到了修正 那就好 我们即将前往混沌边界帮忙 而让洪荒升华任务的最后部分 就交给留在洪荒的你们了 再去之前 我还要去一趟天庭 去天庭做什么 上仪是一个个阎岸老孙 再来一遍岸非要一棒子打烂他们不可 自然是想为我阎岛道门 争取最后一线生机 你这气息是曾经的三千魔神之一 想不到还有人记得我们 不错 我正是曾经的三千魔神 如今得以苏醒 这片天地就归于我手 我将会吞掉你们 让你们成为我踏入无上巅峰的垫脚石 你小子 很不错 能成为我苏醒吞掉的第一个人 感到荣幸吧 想不到你有如此实力 这样一来 我更兴奋了 这就是曾经的三千魔神吗 这实力不愧是曾经也与盘古大神同时期的人物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就不陪你玩了 不过一缕残念而已 我为天帝 当阵压世间 一切敌 敌人在我面前 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被我割韭菜 烈菜 好爽 要不是现在打不过你 俺老孙飞给你来两大棒子 哦 猴哥 好久不见 真好 咱们又重聚一起了 只是 这时候怎么回事 他 荒天帝 被封号了 但是十号 在混沌边界 不用担心 若是遇到危险 可以把这荒 扔出去砸人 保证有意想不到的的效果 这些任务 稀有亮节 混沌魔神残念苏喜 大圣强制必须参加西游 轻易混沌魔神残念 基于还在封号的人 可待在花果山里活动 必要时 可出手 有情提醒 魂天帝 古霍金 已来到洪荒 看样子 这西游俺老孙必须参加了 想不到魂天帝也来这里了 这人曾是我的手下败将 交给我就好 古霍金是谁 我不认识啊 苏名失职 不如他就交给你了 好吧 反正我也好久没出手了 他若是出现 交给我 猴哥 你都被强制参加西游了 那这道法海部分本源 就交给你了 等金产子 最后一次轮回出世 就将这本源 打入他体内 虽然不知道这法海本源是什么 但是俺知道你小叶子准没安什么好心 不愧是你夜黑 真会玩 唐三藏西游大喊大威 天龙嘎妖怪 想想都刺激 急操 物六 好了 我要去一趟天庭 你们就继续待这里 被封号吧 怎么说 我也是个正人君子 就破例 走一次正门吧 不然老有人说 我不做正事 浩天小屁孩 我夜天地 夜凡来了 来者止步 天庭种地 不可擅闯 呦 你一个天庭小兵 很一勇吗 敢拦住我 我管你是谁 在我上班期间 打扰我工作的 谁都不行 实力不错 可惜对我来说 实力还是弱了点 强敌 高科技 快给我使用神话大罗金仙体验券 警报 警报 眼前此人乃遮天世界里的夜天地 不可招惹 不可招惹 本科技暂停服务一天 宿主 今天请随意 可放假一天 我敲 遮天里的夜黑 你怎么来洪荒了 你小子认识我 即便偶不便 符号看向线 床前明月光 于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撕故乡 好家伙 又一个自己人 这洪荒 真是越来越乱了 夜黑你的意思是 还有跟我一样的自己人 我明白了 这么说 前阵子的原始 就是你们嘎掉的吧 不错 我直接一个小小的计策 就直接让风神结束了 跟我叶凡玩套路 他们几个还不够看 这么黑 是叶凡你没错了 浩天见过叶前辈 天灵爱卿 不得无礼 这叶前辈可是我的大恩人 连到祖老爷见到也要礼让三分的人 你在教我做事 这家伙惹了他可记仇得很 一不小心就被他坑得连粉都没有 我今天提前下班了 你们看着办吧 这小子越来越没大没小 别让我逮到机会 不然我绝对要扣你工资 叶前辈 来来来 里面请 不知道前辈找我是有什么事情 不知道 你对天定西游这事 有什么看法 西游之行 代表着我到门会走向衰败 这也谁让西方的佛法 对隐藏在洪荒里的混沌魔神残念 有苛之作用 同时也能让西方二圣还清欠下的功德 这已经是大势所趋 我也不想我玄门道统逐渐凋零 这的确是大势所趋 但佛门大兴能兴多久 这谁也说不准 这么说 前辈你有办法 办法谈不上 就看你敢不敢做 西游乃是天定 就连我也没有办法强制打断西游 也不是没办法 可谁让大钻石不给呢 我侯哥还要利用西游恢复修为呢 西游既是天定 就让他顺利的进行下去 但也没说 不能让我们到门 不准做什么 他佛门可以西游东传佛法 我到门也可以东游 道法西传 不愧是前辈 居然还能这样 佛门怎么搞的西游 咱们东游也怎么来 这东游人选 我已有两人 剩下三个 浩天就交给你了 但也不是谁都可以的 若你自己拿不定主意 就是找那个看门小兵 是 前辈 浩天明白了 红花白藕青荷叶 三青本是一家人啊 而如今 就剩我们两个了 若非当初我化形之时 偷取了你们的部分本源 原始就真的没了 现在想想 还真是可笑 也怪我自己 如今幡然醒悟 已经迟了 若非原始 左左相逼 我又何至于此 呦 通天 老子 还有原始部分本源 都在呢 通天见过叶师叔 你怎么来了 自然是有要事了 我问你们 想不想复活原始 一前辈 你是说 你能帮我将原始复活过来 这是自然 我也就明说了 如今西游之行 不可避免 佛法东渡之后 道门道统将走向衰败 我可不会让佛门如愿 佛门大兴 是不错 但能兴多久 我叶天帝说了算 我要原始 重新投胎转世 去到西方 让他做东游取道人 而护道人其一 上古妖婷 东皇太一 他如今在键盘峡头上 坐着宠物 剩下其三 我已经让浩天 开始着手 相信你们也不希望 咱们东方的道统 走向衰败吧 我明白了 多谢叶前辈 只是这样 老师 天道不会说什么吗 有我跟荒在 他们敢说什么吗 再说了 咱们又没有阻止西游 天道要的 只是清理混沌 魔神残念 哥拿回欠下的功德 与咱们另搞东游 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叶师叔 不愧足之多谋 现在终于可以搞一搞这西方了 但平叶前辈吩咐 吩咐谈不上 我只是给你们出个主意 后面还是要看你们自己 我要跟袁某人 前去混沌边界帮助荒 不过两光头而已 洒洒水了 对你们两个来说 更何况 洪荒还不止我一个变数 自己人 我很庆幸能早点认识叶师叔 大钻石 我知道你在 帮我搞一个21世纪的穿越者过来 让他夺涉原始 你夜黑真会玩 仅此一次 本大钻石准了 好了 我也该走了 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去花果山 找人帮忙 此行 如今你历劫归来 功德圆满 特赐你观音菩萨之位 地位仅在我之下 那就多谢我佛如来了 如今西游亮节正是我佛门大星的关键 揭引准提两位圣人 特地嘱咐我们 要谋划好 观音大事 我知你有怨言 这西游护道人的具体事宜便交给你了 你意下如何 观音必定不复 佛所托 这可是一份好差事啊 西游成功之后 佛所能分得到的功德也会多出不少 看在此事份上 将我换成女神之事 我就不予计较了 如此甚好 菩提道人 这猴子的本领还请拜托你了 徐徐小事 何足挂齿 如何让悟空来到我方寸山 还是的 你们来想办法 我就先走了 观音大事 不妨你来走一趟 谨遵我佛法指 徐小学 你是说那家伙是准提善事室吧 他那个方寸山的宝贝应该也很多吧 那可不 圣人的三师收藏肯定不少 那还等什么 大天出征 村草不生 今天换了一身新衣服 就是帅 现在这洪荒里 肯定没有人认识我小贱贱了 太二 咱们快点 追上前面 那个老灯 键盘侠 咱就是说 为什么不直接挖 非要跟在他后面呢 是啊是啊 我乍天教的传统 就是直接挖穿 不拿一针一线 你们不懂 我小贱贱要放长线 钓大鱼 一会去到方寸山后 咱们直接伪装一下 假装败他为师 他的羊毛 我要慢慢的薅掉 一天天的挖地洞 咱不累吗 我也该收点弟子了 不然等悟空来了 就他一个人 我怎么演他 怎么忽悠他 学我法术 那个老灯 不对 那个仙师 等等 几位是谁 为何长相如此的奇特 晚辈键盘坤 钢铁缺坤 三海坤 三坤表面兄弟 见过仙师 我三坤表面兄弟 仰仗前辈风采 特地前来 拜师求财 你说你叫键盘坤 为何我感觉你在撒谎 你对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敲不会露线了吧 键盘侠 你应该没见过他吧 不可能啊 除了西方那两光头见过 我帅气的脸蛋一次 这家伙怎么可能见过我 你个憨憨 这家伙是准题善师 与本体相通 肯定见过你了 一会找准机会直接跑 不对 那家伙愁蠢呆 一点不靠谱 你这么一表人才 聪明伶俐的样子 绝对不可能是那个销键盘下的 不好意思 老到认错人了 听说你们要拜我为师 忍住 忍住 计划要紧 可恶的老灯 敢阴阳我小贱贱 日后我非要薅光 你不可 然后再把你方寸衫发穿 没错 先师 我三坤表面兄弟 正是前来拜师求财的 恳请先师 收下我们 不错 不错 眼光不错 你们三个人的命格 连我的看不透 想来日后一定是人中浓缝 还有这只秃子 很好 我今天就收下你们了 正好我也要广收弟子 你们三个今天开始 就是我灵台方寸衫 三星斜月洞的开山弟子了 好的 多谢师父 师父既然收下我们了 那师父给徒弟子见面礼 是不是该给我们了 我怎么突然感觉我收下你们 就是个错误 你是吃烤马猴吧 不错 大王 你来找俺做什么 花果山的事物不用打理了吗 事物已处理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都是琐事 我观大王修为 境界修炼缓慢 如今还是天仙巅峰 不妨出海去求仙问道 那不知你有何地方推荐 该去哪里寻到 传闻西赫牛州之外 有一处仙家密地 有缘之人方可寻到 从里出来的 无一不是一方枭雄 名声赫赫之辈 你是不是还想说 西赫牛州 灵台方寸山 三星斜月洞 菩提老祖 你 你怎么知道 观音派你来的吧 赤糕马猴 小阴阳 惠人士 善出入 必死言生 不知道你算不算得出 俺老孙会吞掉你 这猴子怎么知道 还把这赤糕马猴吞了 等等 这气息 是混沌魔源 果然 这混是似猴 是曾经的混沌魔源 分化出来的 若是俺将其余两道粉源 弄到手 那么俺就是混沌魔源 观音 看了这么久 看够了吧 你怎么 贫僧是佛门观世音菩萨 我观你颇有慧根 与我佛有缘 不知你可怨入我佛门 观音 少跟俺老孙来这一套 俺不吃 怎么你佛门开始算计俺老孙 要俺去方寸山求道 献下你们因果了 施主说的哪里话 什么话你自己心里清楚 不过你既然来了 那就让俺老孙打一顿 看到你们佛门 俺老孙就憋得慌 可笑 悟空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如此实力的 但你不会以为你一个小小的金仙 就能撼动我这个不入准生的存在吧 俺老孙自然没这么愚蠢 但是有他在 揍你一顿 还是可以的 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猴子 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准圣之威 藐视我佛门 其罪当珠 这是什么东西居然能挡住我准圣发出的能量波 欢迎 好不好玩啊 不好玩 这一点都不好玩 我敲 心静的叉叉 这猴子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么好玩的事情 你居然说不好玩 好不容易能拿俺兄弟砸人 你居然说不好玩 好打 是兄弟 就拿时候来砸人 错了 错了 悟空 云孙刚才说错了 好玩 请你别打了 既然觉得好玩 那就再多玩一会 猴子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 你来一次 俺就打一次 俺会怕你 听我说 我谢谢你了 今天开会 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上班的重点 以及上班过程 该怎么做 如何做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 大家请注意听讲 各位可听明白了 多谢我佛如来 听我佛一席话 圣听一席话 如同庄舟带静话 我佛今句 又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点醒了贫僧 贫僧对我佛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一浪接一浪 很好 下面我再来继续讲两句废话 大家注意听 注意记 金蝉子 给我下凡经历时事轮回再回来 下面让我继续为大家讲解废话 我敲你奥巴卡 我不就讲两句废话吗 至于吗 启禀我佛如来 贫僧对不起你 贫僧失败了 那侯队已经是精先修为 特别是他手里拿一件武器 我全力爆发 拿那个武器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先从我的座位上起开 什么武器能让你一个准圣都招架不住 观音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我就把你的年终奖给扣了 然后再让你过年加班 佛祖请看 正是这件武器 我敲观音 快快快 快说了这神通 你是嫌我们佛门嘎得不够快是不是 我今天是遭了什么孽啊 我佛如来 这到底是什么武器 为何连显示他都有如此的伤害 我佛你又如此的惧怕他 这是连两位佛母都惧怕的存在 别说是他们两位 就连当今洪荒里的圣人 面对他都是惧怕无比 不可描述 听我的 见到那猴子使出这个武器 第一件事 想着怎么跑路 当然了 只要他没用 那自然不用怕 是 或佛 那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猴子的事情 你先放一边吧 回头我再去找我西方两位圣人讨论一下 你先去天庭搞定剩余的护导人 是 平僧这就去办 来来来 大家继续来听我讲废话 恳请我佛 大发慈悲 救救此人 恳请我佛 救救此人 锦纳罗 你不在外为我佛门传道 回来做什么 就为这一个武女 我一直记得我佛的教导 引导世人向善 度化世人 放下屠刀 此人已不再是武女 而是有佛心之人 已然懂得舍己为人 阿秀他已经诚心悔过 恳请我佛 救救他 锦纳罗 你做得不错 但此人有他自己的命数 你应当放下执念 专心为我佛门传道才是 此人 就让他回归自然吧 不错 锦纳罗 此人就让他回归自然 而你要放下执念才是 恳请我佛救他 我佛不是说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吗 更何况是一个好人的命 阿秀林中被人陷害之前 就已然悔悟 以证明他是有佛心之人 阿米豆腐 锦纳罗 此人贫僧救不了 他已无力回天 还请回去吧 做好自己 分内之事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前程什么的贫僧 根本不在乎 贫僧只在乎我佛门理念 引导世人向善 阿秀他临终前的所作 已然符合我佛理念 已然是佛 为何不救 我听说观音手里 还有几滴三光神水 若福以八宝功德持 必然能将阿秀救回 恳请我佛慈悲 救救他 住口 三光神水何等的珍贵 用在一个武女身上 这根本就是浪费 锦纳罗 面你为我佛门传道有功 此时我们可不做计较 速速退去 不错 锦纳罗 就此退去吧 此人与我佛门无缘 还请放下执念 可不要逼迫 贫僧对你动手 恳请我佛慈悲 救救他 不 阿秀 锦纳罗 此人已成你的心魔 贫僧助你消除 但你因他质疑我的话语 把你去面壁撕过一万年 若你提前醒悟 也可放你出来 罗侯大人 怎么了 我有预感 我魔族有一尊大魔出世 优雅小子 快快快 带我去西方 此人可不简单啊 好吧 既然是西方佛门那边 正好近万年也没有活动过筋骨了 就去玩一玩吧 阿秀 孽障 竟然为了一个女子陷入魔道 还不快速速醒来 魔又如何 佛又如何 我只不过想救一个已经向善的世人 又有什么错 佛度有缘人 他不是指度对你们 有利用价值之人吧 可笑的佛门 孽障 你已入魔 今日贫僧便带着洪荒超度了你 免得你日后未获以防 促成大错 倘若世上无真佛 我愿持魔化成佛 我便是我 魔佛 也是佛 如来 你不肯做的事 我肯 你不肯救的人 我自己来救 这虚伪的佛 今日我自知 我在劫难逃 倘若我今日侥幸不死 我必颠覆了这灵山 真是孽障 如此大逆不道 诸位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如来 今日就舍身未到 不愧是佛祖 这如来 神掌 出神入化 这小小入魔之人 也就成了魔道之威 不然以他大魔的修为 此刻已经敢于佛祖长下 这马屁拍得深入我心 后面上班的小鞋 就给你少穿一点了 难得的装杯机会 必然要好好的宣传一波 我佛门舍己为人的良好传统 果然 这就是你们佛门 岂不若小 竟为你们说的 如此大义领缘 何人在我灵山装神弄鬼 圣仙飞到 圣仙请转身 札安 多谢前辈相救 路鸦 你不在你天庭上班 来我佛门作甚 我在天庭只是兼职而已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去哪就去哪 你管得着吗 这里是灵山 这里是佛门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 这里以前还是我的地盘 你们在我的地盘撒野 这里戏是不是该算一算 你的地盘 你是魔祖罗侯 师傅 今天是我们三昆表面兄弟 拜师第十天纪念日 意义重大 师傅有没有一点宝费 送给我们啊 有有有 你们都是为师的爱徒 为师怎会立色呢 算你有点见识 知道我魔祖罗侯 如果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时代 在我灵山叫嚣 当我西方无人吗 怎么想打架 你们两个占了我以前的地盘 还有礼啊 就算今天红军来了 老子也要揍你两顿 你们几个够了 如今的红荒可经不起你们打呢 你说不打就不打吧 红军你算老几 管你罗头一用 罗到房子 地入火莲 去吧 红军来 我们快走 没必要跟他对上 你说你们两个惹他们做什么 老师 是他们来我灵山闹事的呀 我们总不能开着不管吧 让他们一下怎么了 算了 反正你两眼没啥事 就这样吧 叶帆给我保证 我让西游顺利进行 你们两个最好别惹上他们 在西游完成之前低调一点 师兄要不咱们就别露面了吧 暗箱操作就好了 我感觉我们每出现一次 就要挨打一次 师弟 瞎说什么大实话 地怒火莲 佛怒火莲 结结结 消火火 你弟子是吧 这次多谢两位前辈相救了 只可惜 阿秀他 小子 你已经入魔 有没有想过以后你会面临什么 魔又如何 佛又如何 大道三千 殊途同归 曾经对我来说 如同信仰一般的佛 现在在我看来 比起世间肮脏之人还要丑陋 现在我虽是魔 但我也是佛 既然他们的佛虚伪 我便用我的佛去推翻他们 说得好 说到底不过城王败寇罢了 你若是比他们强 如来那个位置就是你 你便是佛门佛祖 小子我看好你 你的事我大致知道不少 你想救活阿秀是吧 我带你去找我师父吧 相信他会有办法救活 锦纳罗啊 火锹 无天佛祖 你们几个把无天带来这里做什么 施罗侯感应到他们魔族 有一尊大魔处士 于是我们便去西方玩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这里纳罗 被佛门那些人给欺 原来如此 是要救活这阿秀是吧 不知道前辈可有办法 我紧纳罗愿付出一切代价 我来试试吧 不过照你们刚才所说 他的真灵好像被如来给嘎了 我也不能保证能成功 这如来到哪里都是一副讨打的模样 还有你们几个 上西方居然不叫俺老孙 好了猴哥 咱们先救人要紧 肉身是恢复了 但灵魂我却没办法 难不成阿秀他真的命该如此吗 他已经悔过向善 好人真的救 别着急 还没到绝望的时候 这救死扶伤的事情 最后还得看我含力 不就是一道真灵吗 更何况还是一个凡人的 待我从时间长河拉回来便是 怎么回事 时间长河上并没有他的真灵 难不成他的真灵会凭空消失不成 这或许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的真灵还在这个洪荒里面 并没有消散在这洪荒里 去到时间长河里 原来如此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丽飞鱼 既然他的真灵还在 那就还有办法 至于他的真灵 我想我知道在哪里了 事在如来那是吧 走走走 咱们一起嘎上灵山 男老孙就看不惯这种事情 太脏了 多谢几位前辈 至于他的真灵 我想要自己亲手拿回来 从今天起 吉纳罗已经没了 我从此叫吴天 也好 吴天 未来的佛祖 我看好你 只是你现在的实力还是有点低 我给你一条路 我们谋划了一场东游 将道法西传 你可愿去加入 做那护道人 参与东游提升实力 我本世道 不仅是为我自己 同时也报答前辈恩情 吴天愿意 很好 在东游开始之前 你便跟路鸭去天庭修炼吧 在那里 灵气好 更没有人会打扰你 站住 天庭重地 闲杂人等 不得擅闯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个小兵 念你修行不义 实相地让开 算你实相 我可是 我管你是谁 敢在我上班的时候 擅闯南天门 打扰我工作 火腻歪了 可恶的小兵 贫僧可是西方佛门的 观世音菩萨 哦 佛门的变性人啊 然后呢 不对按号 没有令牌 谁都不允许在我上班的时候 走进这南天门 可恶的开门小兵 依照嘎 你在给我挠痒痒吗 是不是没吃饭 佛门真穷 居然不给你饭吃 你这家伙 本想留你一命 妄造杀孽 结果你如此不知好歹 那你也没必要活着了 小子 吓傻了吧 这可是准胜之威 还有我的绝技 牵手观音 这一击之下 你必然无疑 这一击稍微有点力气了 给我 按摩按得挺舒服 你你你 到底是谁 什么修为 你的看门的小兵 不可能运吃我一击 而一点伤害都没有 我真的就是一个 开门小兵 不信你看 就这还准胜 跟切菜一样弱 这么多年修炼 修到姥姥家了 你 天平这地板 什么时候这么冷 算了不管了 快一回咱的窝 我要跟三肖妹妹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合腰 自己人啊 请进 等等 为什么他们就这么容易就进去了 因为他们对上暗号了 是自己人 你没有啊 咦 怎么还有一个观音躺地上 是因为这里舒服吗 贫僧的存在感就这么低吗 刚被你们踩了一脚 现在才发现我 贫僧也要对暗号 贫僧要进去 刚才的暗号我可是听到了 宝塔镇合腰 等进去了 我非要去玉帝纳告状不可 好吧 你早说你要对暗号啊 咱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其变偶不变 宝塔镇合腰 你这什么眼神还不快让我进去 不好意思回答错误 所以给我飞吧 等等 刚才他们说的不就是宝塔镇合腰吗 怎么会错误呢 暗号时时变动的你不知道吧 一看就是间隙给我飞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 多才如来见过两位圣人 感谢圣人前不久的救命之恩 多才啊 你可是我佛门栋梁 我们还指望你振兴我佛门呢 说这些见外了 这还得感谢圣人的栽培 若不是有两位圣人 我多才鼠指不定还在哪里流浪 没有家呢 多才啊 你能把佛门当家 我们很欣慰 原本这如来之味是结教多宝的 你们两个命格相同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 你比他更加有才华 有能力 所以我们才培养你 这些日子你所做 我们都看在眼里 做得很不错 这都是多才应该做的 此次来找两位圣人 是有一件钥匙 与两位圣人诉说 不着急 起来慢慢说 两位圣人 取经护道人孙悟空 好像出现了变数 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仙 最重要的是 他手里有一件武器 是那个不可描述的男人 师弟 如果真如多才所说 那我们好像真的拿着猴子 没有办法 两位圣人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多才啊 你真的确定是那个男人了吗 是不是他 没错 就是这个男人 师父 昨天光棍节的礼物 你还没有给我们三坤表面兄弟呢 今天是不是得加倍补上了 这倒是为师疏忽了 来来来 为师这就给你们补上 师弟 我敲 快快快 收回法力 解除这道须衣 叉叉叉叉叉睁眼了 我还特地没给他弄眼睛 就怕他醒来 这家伙居然自己画上 说这就解除 不好意思 晚了 可怜我小浩浩被封号的日子 只能以这种形态 跟观众老爷互动 讲镜头 我怎么能轻易放过 观众老爷 他画字在房 这很合理 对吧 这荒田地 还是一如既往的可怕 师弟 我们得启用 费用不安 这猴子有他在 我们招惹不起啊 师兄说的对 多彩啊 你也不用着急 师弟 把他拿出来吧 这是那只猴子 只是他怎么有六只耳朵 此乃六尔弥猴 与灵明石猴 孙悟空一亚 同属于会是四猴之一 命格与他相产 哇 那只猴子 若是不受伤痛 便用这六尔弥猴代替吧 不过 他在我们的调教下 已经皈依我们了 修为更是达到了 大陆基 先巅峰 稍后就让他去方子山 走个过程派尸 然后就直接去东海 去定海神针后 直接大到天空 再有女巫来 将他镇压走 不愧是两位圣人 如此难题 就这样轻易化解了 多才明白了 六尔 此时不行 更待何时 多谢两位圣人 好了 六尔 多才 事不宜执 你们这就离开 开始行动了 六尔 事成之后 你便是我国门的斗战圣国 我国门当大兴 如来 以后 俺六尔 还得仰仗 您老人家的照顾 这是两位圣人 给俺个韩玉石 有敬心 您神之效 就送给你了 六尔啊 想不到你这么上道 放心 在你大闹天空后 我会给你在五指山 安排一个超级豪华大别墅 让你舒服一点 等你成为斗战圣国之后 小鞋也会尽量给你少穿 那就多谢了 以后俺们一起努力 将佛门发扬光大 好好好 不愧是两位圣人调教出来的 我佛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啊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观音 又是你 又是你撞我 你到底什么问题 你到底行不行 信不信我让你这个西游总监的位置取消了 佛祖啊 这不能怪贫僧啊 天庭里有个小兵 不知道什么修为 贫僧又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镜子们还要跟暗号 贫僧压根不知道啊 借口 狡辩 观音我看你就是不想干了 什么小兵能这么厉害 我现在就带你去天庭 要是不能如你所说 你这西游行动总监的身份 我就直接换人 观音是不是这个长相平平的小子 没错就是他 小子想不到吧 贫僧这么快就回来了 区区一个看门小兵 贫僧可是佛门总把头 多才如来佛祖 听说你很勇 多才如来 什么东西 也对 这红荒结教都没被消灭 多宝自然不可能叛教 你想多了 我不是狠勇 我只是一个看门小兵 这气势爆发对比 一看就不是对手啊 俺得溜 这位太帅锅 我想说的是 刚才的一切都是误会 开玩笑的 你信吗 信啊 为什么不信 来来来 我也跟你开一个玩笑 好人师傅 我三海昆 想要冬天的第一杯珍珠奶茶 可以满足我吗 好吧 看你修炼如此努力 为师就满足你 这就带你去喝 就这啊 还总把头 没什么事情 就不要打扰我上班 想进去 要么对暗号 要么打败我 不进了 不进了 你好好上班 我们这就离开 观音啊 事情的经过 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这个的确不怪你 但是你也不要因此而气馁 西游的谋划 还得由你来亲力亲伴 迎难而上 这个贫僧之道 只是我佛如来啊 这南天门 咱进不去怎么办啊 见不到这玉帝 我又如何谋划 不要慌张 只是一个看门小兵而已 办法世人想出来的 现在我已有良策解决 我佛如来 什么办法 咱们上班讲究的是一个朝九晚五 按照天庭的规格 必然很少会让员工们加班 所以我们只需要趁他下班休息的时候进去就好了 只要他不在 这一切还不是咱们说的算 就算他加班 他也只是守一个南天门而已 天庭又不止这一个大门 你们说 是不 不愧是我们佛门的总法头 平僧之道该怎么做了 事不宜迟 平僧之道就起身出发 六尔啊 你也尽早出发吧 菩提祖师就在咱不远处 若是遇到什么困难 可尽管回来找我们 多谢佛祖 俺六尔知道了 到点了 我该下班了 打工的正确姿态 就是准时打卡下班 恭喜宿主打卡下班成功 奖励请自行查看 奖励倒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躺床上 美美的刷手机了 佛祖城不期平三夜 这会终于能进天庭了 不容易啊 原来如此 想不到前辈已经帮了我这么多 路压帝君 回头帮我谢谢前辈 吴天 欢迎你加入东游队伍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罢了 佛门虚伪 我要提升实力 创造出一个我理想中的佛门 而不再是如今这般丑陋的模样 大胆紧纳罗 我佛门又岂容易说三道四 观音你敢 观音你找的 怎么你天庭敢跟我佛门叫板 观音你要装备也要看清楚地方 这里是天庭 就算天有你佛门 让你佛门大心 也轮不到你在这里叫嚣 观音 看昔日你帮过我的份上 今日我便受你这一击 从此我无天便不再欠你佛门 好好好 远连我已经让他下凡去到流沙河 至于天鹏 忽日便起身前往高老庄 很好 既然亦便你安排好 那平尊就等等 只是下凡 为什么不是点下凡 你天庭没按我佛门 给你们的剧本操作吗 什么剧本 朕不知 朕只知道他们会护送你佛门取经人上路 远连呆是呆了点 但如此忠诚 有叶前辈与太清根通天撑腰 我又岂会让他转投你佛门 若非天要你佛门大心 我都懒得理你 天鹏就更不用说了 浩天 你就不怕我佛门 不怕我西方两位圣人吗 竟敢不按我佛门说的作 朕会怕你佛门 朕乃三界公主 还轮不到你佛门对朕指手画脚 这浩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运气了 也可能是我佛门压得他太久了吧 不过他既然肯让他两下烦 说明还是不敢做的太过 看来只能重新想办法 让天鹏捡连他二人心甘情面 转投我佛门了 浩天 希望你等我西方两位圣人亲自的时候 也能这么运气 胡甲虎威罢了 等戏游结束 我看你如今的佛门还能不能像现在这般嚣张 吴天你没事吧 可不要因此落下修行武患 我天庭资源若是需要 尽管开口等你开创出新的佛门 你我之间还需多多合作才是 多谢玉帝 吴天自会记得对我有恩之人 天鹏 委屈你了 没事 老师 为了我到门 天鹏自当尽自己的一份力 老师 再见 你是天鹏 你怎么幻化成这样 没什么 就是想最后再来看看你 好了 我该走了 看样子 洪荒三界又要开始不太平了 没了 都没了 频道积攒多年的积蓄都没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 观众老爷请自行脑补吧 频道不想多说了 键盘侠 频道与你不共戴天 你个坏小子 居然连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都骗 这到底是做了什么事 连国粹都冒出来了 狐体祖师停一停 别说了 行了 今天期你就叫孙悟空了 我就是你师父 意义在我本体内学到了法术 你走吧 好吧 师父 看来你受到的打击不小 希望你早日跑出来 接下来 俺该去东海龙宫 拿金钩棒了 突破了 突破了 我唐三终于突破太乙惊仙了 你拿了这么多资源修炼 要是还不突破 我都要怀疑你 是不是某方面有问题了 我想问问观众老爷 唐三现在还算下什么道吗 我现在很强了的好吧 无体老灯的法术我也学了不少 还有我的小五 也可以化形出来了 来小五表演一下 哈哈 不错不错 看来咱具普及老灯纳高羊毛 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这便是那如意金钩棒了 你要是能拿走便拿吧 上面早有所交代 要给一个猴子 演戏把龙王懒的眼 直接给吧 这西游亮节 别让挤我东海龙宫就好 那就多谢老龙王了 这棒子 俺老孙是越看越喜欢 这如意金钩棒 是拿到了 可是也太容易了吧 还有这金钩棒给俺的感觉 有点奇怪 就像是没有灵性一般 风有一个缺体 算了 不管了 既然拿到了 就去天庭报一下吧 老龙王 俺老孙还有事 就不多打扰了 有空再来东门拜谢 草杯酒喝 果然 这佛门不会什么都不做 竟然派六尔弥猴来代替俺老孙 不过 俺老孙的金钩棒是那么好拿的吗 看你走的方向 是想直接大闹天宫是吧 俺老孙就陪你玩玩 大闹天宫啊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你不是被封好了吗 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你都用我砸人了 相当于武器 武器会说话 很合理吧 别磨叽了 快走 我也要大闹天宫 你这功法简直就是个无赖 抢镜头的精髓被你玩明白了 那个堪门小兵不在 这下俺老孙可以放心大胆的闹了 该 与地老二 给俺老孙滚出来 哪里来的咬头 带我舔停放肆 一群咋毛小兵 也配在俺老孙面前献宝 金钩棒 给俺大 这猴子很勇啊 他可是用着你的名头搞事啊 你不上 不着急 如今俺老孙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猴子 这六尔已是大罗金仙巅峰 而俺不过才金仙圆满 天亭的水也没有表面这么简单 先让天亭消耗一下这六尔法力 俺踏入太乙金仙 就只差一个契机 而这便是俺突破的基石 就这天亭不过如此 大胆妖猴 竟敢扰乱我天亭秩序 就由我四大天王来收拾你 请问你们是在玩叠罗汉吗 放肆 你这妖猴懂什么 这是我四大天王独创的无敌阵型 倒在我们脚下的敌人不计其数 大哥跟他啰嗦什么 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 来得好 原本的孙猴子没来 现在来了个六尔弥猴 叶前辈算得果然不错 西游谋画了这么久 终于有一件事情顺贫僧的心了 这六尔做得不错 回头给他搬个假 画个大饼吃 这都是我佛教导友方 那是必须的 观音啊 一会就到贫僧出场了 记得把贫僧辉煌的样子记录下来 当作我佛门的传道教学样板 这必定会收获更多的幸福者 贫僧知道了 杨大哥 这猴子也太弱了点了 也才大罗金仙巅峰 而且根基虚浮不定 照我看 就是用灵药 丹药堆起来的修为 大家都是在演戏赚取功德罢了 杨大哥 你是说跟这个猴子打架 假装被打败有功德赚 是啊 不过你我皆修混远 这功德用处不大 我敲 你怎么不早说 这白嫖的东西 我拿来送给漂亮的杨产姐姐也好啊 我拿你当兄弟 你居然想做我魅主 哪吒 你回来给我说清楚 好厉害的猴子 我等不是对手 先躺不进 演得好浮夸 俺老孙当初怎么就相信 他们打不过我了呢 还有谁 还有我哪吒 妖猴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这什么头 这么硬 啊 我的头 好厉害的妖猴 我无了 什么情况这是 啊 还没反应过来 大胆妖猴 竟敢搞我哪吞的大哥 劝你乖乖投降 还能这样玩 你不就是刚才的哪吒吗 胡说 我现在叫哪吒 俺管你叫什么 逃打 喂猴子 连续找我两位哥哥 让真是好手段 就让我哪吒坤来会会你 行了哪吒 俺老孙看不下去了 这六尔是时候让俺来了 我演技应该挺好的啊 就不能让我再多刷一点功德吗 六尔 该咱们来练练了 什么六尔 俺叫苏悟空 才金仙香味 凭什么跟俺 这大罗金仙豆 这猴子怎么来了 不过看样子 那个不可描述的男人 不在他身边 应该问题不大 俺凭什么 俺这就告诉你凭什么 冒充俺的杂碎 金箍棒 此时不归来 更在何时 怎么会这样 怪不得 俺总觉得 这金箍棒没有灵性 原来是这个原因 金箍棒可不是谁都能拿的 你有陨落之道 他从来都是俺齐天大圣孙悟空的 那又如何 俺修为比你高 这是实打实的 两个猴子打架 吃瓜吃瓜 你一个太金仙 你一个太金仙凭什么跟俺这大罗打得有来有回 可恶 俺老孙经历过的一切 你都经历过吗 不仅是战斗技巧 还是俺这后世的根基 就连俺的心境 也不是你这靠灵药 但要提升上去的修为比得了的 俺问你 你可有心爱之人 陨落在自己面前的经历 什么心爱之人 俺不知道 俺只知道 俺要打败你 俺可是大罗金仙 可恶 这样下去对俺不利 这家伙越打越猛 而俺前面闹天平 法力已经消耗很大了 又跟他打了这么久 如今的法力已经不支持俺在长时间战斗 法天相帝 想要孤注一掷了吗 来吧 俺老孙岂会怕你一个六尔 法天相帝 俺早就不用了 来尝尝俺这斗战法则 混沌魔源法相 什么 太乙金仙就已经能感悟法则之力吗 还是斗战法则 这混沌魔源虚影 已经有几分混沌魔神的气息 这猴子是怎么做到的 佛祖 平僧有个大胆的想法 这会是似猴 该不会就是曾经的混沌魔源分化而出的吧 他已经吞噬了赤糕马猴 已然掌握了混沌魔源一般的本源 领悟斗战法则已是不难 法则之力 不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俺不信 随心铁杆兵 可笑 竟然选择硬件 这一击给俺远落吧 灯头一棒 为什么 为什么俺会打不过你 当初盗阻封了俺的修行之路 现在难得有机会 可以直冲云霄 为什么会有你出现 你问俺为什么 六尔弥猴 善灵音能查理 之前后万物皆明 你用你的天赋神通听小天地万物 但你可明白 知道的太多 也是原罪 其二 你不该入那虚伪的佛门 说到底 他们也是利用你在西游牟利罢了 若是正经认真的收下你 教导你修炼 又岂会让你根基如此漂浮不定 打脸充胖子 难不成 俺这天赋本身就是一种罪 那为何 又要让这天赋存在于事 天赋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你不该用这天赋去勾到 其实也算是这天赋神通害了你 你太依赖他了 你若是忘掉你这天赋神通 正儿八经的修炼 天赋用以于对敌使用 你便不会招惹太多因果 原来如此 安败了 孙悟空 你赢了 只可惜 醒悟的太晚 你既然已经服气 那便接受命运吧 不好 这猴子要吞噬六尔弥猴 不能让他得逞 什么剧本的 不要管了 直接将他镇压于五指山下 这一切还能回到原有的剧本上 如来 观音 早猜到你们不会让俺得逞 幸好俺早有准备 荒天地 荒来 这是不是表示该我出马 你们好啊 吃瓜吗 不对 我现在是武器 好像是不能说话的 出现了 我敲你个阿米豆腐 贫僧完了 佛祖 敌不动 贫僧不动 说不定还能坚持晚嘎议会 等到两位圣人来了 咱还有救 有道理 若这次侥幸没有远落 观音 你就是我 国门的大功臣 那你们便看着俺 吸收了这六尔弥猴吧 可恶的猴子 要不是有这个男人在 我们又岂会怕你一只猴子 火祖 火祖还是被他吸收成功了 不过也还好 我们捡回了一条命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先撤吧 回到灵山 我们再重新谋划 有那个男人在 我们拿他没办法 孙悟空 你不要得寸进尺 贫僧已经不想为难你 可别做得太过 太过 你们被地里算计俺老孙的时候 可不见你们这么好说话 现在就想走 俺老孙不答应 没错没错 猴哥不答应 揍他豆腐了 可恶的猴子 要不是那个男人在 贫僧岂会不敢与你动手 单方面让你打 贫僧可是准胜 打你分分钟的事情 行啊 俺老孙打你不用他 如来你尽管动手 俺老孙从来说一不二 臭猴子 这可是你说的 没了那个男人 贫僧要亲自把你压五指扇下 天天给你被钢筋铁水 混沌魔元法相 跨越两个大境界战斗 还是太勉强了 不过如来 你准圣修为也就这点水平了 臭猴子 你能接住贫僧这一击 已经说明了你的底蕴 但修为的差距可不是底蕴 就能弥补的 东海外 东海外水连中 定海一望 万腰巢 猴子就是猴子 居然跟贫僧硬碰影 还不用那个男人 你配马不就吸收了一个六耳而已吗 就让你狂得没边了 俺只是想亲手揍你一顿 真男人 说不用就不用 来来来 不就是想用五指扇压住俺老孙吗 你看你能不能压住俺 对付现在的你 也就贫僧一根手指头的事 我敲 不是说好不用这个男人了吗 猴子 你不讲武德 俺用了吗 你看懒手里拿的还是金箍棒 他自己动的 怎么能叫俺用了呢 就是就是 我自己动的 武器有自己的想法 很正常的对吧 很合理吧 贫僧竟然无言以对 你拳头大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贫僧只有一句话想说 其实刚才的一切都是误会 我看你那么喜欢压人 那你自己也常常被压的滋味吧 太憋屈了 贫僧就不应该相信这两人的话 就应该直接跑 说好的不用那个男人的 呜呜 外面太可怕了 贫僧想回佛门 我得尽快回灵山告诉两位圣人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如来你也有今天 贫僧表示 不想跟你们两个不讲武德的人说话 贫僧想静静 画个圈圈祝福你 画个圈圈赞美你 最后再画个圈圈歌颂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如来 你在笑什么呢 两位哥哥 你们怎么又来了 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在我这个荒山下住的舒不舒服 没错 如来 你看你俺老孙我多关心你 那要换了别人 俺老孙还不来呢 做佛啊 要懂得感谢知道不 大圣爷爷说的对 这大量仔说的对 你们说的都对 贫僧谢谢你们 这太憋屈了 嘲讽都不带这样的 明明就是你们把我压这里的 现在我还要谢谢你们 我谢你 好像来人了 两位圣人就是这里了 师兄我们好像不该来准 那个荒天地也在 咱们玩了 师弟别慌 先看看情况 大不了就是挨一动挡而已 咱们师兄弟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要淡定 你们两个放心 我现在是封号状态 我动不了手 两位圣人 别相信他们 他们 不 闭嘴 说吧 你们三个来这里做什么 说吧 你们要怎么样 才肯放得出来 按照你们编写的西游剧本 原本被押的是俺老孙 五百年 你知道那五百年俺老孙是怎么过的吗 要俺放了他 简单 让他也被押五百年 每天吃钢筋铁水 时间一到 他自己就能出来 五百年西游都已经开始了 我承认我没办法对抗你 悟空 你既然心意已绝 那就押住来五百年吧 至于钢筋铁水 我活门愿意灵丹 罚包补偿 你意下如何 可以 不过俺还有一个条件 这如来坐下全部佛灯 全部打包送来俺花果山 这猴子 要拿赵明用的佛灯做什么 算了 反正是一些无用之物 好贫僧答应你 不日便连土把宝呆药 送到你花果山 现在咱们来谈谈 悟空你要怎么样 还能参与西游 为何俺一定要参与西游呢 混世四猴 不是还有一个通病猿猴吗 让他去不行吗 他不行 半仙半活 参与西游所得功德 没有你明明是猴 得到的多 更何况他实力不够 我也就实话说了 他已经作为八十一代 真假美猴王的准备 平森的诚意已经很足了 苏悟空说出 以参与西游的条件 原来如此 想要俺参与西游 也不是不行 至于条件 更简单了 俺也不要什么灵丹法宝 只要你们两个圣人 翘起屁股 让俺老孙踢一脚 唐三藏路过这荒山 解救如来的时候 俺老孙准时来此 就位加入西游 如何 苏猴子 你别太过分 要是这样被你踢一脚 我们师兄弟 还怎么在这无荒地困 好 平森答应你 希望你说到做到 师兄 师弟 我们师兄弟一路走来 多少艰辛 忍辱负重 这区区一脚 又算得了什么 等我们偿还功德 实力更进一步 谁敢说我们的不是 师兄说的是 如今的我们 没得谈 既然想好了 那就摆好姿势 让俺老孙击吧 来吧 两位佛母 你们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来 浩哥 咱一起 三二一 走你 被封号太久了 一时没控制力道 踢过了 这不能怪我 老叶 出生了 是一个男孩 阿米豆腐 佛祖保佑 太好了 大哥 计划可以开始了 可怜的孩子 跟贫僧回净土寺吧 苏鸣失职 这如一金箍棒 对俺老孙来说 意义非凡 所以拜托了 猴哥还请放心 按照你们这 洪荒的划分来说 不过是一个 后天功德至宝而已 想要晋升先天 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其实你若是想 红龙至宝 我都能给你炼制出来 只是这金箍棒的材料 实属有点低了 承受不住 更高级的材料加入 慢慢来吧 这是后天晋升先天的雷姐 俺老孙的金箍棒 能抗得住吗 不过是一道 小小的雷姐而已 我说他能扛住 他就能扛住 雷姐给我散 无妨 猴哥你是我师父的朋友 这只是一点小事而已 举手之劳 不用谢 传闻洪荒里 除了如意金箍棒 随星铁赶兵之外 还有晴天白玉露 下海子金两 分别震在四海里面 若是能够集其所有 全部融练到 如意金箍棒里面 说不定他能成为 先天功德至宝的存在 届时在由苏明师指 你再次练之 猴哥必定能拥有一件 鸿蒙级别的法宝 原来还有这样的密文 俺老孙知道了 俺会想办法 凑齐另外两根棒子 现在俺该去看看 俺师父唐三藏了 相信观众老爷 也期待大威天龙吧 不愧是得到高僧 既能显化佛祖虚业 天佑我大躺啊 不愧是我佛门金蝉子 如此悟性 想必他归来之时 修为并会超越我 我可得打电好 与他的关系才行 贫道观高僧 已指示精通小成佛法 为何不学大成佛法 何为小成佛法 何为大成佛法 小成佛法 通过遵循戒律 修持禅定和智慧 可以达到个人的解脱 而大成佛法 菩萨道 不提心 追求智慧和慈悲 以利益一切众生 一个为己 一个为众生 感问前辈 哪里可寻到大成佛法 天儒 大雷因四 佛门圣地 贫僧唐三藏 见过观音菩萨 唐三藏 你可愿前往 我佛门圣地 求得大成佛法 为众生谋录 贫僧愿意 哪里来的猴子 他头顶上的东西是 我佛门设立 只是为什么是一只猴子 拿着他 这设立从一道外 都是我佛门的气息 想来不是什么变数 或许这是天佑我佛门的征兆 多谢观音菩萨 贫僧不日便启程前往我佛门圣地 望早日求得真经 解脱世人 很好 贫僧看好你 小孩儿做得好 我老孙子也很看好你 可恶的蝼蚁 你烦不烦 一天到晚 学着学那 你又打不过我 何必浪费这个时间 你都跟我待这里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没有品位 你不觉得用音律打人 是很拉风的事情吗 虽说我打不过你 但是同样的你也打不过我 与其像一个木头一样待着 不如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做 我已经感应到了 我混沌魔神 即将在这红黄梨塑形 用不了几天 我便能从这里出去 拜托你这可恶的混蛋 敢问这位 可是东土大唐来的高峰 不错 贫僧正是那来自东土大唐 前往西天 拜佛求经的唐三藏 吃了贫僧 能长生不老的那个 虎哥 俺怎么感觉 他说的对 又好像不太对劲的感觉 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管他呢 既然是唐三藏 那就没错了 找的就是你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有修为 情报上说 你不是一个凡人吗 可恶 妖族情报站出了内奸 这很奇怪吗 好生猛的和尚 竟然又地先修为 你也不差 你这地先修为 也是刚晋升的吧 不过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知道你不是人 大胆妖孽 我要你原形毕露 我瞧 你这大招不要钱的吗 一口放这么多个 虎哥 别发呆了 这可是黄门神通 对我们妖族杀伤力极大 咱们还是快防御吧 一只老虎鲸 一只野牛鲸 一只棕熊鲸 修为不高 也敢出来做伤天害 只是 今日我唐三藏就超度了 希望你们下辈子 做一个好妖 阿米豆腐贫僧任重而道远 这和尚便意了吧 一点机会不给直接嘎了 那要我何用 前面还自己说出被吃了 能长生不了 我敲钓鱼执法啊 这是 等等 这气息是 我雷炼魔神 终于从那个可恶的地方出来了 又来一个妖孽 刚出来就有一个凯威菜 看来我运气很好啊 可恶 贫僧修为太低了 对他的打击 一点伤害都没有 老乙 感谢您给我表演了一个节目 为了感谢你 还请你陨落吧 喂 你这个没有品位的人 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完美落地 可恶的家伙 竟然偷袭我 没事抱这么大的气势做什么 你又打不过我 何必呢 这位光头 啊 不对 大师 我们走 别想跑 可恶的混蛋 近日我非要把你电吐强不可 这位施主 我有个问题 他不是打不过你吗 对啊 他打不过我的 既然打不过 那我们为什么要跑 他打不过我 同样的 我也打不过他 我跟他待一个地方待腻了 不想面对这么没有品位的人了 所以咱这叫战略性撤退 不叫跑 雷雷法则智利 那个施主 他都打不过你 为什么要把我当挡箭牌啊 我才地先修为啊 被他电一下 我会变黑的 有损我形象 不过不用怕 你被我抓住 等于他也打不过你 放心 你嘎不掉 我猴咩咩从来都是这么问 这会看你们往哪里跑 怪怪的被我电吐箱吗 是谁 天庭司法天神 杨姐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我可是猴咩咩 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陷入险地 这是不好 唐三藏有危险 他交给我 你们注意点 别被误伤 这个我懂 放心吧 三眼亮在 雷帝宝树 雷到四绝天 重同秘法 这怎么可能 法则智力领悟没有我告 可是这雷电伟力 却一点不比我弱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 时代变了 现在已经不是开天之前了 不要用你以前的思维 来判断我们 狂妄的小辈 那个有品的帅仔 我搞不定 但是不要以为 我就这点手段 我混沌魔神的能力 不是你能想象的 尽管我这只是残念 但我也有混沌大罗的秀为 混沌大罗 俺老孙好怕怕咯 又来一个藏头鹿围的 给本魔神出来 当头一棒 我也好怕怕 我要赶紧喝一口奶茶 压压丁 可恶 你们红晌之人就喜欢偷袭吗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一个有着混沌魔源的气息 但是朽薇却只有太义金线 另一个完全看不透 就像一个凡人 但是肉身却硬得很 居然能打上我 这不是 这不是那个无敌的男人吗 我偶像啊 今天终于见到了 偶像师叔 今天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你小子夜黑涂地吧 居然用我的技能 还使得有模有样 勉勉强强化 猴哥 随意意思一下 让我出手 毕竟我现在是封号状态 出手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 小子 我让你看看什么 才是真正的雷地宝树 行吧行吧 咱老孙就随便动一下 喂喂 臭猴子 你往哪里扔呢 能不能认真一点 好歹把我扔向他 是你自己说随便走一下流程的 这不是很随便吗 你们几个 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散遣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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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熟悉的画面 这肯定不是我言消的 绝对不是 走给我远落吧 看把你弄得 比谁喊的大声吗 我也会 雷地宝树 雷地宝树 大丸 周公 这不是萧伯伯那小徒弟吗 你怎么在这里 因为出现在这里 他别致啊 你说小师傅他也在这 正好我那画大饼功法遇到瓶颈了 我要去找他请教一下 也行 俺老孙一会就带你去 对不起 天僧来迟了 唐三藏 没事吧 没事 就是被电了一下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在飞 酥酥麻麻的 没事就好 那敌人呢 俺觉得俺们还是直接走吧 去俺的花果山 贫僧的存在感这么低吗 竟然被无视了 观音菩萨 敌人已经无了 贫僧觉得 要是后面还对的 我可能现在就会立马飞到西天了 唐三藏 你放心吧 贫僧给你找了几个徒弟 护道人 前面就是两界山 带你解救我佛人来后 会有人开始陪你上路的 多谢前辈这段时间的照顾 太二该前往东游 偿还前生因果了 去吧去吧 太二啊 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短了 东游了 可不要丢我 小贱贱的脸 知道不 我懂我懂 无量那个天尊 无天佛祖啊 我很好奇是谁让你来陪我东游的 师傅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可不信光凭消火火 就能想到这东游 这里面肯定有一双巨大的黑手 此人绝对是个老六 坑人不留痕迹那种 被压在这里修炼都不能修炼 每天就只能以这种方式度日 别的不说 还真是快乐 那个 请问您就是如来佛祖吧 咱们能不能先停一下 唐三藏 你终于来了 快快快 快就本佛祖出去 等你去到灵山 本佛祖会另外给你颁一个优秀好佛奖 是佛祖 贫僧 这就救你出去 区区一座山而已 难不倒平僧 唐三藏 你要做什么 我敲 地先修为 唐三藏 你怎么拥有修为了 停停停 别冲动 要救我不是这样救的 要讲究方法的 放心吧 佛祖 区区一座山而已 看平僧怎么把他轰掉 行了 唐三藏 别白费力气了 挺你的修为 这样应来是救不了我的 看到这山上那座石像了没有 那理由解决我的提示 照着做就行了 这唐三藏绝对是公报私仇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拥有修为 绝对是恢复了金铲子的部分记忆 不然他不可能修炼 喊三遍 最爱喝瘦乃是宇宙第一帅 十号无敌 便可解救此人 最爱喝瘦乃是谁 好奇怪的名字 算了 不管了 先把佛祖就出来再说 最爱喝瘦乃是宇宙第一帅 十号无敌 俺突然觉得你的脸皮 比西方那两光头还要厚 猴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只是让他实话实说而已 那两光头能跟我比吗 城市可是我的第一大优点 啊对对对 你看观众老爷信吗 十号无敌 这声音有点不对劲 快跑 不就是爆炸吗 多大点事 贫僧已经习惯了 佛祖 你没事吧 没事 区区小小爆炸而已 佛祖 你本源对他影响挺大 这小叶子终于做了一件正事 这堂三藏也不像前世一般 只会啰嗦了 放心 但相信你会心甘情愿的叫俺猴哥的 我轮回魔神终于出来了 红花 我三千魔神的囊中之物 白小纯 出来吧 如今限制解除 你的丹药已经对我造不成威胁了 今日便是你陨落之时 糟了 丹药限制不住他了 那就只有认真开打 乖儿子 开启战斗 解代小灭 这不是白小纯吗 这么久不见 居然有这么帅的宠物了 好大的翅膀 好大的铁荡 铁蛋 咱父子俩一起掌用它 白小纯 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不要把我这些年受到的屈辱 统统清算掉 轮回圣经 白小纯 轮回魔神 这该不会是之前那个轮回吧 他的实力 明显比前面几个混沌魔神要高出太多了 如果真是他 那么时间 因果 命运 他们几个应该也在这洪荒里的某一处 可能吧 如今的洪荒不仅外患强的可怕 就连里面也是危机重重 白小纯似乎也与他不上不下 要消灭他 还差一点力量 蓝老尊来帮你 混沌魔猿法相 什么 混沌魔猿 差点就被你给骗了 不过才四分之三的本源 这位也才太已经先巅峰 你也赶上来送达 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 这不是猴哥吗 原来你们也在这里啊 那就好办了 猴哥快上 偷他屁股 有我白小纯在正面顶着 他不敢乱动 不过是给我挠痒痒罢了 区区太乙 金鲜 让我正式的资格都没有 我说猴哥 你咋变这么弱了 俺老孙这是重修 重修懂不 什么叫俺变弱了 等俺回到巅峰 咱俩再来练练 那像你们 出场就是巅峰修为 不过重来一世 俺必定站得比以前更远 若是加上频道 可恶的红军 你来凑什么热闹 有本事等我解决了他们 咱俩单挑 谁会那么脑子 进水跟你单挑 要单挑也行 咱们几个单挑你一个 本来频道不会出手的 只是你轮回 似乎跟我认识的 那个火态一样 成了变数 虽说他们几个也是变数 但是相同 频道选择站他们这一边 至少他们的目的是好 但你轮回 频道太了解你 可恶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喜欢躲后面 好机会 光天地光来 我来了 好哥 我做的可还行 勉勉强强吧 我的麻辣兔头呢 在这里 这可是我用多个品种的兔子 制作而成的麻辣兔头的 相信你一定喜欢 红帝啊 你果然太上道了 这里也没频道什么事情 频道该走 稀有后面的事情 几位还行多上心 好家伙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咱们继续赶路吧 白小纯 具体事情 咱们边走边说 修伤 探招 太出无心惊 原始人 怕你不成 大倒轮回伤 咱们 勒 我都 facts了 我都不猜 想到你的話 我又不想去 好了 ほど 跚掉 我的話 我都不想去 轮回地树 一群喳喳一个能打低都没有 你再给我挠痒痒吗 那个红毛的梅嘎 这些东西怎么清都清不掉 什么封号 你是说他们都被封号了 也就时候 还有原始人跟叶黑在混沌边界那里抵律着外地 等然老孙西游结束 归赴巅峰修为 也要去那里跟入侵 南门洪荒的红毛打架 好好好 花果山在哪里 一会我要去嘲笑一下萧伙伙 嘲笑完他 我也去边界帮忙 我白小纯重情重义 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在外孤军奋战 正是一个月不开张 一开张就能吃三个月 瞧瞧 这盒上白白胖胖的 还有这猴子 身上的衣服一看就很值钱 这白马 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吧 结结结 这位施主 贫僧劝你不要自物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你让我放下这把刀 我就能成为一尊大佛 我现在放下了 行的 我现在是佛了吗 执迷不悟 既然你不肯放下屠刀 那贫僧就物理超度了你 免得你日后未过世间 笑话 就凭你一个和尚 还有一只猴子 一个小白脸 怎么超度了我们六个人 阿米豆腐 我佛慈悲 好厉害的和尚 大师 我错了 我愿放下屠刀 从此做一个好人 卓大师放过我 不好意思 机会贫僧已经给过你 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 所以下辈子 唐三藏 助手 出家人当以慈悲为怀 此人已经有改过之心 为何不给他一个改过向善的机会 而你为何又如何喜欢超度他人 见过观音菩萨 贫僧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是他自己没有把握住 可见此人并没有悔过之心 若非生命受到威胁 他又岂会悔过 若是放他离去 日后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因他而丢掉自己的一生 这样的话贫僧今日放他离去就是罪 唐三藏 你你如此做 可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超度他一个人 能救千百人 贫僧甘愿入这地府 说得好 不然一个坏人凭什么一句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 那他之前所刀掉的好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吗 这一切最有病数罢了 唐三藏 望你好自为之 还以为是个漂亮姐姐 没想到是 贫僧 贫僧居然被一只哈士奇给吐槽了 要不是 要不是那个男人在 贫僧 非把你扒了不可 居然哪壶不开提哪壶 贫僧忍 忍住 谁让咱些为逼呢 忍 猴子摘桃 啊 不对 你没有桃 为何我觉得这一幕似从相识 好像在哪里见过 没有桃 但是有一个帽子 悟空 嗯 这帽子还请还给贫僧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帽子 不过 你要是喜欢 你戴一下也行 君侯不多人所爱 俺老孙还是还给你吧 小船 稍微动一下手 把这观音给俺定住 定住 定住做什么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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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哥你要做坏事了 不好 这猴子绝对知道这帽子是什么 我得快走 糟了 观音 别着急回灵山啊 把这紧箍咒戴上再回去呗 什么紧箍咒 平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悟空 还请放开平僧 既然不知道 你还是要把他戴上 不然这件事情不好办啊 别 不要 平僧不想戴这个帽子 玩 完了 好了 俺老孙也不为难你了 既然戴上了 那你就可以走了 至于念咒嘛 俺老孙就不念了 那平僧就 就先走了 记得前世 俺问过师傅 紧箍咒的重言语是什么 好像叫 妈咪哄了豆腐 平僧太倒霉了 平僧可是什么都没做啊 妈咪哄了豆腐 可恶的猴子 不是说好不念咒的吗 火枪 七绝刀 很难修 真是难缠 渣女龙虎第一页 先看心上人 待我功臣归来 正到佛门果位 必定将你万圣公主 与那九头虫千刀万挂 说曹 曹操就到了 我也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臭地方了 看样子 俺们到应酬尽了 小白龙也该出来了吧 是的 我出来了 阿米豆腐贫僧的白马 俺就是说 你好歹是条龙啊 出场能不能华丽一点 走个流程 就这么简单的出现 就吞了这白马 你这猴子懂什么 高手一般都是这样朴实无华的 还高手 贫僧告诉你 你吞了贫僧的马 你摊上大事了 咋地 你这和尚还想打我不成 我告诉你 我可是 是什么 我告诉你 因为剧情需要 那匹马我都没舍得吃 结果你告诉我 你把它吞了 你这样吃掉 会显得我很呆的知道不 虽说我被封号 但我又不是不能动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送你的 但你实属让我很难受 停停停 我是 我是自己人 我是跟你们一起 上路取经的白龙马 既然是自己人 还吃掉了我预定好的马 那就更该替你探教 贫僧说过 你胎上大事了 你还不信 要知道 出家人不打 黄语 阿米豆腐 都是观音让我这样做的 不关我的事啊 我瞧 贫僧怎么直接从南海来到这里了 说吧 这小白龙是不是你安排的 是贫僧安排的 让他给唐三藏做个角力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 那白马是我预定好的食物 被他吃了 你说 问题是不是很大 这个贫僧是真不知道啊 要是知道的话 给贫僧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啊 又出现了 混沌魔神 限制解除 我已经从那个地方出来了 你罗锋已经奈何顾了我土之魔神了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的皮居然这么厉害 吸血刀 盘化 小罗子 我来帮你 猴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时候再跟你说吧 先把它解决了 光天地就决定是你了 去吧 你们几个真的很让人火大 你小子 水啊 既然你这么想隐落 那我就满足你 你们大家能不能先把我放开 会没了的 贫僧看不住你们的攻击的 现在回到正题 说吧 你怎么赔我的食物 贫僧 贫僧回头把我乐家山养的异兽 送来给你做食物 如何 异兽 板马换异兽 我敲 赚大了 我要一百只 好好好 贫僧答应了 贫僧算是发现了 只要做一点对他们不好的事情 贫僧就会倒霉 既然打不过 那贫僧就加入 反正讨好这几个人没坏处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小白龙 后面你就跟着他们几个人稀有吧 记住一句话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听话就绝对不会倒霉 这是贫僧这些年总结的经验 你让我不听话我也不敢啊 打不过啊 一上来就拎着我垂地上 我敢说不字吗 大方求天指 一指求天地 阵道法则 宇宙万阵为我所用 万阵齐出 二指碎山河 三指灭生灵 四指破仓球 五指洞乾坤 洛飞我在这里 只有昏远大罗的修为 听你的实力 根本无法压制住我 不够快了 很快我就能从这里出讯 届时我要让你灰飞烟灭 大眼不惨 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但是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五指合一 大方求天手 无天佛祖 太二啊 快来救为师啊 我本是21世纪的有志青年 意外来到这个洪荒世界 然后有个大钻石跟我说 我是原始转世 完成东游 到法西船后 就能让我回到原来的世界 见到我的宝贝悠悠 但是我想我可能要坚持不住了 洪荒的妖精太厉害了 悠悠 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太挑 以为自己是主角 这太长腿太白了 这两个女妖精勾引频道 频道要沦陷了 小哥哥 喜欢姐姐吗 要不要跟姐姐玩游戏呢 好啊 好啊 频道最喜欢跟漂亮姐姐玩游戏了 还有这边这个红色玉姐 要不要加入 我正好知道一个 刚好我们三个人可以玩的游戏 小弟弟还挺贪心 姐姐也好奇是什么游戏 可以三个人玩 频道的漂亮姐姐 我敲 你们就不能晚点出现吗 让我摸两下也行啊 下手轻点 他们只是一时糊涂 抓住他们就好 然后让平僧带他们上岸 他们一定会改过自新的 哪里来的丑八怪 你才是丑八怪 我得把你看住 回头大姐头 一定会奖励我一个么么哒 真以为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欺负我原始是吧 你一个舔熊 也配要他们的么么哒 他们已经被频道预定了 所以你 上西天吧 无天佛祖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放开那个漂亮姐姐 让频道来跟她讲述道法 阿米豆腐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路过此地 刻来求助一晚 见过这位高僧 贫僧乃是这观音禅院的主持 这两位是我的徒弟 智慧与慧智 见过住持 不知可否让我们借助一晚 求佛问世 讲究一个是否与佛有缘 不知道这位高僧 与我这观音禅院有缘与否 若是有缘 贫僧自当欢迎 贫僧乃是受观音菩萨指点 前往西天取经 这才路过此地 本就是有缘 有没有缘光 凭这个还无法判断 我观大师 你手中禅障 或有佛意 若是借给贫僧 参悟个三年五载 这便是有缘 大师意下如何 不妨提醒高僧一句 若是没有我这观音禅院庇护 在外过夜 遇到什么妖怪 可怪不得贫僧 与佛是否有缘 你就是这样定义的吗 说白了 就是想要过夜费 要好出费 三当啊 猴哥俺提醒你一句 这可是一个妖僧 本体百年无功 只是披了一个人皮 所以你才看不出来 怎么就说我是妖僧了呢 我还说你是妖僧呢 带着一只猴精 与妖怪为伍 妖也分好妖跟坏妖 但贫僧见你所作所为 说你是妖僧也不为伍 怪不得贫僧一路这观音禅院 就觉得这里透露着古怪 这观音响 怕是你坑了不少人的钱财 才有的吧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把你们留下来 最后你们身上的东西 也都是贫僧的 猴哥区区百年无功经 交给贫僧就好 这等披着我佛门 做坏事的孽障 我唐三藏绝不侵扰 口气不小 但你们找得到我吗 在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就算是大罗金仙 也被我坑陨落过几个 就凭你们几个 乌合之众 那我们就试试 我说了你找不到我 在这里 怎么会 你怎么会找得到我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说到底 还是你修的那点 不暴露了你 在你说话的时候 我感应到了你身上的那点 多可笑吧 可恶 黑风长老救我 既然要我亲自动手 矜持 太浪回头反思一下自己 大罗金仙的黑风怪 则则 俺老孙突破的契机到了 就拿你来做俺的魔刀石 你一个太乙金仙的猴子 这么着急送俺 你曾是俺老孙西游路上为数不多 能与俺过两招的妖怪 如今重来一世 俺要借你之力 突破大罗 什么重来一世 胡言乱语 我黑风雄 先送你上路 十号 你不上去帮猴哥吗 不上 我荒天地 现在是封号状态 怎么能轻易动手 我很有职业节操的好部 这点观众老爷最清楚了 像这种抢镜头的事情 我从来不做 猴哥 我来帮你 就这 我这修为 可是一步一个脚印提升上 哪怕你现在是大 我也不许更更棒 你现在只是太惊险 好好好 就是这种感觉 斗战圣法 斗战法则 混沌魔源法相 还真被你突破 很好 吃完老孙这一棍 后来花果香 定还一放万妖潮 你败了 是的 我败了 送我上路吧 没这个必要 俺之你本心不坏 你若是肯加入俺的花果山 俺们可以以兄弟相称 俺花果山还需要后背力量 单凭自己就能修炼到大罗 可见资质 毅力 前世最后被那观音捡走 成了落家山的护山大神 这次说什么也要拉他入伙 你肯收留我 无妖族自从乌妖亮节过后 如同一派斩杀 你既然看得起我 我也拜你手里 家主也何妨 相信你不会后悔的 这是 又是这混沌魔神 只是还有一个人是谁 先看看他们在动手 我观他们两个不像是一伙的 这里之前就经历过很激烈的大战 现在限制解除了 我也可以动用权力了 不过似乎来了几个外来 只不够无所谓了 一个跟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红毛的果然是那个境界的人 不追寻一声 终于看到一点眉目了 可恶 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 俺们不是刚来这里吗 多谢前辈 有意思 你们两个什么实力 竟然能挡住我的攻击 如今限制解除 我已有混源无极的实力 只需一个眼神 便可以凭空布下阵法 小罗子 他交给你了 我感应到这里 暗处有一个恐怖的存在 好 我明白了 不愧是与我同境界的存在 能感应到我 也不得不佩服 那个传说境界的红毛 竟能造就如此能人 我临动之前能压制你 现在也一样可以 吞噬祖福 雷弓黑剑 好小的这一剑很强啊 不过你差点射到我了 放心 朋友 我临动从部背后投袭 更何况你的实力也不错 你们两个竟不把我放眼里 西角刀盘花 这怎么可能 终于把它解决了 也可以有时间了解一下这方世界 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好 我叫罗峰 事情还没结束 这里还有一个人躲在暗处 藏头鹿尾的 要我把你打出来吗 初次见面 不该称你为十号 还是荒 这人很强 若非他敌的确确 站在我们面前 我根本察觉不到他 不知道是敌是用 看样子 你很了解我 话说 你不是应该自爆家门吗 你这样很没有礼貌的 抱歉抱歉 无辜且称你为荒吧 无名 但生于这片宇宙更早之前 所以呢 你想做什么 正所谓道无止境 但无的修为 已然超越了大道 超越了这片宇宙 却总觉得在此之上 还有更高的突破 经过无多番摸索 探寻到一个 名为作者境的境界 无多次想要了解 并达到这个境界 却是毫无门路 只从一点蛛丝马迹中 知道了这个境界的强者 可以随意捏造出 你我这样的强者出来 这是何等的恐怖 所以无想邀请你加入无 共同探寻这个境界 你意下如何 没兴趣 你给我的感觉 你这个人很危险 不可信 而我的感觉一向很准 先别着急拒绝 不如先看看无的诚意如何 无知道此刻的你 乃是封号状态 无可助你解放 不知道这个诚意够不够 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 那我更不可能加入你了 看样子这是没得谈了 也罢 就让无看看 那个红毛创造出来的人物 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你果然跟那个红毛是一伙的 不错 告诉你也无妨 达到了你我这样的修为 已经不屑用什么阴谋了 正是遇到他 我才确信了作者镜的存在 我与他达成了共识 他给了我几次 使用作者镜修为的机会 那个叫灵动的小子 就是我弄过来的 而我也趁此机会 彻底去参悟作者镜的奥妙 相比让他人强行帮我提升 我更愿意自己参悟得到 你倒也直率 只可惜 你不该跟那红毛为伍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跟风好状态的你打没意思 无助你解封一次 你用全力 不需要 我自己来 原来如此 你这也并不算是解封 而是将现在身隐藏 让过去 或者未来的某一刻的你 来到现在 从而达到解封状态 动用全力 不错 他画自在法 他画过去 他画未来 只要我念头一动 任意时刻都会是最巅峰的我 很好很好 这样的实力 无认可你了 来吧 看到你 无越来越期待 那个传说中的境界了 太初红猛精 大到尽头 无尾峰 一键太初皆成空 无尾 太 好强 果然倒无止境 修炼真是一刻都不能停歇 强者之上 还有强者 只可惜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战斗 可恶 如此强度的战斗 俺老孙不能参与 真是弄得俺手痒痒 若是俺是巅峰状态 非要上去打一棍不可 不愧是他画无赖法 竟能与无的太初红猛精 较量一二 这是他画自在法 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再告诉你一个道理 自古对波左边输 这是哪里说的道理 无从未听说过 好一个自古对波左边输 无居然其差一招 这是那个境界的奥义吧 没想到你竟参悟了几分 你也不差 接我一击能轻易挡住 我将的异性 因此角度大好 还在心香 technique 混乱 wys 结束了吗 感觉应该没那么简单 的确没有 慌 希望下次见面 你还能给吴带来更多的惊喜 吴对那个境界已经是越来越期待 算了 先不管他了 主线任务要紧 咱们继续上路 吴仓物这么久的境界 竟然还有对波左边书的奥语 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果然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趁还有几次使用那个境界修为的机会 吴得多领悟一下 争取早日晋升 让吴来看看这一本 这是什么东西 实力这么差劲 真是浪费吴的时间 下一本 小伙伙 你被封好了 你被封好了 我只是只能待在这里 又不是不能揍人 白小纯这么久不见你 在此见面 居然让我这么想打人 好嘛好嘛 这跟我理解的有点不一样 我不说你了 这股气息有点熟悉啊 有点像灵动那个简陋王 翠兰啊 俺老猪能陪你的时间不多了 无情不自多情苦 一岁还成千万 天涯地角又穷实 只有相似无尽处 天蓬经历千次情节 只为有一人可陪伴自己 却始终不得善过 善终 情一字 是苦 是甜 是温 为了一丝甜 甘愿受那无边苦海 值吗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翠兰 你怎么哭了 是我吹得不好听吗 好听 只是你要走了吗 是啊 要走了 多情自古空于恨 此恨绵绵无绝期 世人皆知 我天蓬好色 殊不知 我至始至终 只对一人专情 有爱人之时 从未富过他 但经历千次情节的我 没有一次有情人 忠诚眷属 或许离开 对你是一件好事 我不要你走 或者我陪你一起走 好不好 哪怕前路艰险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也心甘情愿 翠兰 你听我说 从认识你到现在 我从未碰过你 把我当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忘了吧 找个好人家家了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看你安稳的过完一生 了却我的心愿 测好 你既已知道我们之间的结局 又为什么要让我爱上你 我现在已经心里就只有你了 就算我不找你 情节 命运也会让你我相遇 相爱 而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 不似曾经那般凄惨 忘了我吧 翠兰 你说过会一直爱着我的 你怎么能这样 你一直在我心里 这一点永生不变 忘了吧 必死八戒 见过师父 既然爱他 为何不带上他 为时也不是那迂腐之人 佛门不是讲究出家人不能相爱吗 更何况 俺老朱之前的所经历 还是这样比较好 凡人寿命不过区区百年 既然爱他 何不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 哪怕结局注定 不妨用自己的手中的力量 打破这枷锁 百年之后 八戒你再诚心向佛 也不枉自己的曾经爱过 就是 呆子 就像俺老孙 一定会用手中的力量 保护好俺的子兰 若是如此 心中留下执念 成佛了 那也不是佛 执念只会越来越深 照贫僧理解 要根本上消除执念 唯有把执念变为最美好的回忆 不留遗憾 佛门的一刀切的理念 该更新了 师父 你这番话 让俺老朱重新认识了新的佛门 你既败入我门下 那就听我的火 去把高翠兰带上 你要是不做 贫僧去给你带来 房也给绑在你身上 敢请我前面那么煽情 是白费了啊 你等着 我这就去把他带上 咱们一起上路 翠兰 俺老朱经过师父指点想通了 俺要把你带上 咱们不分开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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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刚出来还有见面力 结结结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给俺老朱离他原点 天罕36遍 纵地金光 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我很乐意看到有人向我反抗 这女人对你很重要对吧 你到底想做什么 给我 给我放开它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一副不停挣扎的样子 多么的让人陶醉 作为我命运出来的第一场游戏 我可以大巴慈悲的不弄这个女人 但你要不断的向我反抗 直到你绝望为止 放心 我不会一口气把你弄没的 感谢我吧 可恶 他这人好见奏 俺们快去救人 可恶 是谁 怎么回事 为了不让他们几个 打扰吴参悟那个境界 所以请他们去一个地方旅游一下 放心吴对他们可没有恶意 只是单纯的 不想他们插手可视 可恶的家伙 你还真是让俺想揍你一顿 混沌魔源 放心 你已经跳出该有的命运 你有这个机会 俺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些玩弄他人命运 当作棋子的人 棋子 谁又能保证直棋者 就一定是直棋者呢 后来五花果香 定喊一帮万妖潮 哦 还有一只猴子 有意思 只是你不应该是白毛的吗 修为怎么还倒腿了 要你管 你这砸毛话 还是那么让人恶心 你那点小伎俩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点用处都没有 可恶 这命运魔神明显是之前 那个诸天万界狩猎者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他也回到了现在 但是这实力差距也太大了 若俺还是巅峰状态 或许还能较量一二 如今他们都不在 俺该怎么办 可恶 大钻石 都怪你 喂喂喂 别什么都怪我 好不好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努力修炼了没有 修为提升了没 本大钻石一直以来 都是爱你们的 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还怪我 算了算了 就允许你动用一次 巅峰力量的机会吧 有意思 你竟然变回白毛猴了 你果然也是从那里回来的人 但只有你一个 似乎还是不够看 这猴子怎么修为 突破暴涨了 用了秘法 不对 这是那个境界的能力 越来越有意思了 看来吴这一趟没有白来 后来吴花果香 定海一放万妖潮 东海外水连冻 齐天比高仙折腰 该死你竟然让我受伤了 八戒 快趁现在 把高翠兰救出来 男老孙脱不了太久 你们几个真是人物啊 命运年轮操盘手操作命运 我命运魔神可是排名靠前的魔神 实力可不是你这只有 四分之三本源的混沌魔源能比的 更何况 你真是修为本就不如我 道友 我来助你 你虽是妖 大位救人 愿以命相搏 此为大义 值得我出手 天元比 万金 就让吴看看你的实力 希望别让吴失望 这境界领悟又多了几分 多谢 可恶 你又是谁 你们这些主角怎么就是嘎不掉 无名 周元 天元比 五方龙神法 这力量根本不属于这洪荒的 你也是从那诛天万劫来的吧 但你也不要小看我 时间为尊 空间为王 命运不出 因果成皇 无命运又岂是这般容易被人打扮 可恶 若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我 不如我巅峰状态 又岂容你伤我 菜就是菜 哪来那么多借口 就是可惜 你的命 没有你的嘴那么硬 好好好 这等实力 五方神龙法 五个世界的天地之力 这感觉太妙了 虽说五也能做到 但这是那个境界的 随手移民 可见之强 刚才命运所说 主角怎么嘎都嘎不掉 这算不算也是那个境界的奥义呢 大断食 俺老孙有一句祝福也语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烂肚子里吧 我小 我大断食 就喜欢你们想弄我 又弄不掉的样子 害出这老灯 居然敢困住你十号爷爷 这地方别的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字 跟龟壳一样 单纯的就是出不去 估计他也知道奈何不了我们 于是用这样的办法恶心我们 有什么办法冲出这里吗 光 没有 但我先奉一条准则 力量至高 以绝对的力量打破这里 就一定能冲出去 如果打不破 就只能说明力量不够 真是可恶 如此伤势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恢复过来 必须去吸收一些世界之力 加快恢复才行 然后再去找那位大人 我们走 看样子应该是出来了 只是这地上怎么会有朵花 算了 不管了 看起来也像个宝贝 拿走拿走 走走走 我带你们去花果山吃桃 该死 我命运从未如此倒霉过 刚才那光束到底是什么 竟然一下把我给忙了 若非我留下一点本源 在混沌之中 作为最后的退路 我就已经陨落了 瞧瞧 本老祖看到了谁 居然这么狼狈 如此的实力差距 还有必要打吗 不妨我们合作共赢 荒业 你们重新回到我这边 其他人加入我 如何 不可能 你是那诡异的源头 唯有消灭你 这诛天万界 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 你们对上我 并没有获胜的希望 做者敬 可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哪怕你们超越大道 超越所有世界的极限 大人 我感应到 我在洪荒里的残念 即将苏醒出世 我可以直接入侵里面 肯挺大人允许 去吧 这里就让我继续玩玩 洪荒里的 还是交给他们吧 我们能做的 只有守住这里 他把自在 我有一只 科幻万物 搞定 收工 你们接着浪 有意思 这大钻石 居然连我都看不透 居然能让你们合体 这力量 恐怕不是一加一 那么简单吧 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挪里巴缩的 虽然合体 让本大爷很不爽 但是 能揍你这红毛 也不是不可以 看见 我靠 斜剑仙 你就不能优雅一下吗 我叶凡 怎么就跟你合体了 你个疯子 不错 能让我正式几分了 哎 别转了 别转了 要晕了 斜剑仙 你个猴子 能不能在远处放大招 为什么非要肉搏呢 这家伙 皮硬得很 我不管 你爷爷 我就是要跟他当 看我不把他的脑袋敲烂 他样子不得不认真一点 忽然 真可能因弓里翻船 你们合体二人的实力 合体之后 已经能威胁到我了 好一个元昊 明天见 我也不能落后了 这样打他 有个屁用 要我说还是得近战弄他 进战吧 那就试试我的新武器 武功再高 也怕电锯 频道看着玩意 怎么有点失语 鹿鸦道人见过猴哥 见过圣僧 还有几位道友 鹿鸦 你怎么在这里 我心生感应 我突破会员大罗的契机 就在你们的西游路上 顾前来看看 我火之魔神终于出来了 掌握火之法则的混沌魔神 原来如此 只要将你吸收了 我便可以踏入 会员大罗之境 而我在天庭任职 所赚取的香火功德 已经将我巫妖亮节 埋下的因果偿还的差不多了 看来今日就是我正道之时 父亲 您看到了吗 孩儿马上就要出现 我金屋一族的威名了 这是我金屋一族的气息 难不成还有金屋存在一日 师父 我要去看看 很快就回来 大言不惨 就凭你一个矛头想 地火九旋变 第八变 神魔变 跟我玩火 你配吗 我金屋一族 还轮不到你来指教 天道之力 东方 可恶 你们以多打扫 还偷袭 要不要脸 偷袭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袭 我金屋 两个单挑你一个 没毛病吧 您是 我叔父 你还活着 我是小石啊 原来是小石 好啊好啊 今日是你的主场 也是时候让世人 重新见识一下 我金屋一族的威名 混员合落大阵 好好好 混员大罗 想不到 你竟然靠自己的能力 孤魄的混员大罗 叔父 当年也是侥幸 狗活了下来罢了 如今 我还有钥匙在身 等我忙完 我们再续旧 相信大哥 看到如今的你 一定会为你自豪的 只是我们当年 都选错了路罢了 小石 你比我们幸运 老沙 你怎么会这样 你等着 俺这就来救你 别过来 这八百流沙界 三千弱水深 鹅毛飘不起 炉花定底沉 汹涌无比 另外还有水之混沌魔神 在这之上再下静置 河水之上 已经不能遇空 若是遇空 必定会掉进 这被弱水感染的流沙河 九死一生 他说的不错 这里已经是我水秒的主场 我的领地 可恶 你怎么会提前苏醒 按道理 不是应该等我们过了这一难 你才会苏醒的吗 记住你这骄傲不驯的样子 我再让你嚣张一下 这还得感谢这流沙河 还有这弱水三千 水则万物 修炼水之法则的我 这弱水对我来说 就是大补之物 所以我才得意苏醒 背后带两条烂鱼的臭小子 说的就是你 这里我能感觉的出来 也就你有几分实力 我给你一个机会 打赢我 我就放了他们 输了 你们全部都被我吞噬 你要是这么说 那俺老孙就有点迫不及待的 等你来吞噬俺们了 小子 我让你先出一招 免得你说我在我的竹场里欺负你 那可太谢谢你了 其实我的准头不是很好 要不你再多做一次好人 站着不动让我打 也不是不行 我 你能飞 你居然能无视我的劲致 我敲 老六 我好像也没说过我不能飞吧 更何况你这静置只对修为比你低的有用 而我刚好比你高那么一丢丢 我真是服了你们这些老六 早知道我就躲着河里去了 这样就算修为比我高 你也奈何不了 是你自己非要装杯的 怪我了 多谢相救 老沙 怎么样还好吧 还陨落不了 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他也就只是折磨我取乐 并没有搞我的打算 那我们就休息几天再继续上路吧 你们几个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炸天叫怎么出来 你们这些玩意 他们都要打到家里来了 你们还跟缩头乌龟一样 要我说 你们就应该都冲出去 让我一个人守家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 我可是教主 我不允许你们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师父 你还好意思说 他们都是冲着你来的 我们好歹给他们留了一针一线 你倒好 一针一线都不留 他们不追你追谁 我不管 我是教主 那你们都要保护我 键盘侠 一个寒假产 给本老堵出来 今天老子带了几百号人过来 非要把你揍一顿不可 别以为你躲在这武装怪里就没事了 今天我带了几十个准圣过来 我就不信 轰不掉你们这龟客 哪个混蛋 连我家攻击都不放过 哪个死 我留着过连小警服阻力 你这算什么 那会我还在上厕所 这家伙把老子的直径给顺走了 害得老子在里面躲了三百年不敢出来 别说了 都给本老祖上一起通手 不要慌 我这阵法可是连接了帝叔 除非圣人五重天以上 并且用功德之力抵消 因果方可破掉 只是这样下去 咱们不要面子的嘛 明和老哥 你好歹是圣人啊 他们也就准圣 怕个屁啊 你没看到他们 人多事重吗 我小明明身的师父真传 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还没大佬罩着 我害怕 菩提老灯 我小明明警告你 不然我要喊我 十号大佬来了 你知不知道 我曾经还打过天道一巴掌 你不要逼我发飙 你不要逼我发飙 发飙 你也陪发飙 这么多年了 还是个地道圣人一重天 这圣位给你 简直就是浪费 有请圣人 完了完了 咱们乍天交 这回真的完了 都怪你们师徒两个 空有实力 就是不出手 这不能怪我 小明明好吧 咱的设定就是 对面人多 不能后背没大佬 不能嚣张 要是对面 只有一两个 我小明明 必定以雷霆之势 灭掉他们 那个 俺老孙看到你们 好像遇到困难了 需要帮忙吗 太需要了猴哥 那几个人一点都不靠谱 关键是后送的很 猴哥 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为啥俺感觉 你们两个对俺不怀好意 别会呢 我黑云 可是老好人啊 算了 看你们也不着急的样子 似乎是有办法 那我就不直接解决他们了 就帮你们挡住就好了 剩下的交给你们 阁下是谁 一个不出名的伞修罢了 你们的事 我不插手 过一会 你们自己解决 哈哈 骨体老灯 你过来撒 打我撒 你个聪包 快快快 超家伙 趁他不敢动手 给他致命一击 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 频道有一种忍不住 想冲上去弄他们的冲动 你们两个带俺老孙 来这里做什么 当然是让你推到 这人生果树了 然后再由我黑云 把他救活 这可是妥妥的功德啊 然后功德一到仗 我个黑云便可以用之前攒下的功德历史 成就地道圣人果位 以后 洪荒我哥俩就是横着走的存在 帮你们推倒只是小事一桩 但是俺老孙有个问题哈 为什么这人生果树 一棵人生果都没有 说到这个 这还得怪剑盘侠教主 反来是想给猴哥你留几个的 结果全被他拿走 说是要留着给元兄当彩礼 你知道的 咱拦不住他 但算是重新认识到你们炸天叫了 自己人都不放过 地道在上 今日我振元子功德圆满 以混元金鲜圆满之进地道 以无冰兵功德之力 正义地道圣人之位 望地道准许 你这家伙怎么又自己冒出来了 观众老爷说有一两天没看到我了 作为关爱粉丝的慌 必须冒个泡 这绝对不是我要水饰瓶 要抢镜头哈 巫神大人 你也在啊 没错 我来抢镜头 啊不对 你们就当我不存在 该干嘛干嘛 不用管我 你是好土娘娘吧 不错你是巫神大人的朋友 叫我后土就好 等红云 这原子真道成功 我地道圣人之位便圆满了 靠你个后土妹妹 居然不能你哥哥我 怎么我都会圆大罗了 还是地道圣人 跟你差不多 速度还追不上你 哦 等等 这个伟案的背影 哈哈 巫神大人 我朱龙好想你 朱龙啊 你好歹也是圣人了 能不能有点圣人的样子 不能 我朱龙一看到巫神大人 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洪荒 我毁灭又回来了 带着超越巅峰力量的我 回来了 哦 我看到了 然后呢 你要做什么 哈哈 有巫神大人在 这安全感 还是这么充足 我朱龙一点都不带荒的 你这家伙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混沌边界那边 被我家大人暴打的吗 对啊 十号在混沌边界 关我慌天地什么事 我明白了 这是你的分身吧 想必没多少力量 你若是本体 那混沌边界的你们 可要失手了 所以今天 我说的 我要打十个 哈哈 还能这么玩 果然如我所想的一般 这下就算红军的老东西来 也奈何不了我 好嚣张的家伙 你怕是不知道我家巫神大人的厉害 那啥 猴哥 这巫神大人能不能借我朱龙玩玩 你小子 俺感觉这胡荒里的人都被教坏了 不过 俺喜欢 给你 哈哈 巫神大人在手 洪荒我有小小杂鸡 让你见识一下你朱龙爷爷的厉害 我猩猩的叉叉 这不是分身吗 怎么可能用来打伤我 还有 为何我感觉 这一幕似曾相识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 爽 太爽了 我跟巫神大人的配合简直天影无缝 艺术 太艺术了 也就巫神大人惯着你 要是我 绝对把你先打一顿再说 没错 朱龙你这么多年肯定偷懒了 在使用我的情况下 还只是把他打伤 而不是消灭他 后面你就跟着我吧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提升一下修为 不要啊 巫神大人 我朱龙一直在努力修炼 努力工作赚功德 从来没有偷懒啊 是这个家伙皮太厚了 这不能怪我啊 找废话 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 哈哈 混元大罗五重天的实力 根基还如此扎实 果然选择后继伯发是正确的 我黑云努力这么久 终于踏入混元之境 还成就了圣人 以后我看谁不顺眼 直接上去给两个大杯兜子 既然地道圣人归位 那就集合所有地道圣人 先提升加固一下洪荒本源 升华洪荒部分 届时你们的整体实力还能再提升不少 是 巫神大人 所有地道圣人归位 集合功德之力 升华加固洪荒 地道圣人禁属归位 我人道还差一半之多 紫兰 你要努力了 我知道 你挖娘呢 也为了可以跟悟空一直在一起 那我便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这是后世之人的纯净愿力 承圣不一定需要功德之力 这愿力承圣也是可以的 这愿力乃是上一季紫霞承圣所留 一直没练花 如今正好派上用场 小投资 大回报 这洪荒升华之后 所回馈的肯定比这愿力还要多 竟然还有这种承圣之法 这愿力虽然比不上功德 但是对子兰来说正好够用 多谢飞与师叔 子兰还不快多谢师叔组 多谢师叔组 喂 他跑了 俺们不追吗 不追 有什么好追的 洪荒已经升华了部分 九位地道圣人在天外天节镇升华着洪荒 现在他们九人合力一击 已经能打伤我肉身的一点皮了 按照这个标准 已经能灭嘎着毁灭魔神了 他跑不掉 真是可恶 洪荒居然升华了部分 光凭我一个人 已经吞噬不了洪荒了 必须回去告诉红毛大人 加快边界的进攻 不然真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老子打不过你们 还跑不掉吗 洪荒升华了部分 我们的实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想好 我小明明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小明明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 随手一击竟然打退了一个混沌魔神 恐怖如斯 有人在背后罩着的感觉 就是好随便浪 给我滚开 你个磕裂飞 怕你不成 暴气谁不会 我如今这实力 混远 无几金钱 不愧是我小明明 就算不修炼 修为还不是分分钟的提升 躺赢的感觉 真爽 我敲 怎么是个人都能打通我 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我好歹是混沌魔神啊 什么面子 你的面子几个钱 有我小明明 装可爱值钱吗 就是就是 是谁前面说要打十个的 现在连一个都打不过 我要是你直接自爆的了 都不起这个人 可恶啊 我毁灭魔神 从未如此憋屈过 是你们逼我的 都给我陨落吧 全途大招 毁灭安魂群 大家不要慌 区区一个大招而已 前摇那么大 我小明明就告诉你 什么叫打断技能 大碗 收工 可恶的键盘侠 如此嘲讽我 频道忍不住了 来来来 主体老灯 我小明明这次 就站在这里让你打 你过来撒 我敲 就一会功夫 就天道极了 我星星个叉叉 12346789 九个天道极 会员无极尽先 前面几集 就是你在欺负我扎天骄 现在风水轮流转 到我们了 独体老灯 我就站在你面前 来 打我 你敢动吗 无定风波 来来来 咱们清算一下 前面你躲我们的因果 你 你们想做什么 我 我警告你们 本体 本尊 救命啊 何人敢欺负我的三世 独体 你自求多谱 此事 跟我可提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他自作主张 我善事叫提谱 不叫独体 本尊 你怎么能这样 好了 现在就剩你跟我们了 我们诈天骄 从来有仇丧天报 放心 我们不会让你 很快啥的 我白小纯重情重义 红毛那非主流 一看就是超级大反派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欺负我的朋友 想不到小活活 从无尽言喻那 消失了这么久 是来到了这里 如此机缘 竟被他抢先了 导致如今的我修为 追不上他了 不过 好在 他被封号了 机缘与危险并存 到了混沌边界可要小心 几位也是要前往混沌边界吗 不妨一起 巫神大人 你等等我 怎么样 祝容 有没有感觉 现在的你比之前更强了 巫神大人 咱就是说 下次能不能轻一点 我都会员无极惊险了 怎么陪你轻轻的打一拳 还是这么痛啊 那只能说明你的肉身还不够强 还需要多多挨揍 大摩 等晚上睡觉 我给你量身定制一个训练计划 保证让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怎么样 祝容看我多观照你 容容稀利苦 但是巫神大人的爱 我祝容无法拒绝 哟 有个落单少女 八戒 你的最爱 猴哥 不要瞎说 我现在心里就只有翠翠一个人 几位长老 奴家跟家里人走散了 能不能帮我找到他们 人家一个人害怕 这位姑娘原来是跟家里走散了 怪可怜的 这位长老高僧 可以帮帮人家吗 当然可以了 就由贫僧来送你上路 可恶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想不到 你竟然有精先的修为 我这幻化之术 就算是准圣 没有一点特殊手段 也绝无可能看破 拜托 不要把人当成傻子好吗 首先第一点 这里是什么地方 荒山野岭的 本就毫无人烟 竟然有如此漂亮的小姐姐 在这里跟家里走散了 这就十分可疑 第二点 贫僧的猴哥 与两位徒弟皆是妖怪 而你不但不害怕 反而向我们求助 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感情 除非你也是妖怪 只是你这跟此地无垠三百两有何区别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贫僧在凡间的体格 已经算是健壮高大的了 这荒山野岭 居然还有一个妙龄少女 长得比我高 比我大 这合理吗 虽然外表上看一点 过战都没有 但你好歹把你作为妖怪的体格换下 我就不信真有人那么蠢 会相信你这个妖怪 奇怪 贫僧怎么会有一种自己骂自己的感觉 好 好 我们继续上路 你们两个把我当假人练习脸招呢 叶凡三脚杀 是不是很异数 最后那一下印记居然没能把你报告 真是可惜了 你们两个只是有实力 比我抗衡一二 只要你们还没达到那个境界 达到最后 依然还是你们版 只要把你拖住 拖得越久 我们胜利的希望就会越大 叶黑你小子 让你耍了一次 现在该你协剑仙爷爷了 把身体控制权交给我 表 我教你一张 你敢答应吗 俺不敢 要不你喊他们几个试试 这可是太上老君的紫金红葫芦 看谁 谁答应 谁便傻被装进去 俺老猪也不敢 这不就是太上师祖身边的两个童子吗 别以为换了身马甲 我就不认识了 猴哥跟八戒都不敢 我也不敢 俺弟 他们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怎么办 大哥 老爷给我们剧本里也没写啊 只是说让我们按剧本来 不就是被喊一声吗 有何不敢 我唐三藏一路上降妖除魔 最看不得有妖怪在我面前兴风作浪 你们都闪开 让贫僧来对付这两个妖怪 来 贫僧就站在你面前 你尽管喊 贫僧有好生之德 看你两十分智慧的样子 就让你们多活几秒 喊完之后 贫僧就要动手了 飘了 绝对是飘了 这唐三藏上一集智商高达250 这一集怎么突然降致了 好宝贝啊 这红葫芦一看就很好玩的样子 太好了 按照剧本来 我就会怎么继续演下去了 不要 唐三藏 快到葫芦里来 贫僧在 好了 你们该上路了 我敲 这是什么法宝 太好了 师父终于被抓走了 我也能喊出西游里的第一句经典台词了 好了 师父没了 可以分东西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了 喊个名字就能把人装进去 好特殊的功能 让我来玩玩 居然有人自己送上门来 快说 你叫什么名字 当你紧叫大王 我把你装进去 我叫荒 快喊我 好奇怪的名字 荒 我叫你医生 你敢答应吗 荒天帝在此 这也太简单了吧 不愧是我充满智慧的金角大王 天赋一饼 你不是被我装进葫芦里了吗 怎么跑出来了 刚才被你装进去的是荒 我叫十号 你可不要瞎说 哦 原来如此 我就说我如此智慧 怎么会失手 十号 我叫你医生 你敢答应吗 你十号爸爸在此 怎么又猫出来一个 你又是谁 我叫最爱喝兽奶 大哥 有点不对劲 我感觉刚才的几个人 都是同一个人 生意一模一样 有吗 可是他们名字都不一样 一个叫黄 一个叫十号 现在这个叫最爱喝兽奶 哪有人这么乱给自己起名字的 就是就是 我们明明是三个人 你们不要睁着眼睛瞎说 我一直以来都叫最爱喝兽奶 什么时候 什么慌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 你们两个这么智慧 醒目 怎么会分不出 我们到底是三个人 还是一个人呢 谁能骗得了你们 有道理 大哥 直接喊他 好嘞 最爱喝兽奶 我教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我不敢 糟糕 二弟 我们遇到强敌了 这人比我们还要智慧 他不答应怎么办 咱们装不进去啊 大哥 我也不知道啊 难怪老爷让我们下来后要小心 居然有如此强制 玩得差不多了 你们喊了这么多次 该我喊了 金角银角 我叫你们一声 你敢答应吗 我们不敢 话说 你怎么也有一个 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葫芦 老爷应该就一个而已啊 那是因为你手里的葫芦是母的 我这个是公的 母的葫芦只能要人答应才能装人 而我这个只需要喊一下人 无需你们答不答应都能装 那岂不是说我们跑不掉了 宝贝是好宝贝 就是智商有点抓紧 把人装进去也不知道盖好盖 统统收走 都是我 荒天地前辈 金角银角已被你们收服 此难已经过了 还劳烦前辈将他们交还给平道 他俩是我的看炉虫子 至于那几件法宝 怎么 进了我的口袋 你还想要回去 这倒是不敢 这几件法宝 就当平道送给前辈的了 还有本尊说过 一定要找机会 多谢前辈 你们祝原始复活 只是这两虫子 待在我身边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倒是失去 那他们我就还给你了 只是你回头多教教他们 不能只让他们帮你看炉虫啊 这点子智慧 以后怎么出来混涉 前辈教训的是 多谢前辈 我光明终于出来了 光明 快来救你的好兄弟我 我是黑暗啊 咦 人呐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被那个光明魔神救走了吧 祝容 你看那边 我的好兄弟黑暗 你怎么被他们抓住 凭你的能力应该不至于啊 此事说来话长 我刚一出场 还没搞清楚状况 反应过来 那个头顶火烧的 跟个二百五一样的斗杯 飞过来把我砸倒了 你诸容也有我未卜先知 提前预判 然后再趁势拿下 怎么样厉害吧 我日盼你 你分明就是被人打飞过来 顺带把我撞了 巫神大人 停停停 别打了 这也太疼了 完了 巫神大人这一撞 我祝容也不知道要飞多久 才能停下来 真是装一次杯 就要挨打好几集 太悲催了 我敲 我黑暗刚出来 一句话都没说 至于一上来就碰瓷我吗 居然还有意外之喜 我果然是拥有主角光环之人 之后他们就把我给抓住了 可恶的混蛋 居然让我这么没有面子 差点刚出场就领饭和光明 直接用那一招 我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黑暗 你认真的吗 这大庭广众的 我有点害羞 有什么招式尽管使出来 你害羞个屁 以前晚上的时候比我还主动 别废话了 赶紧的 好吧 你注意动作轻一点 我怕痛 我地宝 委屈你了 回头我再好好的补偿你 光明的极致便是黑暗 黑暗的镜头便是光明 神魂融合计 光暗交汇 两级混元领域 在这领域下 就算是盘古 想要挣脱 也要花费不少的力气 接下来 就送你们上路吧 终于炼制好了 超级紫金 强行降制葫芦 黑暗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我不敢 你真以为我像那两个弱智一样纯吗 想把我装进去 做梦吧 不好意思 我可不管你答不答应给我降制吧 乖儿子 叫爸爸 爸爸 很好 把你的技能全部解除了 真乖 接下来 你就进这个葫芦里面待着吧 爸爸 最后再把盖子盖上 这样谁都跑不出来 乌审大人 就是牛 有你们两个家伙在 相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这里不远处是那个地方 俺老孙有点事情 暂时离队几天 姐姐 那只臭蟑螂 都打到我们图山家门口 已经一点不着急 不生气吗 要是我 非要把他拉来 吊起来打上三天 再临时处死 牙牙 好了 你也知道 我们妖族与人类的关系 自从上古突兀剑一战之后 就愈发恶劣 纵使我们有心 但力量不够 也不是我们三言两语 能解释清楚的 而且 我也相信 他不会害我 可恶 那混蛋到底的姐姐 你灌了什么迷魂套 牙牙子 他与我们相处这么久 从小更在我们身边长大 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运气 是啊 尽管他如今向我们发难 但他始终没有伤害过一个善良的妖怪 这情元术是连接妖与人和平相处的希望 雅雅 若是我遭遇不测 记得带我守护好他 嘿嘿嘿嘿 姐姐你瞎说什么 你这么强 怎么会打不赢那个臭蟑螂 又怎么会凉凉 突散的大药 今日就是你们灭伞之日 还不快土来寿死 嘿 我这暴脾气 到门的人 怎么这么嚣张 今日 我定要为我报仇 门祖 还请下令 让我们共拿突散 屠山之王都还没出现 你急什么 等他们出来再说 直接攻打没有任何意义 这屠山宝兰 这铁铁剑尽速的妖怪 他诱惑我等人类境界 攻击奴隶 贪害 死等剧面 因人的而阻止 可怜无二年用 不实这三界嫌恶 废他们 废他们 你这地中海的老头 瞎说什么 你儿头七前后半年 我们皆在屠山里 没有丝毫外出 就凭你一张嘴 也敢污蔑我们 既然您做 不是你们做的 那为何在我儿的三藏 发现你们 突散忽悠的气息 与皮毛残留 如今还在左边 近日 我便杀了你们 好几点我儿的 在天之灵 怕你不成 今日 有一个算一个 我雅雅都要把你们 通通做趴陷 你不拦着吗 等会真打得 毫无挽留的地步 说不定真要被她得逞了 无妨 雅雅姐心里有气 就让她发现一下吧 更何况这老灯 也不是什么好人 背地里做的那些事 奈何没有证据而已 雅雅还是这么冲动 雅雅姐姐 你终于来了 月月等你好久了呢 涂擅之主 已终于现身了 今日我到蒙齐聚在此 就是为这天下 好多功夫 我的规矩 想必你们都知道吧 验过拔毛 瘦走流皮 既然你们敢打上来 那就都留下来吧 相比于上一次见到她 她的实力 似乎又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这应该算都到齐了吧 当然 应该还有一个 躲在这里的某处 手段相当可以 俺居然感应不到 不过 只要你敢现身 让俺感应一次 之后 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 俺也能找到你 盟主 还想出手 将屠山之主托住 让我等进攻屠山 雅仙姐姐 这里人太多了 我有点害羞 不如咱俩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切脱一下 你知道的 你这纯治天火 对我无用 正是因为对你无用 所有我才只使用它 要先姐姐 咱们换一个地方打吧 你会记得把我打采一点 就像以前我犯错 惹你生气的时候 哎呀呀 打是亲 骂是爱呀 居然在我面前嗅起了 很好 盟主已经出手 盟主宗人听力 全体进攻屠山 盟主宗人听力 华杨排斗 你生做什么 竟然对自己人出手 难不成你想叛递 帮助摇拐不成 盟主有令 等他与屠山之主分出胜负 违抗命令 越过此戒者斩 不会是天地一剑黄泉剑 隐生生将刺分成两边 不过 你就一个人凭什么拦住我们这么多人 人与妖之间已经势不两立 盗蒙众美 皆是带着仇恨而已 我来拦住黄泉剑 想为自己的至亲报仇的 就趁现在 那便试试 看你能拦住我多久 看来有人已经坐不住 传闻屠山三当家荣荣 魔化无双凭借着这一款绝天下的智慧 让屠山一举成为妖族领袖之一 小女子不上武力 想要在妖族里站稳脚跟 也只有靠那不入流的小手段吧 神香道人 怕不会想对我这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妖怪发难吧 好一个不上武力 好一个手无腹肌之力 能当上这屠山三当家的 尤其是泛泛之辈 我从始至终都间隙一个道理 迷迷眼的 从来都是最可怕的那一个 试试 你既想试试便接我几掌吧 而我也只会长法 屠山三当家 果然名不虚传 风头都让你出境了 我这本来骨头 怎么说这等大事 我前旋上人也得录两招 免得世人都忘记我了 我有一掌 明望月 九宫八卦 钱卦 前自决 果然 咪咪咪眼的 往往是最可怕的一个 既探出我的实力 便退下 保留一点实力吧 看来这里已经稳住 敢该去情缘树那里了 你这家伙果然很有品味 这温泉果然很舒适 那是 猴咪咪 我跟你讲 在享受这一块 我原始可是相当的有研究 在这屠山里 就这个泡温泉 可谓是一绝 别地方还真就比不上这里 难得路过 当然要来享受一下了 多谢公子夸奖 可还需要加点时间 或者需要什么别的服务吗 嗯 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记一下时间 让我徒弟们泡个够 等结束了我们再一起结账 然后再把你们屠山的 一些招牌美食通通端过来 好的 公子 这外面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还这么激烈 也就是盗蒙的人打上来了 说我们妖族作恶多端 准备将我们屠山一举歼灭 我敲 一气盗蒙 攻打屠山 你们屠山现在的老大 不会叫红红吧 是啊 怎么了 公子你认识 这红荒真被玩坏了 这都可以 徒弟们 我们走 来活了 我到门该清理一下 心术不正之人了 感应如此强烈 是什么在指引着我前往 你可终于出现 就是你挑起人类 与妖族之间的矛盾吧 本来在女娲娘娘的调解下 我们妖族与人类开始逐渐相融 和平共处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族之间逐渐重新仇视起来 甚至开始超过上古屋妖亮节之时 你这么做 到底是为什么 怎么 你们如此大费周章引我出来 还猜不到吗 难不成你的目标 是这情元术 只是你要它做什么 我们涂山狐妖 皆是用它的愿力来修炼 你讲它吞噬 岂不是断了你的修炼之路 有句话叫做 不成圣 中围蝼蚁 随着修为的不断提高 可恶 你这修为不对劲 肉身怎么会这么强 我话都还没说完呢 你就这么着急上来送咖吗 不行就退下 这老妖婆已经是准圣 光凭你的纯至天火 已经无法克制它了 不错 有本事 你们就一起出手对付我 不然一对一 你们可没有胜算 鼠中枯骨 也敢与浩月争辉 就你是准圣吗 就这 还不够 岳出 你不动手吗 只要除掉我 你们便成功了 奇怪 他好像在故意引诱我动手 但他说的不错 只要除掉它 一切阴谋不攻自破 机会只有一次 拼了 纯至天火 以身化火 出尽天下一切邪碎 你们终于一起出手了 我也终于可以 到来物 花果香 定海一半万腰巢 可恶 是谁坏我好事 就差一点 就能将你们两个困住灭掉 花果山 齐天大圣 多谢道友相助 原来是花果山的齐天大圣 当年大闹天宫一战 名声直接响彻妖族 打得佛门不敢与之为敌 不过花果山一直不介入 任何洪荒势力之中 你不也是在西游 今日怎么有空来此插手闲事 心生感应 这里有一桩属于 俺老孙的机缘 机缘 怕不是也是为这情愿输而来吧 本来这阵法 是我留给月初跟洪洪二人的 今日却是要留给自己 不过也无所谓了 结局一样 过程并不重要 混缘困天阵 不好 混缘困天阵 带着混缘二字 此阵不简单 不错 此阵若是没有圣人的修为 绝无可能打破 你们就在外面看着我 将这情愿输的愿力 统统吸收了吧 待我吸收之后 我便是这红荒里 独一无二 愿力成圣的圣人 什么 愿力成圣 怎么会有这种成圣之法 当年道祖 不是说成圣之法 只有三种吗 那是我偶然看到的一段前任留下的话 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也来到了这里 不过看起来少了一道神韵 二位 把你们的力量借给俺 看俺不打破你这龟壳 敢打拦老孙女人的主意 找咖 斗战圣法 混沌魔猿法像 东海外 水连中 齐天比高仙折腰 没用的 你终究不是圣人 这阵法你们打不破 圣人而已 不过而而 俺老孙修的是混元 尽管此时的俺还只是大罗 当然能爆发会员大罗一击 破你这龟壳 足够了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不行 我要加快吸收 看你先破掉我这阵法 还是我先吸收了这股怨力 太好了 成功了 应该还没有 有烟无伤的定律还在 你没看到那一团烟雾吗 可恶 应该是晚了 我终于成就圣人 终于不再是蝼蚁了 区区大罗 也敢对圣人动手 得斩 你这蝼蚁竟然能集合三人之力 与我抗衡 你虽是圣人一重天 但你的本质还是准圣 你并没有得到人道的认可 愿力成圣 虽比不上功德成圣 但也不会弱到你这样的地步 但我终于还是圣人 我比你们都要强 可恶 但凡再给俺多一点时间 让俺达到混元金仙 对付你一个借助外力的 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 本来不想用它的 会让俺产生依赖 对修行不利 但是现在看来没办法了 我看谁敢欺负我家猴子 刚才就是你打我的猴子的事吧 是我 小妹妹 你想给她报仇 先颠量一下自己 我可是圣人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攻击对你无效 你 你 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的力量会自动流向你 快放开我 可恶 就让俺老孙来解释吧 因为你使用的这股怨力 从始至终都是属于子兰的 你用他主人的力量来攻击他的主人 你觉得会有用吗 那道散发的圣威的身影是你 不 这不可能 虽然我还是有点猛 但是 你欺负我的猴子 那就绝对不允许 给我消失吧 不 我的力量 这是我的力量 我是圣人 人道在上 今日紫兰集天下愿力 顺应人心与人道 正人道圣人之位 望人道允许 准 紫兰 恭喜你 你说我该喊你至尊宝 还是抽猴子呢 胆翘 不会吧 你是紫兰还是紫霞 这个时间段 能知道至尊宝这马甲的 也只有紫霞了 一或者两者都是呢 这一是我还是紫兰 不过刚才在融合愿力的时候 我看到了紫霞的记忆 抽猴子 你看看这个 猴哥 惊不惊喜 意浮意外 又是本大钻石 搞的事情 俺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 立正报数 智慧一号 智慧二号 智慧三号 智慧四号 智慧五号 很好 在我杜容的训练下 你们果然变得更智慧了 八戒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怎么会如此的炎热这里 应该是到火焰山了吧 只是猴哥他又没有打翻八卦炉 形成不了火焰山啊 难不成是师祖强行打翻的 只是这样说不通啊 这里热是热 但是达不到八卦炉火的标准 你这胖猪头什么意思 什么叫打不到八卦炉的标准 你的意思是在说我虚无吞颜的火 比不上八卦炉的火了 知道我是谁吧 大名鼎鼎的凡竹仔 虚无吞颜 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我警告你 不要把你的脏手指着我的鼻孔 信不信我直接召唤弱水 把你的这团烂火给灭了 我就指着了 怎么了 你这猪头敢说我的火弱压屎了你 看来这里的火 是这脚虚无吞颜的弄出来的 这是来火了 朱容别玩了 来干活 这里是你的主场 好嘞 巫审大人 这小小的火焰 也敢在你朱容爷爷面前造势 那个猪头 八卦队 八卦 我来帮你 哪个寒家产的 我拖起你朱容爷 本帝 魂天帝 我盯你们很久了 叫那个侥幸摔崽消火火出来 多谢款待 你这火烧糖果味道不错 你刚才说你要找谁 我卡 差点忘记这个家伙了 能让红毛大人如此重视 如此能量的攻击 说吞就吞 绝对不能跟他对上 我要找消火火 我要跟他单挑 这是我跟他两个人的恩怨 真难忍 就跟我来一场一对一的决斗 你这家伙居然敢露出我炸天椒的专属表情 真是火你没了 朱容别冲动 这家伙要找消火火 一会咱们就看戏 吃火锅 看在你给了我一顿大餐的份上 我帮你呼叫一下 喂 谁啊 不知道我在忙吗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 你十号爸爸我 话说你怎么一副要虚脱的样子 滚犊子 你才虚了 我消火火还能大战三百回合 说吧 找我什么事情 给你一个出场装飞的机会 你要不要 那必须的 不过您哪有那么好心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炼制的丹药 我要十吨 再见 你自己解决吧 那家伙叫魂天地 算你狠 我马上来 那个谁 消火火说马上到 你等着吧 朱容去 洗锅 抓点野味回来 是 巫审大人 你小子就让你多活一会 那我便再次等着他 过分 太过分了 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已经不亚于元凶 疯狂刀人的地步了 没错 经过教主你这么一说 我也发现了 咱们炸天教的宗旨是什么 搞事情这么多集了 咱们一点事没搞 还被人堵在家里面 不敢出现 是时候 让这洪荒里的人 重新感受一下 我们炸天教的厉害了 说吧 咱们该怎么做 我制定了一个 西游强劲计划 咱们只需要 按照上面的来做 把西游81难后面的劫难 通通扫除 由我炸天教 接手代替 这样不仅能够增加 咱们炸天教的知名度 强劲头 坑队友 还能白嫖功德 再狠狠地坑一把脱门 妙实在是太妙了 那是我小健健 岂是一般人 高是不分敌和友 快乐一秒是一秒 别人难受 等于我快乐 红帝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跟你讲了 这跑乳猪可没有你的份 没事没事 频道在紫霄宫感应到西游巨大变数 特地前来看看 浩哥你吃 你吃 不用管我 你红帝 我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 有你在谁敢 要不是这变数比你这个还要的 我也不至于亲自起来 你这烂火 有几分本事 看着 可恶 这萧活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 下面的人都把我当空气了 可恶 我魂天帝 不要面子的了 让你久等了 魂天帝 你还真是老样子 一点没变 这次 我看你拿什么来挡我 封印了我这么多年 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无尽之火 天无号令 天地万火 归位 火之法则 炎之法则 又是这一招 同样的招数 对我 不用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场面有点学习 对付你 足够了 我来到这里这么久 修炼可没有停下 哥哥 你在哪 小五找不到你了 咱们这么伪装隐蔽 真的可以吗 我感觉太明显了 你就放120个心 有道是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更何况 小三子的兔子 这么漂亮 那家伙一出现 肯定被这兔子 迷得看不到我们 在这方面 我的小五可谓堪称大师级 看他表演 就好了 嘘 人好像来了 多漂亮的小兔子啊 怎么就哭了呢 有什么事情 跟叔叔说 叔叔帮你解决 兔兔跟哥哥走散了 兔兔害怕 叔叔可以帮我找哥哥吗 当然可以了 这里可是我黄梅大王的地方 找一个人而已 简简单单 这枚妒忌真的可以 居然真看不到我们 兔兔乖 跟叔叔走 叔叔帮你找哥哥 叔叔家里还有很多棒棒糖 那叔叔可要照顾好兔兔哦 必须的必须的 叔叔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兔兔了 第二魂迹 魅惑 在靠近 好啊好啊 第一魂迹 邀功 我敲 这一脚 踢这么脆弱的地方 哪个男的受得了 小三子 我敢说 你绝对是一个盘耳朵 那你们也太不了解小五了 就这已经算很轻的了 要是那招用出来 你说的 不会是爆砂八段摔吧 瞬移 邀功 爆砂八段摔 老板 你这怎么有一个熟了的鸡蛋掉出来 是不是过期 吃不了了 去去去 你个土包子 别瞎说 我这可是正经营业 怎么会卖吃不了的东西 你这家伙 没钱就给我走 各位观众老爷 美女头上一把刀 谨防网络诈骗 提防温柔乡陷阱 关爱自己 关爱自己 越是漂亮的小姐姐 越是会骗人 小五 做得好 讲不到你这么有天赋 你的入教申请 本教主批了 本兔子不过略失小技 你若是没有包藏祸星 又岂会中计 中我技能 既然它已经落了 那咱们乍天 教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妖怪 是福门弥勒福门下的黄梅童子 来着小雷音寺 假冒佛祖 制造劫难 他身上有个金牢 和人种袋 这可是好宝贝啊 这两宝贝 都有什么功能啊 没什么别的功能 金牢能困住人 人种袋 能装人 那好 一会咱们就战了 这小雷音寺 等猴哥他们来了 我们假冒佛祖 用这两宝贝 把猴哥他们装进去 再放出来 再装进去 狠狠地刷他一波功德 哈哈 快说 起用这两法宝的咒语 是什么 妈咪那个豆腐 什么奇怪咒语 妈咪那个豆腐 给我收 好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 等猴哥他们来就好了 小雷音寺 这莫非是我们已经功德圆满 来到西天灵山了 那个键盘侠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什么键盘侠 你不要睁着眼睛说实话 请你闭上眼睛说瞎话 可以吗 我是西天灵山 小雷音寺 键盘佛祖 而等见到我 为何不败 无奈断德佛祖 我是三海佛祖 你们想假冒佛祖 好歹把自己的行头换一下 那个黄梅呢 完了完了 还没开始就露馅了 我小健健 如此完美的演技 怎么会这样 完了 穿帮了 徐小缺 咱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直接动手背 说到底 还是咱们长得太帅了 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 你们几个 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无语跟鄙视 不要以为坐在金脸上 你们就可以假冒光头 后面那个小雷音寺的牌匾 右下角还有乍天两个字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们是乍天叫的是吧 不愧是浩哥跟猴哥 果然好眼力 既然如此 那么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我们乍天叫再次 是为了搞事情 妈咪那个豆腐 功德 好多的功德 妈咪那个豆腐 人种带 给我收 飘了 绝对是飘了 键盘侠 小三子 咱警告你们 赶紧把这破玩意给俺拿走 不然你们几个免不了一顿揍 放心吧 猴哥 我们只是把你们装进去 然后再放出来 再装进去 如此反复 刷点功德 刷点功德而已 我这就把你们放出来 嗯 没错 就刷点功德而已 作为好兄弟 肯定要无私奉献 对对对 你们也不想我一直垫底 丢你们面子吧 让我刷点功德 提升一下修为 键盘侠 还不快把他们放出来 让我们轮流 把他们装进这人种袋里面刷功 我好像忘记了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光问怎么把人收进去 没问怎么把人放出来啊 键盘侠 你认真的吗 别开玩笑啊 喂 会出人命的这样 想我徐小缺一事英明 怎么就跟了你这个坑货猪队友 快想办法 把他们放出来 不然以浩哥的性子 咱们不凉凉 也会没办条命的 哪个混蛋设计的袋子 居然这么坚固 你们两个还不快来帮忙 我要是跑不掉 你们也不别想 洪荒 享受你们最后的安宁吧 我因果即将吞噬了你们 出现了 键盘侠 快啊 那个诸天万界 狩猎者出现了 完了完了 这会玩脱了 浩哥大佬不在 咱们这里 谁打得过他 都怪你 键盘侠 居然是你们几个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上一季剧情 被你们侥幸成功将我打败 这次 我看你们如何打败我 没事 你能有什么事情 咱们这里就你最强 浩哥不在 只能靠你了键盘侠 我不 我小剑剑耸得很 出手条件不成立 我害怕 你们几个 实力是弱了些 不过竟然能挡住我的攻击 倒是有几分本事 不过接下来 你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果 洪荒还轮不到你来赛 平到前段时间感应到的巨大变数 应该就是他们几个其中之一吧 不过看起来他们与浩哥认识 只是这形式作风 有点 有点不堪入误 你是红军 不对 你是他的三师之一 本体不在 就凭你 赵噶 可恶 这里可是洪荒 你怎么可能轻易压制我 因为现在的我有大道极的实力 而你 不过天道极 就算受到洪荒的世界压制又怎么样 你们几个赶紧想办法让浩哥来 我本体不在 打不过他 只能拖住一分 我瞧 这红军算不算洗白弱三分 你好歹是听到啊 浩哥 猴哥 我知道你们能听到 你们从里面肯定能打烂这袋子 快出来救命啊 我就顾你们几个坑队友的 我必须给你们一个教训 放心 有键盘侠在 你们顶多挨一顿打 嘎不掉 除非你们把这些年搜刮的东西给我九成 我勉强考虑一下 九成 那不是要了 我小剑剑的老命吗 我选择被他打一顿 我要钱 不要命 就是嘴硬 我卡 键盘侠 都没到临头了 你还在嘴硬 钱财有生命重要吗 有 正所谓 没队友 不没频道 我小剑剑 皮操肉厚 嘎不掉 你们的话 命硬的话 来是我们 还是乍天叫好队友 跑了一个 不过无所谓 你我已有因果联系 我随时都能抓你回来 红军 该你了 频道真想不通 这几个不靠谱的事 怎么成为比浩哥还要大的变数的 因果来吧 真当频道怕你不成 就这 天道之力不过如此 红军 开天之前你本就不如我 更何况现在 你这么突然来到我面前想做什么 当然是给你一个好宝贝了 好宝贝 什么意思 平白无故给我一块对我无用的灵水 不好 现在才发现 太晚了 因果已成 因果法则 因果代 超级利率 利滚利 放大 可恶 竟然忘记了 这因果能把一个小小的因果 放大到让人无法承受的程度 到底还是距离开天知识过了太久 大意了 解解解 欠下别人高丽因果的感觉不好受吧 我瞧 这不就是妥妥的高利贷吗 我要举报 我猩猩个叉叉 比我这个高科技 放得还要黑 一块零食 就能放大到让人承受不起的地步 黑 太黑了 亏大了 这么大因果 我堂三肠还不起来 都是我在扛 你怎么就还不起 我敲 唐三 你赶紧过来 帮我分担一下 不是我不帮 而是我已经凉凉了 帮不了啊 凉凉了 还能说话 还能这么玩 还好我小剑剑跑得快 不然这个高丽因果 就是我在扛了 不过我小剑剑 重情重义 实在放心不下队友 所以只好躲到一旁 看着队友吃伤害了 哈哈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现在我就是你们的债主 你们的生命全都由我来掌控 我不服 你这是强行放因果 我不同意 所以这合同不成立 我管你同不同意 因果一成 这可由不得你 如今这天下 还有谁能阻挡我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 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 被这高丽因果压扁 第二条 为我做事 偿还因果 可恶 但凡老子的高科技没被封 老子分分钟 兑换神话大罗体验卡 弄掉你这老灯 都怪键盘侠 这大坑货 键盘侠 刚才自己跑掉 丢下你们 长相丑陋 脑子缺一节 做事没有品位的根号三 那个二五仔事故 放心 我很快就让你们重聚 让你们在下面一起游伴 只要见过一面 便有因果 我就能把他拉回来 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 我能感应到与他的一丝因果 但是我却感应不到有他这个人 就 就像不存在的一般 我已是大道级 就算是超越大道的存在 我也只会遭受反噬 不可能像现在这般 要不要这么突然 能不能让我走个流程 你再出现 你刚才说谁 长相丑陋 说谁脑子缺一节 做事没有品位 说的就是你这 让你话多 嚣张 踢到铁板了吧 居然敢惹锦盘侠 敢惹我们乍天叫 赞派梁鱼话多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说吧 你已有曲嘎之道 你想怎么嘎 无尽黎明之中的英魂 请聆听我的召唤 我将赋予你 再一次燃烧的权力 军火箭 剑南独前辈 从黎明的鼠光里 再度现世 随手招来一个气势 如此恐怖的强者 这他到底是谁 校主发飙 天下无敌 千秋万代 一桶洪荒 乍天牛批 这剑盘侠 难得看到他用一次实力 吴竟然从他身上 嗅到了一丝危险 有意思 这召唤出来的大道解抢嘴 恐怕也不简单吧 那家伙境界下 三部曲的最后一位 你也该出场吧 就让我看看 你会翻起什么样的风浪 我不是已经 算了 换我而来 是为何事 剑南独前辈 帮我揍他 他骂我 我小剑剑 将来有仇当场暴 我虽然不善武力 但是我会叫人 他骂我丑 说我是个二五仔 作为元凶的小娇妻 我一直都是善良可爱的 居然这样说我 怀疑元凶的品位 该打 行吧 我知道了 你做好准备受死了吗 这怎么可能 如此简易 恐怖如斯 这不过是我的随手一剑 你便难以接触 我若动用全力 你该拿什么来挡 我英国怎么说 也是排名靠前的 三千魔神之一 又岂是这般容易被打败的 百英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英国法则 一火一剑一男主 生于剑南 忠于剑南 诸君 请听吴一眼 剑南主 在另一个世界 看着你们 而我 听火箭 会在这个世界 从现辉煌 让你骂我小剑剑 凉了吧 知不知道 我小剑剑打架 从来都是零一三开 你零点胜率 我召唤一个人 然后你三秒钟裂开 事情已经办完 大荒宇宙前身的使命 已经完成 多谢你 让我以另一种形式 继续存在 这个世界 似乎也有很多 值得我探索的地方 告辞了 恭送剑南主前辈 希望你在这个世界 玩得开心 这家伙果然是比 浩哥这个变数还要大 不行 我得带着我的子 小公帆将 这个乍天椒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不能让他盯上我 浩哥 你这是做什么 咱们是队友 是自己人 你怎么能对自己人动手呢 既然事情结束了 那就该我们算算账了 你们说 把我关进这袋子里面 几急不露面的事 该怎么做 圆望啊 这都是键盘侠 威胁我们做的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原有头战有主 浩哥 你应该找键盘侠 战地记者 楚晓风为您播报 此刻的徐小缺 应该已经汗流加倍 地板砖唐三 相信已经背下的一动不动 镜头来到键盘侠这边 很好 正如他的人设一般 已经跑路了 下面回到我们正题 荒天帝会怎么跟 乍天教这几人算账呢 是各位观众老爷 很期待的话题 欢迎持续观看 接下来的一只兔子 引发的大战 你们的楚天帝 战地记者楚晓风 会持续为您播报 谁 刚才是谁在说话 放心吧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我先帮你们提升一下 修为再说 唐三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 你好歹抵挡一下啊 你直接把头埋土里几个意思 别挡了 挡不住的 根据我被浩哥大佬 捶了这么多次的经验 我把头埋土里 还能少吃一点伤害 然后等浩哥捶得差不多了 咱们就可以突破了 好小子 还被我打出经验来了 但是你觉得有用吗 隔山打草 真惨啊 还好我小剑剑跑得快 不然我这英俊的脸蛋 就要遭殃了 这是啥 金色传说 这修为突破的好憋屈啊 不想再有下一次了 习惯就好 想我唐三这一路 都是这么过来的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说的就是你们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 终于走了 还没想起来 我 我小剑剑 可以继续 我的西游强境计划了 你说什么 谁走了 什么西游强境计划 好了 心情舒畅多了 杭僧师徒他们 马上就要路过这师陀岭 你们按照我给你们制定的计划行动 如今的你们三个 些是混员大罗 可别让我失望 多谢大人栽培 我兄弟三人 自当为大人办好事情 只可惜 那个叫荒天帝的不在 不然可以连他一起限制 不过无法 如果他来 我亲自出手 将他送入混沌界 让他无法妨碍到我 看来我祝你提前出来 是个正确的选择 汉里这个老六 我寻他如此之久 一点线索都没有 只知道这西游队伍 与他有点联系 我就不信 逼迫不了你出来 合作共鸣罢 想不到除了时辰之外 还有一个领悟时间法则 如此高深之 真想看看教主跟小三子 被巫神大人 做成什么样子了 不过巫神大人不在 我祝容这心里 只有一成底气 护送你们上路 剩下的九成都 是巫神大人给的 我有点慌 慌什么 有你这混员无极 今现在谁敢动手 路上的小妖 都被你吓跑了 前面马上就是尸陀岭了 赶紧报个气 俺们好上路 猴哥 你这说的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小学生副本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时间混沌戒 不好 何方妖怪 鬼鬼祟祟的偷袭俺们 什么 师妥领三妖 棍元大罗的修为 怎么回事 好快 大为天 师父 猴哥 可恶 俺老猪 跟你拼了 拼 你拿什么来拼 我一只手指 就能掩面你 大哥 速度快一点 别玩了 大人的计划 要紧 我知道三弟 没想到 我有一天 也可以拥有 这样的修为 你这猴子 倒是有几分实力 境界差距 如此之大 还能挡住我的公鸡 别拿俺 跟你们这些小卡拉米 做比较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这股力量 根本不是你们 所能拥有的 给你一天时间 到底还是太久没出手了 师父教给我的剑法 都生疏了 要是被师父看到 不知道会不会说我偷懒 阁下还不出来吗 杭力道有好实力 如此轻松 就解决了我三个名 道友也不差 他们三人的合击绝技 极地杀尘暴 是你教的吧 对 这人并不是他 他背后之人才是 他这个样子 显然只听过我的名字 并没有见过我的本人 苏鸣失职 此人背后 还有一个人躲在暗处 背后之人 才是正骨 将他引出来 原来如此 都是老六啊 话说师叔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怎么也到这里了 师叔我担心你 知道不 做任何事情 讲究一个稳重 你尽管表演 师叔我给你略阵 此人并不是韩丽那个老六 但凭借我对他的了解 他绝对躲在这里的谋处 将眼前这人打败 引他出来 好吧 我知道了师叔 正好最近手头有点紧 这三个混元大罗的小妖 应该挺值钱的吧 天上那股势力 应该很有钱吧 晚点去那里换点东西 咱正经人 讲究的是一个公平交易 来吧 战场已经打扫好了 该我们了 吴明星辰 宇宙星辰 听吴号令 暴风星云烈 出现了 他出现了 暴风星云烈 恐怖如此 就连我站在这么远 都能感受到他的威力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的绝技 怎么会毫发无少 这没什么 只要你肉身够强 你也可以 独宰盛威 宿命轮回处 大道梦魇 时间混沌间 可恶 这老六从哪里找来的队友 要不是我在这方世界 感悟到时间 混沌 两个法则 并且领悟到大城之上 我还真挡不住 你居然能够接下 我也有点意外 不过这也只是 我的随手一击而已 大言不惨 汉利 你该出来了吧 再活着 也没意思了 你还真是窃而不舍 在这里 法则又不是只有单一 只能存在一个 何必打打卡卡 当年若不是你 我早就重开天地 领悟混沌法则 成就之高 一切都是因为你 虽说这里没了天道舒服 但对于你 我痛恨至极 未有将你消灭 才能使我念头痛大 可恶 你竟然 我什么 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要助你提前出来 星辰陌生 星辰法则 加上你的 我一个人就能解决汉利 本来只想用你来 演汉利出来 没想到你这么烂 真是奇差一招 我等这一刻太久了 今日 你们两个都要凉凉 那你怕是要失望了 我来到这里 可一刻都不曾停下修炼 时间宇宙规则 大成之上 怕你不成 时间法则 混沌法则 时间混沌戒 可恶 你竟然能压制我 这不是有手就行了 古霍金 如今的你对我来说 也不需要与人联手 才能消灭你了 若非上一提前 拿到时间魔神的本源练花 否则还真不一定 能在这法则之力的 比拼上压制他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汉利 你中计了 我等的就是你这个时候 时间 混沌 星辰法则 月色学风暴 你以为我就没有准备吗 你猜猜另一个人去哪里了 该不会在我后面吧 可恶的老六 说好的你一个人就能弄掉我 拜托 我是老六 老六的话 你也信 苏明师直做得不错 不好意思 抱歉 第一次当老六 有点不太习惯 本来我一枪 就能将你打隐落的 第一次有点紧张 不敢太用力 没用特效打你 下次一定注意 你 你们 行了行了 看你怪可怜的 我就不折腾你了 直接送你上路吧 好一句真爱生命远离老六 古惑惑金为大家完美的展现了遭遇老六的下场 这里楚晓风希望大家以以为界 最后祝福这位古人一路走好 愿天堂之上的人心地善良 走吧 此间事了 咱们回去了吧 妈咪 我要找妈咪 这是什么 师父 你说咱们好不容易得救了 猴哥既然还没回来 咱们要不要等等他 悟静 你的意见呢 要不等等猴哥吧 他可是咱们的主力 没了他 老杀 我这心里没有底 那就在这里休息两天 等他回来 若是没回 咱们就上路 但是走慢一点 这一路上猴哥他也教会了我许多 各位 俺已经回来了 师弟 三藏 你们没事吧 猴哥 没事 只是你平时不都是叫我呆子的吗 怎么今天心情好 叫我师弟了 呆子 这不是之前着急想救你们 结果没帮上忙吗 事不宜迟 咱们还是早点上路 早日抵达灵山 求得真经吧 猴哥说的对 不过今日天气也渐晚了 咱们就原地休整一晚 调整好状态 明日一早再起身上路 也好 那就休息调整一晚吧 下面那两个 用时间法则打架的老六 打得真激烈啊 还是在这上班舒服 就站在这里随便摸鱼 这位小兄弟在下 楚小峰 出来天庭 想与你们天庭之主做个交易 劳烦通报一声 这位大哥挺有礼貌的 脸这么白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护肤品 不过现在是我在上班的时候 没有令牌 没有暗号 任何人不得入内 但是看在你这么有礼貌的份上 你可以在这里 等我下班之后自己进去 楚小峰 好熟悉的名字 但就是想不起来了 他后面三个人是 如果你是楚天帝 当你来到西游天帝 懒天门 遇到一个看门小兵 你会怎么做 这么说 你想教我做事 怎么会呢 我只是一个看门小兵 公事公办罢了 苦贩子这家伙 怎么也来了 管他呢 只要不妨碍我装飞就行 这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东西 可恶 你这家伙用的什么袋子装我 还有这熟练的令人发指的动作 你到底是谁 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我叫楚小峰啊 真是大意了 居然来这一首 楚贩子 楚天帝 这三部曲的人 一个比一个变态 丁 下班时间已到 请问宿主是否打卡下班 既然到点了 那就打卡下班吧 有什么事情比下班还要重要呢 多加班一秒钟 都是对打工人的不尊敬 这位老板真是豪气 居然不砍价 还多给了我三成资源 前辈说笑了 我天庭别的不多 就是资源最多 另外也想结交前辈这样的朋友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事 请前辈优先考虑我天庭 只要前辈敢卖 我天庭就敢收 三个百分百听话的混员大罗金仙级别的强者 能用有限的资源换到 真是太划算了 大马路边上捡到的物资 这跟白嫖有什么区别 老板喜欢就好 咱就是一个生意人 质量跟诚信 是我楚小峰的第一准则 看你这么豪爽的份上 下次也优先考虑来找你 那就多谢前辈了 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有这三个混员大罗的强者在 我看西方那两光头 还敢不敢对我耀武扬威 等到冬游结束后 我天天去他们家里蹭吃蹭喝 混员金仙后期 想来应付西游不成问题了 就算来混员大罗的 俺也有一战之力 该归队了 三藏收手吧 毕竟是一条生命 放了他吧 生生扰命啊 对啊 我已经知道错了 他也不敢了 猴哥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些强盗 据他们之前所说 他们这几年无恶不作 他们手上的生命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你让我放了他 他已经放下屠刀了不是 让他改邪归正 从此做一个好人 也是一传功德不是 对对对 我已经放下屠刀了 你只做一个好人 看球生生放过哦 一句从此做一个好人 就能抵过之前的罪名 那还需要法律做什么 此前他手里的好人 谁给他们做主 世上可不需要这种放下独刀的好人 至少贫僧不允许 有道是 未经他人苦 莫劝人向善 对啊 猴哥 我老猪也觉得师父说的对 这样的人可不需要 八戒 悟尽过来喂尸这边 怎么了 突然叫我们过来 说吧 你这妖怪到底是谁 为何冒充我猴哥 师父 你说什么 这家伙是假冒猴哥的妖怪 单子 三当 你们在胡说什么呢 俺怎么可能是假冒的呢 不信你们看了 这金箍棒总不能是假的吧 妖孽 我一眼就看出来 你不是猴哥 打回天龙 三当 你怎么能对自己的队友出手 出家人当以慈悲为怀 你怎能如此粗鲁 谁跟你这妖怪是队友 别装了 他人呢 在上面 我还以为我伪装给很好呢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从你回到我们这西游队伍的时候 贫僧就已经发觉不对劲了 贫僧就已经发觉不对劲了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气息跟猴哥一模一样的 但你这一路上的种种行为有太多不合理之处 当一个人出现太多不合理的时候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你不是猴哥 我说你这猴子怎么突然变性对我比以前好了不少 呆子也叫的少了 说你把我猴哥怎么样了 被你们识破了又怎么样 你们的猴哥已经凉凉了 而我将代替他加入西游 抵达灵山之后 我将会从半仙半佛一举成为一个大佛 居然是至圣修为师父 你怕吗 怕个屁 贫僧唐三藏 这一路西游何曾怕过 猴哥这一路上教会了我许多 我曾经不明白的道理 谁都无法替代他的位置 想加入我们 要么你带着我们的身体上路 要么贫僧现在就送你上路 大丈夫 有所为 有所不为 你的行为令我不耻 你们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虽然我需要你们助我西游成佛 但是别以为我不敢嘎了你们 就你这龌龊之辈 贫僧不屑于你为伍 但凡你走正常流程应聘 贫僧说不定还会正视你几分 有本事你就动手 我唐三藏要是皱一下眉头 就有愧于平生所学 更何况你答了我猴哥 还要冒充他 我老猪势必要为他报仇 既然如此 那就没得谈了 所以只好请你们乖乖就范 陪我西游吧 庐山生龙吧 等我将你们控制 再带你们一起上灵山取经 也是一样的 我终于能摆脱这半仙半佛的束缚 以后我看谁还能如此说我这样 不伦不类 你执念如此之深 就算你抵达灵山 你也成不了佛 佛并不是只看表面 而是看你的心 少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你怕是不知道吧 如今的佛门 看的就是你的实力强不强 只要我够强 谁敢说我的不是 有一句叫化严权 永远掌握在强者的手里 不错 你的这句话 俺老孙很认同 只有强者才有化严权 但你的行为只是弱者的伎俩 真正的强者根本不屑一顾 当你冒充暗得那一刻 就注定了你是一个弱者 至圣修为 就这还不现出原形 轰遍猿猴 狂雷金刚拳 混沌魔猿法相 九天雷霆双脚灯 可恶 你怎么可能接得下 我的本命神通 狂为金刚拳 本命神通 就这 如果只是这样 那俺老孙就不客气了 晴天白玉柱 晴天浪涛棍 怎么会这样 我至圣修为 离你高粱的小境界 怎么会打不过你 还被压制 你修为比俺高 这一点没错 但是对拼 拼的不只是境界 还有底蕴 怎么样服了没有 不服 我通帝猿猴 不认命 也不信你真的就这么强 神影惊天浪涛棍 孙悟空这一击 蕴含了我 毕生之力 就算是圣人 我也有把握一击地上 我看你拿什么来接 这一击过后 不是你隐落 就是我凉凉 要拼命了吗 既然你不服 就冲你那一句 你不性命 那晚老孙就硬接你这一击 让你心服可服 怎么样 这会服了没有 你赢了 孙悟空 我比不上你看样子你比我幸运多了 那将你通币猿猴本猿吞噬 你可有怨言 没有 不过在此之前 可否让我做一件事情 放心 很快之后 我心甘情愿将本猿让你吸收 可以 对不起 我失败了 也害你那单破碎 没有你的帮助 我可能连他一招都接不下 我曾与命运抗争过 尽管拼尽全力 到最后也只是半仙半佛 比不上背景雄厚的保送者 我们底层的人 真的不甘心啊 如果来生我情愿不作仙不作佛 化作比应要与你看过这万水千山 原来也是个情种 痴情人 这通病猿猴的力量 想必是来自这女妖精的吧 神猴大将军 万妖女王 我们走吧 本猿回归 棍棍魔猿真身 猴哥可否陪我说说话 怎么了 三道有心事 猴哥 那通病猿猴所说 是真的吗 如今的佛门真以强者为尊吗 这还是贫僧所了解到的佛门吗 如果真被通病猿猴西游成功 他真就成佛了吗 会不会真如他所说 没人说他的不是 当你问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底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人啊 很多时候都是揣着答案问问题的 那猴哥 你呢 参与西游是为了什么 其实你大可鬼你的花果山逍遥自在 自然是为了变强 守护自己的朋友 守护自己在意的人 那贫僧呢 这样的佛门贫僧不想去 其实随着修为的提高 我逐渐生出感应 西游是我唐三藏的绝路 就算最后我还在 那也不是我唐三藏了 由俺老孙在 你怕什么 就冲你喊懒一声猴哥 抵达凌云度的时候 俺老孙将你保下 你说你这样的佛门你不想去 不如靠自己的实力 打造出一个你心目中的佛门 我明白了 猴哥 谢谢你 后面的时间 猴哥 请你教我修炼吧 我想提升修为 谁要提升修为 来找我 提升修为哪家墙 完美宇宙荒天地帮你忙 别的不说 帮人提升修为 我是专业的 想来二弟也快到了吧 是啊 快到了 我这一路都看着他 感觉他变了很多 至少睡也多了 你们两个争了这么久 该消停了 我们三清 是一个整体 如今洪荒大道规则 愈发完善 不再是之前那般 大道不险 想起之前的事情 还真是好笑 上面怎么这么多人在打架 好像很激烈的样子 天道阵 灵动九天 阴记 有用吗 这一次 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吃油 上一次我们能将你封印 这一次也一样可 逍遥杀 明白 金刚护法 横扫千军 日月乾坤 兵传动 自欲声响 天罗地网 双重梦 黄毅寺源 有用呢 我说过 你们这次阻止不了我 九转地狱猎火 如今的你们拿什么 跟我用 一群蚪蚁 是吗 师友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玄黄无极震 什么又是这个可恶的玄黄无极震 你们就不会别的了吗 可恶 可恶 你们 不良人 高孝星 恭迎大帅 阎罗令 武灵 你 这千年怨气 终于出现了 这一下 你们没有机会了 玄黄无极震 少了一个震眼 你们如何封印我 师友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可没对他做什么 他本就是我的一部分 如今回归本源而已 怎么 你心疼他 要不你加入我的震眼 我让你们团聚如何 做梦 自古邪不压正 想让我剑侠客 与你同流合污 不可能 你们坚持住 守好玄黄无极震 等我把古灵带回来 我们一起封印他 去答了剑侠客 我看你们这阵法 能坚持多久 15个阵法 没了两个 虽然你们能守住一会 但时间一久 必定会遭受阵法反噬 你们注定失败 古灵 行行啊 我是剑侠客 什么剑不剑侠的 我不认识 我只知道 是由大人 让我砍了你 可恶 这样下去 根本不行 古灵 对不起了 剑侠客 你找嘎世步 干嘛把剑对着我 哦 你醒过来了吗 古灵 太好了 当然 没有了 心词手软 是你们最大的弱点 哎呦 这吃油这么欠打啊 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无天佛祖啊 那个古灵交给你了 给我念咒 把他的心智唤醒 至于吃油交给平道就好了 好吧 我知道了 遭受凡事了吗 虎灵 醒醒 别做吃油的傀儡 我是你的剑侠客啊 前辈 你 你这样是唤醒不了他的 反而自己也会白送一条命 他交给我吧 放心 只需要一下 妙法莲花精 净化 多谢前辈 不然我可真要做错事情了 我虽然在这具身体里 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受我控制 无妨 小事一桩 你醒了就好 古灵 既然你醒了 那我们正是要先把吃油封印了再说 不用着急 已经有人去解决它了 放心吧 这一次 你们谁都不用陨落 观众老爷说的 不好 怎么回事 我的怨气怎么消失了 当然是平道 让人去把这股怨气净化了 吃油小坏蛋 实验这么没功德心 乱人评比过 我 你们可爱可亲的原始天尊 什么 原始天尊 他不是早在很久以前就陨落了吗 管他是不是真的 只要他能帮我们对付吃油 那他对我来说 就是原始天尊 喂喂 你们什么态度 我好歹救了你们 不感谢就算了 还怀疑我 你们都能从实话之中转世重生 我原始为什么不可以 这样质疑我 让我很没有面子的知道不 一个毛头小子 别看假冒原始圣人 很久以前 封神之战中 原始圣人陨落 全洪荒都知道 就连天道也没法复活他 真是笑死我了 假冒是不好 假冒那个虚伪的小人 你要是原始 那我还是道祖呢 看得出来你很勇 我前身之势 已经过去 就你也配议论我 看来我有必要让洪荒知道 我原始天尊回来了 这气息 你真是原始圣人陨 这不可能 师弟感应到了吗 这个气息 是原始师兄没错 他不是陨落了吗 怎么会 我突然发觉到 这背后的事情 可辞对劲 师弟咱们得查清楚 看来老师的计谋成功了 就让我去看看 这新原始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也心生感应 我人道 又即将有两位圣人归位 盘古番 今天至宝 盘古番 开天一集 我不信 真是盘古番 可恶 若非我现在还没恢复到圣人修为 这一击 你根本接不下 不过 你能在陨落前有幸见到盘古番 也算你的荣幸了 真是原始天尊圣 太好了 这一下 石油将再无翻身的机会 别以为你稳超胜圈 你现在也不是圣人 我也还没异落呢 那我接下来这一击 就让你彻底凉凉 注意看 我原始要开始装杯了 雷霆半月展 雷霆半月展 观众老爷 这下满意了吧 我这雷霆半月展 帅不帅 战地记者 楚晓风为您点评 点评 想我镜头有什么好点 下面战地黑粉 帮天帝带头起碰 来观众老爷 跟我一起发弹幕 胡帅 你们这样让我太伤心了 同为祖星人 就不能夸夸我吗 好了 这原始现在的他就这样 不用管他 事情应该结束了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善后了 我们还有 不对 不好 吃油流了后手 前辈 怎么回事 想不到吧 我还活着 你这老灯 怎么还没赶 既然如此 再吃我一击 雷霆半月展 我奉劝你一句 最好别轻举妄动 否则 古灵的命 可就嘎在你们手里了 什么意思 难不成 没错 我已经将这具身体占为己有 它本就是我的一部分 尽管你将这股怨气消灭 但只要还有怨气 进入它的体内 也就是我 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有 什么 可恶 你这家伙 我本以为我前身已经够无耻了 你竟然比他还要卑鄙 来呀 我就站这里不动 来砍了我 我说过了 心慈手软是你们最大的弱点 既然你们不动手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亦是女娲圣人 不错 从这具身体里滚出来 让我直接灭了你 否则 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将你折磨到崩溃 怎么 你还不出来吗 不出 不就是鱼石往破吗 有本事把我砍了 女娲圣人 我求求你 别嘎她 你一定还有办法救她的 对不对 她是你什么人 你怎么这么在意她 你可知 若放任她不管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知道 但她同时也是 我最爱 我不能看着她不管 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 我可以将吃油原神 转入你的体内 然后我再砍了你 一边是三界安危 一边是自己的爱人 告诉我 你的选择 世上难有两拳 但我剑侠客 势必要争处一体 我选择与吃油同归于尽 让古灵活下去 很好 是条汉子 好了 心性不错 圣卫 没有看错人 就不逗你了 我这还有一个办法 就看你敢不敢了 女娲圣人请说 我将你送入她的灵魂石海 届时 你会单独面对吃油 若你能将她嘎掉 你们两个人都能活下来 若是不能 你们两个都得陨落 我愿意 恳请女娲圣人 助我进入古灵石海 我一定会打败吃油 救下古灵 还天下一个太平 很好 既然如此 放开心神 我送你进入她的石海 比人心原始 见过女娲圣人 漂亮的女娲姐姐 虽然在前身的记忆里 也有女娲姐姐的身影 但初次见到 记忆里的你 却不如你本人的万分之一 竟是如此美丽 你就是转身后的原始 嘴是挺甜 比之前那个顺眼多了 只要女娲姐姐 不像对前身那般对我就好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以女娲姐姐你的修为 大可亲自动手将吃油消灭 并且保下古灵 为何要多此一举 的确 我是可以亲自动手 但我作为人道道祖 需要考虑的也多 虽然几率渺茫 若是成功 我人道圣人会有两人归位 若是失败 我在动手救活他们便是 事关洪荒安危 我也必须尝试一番 原来如此 原始受教 剑侠客 你记住 汉拳的高度 不会超过他的源头 而你天命之人的力量 也不会超过你心中的信念 这将是你战胜吃油的关键 多谢女娲娘娘指点 剑侠客明白 想不到这点小事 竟让女娲圣人出手 你们可真是命当 不过那又如何 可恶 快叫我放开 你不会得逞的吃油 横扫千军 剑侠客 想不到你竟敢来到这里 既然如此 那就有想 别走了 声东击西 好你的剑侠客 但是有用吗 祖林 害怕了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 若是无法在这里 将吃油香 我们两个都要你做 不怕 但是你好傻 明明只需要牺牲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非要进来 因为 我放不下你啊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神 我也要试一试 吃油 来决一死战 煞气绝 过府沉重 别说你们是五个天命之人 要考玄黄无奇阵 才能封印 就凭你们两个 不自量力 可恶 剑侠客 我来帮你 要陨落 我也要跟你陨落在一起 探官令 不自量力 有女娲圣人在 我知道我跑不掉 不过 既然你们送上门跟我陪葬 那我在陨落前 先把你们折磨一半 我也不亏 可恶 他们的意识 要开始消散了 他们两个独自面对吃油 我们就只能看着 啥都不做嘛 一个人的死海 若是太多人进入 反而会将古灵的身体称暴 你以为我不想吗 现在只能祈祷他们 这可恶的吃油 居然用这种下流的手段 这样干看着不是我虎大怪的性格 作为一个有虎阁的虎 剑侠客 我把我的力量给你 有效果 我也来 这股力量是什么力量 不似圣人之威 却有圣人之力 不愧是命定之人 依我21世纪有志青年的理解 可以理解为团结的力量 剑侠客 带着我们的力量 打过吃油 救回古灵 换结 古灵 对不起 是我实力不够 没能 没能打过吃油 没关系 你能为我做到如此 我很开心 剑侠客 带着我们的力量 打过吃油 救回古灵 情况不对 这股力量已经超过了 破雪狂攻 破甲树 你们怎么会 可恶 就凭你们两个蝼蚁 也敢伤我 自古邪不压正 这是大家的力量 吃油 今日就是你的末日 太天真了 剑侠客 不要以为你能伤我 就代表你能消灭我 喷泉的高度 不会超过她的人头 而我命定之人的力量 也不会超过她心中的性能 剑侠客 古灵 此时不归位 更待何时 人道在上 今日我古灵 鸣雾团结的力量 愿意团结之力 打败吃油 从此守护红光 恳请人道 赐我力量 战胜吃油 什么 你们竟然得到了 人道的证 得到了什么 不可能 何机绝技 天女 狗龙舞 可恶 我跟你们 陨落我也要戴上 血剑 我吹着梦 黄天 可恶 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们怎么还没醒过来 你虎大怪 我的修为 可是全都给你了 现在一点修为 都没有了 要是这都失败了 以后每年给你上香的时候 我都把你挖出来两两 再埋回去 虎大怪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相信剑侠客好不 怎么说他们两个 已经得到人道认可 现在的修为 已是人道圣人 打个吃油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你别着急行步 无虎大怪 性格就这样 我这不是担心他们吗 快看 他们好像要醒了 多谢大家 幸不如命 这么说 石油被打败了 好好好 是啊 还得多谢你们的力量 你们 你们的修为 大家 不过是修为都没了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重新修炼便是 没错 重新修炼就是了 再说了 以我们的力量 能造就两个圣人 这可是赚大了 你们以后可得照着我们啊 放心 我的命是你们给的 我剑侠客 迎济于心 剑侠客 如今你已是人道圣人 圣位代表的不仅仅是修为 更多的是责任 剑侠客明白 还有一点 你需要明白 你的圣位还有修为 是人道挑选出来给你的 你们也知道 成圣之法有三 但你哪一种都不是 所以 以后好好打工吧 不然你随时会从身位跌落 还有这种操作 这不就相当于人道集团投资招聘了总经理 让他以后为集团打工 还不用给工资 好了 此件事了 我该走了 女娲姐姐慢走 我们也该继续上路了 下一站 到门圣地 阁下既然想要合作 总得拿出一点诚意来吧 你也知道 我们西方平法 门下弟子的实力 与他们相差太大 你们两个 不愧是红黄里最爱占便宜的 不过对我来说 无所谓了 让你们下弟子进到这里面去修炼 我保证 在他们来到 你们临山之前 修为提升到混远大罗 爸爸 贫僧决定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爸爸 没错没错 有爸爸给我们的这个宝贝 以后咱佛门弟子 见识圣人修为 何仇不惊 你们两个最好 趁我没恶心到吐出来之前 从我眼前消失 你俩的下线 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好嘞 爸爸 这次我看 你们几个如何破局 看不出来 你如此痛恨他们 我这次来是给你找了两个帮手 上一季 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 就是他们 让我们功亏一篑 可别什么阿摩阿狗都叫过来 不然只会成为我的养分 他们随后就到 你若是能将他们两个吞了 我并不介意 你们两个就是太初找来的人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吗 我有一件 可搬山 我们只是答应帮忙 可这并不代表 你可以惊世我们 在下时辰 没别的意思 只是我们对手有些许强大 怕两位因此丢了性命 现在看到两位的实力 我可以放心不少 感谢二位可以来助我 多才如来见过两位圣人 多才啊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你的功劳 我们都看在眼里 为此 我们决定把之前给你画的大笔 给你实现了 这是我们千辛忘苦 寻来的修炼法宝 可让你快速提升到圣人修为 在你提升之后 让我佛门苦干较重 也进到里面去修炼 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多谢两位圣人的造就之恩 多才定不复佛门 两位圣人的栽培 我佛门大兴 只日可待 只是师兄 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那家伙可不是擅长 师弟 这点我也想到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无论是这家伙 还是那个不可描述的男人 我们两边都不讨好 唯有浑水摸鱼 才能捞到最大的好处 师兄你的意思是 不错 师弟你忘记咱们的人设了吗 厚颜无耻加反骨 西游队伍 就要到凌云度了 我就趁这个机会 投靠那个不可描述的男人 他最多也就打我一个 而这个想利用我们的家伙 心底谁知道他的小九九 说不定咱会就此陨落 妙啊 师兄 与其陨落 不如挨顿打 咱又不是没被打过 再多一次就复合 若是成功 咱们可以做山关虎斗 妙遭妙来 怎么样 三藏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猴哥这一关 我自己来 时事轮回 贫僧终于要功德圆满了 你便是我的前身 金蝉子 你我本为一体 何来前身一说 猴哥 师父他不会有事的吧 相信他就好了 怎么说他也是经过 浩哥提升修为的 那是我可是专业的 他要是失败了 我直接把他投给你了 我丢不起这个人 贫僧接引 见过荒爷爷 见过猴哥 误会误会 荒爷爷 别激动 我不是来搞事的 我管你有没有事 反正见到你 准没好事 先打一顿就对了 打可以 但是可不可以 先让贫僧讲完事情再来 其实贫僧这次前来 是来弃暗同盟的 果然没好事 你个反骨仔 我不要 你还是当反派的吧 这样子我还觉得你顺眼不少 荒爷爷 打够了没有 可以听频道说了吗 我真是来弃暗同盟的 行吧 你说吧 谢谢荒爷 事情是这样的 事情就是这样 频道作为洪荒人 怎么可以让外人作为作福 奈何实力不够 唯有卧薪尝胆 那你跟他一起对付我们不就行了 万一侥幸把我们嘎了 岂不是美灾 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爷爷 一个大概率会要我的命 一个大不了挨一顿打 孰心孰众 我还是分得清的 好家伙 俺们具体都还不知道 那家伙是哪个混沌魔神 他就被你来了一个超级加倍 行了 我知道了 看你如此上道的份上 以后见面打你 我可以轻一点 谢谢黄田地爷爷 那稀有的事情 你们自己看着来 贫僧只需要结束后 能偿还剑下的功德就好 那频道就先走了 浩哥 你认为这接引的话 有几分是可信的 这两光头估计是想两边通吃 据他所述 单单一个混沌魔神 就敢跟我们几个人叫板 他哪来那么大的自信 除非他的背后还有人 浩哥 你回花果山去叫人 明白了 想不到这一世的你 短短几年时间 就修炼到了大罗金仙 不过你只是我 分化出来的灵魂副本 如何与我这本源抗衡 什么 我的灵魂力竟然在自动流向 不错 回归我的本源吧 你我终究是一体的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认输 我唐三藏的命 不由任何人主宰 只要我在灵魂力消散之前 将你打败 你便奈何不了我 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胜我 六是金蝉女 佛约 佛度有缘人 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这一期之下 你至少会濒离消亡 你竟然扛住了 你可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才有如今的修为 若非你是主体 单纯的一对一 你压根打不动 就让你看看 我唐三藏 凭什么 我左轻猛 右白虎 上猪雀 下玄武 老牛刀在腰间 龙头在胸口 大卫天龙 大卫天龙 可恶 怎么会 还没完呢 你可曾听说一套 从天而降的拳法 荒天地 搞定说公 师父 是你吗 八戒 不是我唐三藏 还有谁 我成功了 金蝉子本原 已被我吸收 二弟 恭喜你重获新生 带你将道经 带回西方 并功德圆满 重新回归天道圣人之位 大哥 三弟 多谢 以前是我原始不懂事 极度心太强 还请不要计较 二哥说的哪里话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如来 你我之间的账 马上就能清算了 如来 佛祖 请退位让贤 请退位让贤 谁 谁在说话 启禀佛祖 没人在说话 你是不是听错了 出现幻觉了 可能吧 最近晚上学习外语 加上有点想吃鱼了 操劳过度 观音啊 西游队伍现在到哪里了 看来佛祖最近真的很累 都迷糊了 佛祖你看这边 西游队伍已经到咱们灵山面前了 我敲这么快 贫僧还没准备好画大饼的演讲稿呢 唐三藏 贫僧在三藏见过如来佛祖 唐三藏不远千里 历经磨难 终到灵山 修的正果 上前听风 特封唐三藏为沾谈功德佛 带你拿着经书回到东土大堂 便功德圆满 多谢佛祖 齐天大圣孙悟空 保护唐三藏 不畏尖险 勇往直前 你可愿做我佛门的斗战圣佛 想我佛门果为灵险 道陪一金待遇 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 灵险还道陪一金 俺不愿意 不做灵山斗战佛 花过齐天守亲朋 趁俺还没发怒之前 赶紧给俺走完刘成 我忍 先把刘成走完 功德到手再说 这可恶的猴子 事后再跟你算账 你怕是不知道 如今我佛门灵山 人人皆是混元大罗 就你一个至圣 凭什么跟我佛门斗 猪物能 你可愿 我老猪不愿意 我敲 贫僧还没说完呢 你为什么不愿意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想让我舔你们吃剩下的 敬坛使者 做梦吧 猴哥可是跟我说过剧本的 杀物净 你可愿 不愿意 你不愿意就不愿意 但你能不能让贫僧把话说完 知不知道打断别人说话很没礼貌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当着别人的面随便涂血 这样更没礼貌 你你你 我猩猩个叉叉 行行行 贫僧不问了 我敲 贫僧宣布 西游圆满结束 你们几个赶紧把经书带走 等等 佛祖 你还没问我小白龙呢 你问我 我保证让你说完 真的吗 没想到最后 还是你比较好 那小白龙 我问你 我不愿意 小白龙呢 你放开贫僧 让贫僧上去弄他 佛祖 忍住 他们还没拿经书 功德还没到手 还清了 终于还清功德了 师兄太不容易了 以后我看还有谁说 我们是贷款圣人 如来 准备好了吗 这节奏 不就是西游记后转吗 想来西游队伍 现在已经到临山了吧 会不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剧情 这次必须看到 吴天佛祖登机 如来还想转世 做梦 搞事情 我喜欢 既然流程走完了 那么 俺们该做正事了 如来 你该让位了 尊悟空 贫僧劝你 不要自讨苦吃 如今的佛门 可不是你一个智圣 就能撼动的 如今的佛门 俺老孙会怕不成 佛祖之位 谁做都行 但唯独你如来不行 贫僧也觉得 猴哥说得对 结合贫僧西游之路 所见所闻 如今的佛门 被你如来 搞得乌烟瘴气 霸王条款层出不穷 毫无底线地 压榨佛门员工 好好的打个工 还要倒赔佛门工资 早就忘了 当初建立佛门的初心 唐三藏 谁给你的勇气 敢跟我这佛门集团 老总说这话 关大一级压跨人 你不知道吗 就算你有怨言 也得给我趴着 好一句 关大一级压跨人 那如果你不再是佛祖了呢 这声音是 今日我无天 要建立一个新的佛门 不再是如今 这般迂腐的佛门 好好好 看来今日贫僧 有必要让整个 洪荒三界都知道 我佛门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随便上门挑衅的 什么 混元大罗 怎么可能 怎么 无天 这就怕了吗 怕 今日不管是为了我自己 还是为了那三个人 我也必须将如来 推下这个位置 讨个公道 不过是混元大罗而已 这就飘了 那个光头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荒天地道 小孩子的小打小闹 咱们就没必要成立了 不如我们来交流一下 那个境界的心得可行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太初道友 你等着 我马上来 猴哥 你注意一点 可别翻车了 放心 这把吻得很 苏鸣失职 如果你对上那个叫太初的 你有几分把握 一点点吧 嗯 一点点 老六 你又做什么坏事去了 我能做什么 就随便逛了一下 后面还得劳烦二位出手了 就我知道 其实我怎么感应到 一丝熟悉的气息 文书 普贤 这佛门叛徒锦纳罗 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你们的年终奖翻倍 就看你们能不能把握住了 多谢佛祖 虚痴至圣而已 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刚才那是盘古番 开天一击 怎么可能 错不了 到底是谁 阁下还不出来吗 怎么 文书 普贤 你们两个盘古仔 不认识为师了吗 原始师尊 你 你不是已经 我就问你们两个一句话 我原始天尊的话 你们还听不听 还有你 慈航 以及曾经是我铲教的弟子呢 我原始天尊的话 你们还听不听 师尊 可恶 这帮墙头草 已经开始摇摆不定了 我佛门大部分 前身都是铲教的人 必须得想办法 稳住局面 各位 别忘了 是谁给你们如今的地位 是谁给了你们如今的修为 如今你们皆是混元大陆 又何须惧怕 他一个原始天尊 现在的他 不过是圣人一重天 燃灯 要是何在 原始教主已经先去 此人冒充原始圣人 其最当珠 交出盘古番 我饶你一命 我敲 燃灯这个不要脸的 跟谁学的 我自己冒充我自己 我铲教的人 我原始的性格 你们是知道的 我也不为难你们 但你们谁要是敢动手 就别怪我原始以后 天天上你家串门 至于燃灯 今日我便清理门库 太二 来活了 如来该我们了 区区至圣也敢放肆 还有俺老孙呢 孙悟空 你就这点实力 还没完呢 如来老灯 吃俺老孙一拳 如此恐怖的战力 若非贫僧晋升混元大罗 否则还真揭不下你这一拳 现在的你在俺眼里 不过耳耳 是吗 那臭猴子 锦纳罗 你们两个常唱贫僧这一招 掌中佛国 你竟然参悟了部分空间法则 难不成你以为贫僧只会原地踏步过程 既然如此 那么如今便是俺老孙正道之时 轮回宇宙规则 混沌魔元真身 人道在上 今日俺老孙正道会员 为胡方稳定与升华 自愿加入人道圣人之位 望人道准许 准 在贫僧面前噤声 你还真不把贫僧放在眼里 在晋级之中被打断 梅允洛也是重伤 现在是贫僧赢了 是吗 如来 你高兴得太早了 奥莱坞花果香 用海一棒万妖巢 这里是 这里是你的意识石海 我是人道道祖 女娲 无天见过女娲娘娘 不知女娲娘娘找我有何事 如今我人道圣人已经归为其八 这最后一位 我想让你来做 不知道你可愿意 若是愿意 我可祝你正道混元 如今你的修为 想必只差灵门一脚了吧 无天何德 何能去做那人道圣人 如今的我 只想为自己讨个公道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佛门 人道指引以及观众的想法 想必不会看错人 而人道圣人也可更好 助你实现你的目标 而你只需成为人道圣人之后 维护好洪荒稳定 既然女娲娘娘如此相信无天 那无天愿意 很好 人道在上 今日我无天正道混元 得人道选择 成就人道圣人最后一位 混元成 可恶 还没完呢 如来 今日你必须陨落 贫僧今天是捅了人道圣人的老窝吗 又来一个火锹 接引圣人准提圣人救我 他们两个耸包可不会来救你 这命运真是奇妙 俺这仪式居然跟你无天联手了 希望你建立的新佛门 别让俺感到恶心 放心吧 一定不会 悟空 你们两个凡骨仔 让你们尝尝我这二十一世纪 半自动拖拉大炮机关枪 这人石拿来的这法宝 威力如此之大 真是可恶 想不到东皇太医也没有陨落 反而比传说之中更强了 太二不跟他们完了 直接动用天道之力 压制他们 给他们致命一击 我告诉你们 我之前是你们的教主 现在也依然是 就这 就这还惦记频道的盘古番 你配吗 佛祖 现在我无天要坐这佛祖之位 你们谁赞成 谁反对 谁反对 就跟这几个人一样的下场 放心你们佛门的那两个人圣人 也不敢说个不字 慈航见过原始师尊 见过无天佛祖 见过原始师尊 见过无天佛祖 你们三人组还真是一点没让人失望啊 便连速度都赶上超光速了 师尊说的哪里话 我们这叫实施误者为俊杰 我瞧 这就叛变了 老子祝你们提升修为 是为了让你们消耗一下他们 结果你们倒好 就嘎了三个人直接叛变 关键人物也没给我引出来 俺还是觉得嘎了他们三个比较好 绝对的祸患 祸患也有祸患的用法 我自有分寸 放心悟空 我无天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俺怎么觉得你成圣之后变了不少 有吗 悟空 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无天啊 话说要不要来我手下做事 让你们来做事简直就是我人生中的败笔 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软的骨头 都给我陨落吧 一群隔音人的玩意 那两光头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还是我自己亲自动手的好 打吧 咱们啥都别管 这贷款还完就是一身轻 还是师兄高兴 这洪荒都已经被玩坏了 等他们玩够了 咱们再出手简陋 说得对 师弟 咱们顺应大事简陋 修为必定还能更上一头 你是上一季的那个时间魔神 不错 早知道 本魔神就直接弄你们了 居然找到些这么个玩意 臭猴子 直接叫你那帮同伙出来吧 咱也不玩那些虚的了 这家伙怎么也来了 师叔 你认识他们两个 老乡见老乡 两年的一汪汪 那个蓝白色衣服的小可爱 交给我 剩下的你们自己挑 这家伙怎么回事 一出现 目标就是我 甚至没有一丝犹豫 很好 你们都出来了 先让我解决了你们 我再去混沌边界帮大人 阁下似乎对自己很自信 苏鸣失职 没问题吧 这时间魔神境界超晚太多了 不然懒就直接上了 一点点吧 那个谁 这里地方太小 咱换一个大一点 你个小屁孩 你说换就换嘛 我可是巴布的洪荒毁灭 不好意思 我并不是在跟你商量 而是在 师叔 你们接着忙 我去去就回 怎么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 居然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要不你看 打打咔咔的多不好 咱们就别打了 你这家伙 一上来目标就对准我 现在更是一丝攻法气息不漏 全靠肉身力量走位 是看不起我木小土吗 咋的 我就是看不起你 打你不需要动用攻法 你看我走位 你打得到我吗 那你试试这招 大幅图诀 好你个木小土 我跟你心连心 你来这么狠的 谁特敲的跟你心连心 等我解决了你 完成约定 我要好好地探索这个世界 看来不动用一点 真本实施不行了 你这招还真有点麻烦 我知法则 言之地深 言之地深 我敲 言分 试浪词 好你个萧活活 消失这么久 竟然来到这里 还耍起我来了 咋的 你不服 我现在的修为 刚好比你高那么一丢丢 还有你 居然跟反派一起来 对付我们主角团 不耍你 耍谁 这我哪知道 是一个叫太处的 把我叫来这个世界的 还有灵动那家伙 是不是也来了 他跟你一样 气息突然消失不见了 没错 那家伙也来了 正好 我也解封了 有没有兴趣跟我去干一票大的 你想做什么 我总觉得你要坑我 怎么会呢 我带你去混沌边界 跟灵动会合 可恶的家伙 把我拉来这里 自己却躲在暗处 呼吸我 你这算什么英雄好汉 有本事出来 跟我正面单挑 你这老头 可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正面打吗 我一直在你面前 你看不到吗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比我强出这么多 也就稍微用了一点点权力 你就招架不住了 少瞧不起人 我可是时间魔神 时辰 时间法子 祸不开 你到底是什么实力 不行 这样下去 不会陨落的 不行 我不想像上一级那般 就此领饭盒 我不要再做龙套 志向挺大的 可惜你不该招惹我们 更可惜你遇到了我 算了 我给你一个痛快吧 不 不要 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 我不想隐落 我也是时候 去混沌边界帮师傅 不好意思 这局我赢了 我敲 大意了 这小子齐力 居然这么好 不过嘛 嘿嘿 时间宇宙规则 时间倒退 道友想好下一步 走哪里没有 考虑这么久 道友的齐力 好生了得 在下自当小心应对 不过我已经考虑好了 道友不要着急 陈道友 请 不好意思 这局我赢了 我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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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倒退 时间倒退 终于 终于赢了 立飞 与道友齐力了得 平安佩服 只是 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累 下棋而已 不用太过认真 陈道友有所不知 在下这是在星星相惜罢了 我敲 星星个叉叉 早知道就跟他打架了 连续时间倒退 三秒 一万次才赢一局 难道我真不适合下棋 既然如此 有空我再来寻道友下棋 此次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棋局也是在下树了 依照约定 平安就此告辞 道友在殿 佛本世道 大道在上 今日 我无天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佛门 作为道门分支 佛门理念 皆为道 放大道见 封 齐天大圣 孙悟空 为 纳摩大圣 设立尊王佛 无天 你知道俺最讨厌你什么吗 就是你这厚脸皮 悟空说的哪里话 这个位置 是我给你的感谢 往后 不需要你做任何事 便可以白拿功德 最后再说一声 悟空 谢谢你 你这样 倒是让俺有点不好意思了 罢了 三师 善师 这俺 无天 俺也不白拿你的 俺这善师便留在你这佛门 多谢本尊 六儿保证 绝不会再做恶事 如此 也好 封 唐三藏为 无量功德佛 至于其他三人 你们若是愿意 则诸八戒为 木木金莲佛 沙僧为 金身光王佛 熬裂为 金身广利龙祖佛 若不愿意 我无天也不抢求 你们皆是我 佛门恩人 今日观音 已经陨落 今日起 你便是新的观音菩萨 望你善待普度众生 做一个世人眼里的好观音 多谢佛祖 您生最当不负众望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改善人们对我佛门的偏见 谁要是做了佛门里的害虫 别怪我无天不客气 所有人到圣人 天外天集合 加固生华和荒 如今就差我天到圣人了 现在想想 也不知道当初是为了什么 明明有更好的方式 而我却是选了最差的 罢了 为了洪荒 老到也该有所行动 浩天 我问你 你可愿做天道圣人 老爷 我也可以吗 曾经的 或许还不行 但如今的 已然有了资格 多谢老爷 浩天愿意 路亚 你父亲曾是天道圣人 不知道 不愿意 若非你曾经算计于他 他又何至于此 我没找你报仇 已经是我仁慈了 我为我曾经的过错道歉 还请你 老爷 要不浩天帮你去劝劝他 罢了 没事 人总要为自己曾经做的错事 付出代价 父神 你看到了吗 如今的洪荒 已然是越来越好了 老师 你怎么来了 童天 频道为此前算计你的事情道歉 还有分裂你们三清知识道歉 如今人道 地道圣人已经归位 就差我天道圣人 所以频道恳求你 若我天道圣人 放心 频道不会有任何限制力 并且把控制你们的鸿蒙仔细消除 不知道你可愿意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就算我愿意 可天道圣人不是还差两位吗 你可有办法填补 剩两位 其中一位我已经让浩天填补 至于最后一位 最佳的便是鲁鸭 紫诚妇文 可惜他不愿意 而通天里已经跳出了命运 成为天道顿趣的仪 但频道愿分化本源 一人补全至最后一个圣位 这是频道的因果 自然由频道吃下 老师 你若再度分化本源 一人占据两个圣位 升华洪荒 这样固然可以 但你也必然会遭受重大的反噬 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无妨 这是频道的果 虽然贫僧此前有私心 但也是为了洪荒 老师 要不我去帮你劝劝陆家 不必 通天 多谢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动身天外天吧 先说明 我答应可不是因为你 而是因为我师父教我的 我是为了洪荒 已经无所谓了 归根道理 都是为了洪荒 师父 我现在的样子 估计会让你很失望吧 但我做不到这么大度 父亲 如果是你 你还会去做那天道圣人吗 怎么 你吗 叔父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既然想不通 那就不要去想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叔父都支持你 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封卫本身并没有对错 有的只是责任 多谢各位相助 往后洪荒 还需你们多加照顾 如今 岸实力更胜从前 也终于有实力 可以陪他们一起战斗 你们在此守护好洪荒 混沌边界 就有岸去 猴子 一定要去吗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 可以一直在一起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紫霞 抱歉 他们是俺的兄弟 没有他们 就没有俺今天 放心 俺一定会回来的 于情于理 我们都应该帮忙 悟空 就由你代表我们洪荒人到前去吧 我们留守洪荒 防止被偷家 同时发动人到大阵 将我们的力量加持在你身上 可以让你发挥出大到极的实力 多谢 能解决了那个红毛 俺老孙第一时间回来 一直陪着你 紫霞 接引准提 你们两个反骨仔 别逼频道揍你们 还不快来天外天 你们两个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才会被人弄成这样 不知道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打针了 醒来发现身上的衣服全没了 再然后遇到一个穿红衣服的 跟他说了两句话 又把我们靠麻袋里面 说要卖给天堂 若不是老师 你强行召唤我们来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两个真是丢人 算了 频道也不想管你们了 正是要紧 老师 要不我们还是去劝劝陆鸭吧 这样下去 你的身体根本源都会崩溃的 我们其他人拥有一个圣位的还好 你一个人就占两个 升华洪荒的所需要的力量 会将你抽干 就算升华了洪荒 没有了天道 也没有意义啊 无妨 如今的天道没了我 也能自主运转 天道化身也在混沌边际 别人太过强大 他们也只是在勉强支撑着 若是不加快速度 洪荒真会被那红毛毁掉 不行就别逞强 老老实实趴着 这一档当你还我父亲的 我做这天道 圣人可不会为了救你 我也是洪荒的一份子 我也有责任守护他 说得好 不愧是我金屋一族 如果大哥看的 相信也会为你感到此痕 好 相信 当洪荒天地人三道圣人全部归位 洪荒世界本源爆发无量尾地 帆补洪荒丽的生灵 从此洪荒灵气更加充沛 修为战力也更加的精湛 你做了这么多 这都最后了 不打算继续阻止我 跟我打一架吗 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你们 我只是答应那红毛给你们添乱 更何况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这是那个境界使用的一次机会 还剩最后一次 我觉得你会需要他 放心 没有任何副作用 尽管 我知道你们也有外力帮忙 但与他比起来 还差一点 嘴说那个境界我们就一定打不过 经过这么多次摸索 我感应到那个境界之中 还有一个隐藏境界 该动身了 大风收大风收 虽然一不小心跑了两个 但是无伤大雅 后面找机会再套回来 你小子一天到晚不做人事 跟我走该做正事 我敲 能不能让我把东西收起来再走 我套个人容易吗 我浪费啊 那个红毛 怎么这么强 这么多主角都打不过 小三子 你上 用你的海神之力 把他笑坏 教主 你就不能自己上马 非要叫我 我站这么远 没被他们的战斗余波崩坏 就不错了 给你们玩了这么久 我也玩腻了 放心 你们不会陨落的 等我消灭你们后 再把你们变成我笔下的主角 你们也会因此再度辉煌 是吗 正主还没到呢 你怎么就自信能消灭我们 来了 再不来 我们只怕要守不住了 这家伙 与我们的力量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你能将他击伤 甚至打退他 莫非你 想多了你们 我这个境界 岂是你们能轻易踏入的 我在踏入这个境界之前 你们可知我经历过什么 没日没夜的吗 只为出人头地 其中艰辛 可不是你们这些 带着主角光环的人 所能理解的 还有主角光环 还是我这个境界 赋予你们的 他说的不错 那个境界 的确不是我们能踏入的 而我不过才半只脚接触到 这才有了伤他的能力 纵使我在未来天下无敌 面对他 竟然只能擦伤他的一点皮 若是给你时间蓄力 能否将他一击必杀 不能 但我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 探寻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若我能踏入 灭他 只是动动嘴的事情 给我点时间 且不说你能不能成功 你觉得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太孤天杰见酒 大道梦远 越之宿命狂爆炸 四人口气决击 留意面风 你觉得他有了 你不担心 你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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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鸟 我最好的 你不猜 我最好 原兄 你们能奈我和 就这该从你们上路了 这熟悉的飞机研莫不是 没错 正是我们小时候的伙伴 你们的光之巨人 小小红毛 见到我 还不速速退去 不然我就让你尝尝 什么叫光的力量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 独自跨越维度来到这里 我不信 给我吧 糟糕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砍过来了 差点就被你唬住了 说吧 你小子又是谁 我给你一个自我介绍的机会 然后就送你上路 这多不好意思 不过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法慈悲的告诉 我就是贯穿爱与正义 可爱又迷人的斗杯角色 嗨大兴 可恶的家伙 你敢杀我 杀你咋的 不活啊 来打我仨 搞事情 我是专业的 这家伙什么来跑 他一说话 老子就忍不住想揍他 没错 想揍我就对了 你的攻击 对我来说软弱无力 是不是没吃饭 可恶的小孩 包子陌生 反地侠 元兄 我知道你爱我 不过不用担心 他还奈何不了我 小剑剑 虽然不善武力 好还是没有问题的 坏啊 就差最后一点了 浩哥 你成功了 这是什么境界 与那个红毛气息截然不同 此境界名为灰粉镜 看来已经不需要我们出手了 终于从那恶心的 折体状态中出来了 那个大钻石 要是再拉我合体 我直接打爆了他 说得好像 我很乐意似的 明明有更好的方式 你非得上去洞出 有辱思问 好了 你们别吵了 看我表演 糟糟 你这小可爱 你跑啊 你继续跑 星星和叉叉 不知道为何 看到你 我就来气 喂 红毛 灰粉 大崔根 我瞧 崔根 你认真的吗 可恶 你竟然 作者静 不过如此 你这是修为 粉丝静 不对 粉丝静还没这么大的威力 你这是灰粉镜 不错 正是灰粉镜 作者定同境界中 粉丝静的隐藏境界 灰粉镜 他画万古 他画粉丝 他画灰粉 你竟是 我本就睁一只眼 另一只眼 作为我笔下的主角 我想看看你的极限 看你能否抵达 与我同一层次 无论是作者镜 还是粉丝静 我都会自豪 这是我身为作者 对自己作品的爱 但你偏偏近身成 但灰粉镜 你可知道 身为作者最强者的我 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些灰粉 那我小剑剑的 我是剑盘侠 原来如此 怪不得脑子 这么想抽你 可恶 你这灰粉 你懂什么 创作需要灵感 你以为我不想填坑吗 所以你就到处侵略 诸天万界 寻找灵感 对吗 你这个气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又是一个隐藏的境界 罢随如此 但我不过是 想给我的粉丝 带来更好的作品 我有什么错 你们这些主角 根本不懂我 你的出发点 没错 但我们这些主角 也是活生生的人 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 键盘奥义 疯狂弹幕 让我再来给你加点 灰粉奥义 大人投诉 凭分拉低 无限怕水 别 别说了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挖汤了 再也不断汤了 再也不动气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好像卡击了一样 不过好舒服 莫名其妙地躺赢了 原兄 这一季要大结局了 快抱我一下 留个影 纪念一下 恭喜各位 圆满完成任务 给你们放一个月的假 跟红框里的人 好好告个别 由于有部分主角 不是通过 本大钻石召唤而来 你们可自主选择 留在洪荒世界 或者回到原本世界 亦或者 加入本大钻石 一个月后 强势回归 开启全新任务部本 开启新的挑战 既然来了 哪有再回去的道理 我申请做战地记者 随时套人 阿布 随便记录各位的完美时刻 想想来到这里后 忽然要走了 还真不习惯 要说最舍不得的 还是红帝 不行 我要去跟他 再唱一遍葫芦啊 奇怪 频道怎么有一种 被贼盯上的感觉 要走了吗 时间过得真快了 眨眼间 已经三个亮节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怎么 舍不得我了 走吧走吧 没了你们这群变数 频道还能安生不少 如今洪荒已经稳定 就算有外敌来犯 也能挡住 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 现在洪荒已经升华 正所谓到无止境 努力修炼 说不定还有再次相见的时候 通天 我还有我自己的争承 不能时刻伴随你左右 临走前 为时再教你最后一见 师父大德 通天莫齿难忘 请师父赐教 一人一剑莫轻易 一剑可斩百万军 荡尽天下不平逝 回首白头 国父心中凌云至 此剑无名 花有在开日 人无在少年 但你我亦有重逢的一天 努力修炼 再见之日 再帮维师刚才一见命名 多谢师父 徒儿一定会追上师父的脚步 元兄 你等等我 想好了吗 猴哥 确定不跟我们走 想好了 俺老孙打了这么久 也该是时候歇歇了 虽然俺很想跟你们一起 但是俺也该陪陪子兰了 这一事 俺终于不会再负他 放心吧 俺相信 只要俺们的羁绊没有断 亦会有再次相逢的一天 既然如此 猴哥 期待我们再次相逢的一刻 老师 可以不走吗 女娃还没孝敬你老人家呢 男儿 立志游四方 再说了 你老师 我还年轻得很 当然要多看看 多走走了 如今 你已经是人道道祖 洪荒 还需要你来维持平衡 放心吧 我们终有一天 会再度相遇 留在这里 我还怎么装可爱 再说了 观众老爷 需要我叶凡 对不 老师 再见 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巫审大人 保重 巫审大人 一路走好 我祝容会想你的 祝容 回头告诉明子 还有你们几个老六 记得将我乍天叫 发扬光大 好了 后头 我们该走了 期待我们再次重逢的一天 时候 你个混小子 都要走了 还把频道好不容易 回到家里 顺着 已有的是 后必再有 已行的是 后必再行 分别意识重逢 重逢意识分别 荒天地 好一个灰粉镜 比我先踏出那一步 不过 洪荒诸天万界 大成全创建 有意者 可申请加入 完成群里任意 可获得 他来了 他来了 大钻石 快说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咱们这系列 从什么开始 咱第三季 就从什么开始 从什么开始 我记得 好像是从我的小五开始的 难不成 小三子 你不要慌 大钻石还没说完呢 再说了 你怕什么 有我们在 还怕拉不回一只兔子 就是 小三子莫慌 实在不行 我小剑剑 给你卡BUG 康吹加V 给你多复制几个 大蒜石 求你放过我吧 我的小五已经很可怜了 介于上一个任务 大家表现十分完美 所以本大钻石决定 这次给你们 来一个娱乐任务 丁 进入平行 斗魂世界 参加五魂殿举办的 高级魂师大赛 并取得胜利 斗魂世界 那不是小三子的世界吗 大钻石 你确定我们进入 不会一口气 崩了它吗 当然了 你们进入 当然会有所限制 进入的人 纠为强制设定 魂力时级 魂环等级十年 不可更变 丁 斗魂世界传送开始 由于是娱乐任务 所以没有特定人选 先到先得 满七人为止 太过分了 咱们吹一口气 就能灭掉的世界 你一个顶配人物也要强 太过分了 耗你个夜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里救你最坏 小三子的世界 你一个大佬级别的人物 就不要进去了 免得把小三子玩坏了 保护三子 人人有责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可就太伤心了 怎么就说 我会把小三子玩坏呢 再说了 大钻石 不是说先到先得吗 我抢先一步进去 合理又合法 既然如此 名额还有六个 相信大家也不想放弃 不如个平本是吧 打吧打吧 这下应该没人注意到我了 嘿嘿 你们谁都别想阻止 我跟元凶待在一起 元凶在那 我小剑剑就在那 哈哈 这最后一个名额 是我小剑剑的了 真是神仙打架 我唐三受伤 我都没打算 跟大佬你们抢 都把我带上 等等这是什么 啊 表你听说了吗 今年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 出现了一个超级幸运儿 从预选赛开始 一直轮空到了总决赛淘汰赛 听说了听说了 好像叫什么炸天学院 根本没听说过 只是可惜 他们的好运到头了 遇到了由赤火学院 跟神风学院组成的新神风学院 果阿表 最看不惯这种 凭借运气经济力 什么炸天学院 也就一时好运 才走到了这里 我劝你们直接投降 可别浪费本小姐的时间 火舞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 小心脸上卡粉 长痘痘 你难道不知道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对手吗 此人是谁 为何我对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三哥 你怎么了 没事小五 不用担心 小三敌对这炸天学院怎么看 老师 那人说的不错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对手 更何况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有意思 竟然靠轮空来到了这里 我倒想看看 这炸天学院 有没有实力配得上这份运气 若是可以 邀请他们加入我五魂殿 下面有我战地记者 楚晓风 客串一下本次比赛的裁判 我宣布 新神风学院对战炸天学院 比赛开始 亮出你们的五魂吧 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既然如此 兄弟们开五魂 炸天学院 十号五魂 最爱喝重奶 十级强攻系战魂师 炸天学院 原始人 五魂破伤风之剑 一零级强攻系战魂师 叶返 五魂子气点 魂力 小火火 五魂火 魂力十级 白小纯 铁弹出来吧 魂力十级 丽飞鱼 魂力十级 炸天学院 唐小三 双生五魂 蓝银草 浩天锤 魂力十级 十级 才十级 魂环配置也 也才十年 不过那个叫唐小三的 竟然也是双生五魂 蓝银草 浩天锤 唐三 唐小三 他们二人有什么联系吗 难不成是双生子 不过他这魂环配置 暴舔天物 居长狼 可有那个叫唐小三的具体资料 报告叫黄免下 没有 全员魂力十级 魂环十年 是要把对手消允罗吗 七个人也就那个双生五魂的能看两眼 不过还是蓝银草这种废五魂 最强的也就是那浩天锤吧 我从未见过如此废的组合 果然是只能靠颅孔晋级的 小三 你可以用什么双胞胎或者弟弟哥哥什么的 老师 我并没有听父亲说过 此人到底是谁 想不到你们竟然是一帮废物 你们不用出手了 我一个人就好了 说吧对面的 你们是想被我打下去 还是直接下去 那个 十号大佬 这局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来 也行 我也有点怕他们打我一拳被震坏 我就决赛再出手吧 谢谢大佬 你们几个人一起上罢 我是乍天学院里最弱的那 你们要是能打赢我 我们二话不说 直接投降 原兄 我小剑剑来了 对付你 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不用武魂都能轻易对付你 真不知道你凭什么说出如此大话 就凭你的浩天锤 十级魂力又如何 对付你 我甚至不需要动用魂力 你们见识的还是太少 不妨告诉我 十级魂力与九十级魂力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百极或许还能让我躺小三 稍微用一点手段 狂妄不过浩天锤 作为天下第一起武魂 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 我封啸天亲自对付你 你可以自豪了 第一魂技 蓝银缠绕 第二魂技 风魂附体 第三魂技 疾风双银 风啸天 你怎么回事 他不过一个十级魂师 你竟然对他使用了第二魂技 跟第三魂技 此人不对劲 唐三的浩天锤 我见识过 远远没有眼前这人的威力大 据我了解 十年魂魂所赋予物魂的能力 不应该有如此魂力 更何况 他的魂力还只是十级 跨越这么多机还能跟风啸天斩得有刃有欲 小三 如果是你 你能做到吗 但用浩天锤 还只是十级的魂力下 拼尽全力 或许能较量一二 但对方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更何况 我感觉得到 他没有权力 甚至 甚至是没用力 跟小三一样的双生五文 还有这股亲切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我应该就唐三这一个儿子才对 还有他说的 十级与九十级魂力 没有丝毫差别 是什么意思 风啸天 我给你机会使用你的三十六连斩 甚至是你跟活武的魂力融合剂 记住 浩天锤 是你的一生之底 活武 用那招 可是那招不是留给唐三的忙 现在就有 会不会 虽然不知道他跟唐三是什么关系 但必定不减 再不用 我们可能连唐三都见不到 疾风三十六连斩 什么 召唐 召唐 单一十年魂还召唐 怎么会有如此的气势 他这一招更像 更像是在解封什么 这一招怎么这么像大虚拟锤 这怎么可能 他这一锤都没动用魂裂 金金只是气势 风兄 我已经留守 打你已经很青睐 我败了 能否告诉我 你跟唐三是什么关系 好让我能坦然接受 谢谢浩哥 给我这次机会 行了 可爱都让你装完了 一会吃饭 你买单 好嘞 客串裁判员 楚小峰 宣布本次比赛 乍天学院获胜 下一场 乍天学院对战史莱克学院 明天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敬请期待 想不到这扎唐的威力 竟然恐怖如此 大师 明天我们对战他们 该如何应对 他这一锤 我说实话 我接不下 不必担心 扎唐的威力固然强大 但试用起来 也是有限制的 凭他实际的魂力 令人要很久之后 才能继续使用 老师 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 他们的队长 他的母魂 最爱喝瘦奶 给我的感觉 十分危险 经常钓鱼的钓鱼老门都知道 咱们的荒天的钓鱼 一上大货 小伙伙 快准备好你的火 我钓了一条大货 我们一起烤了吃掉 怎么样 这条龙不错吧 这条龙细皮嫩肉的 你看就是大补之物 浩哥 你没把它打坏吧 这必须得吃最新鲜的 这还用你说 他就是晕了而已 现在现吃才美味 不愧是大佬吃东西 就是讲究 只是我看这条龙 怎么有点眼熟 大佬求你 请住手 嘴下留情 这条龙不能吃 咋的 为什么不能吃 有什么是我十号 封不下的 小三子 你要是没有一个 正经的理由 等我吃完这条龙 我再继续帮你提升修为 他是 他是我的儿媳妇啊 大佬 请你放过他吧 你这一家子口味真特别 但是我的晚饭不能没有 你去给我抓一个大货回来 谢谢大佬 请问你吃生鱼片布 自带辣味的那种 那你还不赶紧去 儿媳妇啊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现在还不是你该出场的时候 继续睡吧 局长老 昏长老 你们两个带几个喜事 去调查那个乍天学院的人 我要他们全部的具体资料 记住 不可被人发现是谁做的 书像明白 这条鱼绵绵强强够塞的牙缝 要我说还是得龙肉才好吃 大佬 你要是觉得不够 一会儿我再去抓几个大货回来就是 求你别吃那条龙 浩哥 你就别下腹想三子了 你看他汗流加倍了多 其实我觉得吧 也不是不能吃 立飞鱼不是会时间反的吗 时间回溯一下就好了 或者说 忘忧丹来几颗 保证他不会记得今天的事情 好像有几只蚊子飞过来了 咱们要不要搞点事情 搞什么事情 你都说了是蚊子 咱们不妨讨论一下 明天该怎么对战史莱克学院 小三子 看你是这个副本的团宠 你说吧 有什么要求度 我的小五可不可以不打 其他 你们轻一点 不要打坏了 他们在吃什么东西 这么香 红色魂环 最少十万年的魂兽 说考就考 他们不知道 这个十万年魂兽 极其的珍贵吗 还不吸收这个魂环 倒舔天物啊 不过就凭他们这十集的魂力 是怎么把这鱼弄到手的 应该是他们学院的老师 或者他们其中一个人的长辈吧 不然这说不过去啊 还有 老魂 你看这魂兽 像不像海神岛附近 那个传说中的霸主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还动手吗 如此强者 我们竟然闻所未闻 也不知道是敌是有 再说 来都来了 哪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必须探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还是那句话 不可暴露 老魂 一会要是情况不对 你我第一时间跑 老橘 我知道了 你给我上 魏武魂殿尽忠的时候到了 小伙伙 你这火放大了 这烟都呛到我了 放小一点 一个喷嚏 就把我的一个魂圣喜事给打没了 还一点魂力波动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不对 一定是一个实力 远高于我们的强者出手了 我们没有察觉到 不然一个喷嚏 就能把人打没 这一点都不合理 所以只有这一个解释 你们几个一起上 老魂 我们仔细感应 看看他到底是多少级的强者 实在不行 我们开两级静止领域直接跑 武魂殿 你们还真是喜欢 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老魂 快跑 一点都感应不到 见爷爷 你来了 我们荣荣的比赛 你见爷爷能不来吗 小原子看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人 父亲 你来了 见过您 您叔叔 您好 不用多礼 荣荣 小三 接下来的比赛 可有信心 我听说了 有个跟你五魂一模一样的 其乍环威力 不容小聚 放心吧 您叔叔 我们不会小看任何一个对手 每一场比赛都会认真对待 既然双方学院出场队员已经就位 那么客串裁判楚小峰宣布 本次比赛开始 按计划形式 先发制人 你们上 我看情况给对面治疗 记得别直接打坏了 第四魂祭 蓝银球龙 不错的计策 利用蓝银球龙限制的时间 集合你们五人之力来击败我 但是 带老大 汉子 小五 竹青 现在的你们还是太弱小了 你这语气跟声音怎么会 带老大 也被他迷惑了 这是比赛 蓝银球龙的时间有限 全力击败他 浴火凤凰 凤凰浮现 矿子 不好意思 我的蓝音草 不灭 你这家伙子 到底是谁 十级的魂力拳头竟然这么硬 但老大 我知道让你认输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能把你打趴下 就凭你一个十级的魂师 就算你用浩天锤炸怀 我们也有办法应对 更何况 我并不是一个人 第三魂技 白虎金刚变 你是不是还想说 如青跟小五在我后面 而唐三在蓄力浩天锤的乱披风吹法 这家伙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对他怎么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三哥的味道一样 暴天锤 论披风 炸魂 暴天九诀 镇字诀 九宝玲珑心 一约立 二约素 三约魂 四约日 论披风的要点 在于建立用 风过不断的打击 以一个点 达到疑点破灭 第八十锤 第八十一锤 九九归一 多谢 但你为何会如此帮我 因为我如果不指点你一下 接下来你会背奏得很难看 唐三啊 接下来你自求多福吗 自己让自己自求多福 这感觉 谁懂啊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PY好大佬了 挨一顿走 还能提升魂力 想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 小五 我先带您躲远一点先 大佬不出手一次 观众会不关心的 所以只好委屈一下他们了 不好 你要对我的小五做什么 你猜 放心 小三子 你好哥我会很轻的 什么时候 这么快 挣脱蓝银球龙 可恶 三哥 我来帮你 那啥 你也是玩火的吧 咱俩玩完备 第四魂祭 凤凰笑天机 等一下 你刚才说你这招叫什么 这是我的第四魂祭 凤凰笑天机 什么 你说话好小声 是不是叫凤凰笑天机 不是 是凤凰笑天机 笑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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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笑天机 我知道了 你继续 是笑天机 笑天机 啊呸 可恶的家伙 敢耍我 凤凰笑天机 可恶的家伙 竟然站着不动应接我这一招 就让你尝尝我的浴火 凤凰的温度 烧怪你 凤凰笑天机 第二阶段 凤凰岩将出 你这笑天机也不行啊 这怎么可能 马洪洪的凤凰火焰 经过新品操药的戏 已经是世间的极致之火 他怎么可能轻易打住 除非 除非你跟我一样 拥有极致之火 但你十级的魂力 就算拥有极致之火 也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 这片大陆的极致之火 我烧饭都不用怕 想知道我这是什么火吗 你来试试吧 诈环 什么 又一个诈环 教皇大人 我突然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这诈天学院 该不会人手一个诈环吧 如果是这样 那么根据你们之前的情报 这诈天学院得重新定义 局长老 去让我们武魂殿队员 提前融合魂骨 必须确保他们的胜利 书相明白 教皇大人 我这就去安排 我这人不会什么大招 你要是能接下我这一团火 我直接下场 不再参与战斗 居然这么看不起我 不就是一团小小的火焰而已吗 炒死了 别过了 这火焰你们顶不住 比我的凤凰火焰温度还要高 你们会被烧伤的 有我在 你们两个就不要想过去 只要你们不动 我就不会打你了 这小子居然也是用剑的 竟然这么欺负我们的熔熔 好 我记住你了 晚上你给我等着 胖子 可恶 你快放开我 胖子 这是为你好 终是凤凰成了神 丢了羽焰 失了魂 若是你连这点火焰都顶不住 以后你弹劾与它在一起 胖子坚持住 我来救你 小纯 该我们表演了 铁蛋 出来完了 怎么会这样 你的肉身怎么会这么硬 还好还好 不过也幸好你的力量小 不然你打我一拳 还会被震坏掉 第一魂击 时间回溯 伤势治愈 我的伤势恢复了 还回到了全盛时期 既然恢复了 那就继续吧 我这人 有很多优点 特别是 尊老挨幼 从不祈福若想 有很多优点是吧 一会我就让你哭 白虎金刚变 白虎猎光波 白虎流星拳 铁蛋 我知道你喜欢猫耳 但是你也不用 这么追着人家不放吧 看把他吓的 家人们 谁懂啊 有怪鼠鼠 幽灵突刺 第三魂击 幽灵感 你看你 我就说你把人家吓到了 人家只是五魂式直猫 本质还是人类 跟你品种都不一样 姐姐打人了 更喜欢了 怎么会 明明魂力才十级 为什么我会没有还手之力 你猜 小三子 我都没敢用力 怕把你打坏了 接下来这一招有点痛 你忍一下 很快就过去了 乌鸦 我敲 忘记用五魂来打你了 我的肉身 你顶不住的 我敲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大老啊 你怎么就不能再收敛你了 三哥 这是凉凉了 李飞宇 快快快 赶紧复活他 不然一会被发现了 咱们的比赛 就要被判输了 浩哥 你那肉身 就别动手了 你要是再用点力 这世界都没了 也还好 我这复活他 需要消耗的力量不多 不然气息一路 咱任务都不用做了 行吧行吧 再说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这得怪小三子 谁让他这么脆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感觉 自己已经洗了一般 没什么 刚才你就是头被撞了一下 晕过去 不好玩 一点都不好玩 我走了 吃东西去 这家伙这么随意的吗 比赛说不打就不打了 不过也好 他们少了一个人 只是 我的魂力 怎么提升到50级了 如果不是因为 还没有魂环 我感觉我还能突破 真不管了 比赛要几 史雷克奇怪 七位一体 浩哥这家伙 还真的他没办法 三哥需要我们 怎么办 你们过去吧 我保证不动手 你也过去吧 小五 还行吧 不枉我用我的火焰 打磨你的体质极限 话说这世界限制还真的大 没魂环不给突破 他们这是五魂融合剂 不对 他们并没有爆发五魂 怎么回事 这是我交给他们的 七位一体融合剂 并不是五魂融合剂 虽然不知道 小三刚才发生了什么 众生之后 审视全部恢复 这魂力 似乎已经突破到了50级 还有马洪洪也是 看来都玩得差不多了 那便结束吧 你们要是能破我这顶的防御 哪怕是一道裂痕 乍天学院立马认输 这是浩天真神 想不到这颗的小三 闻力竟然已经超过的70级 浩天真神一出 这场比赛的结局 相信已经定下了 只是可惜了 没能在总决赛上用出这招 唐三竟然如此精彩绝艳 这么大的威胁 必须将它抹除在摇篮之中 原来当年的漏网之鱼 在这里等比赛结束 我再来收拾你 看来有些事情 尽管想改变 但最终也会回到原有的历史上 放心吧 小五有歌在 没人能欺负你 史莱克学院已经毫无战力 我宣布本次比赛 乍天学院获胜 下一场明天同一时间 同一地方总决赛 乍天学院对战五魂殿学院 敬请期待 既然居然输了 这一点都不合理 一个十级魂力的地 怎么可能打得过浩天真神 乍天学院是吧 十级魂力 有意思 晚上走夜路小心一点 你这大蝙蝠 我警告你 趁我现在心情好 赶紧走 别挡到 忽然我一根手指灭了你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可是魔魂制度 岂容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更何况 你这家伙 把我魔魂路的上古一生 不按规矩就想拿走 胆子很大 我十号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拦得住吗 老子数 老山 我可不想崩了这里 虽然不知道 你是用什么办法 打伤这一兽 还有进入魔魂路 但就凭你一个十级的魂力 可笑 下辈子多喝点核桃水 鼓鼓脑子 很好 本来抓到个野位 我心情好 懒得跟你这蚂蚁动手 但你一个占了别人身体的大蝙蝠 竟敢挑衅我 那你也进我肚子里面吧 你竟然看得出我的本体 这家伙被那大蝙蝠侵蚀得很深啊 算了好人做道理吧 我这是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 波械前辈 浩哥这家伙 估计在哪里抓野位呢 咱们等着就好了 你们说 今天咱们这么对待这个世界的小三子 会不会给他幼小的心灵 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实在不行 给他来几颗忘忧丹 忘忧丹 这名字 一听就跟我的梦玄丹一样正经 要不咱们研究 探讨一下炼丹 弱小的我 完全不敢说一个不字 溜了溜了 我得去看看小五 命运轨迹发生改变 我怕五魂殿的人提前动手 你们见到我不害怕吗 害怕 我们为何要怕 你的剑软弱无力 你可能对我们的实力有什么误解 你可知我是谁 就是积极封号斗罗 白天的时候 就是你欺负我家荣荣是吧 所以你是想找场子互短 还是说想把我嘎掉呢 剑车 从不欺负弱小 我知道你虽然才十级的魂力 但你的实力却不止如此 我也不欺负你 看你也是用剑 我特地来支点你几招 你小子笑什么 没什么 前辈一会你多教我原兄弟几招 行了天色也不早了 赶紧打完睡觉吧 有好戏看了 我先让你出招吧 不然你可就没机会了 那都不好意思啊 万一观众说我欺负人怎么办 我就单用剑招吧 不用魂力 什么 这 这是剑衣化型 算了 我再帮你们一下吧 先把这里附近屏蔽了再说 免得气息泄漏 打崩了 不好 好恐怖的剑衣 我的剑衣与支比起来 如同小山剑大山 欺煞真身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他甚至没用魂力 这只是单纯的剑衣 七煞精围起 一剑破长空 前辈 恕我眼多 冒犯了前辈 还请前辈见谅 我敲 前辈这是来这玩的吗 刚才那一剑 恐怕五魂颠大群 这人皆都接不住吧 前辈这还是没用魂力的情况下 炸 这位你刚才拿剑指着我的赔罪 你可服气 服气 请前辈恕罪 别说剑衣了 单凭诈环所爆发出来的气势都能压伤我 前辈到底是什么实力 很好 看你本心也不坏 也是用剑衣 我便指点你几招 我可不想看到一个有着不错见到天赋的人 因为世界限制而埋没 多谢前辈看得起我 只是什么是世界限制 将你的魂环亮出来 前辈你 你有七煞剑作为武魂 本来应该是得天独厚 但世界规则的魂环限制了 你的剑招大部分来自魂环 若是没了魂环技能 你恐怕打不过同级别的人吧 所以不妨换个角度想想 魂环固然能给你带来能力 但也同时限制了人本的天赋 你并没有几个属于你自己的剑术 前辈说的是自创魂技吧 很多人穷极一生都难以领悟一招 仔细感悟体内的力量 让他们回归本源 让魂环不再限制于你 我这有一招 明 进来 好好看 好好学 若能参悟 你在这方世界将在无敌手 进来 悟性不错 若你在领悟几分 便能突破百级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需要 这世界的神位才能飞升 努力修炼吧 没什么事 就别打扰我们吃饭 多谢前辈指点 只是晚辈不明白 为什么前辈都如此实力了 还要来对五魂城参加比赛 是不是想说我们有点欺负他们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没错 我们就是来欺负他们的 因为好玩 小五 对不起 哥不是有意要偷看你 哥是想来保护你 可谁知道你在洗澡 是谁在那边 可恶的流氓 顺移 糟糕 被发现 小五 你听我狡辩 还想狡辩 去洗吧 臭流氓 暴打八段摔 小五 别打了 我是唐三 你的三哥 我三哥哪里会像你一样 偷看人洗澡 敢冒充我三哥 最佳一等 该打 抱打八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玉佩 你怎么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上面的气息 不可能会错的 因为这是未来你交给我的 我并不是这个时间段的扛三 原来如此 三哥想不到你未来 竟然这么厉害了 这没什么 放心吧 明天你尽管带着这个世界 到我的旁边 有我在 没人敢伤害你 今晚我会在这里 至少 不你到明天 我一直以为我隐藏得很好 想不到你早就看透了 谢谢你 三哥 局长老 魂长老 事情安排好了吧 回禀教皇大人 卧物魂殿精兵 已经隐藏在这里附近周围 保证比赛结束后 他插至南非 很好 二位长老辛苦了 剑书 你突破了 这是99级极限斗罗 怎么会气息沉稳 隐约之剑 随时可以突破百级 不错 性的高人指点 待我多参悟几分剑乙 百级 不过刚刚开始罢了 一夜之间 连破两级 看来七宝流利宗 得重新定义了 双方学院队员 已经出场就位 那么本次客串台判 楚晓风宣布比赛 我身上怎么多了 一道奇怪的光圈 这其实有点像武魂觉醒 可是大蒜石 不是已经把大佬 你们的武魂 设定好了吗 怎么原大佬 又要觉醒一次 天不声我剑盘侠 剑到万古如长夜 原兄 想我了没 没想也没关系 小剑剑 想你的锦 什么东西 人形武魂 仍有如此类似可能 有意思 人形武魂 看他样子 与其说是武魂 不如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也不为过 剑排侠 你怎么过来的 不是限制了七人吗 对啊 限制了七个人 关我武魂什么事 我是原兄的武魂 我不是人啊 既然武魂觉醒完成 那么比赛继续 开始吧 等一等 我有问题 那家伙明显是一个人 哪里像一个武魂 七对八 对我们不公平 你这小灯 居然敢质疑 我小剑剑 我头颈上 那么大的两字 你看不到吗 老子是武魂 他确实是武魂 我的感应没有错 乍天学院 并没有违反规则 比赛继续吧 既然你那么详细 一会我成全你 你这小卡拉米 看我一会疯了你 什么 这不魂灵的队员 竟然全员武士级以上 在家杀了 我从二级 你敢想想 如果是我们队上 要花费多大的代价 才能影响 多大代价 放心吧 很快就能结束 简直播 也不看好战 插天学院吧 毕竟他们在世纪的婚礼 尽管他们会召唤 但世纪与武士级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武魂殿学院 很快就战败了 直接使用武魂融合剂 别给他们机会 道返江康曲 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精彩 最靠近我来 最靠近我来 何必多人不快 我住满天下的女孩 找一个好男孩 两小口永远在一块 我住满天下的小孩 聪明生活小灾 成为充满的脑袋 我认输 我也认输 认输加9527 太碎了 堂堂武魂殿 居然打加塞 要电杯练补 老子压了场外 压了全身 加当武魂殿赢 敲你的猴子 居然打都不打 直接认输 我小剑剑想了想 与其将你们崩了 不如这样 打击你们的内心好 既然武魂殿学院成员认输 那么我宣布 本次比赛 乍天学院获胜 教皇大人 这这这 咱们要不要插手 让他们重赛 这太假了 不用了 这应该是 那个武魂的能力 你看他们 到现在还没清醒过来 控制了他们这么久 保不齐 还有别的控制手段 就算重赛 也只会输得 更难看罢了 再说 他们也没有违反规则 总不能限制他们 都不能使用武魂吧 既然比赛结束了 那么该做我们的正事了 武魂殿 一千金兵何在 给我包围这里 怎么 堂堂武魂殿 输了比赛想耍赖 剑斗罗晨星 这里没你的事 比赛自然是我 武魂殿输了 这我认 但是 史莱克七怪中的小五 当年的漏网之余 十万年魂兽化形 意味着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有我在 谁都别想伤害小五 小五你快走 我拦住他们 放心吧 三哥 没事的 对不起了大家 我欺骗了你们 武魂殿说的不错 我的确是魂兽化形 老骨头 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看老子一打二 揍趴你们两个 玉玉神辉煌紧转 玉大哥 没以为我不敢动手打你 想伤害小三跟小五 救心从我的身体 生他过去 老师 你快走 他们的目标 是我跟小五 我不能连累你 闭嘴 咱们老的还没断气 怎么能让你们 小的先我们一步 还愣着做什么 趁现在赶紧跑 你们一个都走不掉 一千金兵何在 给我抓住他们 记得留活的 这是浩天锤 哦 该同会是父亲 区区五魂殿 也敢伤害我儿子 今日我唐浩前来讨债 只是还有一把浩天锤是谁的 这把浩天锤也是父亲的吗 这把是你的 庞三 哎呀 未来的三哥 你别闹了 自己也要懂 以前的自己 还有以前的各位 好久不见 这可爱都让小三子装完了 都怪这方世界 太脆皮了 好想上去封一下 你是未来的我 不然呢 你以为谁都能拥有一模一样的 双生五魂 蓝银黄 跟浩天锤吗 那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实力 白鸡 我现在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大罗金仙罢了 不用怀疑 就是你心底深处那个世界的大罗金仙 我的天 未来的三哥这么强 难怪先前比赛这家伙行为那么奇怪 原来是小三 只是你们居然帮我们打得这么痛 不磨练一下你们 你们怎么提升实力 胖子 现在你的火焰比之前更加精准了吧 那可是我求了我这天学院的朋友很久 他才答应的 这一次你应该不会再失去他了 三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是谁 以后你会知道的 你这老骨头 不行就不行 非要硬撑老师一边喊我救你不就好了 你这家伙就在旁边看戏吧 我要没了 你看荣荣还认不认你 放心了 你要真打不过 我会上去救你的 不磨练一下你 以后谁跟我打架 毕竟我随时可以突破百集 教皇大人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唐浩跟唐三这两家伙 太棘手了 想不到乍天学院的唐小三 就是未来的唐三 他的实力 恐怕不在你我之下了 具体实力不明 我武魂殿众长老何在 敢冒犯我武魂殿威严 战安 你们三个人的对手是我 一个人就想拦住我们三个 你在逗我吗 那如果是这样呢 进来 埃及怎么可能 就这我还没用力呢 还行吧 勉勉强强 不过这桩可爱的气质 学得有我半分精髓 可恶 竟然突破了百集 为何会出现 如此之多的不可思议 都是因为这未来的唐三吗 行了 该结束了 父亲又没有兴趣 一起来一锤 当然有了 想不到在未来 我的儿子居然这么巧 还能跨越时空 回到这 今日就让我们父子 一起锤烂这五根垫 战魂 好好好 我也陪你来一次乍环 小三 看好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耗尽锤 大须弥锤 菊花铲 满地上 包落人断肠 大须弥锤 我们走吧 父亲 留他们一命 后面我再跟你们解释 小三 你既然有力量消灭五魂殿 为什么要留他们一命 你既然是未来来的 就应该知道 你的母亲阿盈 就是被他们 不是我不愿意去消灭 而是不能 你们现在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 能看到的自然很极限 我们的仇人 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人 密室斗罗千寻吉 而非五魂殿 而千寻吉 已经被比比西嘎了 知道这个事情的没几个人 所以 与其去找五魂殿报仇 不如化干戈为玉国 一个是小家 一个是大家 化解魂兽与人类之间的矛盾 才是最好的办法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小三 多谢父亲能理解我 这是天纲三十六变 与八九全公 后面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加油吧 而我也该跟我的朋友 回到原来的世界去了 再见 小三 我为你感到自豪 后面 我会跟现在的小三 会努力改变原有的结局 环斗魂大陆 一个盛世和平 谢谢大佬 给我装可爱的机会 自己跟自己装可爱 太爽了 恭喜各位 祈福小朋友成功 完美完成任务 不知道各位玩的可尽性 不好玩 一点都不好玩 我都不敢用力 野味也才吃了个塞牙 大钻石 来点有挑战性的 别逼我灰粉 那就应你的要求 来个有挑战性的 实力不够 可能会陨落 各位请小心 还会陨落 我的天 我看大佬你们表演就好了 大钻石 你可别选我进去哈 别默契 赶紧说任务 我们这里 哪个不是经历过 大风大浪过来的 丁 前往大荒宇宙 参与见南关十三站 就下粉该 因此陨落之人 特别提醒 本任务 还有一个隐藏任务 由原始人完成 不可参与见南关十三站 请自行摸索 居然是这一站 各位还请拜托了 这是我的世界 只要从败局里 替原本之人参战 赢下比赛即可 见南关十三站 前面三场还好 从第四场开始 局势发生改变 战况愈发惨烈 大黄宇宙之人 相继从中战败而亡 而我们只要从第四局 第六局 跟第八局参赛 赢下后 第九局就会进入赛点局 他们必定会用上底牌 与最强之人参赛 所以我建议这第九局 由浩哥压轴 稳定拿下 至于前面几场 你们可以自由安排 但一切量力而行 毕竟对手也不弱 好一个压轴出场 小原子安排得深入我心 这把高端局 必须狠狠地秀一把 这同时也是我的世界 我岂能坐视不管 这第四场由我来站 给原来世界的师傅 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这第六场由我来吧 耶黑你上把秀过了 这把就不要去了 我赞成 给其他人一点表现机会 我抗议 上把明明是小三子在秀 我哪里秀了 高端局 怎么能少了我叶凡 抗议无效 耶黑你也有今天 那第八场就交给我吧 人家明明在小三子的世界 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就不给我上去 打一把高端局 我觉得很公平了 一人一次机会进去秀表演 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 哪里公平了 你分明 要连续进两次了 叶黑你不要睁着眼睛瞎说 上次明明是十号进去的 关我荒天地什么事 这高端局我打定了 谁反对 既然已经选定好人 那么传送开始 时间线 大荒宇宙剑 南关十三战 第四场 原始大帝 派出你方出场之人吧 不用叹我话了 接下来出场的人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一切听天由命 真是失望 我的对手居然是你 原始大帝 如果你不想他陨落 趁他没进去之前 赶紧换你来跟我打 我从出生便是剑道之子 我倒是想看看 是你的剑道墙 还是我的无影剑墙 奇怪 我大荒宇宙 什么时候多了这几个人 境界连我都看不透 不愧是外来的奸细吧 要不要将此事告诉原兄 暂时不用 原始大帝 他此刻压力无比拒大 他们几个由我们看住即可 若是发现有不轨的举动 立刻将他们摸入 我原始大帝 岂是你说挑战就能挑战的 先过我这一关 再说 既然如此 那原始大帝 一会记得给他收拾好麻袋 怎么回事 三清前辈 你看清是谁进去了吗 没有 度度太快了 难不成是我大荒宇宙某个隐士 此人并不是我方原定出场之人 可否让他们出来 重新进入比赛 这位朋友 感谢你的仗义之举 但我不想你因此丢了性命 还请快出来 原始大帝 你当这里是儿戏吗 说进就进 说出来就出来 既然他想代替别人进入 就要做好陨落的准备 可恶 若是让一个无辜之人 因此丢了性命 我这大帝有何地自处 你这家伙是谁 怎么进来的是你 那个阵法师呢 那个阵法师有点害怕 所以临时把我换进来了 由我跟你打一样的 是可杀不可辱 分明是你抢先我一步进去的 居然这么说我 这声音是你吗 原始人 我不确定 也可能是声音一样罢了 毕竟他已经 不过 既然你进来了 那你便是代表大黄宇宙参赛 输了 下场便是陨落 我可不管你是谁 你好慢 就这也想挑战我原始大帝 敢说我慢 你成功惹怒我了 无痕大帝 无痕传承 我倒要看看 你能接我几件 无痕剑 无影无痕 唯一自开 这位朋友 如若挡不住排行列出版 感谢你及仗礼之举 我替大黄宇宙的人 谢谢你 对方人是大帝 其战力过影小距 我不会怪你 人是大帝 我尊敬你的为人 你若是答应此局过后 跟我打一场 我便留他一命 如何 好 我答应你 不就是大帝吗 很稀罕吗 我也是啊 这七夕 怎么回事 大荒宇宙 怎么又多出来了一个大帝 平常低调 至无人所知 关键时刻 力挽狂澜 替队友挡下 避陨落之举 此乃真勇士 我言轻敬佩你 还请告诉我 你的名字 你小子 怎么又关键时刻犯定 宗明肯定是跟你们学坏 居然学会卡点 这个世界的事 对你徒弟我有点信心 欲爱之人 想突破剑难关 我宗明不答应 你这家伙 你的确有两下子 但不会就这样接不住了吧 前面不是很嚣张的 要挑战我师父的吧 连我都打不过 少瞧不起人 我生来就是剑道之子 我的剑 所向披靡 剑道宇宙规则 大乘 无痕剑 毕竟是师父原本的世界 若是表现的太强 提前招惹 本不该出现的强者前来 这样反而不好 表现的彼此人强异 又不引人怀疑就好了 还以为你真就这么强呢 太初第九剑 极剑 不过如此 你也会受伤 宗明 传闻之中的苍天大帝 还是久境极境的修为 不应该如此踩对 脱飞 他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导致实力发挥不出来 原始人 你这苍天大帝 好像情况不对 他如此着急的进去 想必你没给他留有底牌吧 看样子 这一位大帝 要就此陨落了 该担心的是你们才对 一个久境 一个久境极境 孰强孰弱 还要我说吗 他是我徒弟 我相信他 宗明 这一次 你可不要再出事了 我接了你一剑 该你接我一剑了 正好 我师父也教过我几招剑术 剑道领咒 归归大车 我划梦为道 无声若梦 万个邪梦 复令梦典 见 有无忌 攻入攻畅 能藏天大 机会值得提 非非公民 无弱不敌 为师不想你再出事了 怎么会 我本以为 除了轻衣剑修之外 我的对手 只有原始大帝 没想到 我连他徒弟的剑道 道义都比不过 所以就你也配挑战 我师父原始大帝 下辈子吧 师父 抱歉 没跟你提前说明 就上去参赛 索性赢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苏鸣 不愧是苍天大帝 尽管受了伤 战力依然如此强劲 这局你们赢了 希望下次 你们还能这么好运 我们走 徒儿 你坚持住 我带你去疗伤 好家伙 这演技 全被他骗进去了 若非我知道他的实力 说不定我也被他骗了 苏鸣这样做 估计是怕我们来改变了 原有的轨迹 产生出更大的变数吧 后面我们也注意一点 我去一个地方逛逛 这里某个家伙一直盯着我 我也该去想想 我的隐藏任务到底是什么 下一场是玄奘师兄 对战与外练丹师 相信不会有什么意外 平局 不过还请两位在此坐镇 以防万一 去吧去吧 若是隐藏任务太难 记得回来找我们 原兄 你们两个人是谁 我明明闻着我 原兄的脚气挖出来的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 我原兄呢 我们两个只是路人甲 原始大帝刚带着他的徒弟 离开了这里 你回家找找 说不定就看到了 不应该啊 我有独门秘法 专门追踪原兄 难不成他的脚气大道 可以让我的追踪术失灵了 哦 对了 谢谢你们告诉我 原兄的踪迹 以后有事报我的名字 我可是原始大帝的小娇鸡 朱鸣 你的伤势 师父 抱歉 骗了你们 其实我压根没有受伤 为了不引起更大的麻烦 我只能装作重伤给外人看 别问为什么 总之我不会害你 师父 你有我什么不相信的 你是我徒弟 你不想说自然有你的道理 总之 徒弟 回来就好 走 去配为师喝两杯 跟我说说你这些年 来了 说说吧 你们想做什么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 这世界的时间轨迹 悄然改变了 就是你这家伙 一直盯着我们几个人吧 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只是想大慌赢下 这场比赛而已 你们要做的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们当中有一个人 想必你应该也知道是谁吧 他总不能自己害自己吧 也罢 只要不是太过 我便不会出手阻止 想必上次你们插手 是在圣三界的时候吧 虽然那时候只来了一个原始人 改变了不少 但后续的发展 还在可控的范围内 原始大帝 苍天大帝 上局侥幸让你们赢了 接下来 你们可没那么好运 我倒要看看 大荒宇宙 还有多少个没露面的大帝 替你们打 目前比赛我方三胜一瓶 你们有什么好嚣张的 该担心的是你们 只有我们再赢下四场 你们将再无机会 就是就是 有什么好嚣张的 懂不懂 三胜一瓶的含金量 就是我方 赢三场后 后面一马平穿 免压你们 狗言惨喘吧 第五场 开始吧 我的对手居然是你 五行大帝 怎么 太怕了 太怕就认输吧 免得丢了小米 久闻五行大帝 练单手段 天下无双 不知阁下可有兴趣 跟我比一比 这练单技术 但说无妨 自古一毒是一家 你我个练制一枚毒单 给对方吞下 凭借各自的手段解毒 活下来便获胜 如何 如你所愿 比拼练单 优势在玄奘师兄 这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师傅 可不要小看了 对方的练单师 敢提出以此方式比赛 自然有自己的手段 这场比赛 大概率是平局 这位朋友 一直盯着我们不好吧 这样很不礼貌的 特别时期 你们凭空冒出 加上你们的境界 我看不透 很谨慎 不错 大荒宇宙有你是他的福气 你尽管看 我们永远占 大荒宇宙这一边 希望如此 隐藏任务到底是什么 奇门前辈 我来看你了 只可惜我击人未够 不然 非暗动乱 你这家伙 是谁竟敢来到这里 这是 丁 恭喜发现 隐藏任务 你怎么还不走 我懂了 既然如此 来吧 这里应该很杭杂的吧 这里有结界 你大可使劲到 正好也让我看看 另一个时空的他 带来的朋友 有多大能难 那我就放心了 他画万物 不败圣枪 有意思 不败圣枪 不败 大远马 一只枪 错小 他画自在 无敌路 笑九天 怕炮星辰灭宇宙 至上无我这般人 无感人将终落 抱歉 失败了 没能读喜 没事 你已经尽力 平局也是能接受 只是谁都想不到 他的圣体还能这样 赢 玄奘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根基有些受死 花点时间修复 回来就好 若但论练丹能力 这把是我赢了 但是 可惜了 无妨 能平安出来就好 原始大帝 明天咱走着瞧 三清前辈 如今赛局已接近过半 外遇宇宙一场未赢过 我担心下一场 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强者 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 重新出牌 你说的不无道理 我们对域外的信息少之又少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就已经处于劣势 要我说直接打 怕个屁 你们这些一个个耍心眼的 心脏的很 师父 我觉得 已不变硬万变比较好 你们原先是怎么出牌 变怎么出牌 苏明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 先前听你的语气 就已经知道玄奘师兄 会跟域外打成平局 大钻石约 不可说 不可说 你这家伙 还跟师父耍起心眼的来了 也罢 为时相信你 就听你一次 既然苍天大帝已有计策 我们便按你的办法来 原始大帝 这第六场 看起来你们胸有成竹 如今优势在我 不知你可准备好了 如若没有 你大可就此任输退去 多说无意 有我在 此局你们输定了 原始大帝 派出你方出场之人吧 大言不惨 还没开始 你怎么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赢 阁下若是有本事 便从这里面活着出来 再来说这句话 我在里面等你 怎么回事 又跟上次一样 被人抢先进去 不过这域外宇宙 好像算到了这一步 若是被他们算到 那帮助我们的人进去 岂不是凶多吉善 无论是我方的这人 还是对方的人 我们谁都没有料到 这域外之人 果然深不可测 只是此人 是那个红色衣服的人 抢先我方之人一步进去 我就知道 你们还会来这一生 不过 你们怎么 好像都不知道一样 但无所谓了 我的计策已经成功 这局你们必败无疑 苏明 这是你安排的吗 只是 他们好像算到了这一步 你安排的人 只怕若是不敌 苏明让他认输吧 他们这一步 的确是意料之外 看来事情开始发生偏差了 不过师父还请放心 我最初的目的 只是不想让 不管对方谁出场 都是一样的 原来如此 苏明谢谢你 这是你朋友 真的可以吗 料地于仙级 贵于筹谋 单纯的谋略上 这局你们就已经败了 原始大帝 不知 你可曾听说过 终结大帝神 真是无趣 本以为无心的计谋 能给我炸出一个大帝出来 没想到竟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小娃娃 你若是没有底台 真你 只需一招 你说的对 我的确不是大帝 我只是一个战地记者 平时的爱好就是套人 战地记者 爱好套人 一听就是好正经的工作 请问还招人吗 终结大帝神话 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能以无尽的底蕴 与太初处终结大帝拥有者 除他之外 还有一人 不愧是苍天大帝 名不虚传 距离我们二人 名阳欲外之事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不知苍天大帝 能接下我几招 我很想试试 那岂不是说 他们二人的实力 早就远超久境极境 不错 这局你们必败无疑 实在无趣 让我送你上路吧 顺便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事太出术 你也可以瞑目了 大玉神背首 第一室 通过警告 不堪一切 这一局 我 终结大帝神话 不错的招数 你能终结大帝 但不知道 你能不能终结 我这一帝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无奈 除天地 除小风 我还是跟苏明一样 表现得比他强一点点就好了 怎么 前面不是说 要一招瞄我吗 你行不行啊 不会一招就虚了吧 一时大意罢了 不过 你这样 我也终于可以认真起来了 看不出来 平平无奇的你 居然拥有久近 极近的修为 且不落于大地 多谢发家 我不过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天地罢了 你很好 值得我用出那一招 这招是 真正命运法的太突如 不错 不错 我也好久没看到他用出这一招了 此招一出 这场的胜利已经敲定 因为当年斩大地的时候 他这一招还没有出全力 但这一次 有胜从前 宗明 太朱树真就这么强悍吗 他说的不错 虽然有些夸大 但也差不了多少 不过太朱树而已 师父你也可以自行领悟 太朱树最终是 黑虎绿火独鹰 好厉害的太朱树 竟然让我受如此伤害 看来不拿出一点 真本事不行了 你能接下这一招不隐落 还只是重伤 已经说明了你的能力 但比起我还是差了一点 就让我来捡你吧 黑虎 略过突鹰 大力牛魔拳 什么洗皮处天地 还不是洗在我的太初树下 以后我的外号又多了一个 请叫我天地终结者 进来吧 可恶 你这家伙偷袭 星星哥叉叉 这是什么袋子 我居然挣脱不开 你要是能挣脱出来 那我以后还怎么在一只 兔子引发的大战里 探打 宗明你这朋友 很很特别很特别 哦 爱好套人 原来是这个意思 活到老学到老 那家伙已经陨落在我的袋子里面了 应该算我赢了吧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将他 他的气息真的没了 怎么 恼羞成怒了 你们自己定下的规则都守不住吗 展帝 别着急 想报仇 有的是机会 明天你们大荒宇宙的人给我等着 我必让你们付出代价 为何此人给我一种技术锡 又能给我带来威胁的感觉 黑暗动乱 不用猜了 是我 原始人 你这回不是应该再建难关吗 来这里做什么 来找你 自然是有任务的了 下手真狠 一点面子都不给 不过他既然有机缘能改变 让你一次又何妨 这无数次的轮回就让我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我也得做些准备了 毕竟这周天宇宙的谁可不太行 真没劲 拿个分身来跟我打 那不得把你分身给打趴了 话说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 应该还有时间 再去打一架再说 你这家伙 不是刚跟人打过一架吗 我可没有窥探过你 不至于这样吗 没窥探过 那你怎么知道我刚跟人打过一次 你们两个这么大动静 我想不知道都难啊 若不是我在此继续屏蔽 恐怕整个周天宇宙都知道了 要不还是算了 我又没恶意 只是单纯的想活动一下筋骨 这我自然知道 他带来的人一个个的都很特别 行吗 咱们点到为止 六场比赛 四败两平 丢人 太丢人了 尊上请息怒 大荒宇宙不过一个淡满之地 在诸天宇宙之中甚至排不上号 赛局已过半 竟然一场未赢 就连巴摩也被大荒锁着 你告诉我要怎么息怒 本来一切都静在掌握 但自从第四局开始 传闻之中的苍天大帝 以久境极境的修为斩掉尹无极 之后的事情开始脱离了我们的掌控 苍天大帝 久境极境 早在很久之前 他不是已经 不过他似乎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久境极境的修为确定无误 尹无极爆发权力并动用底牌 将苍天大帝重创 但还是差了一点 原来如此 尹无极陨落得不远 毕竟是苍天大帝 哪怕受了内伤 实力受死 但依然还是那个苍天大帝 不过 他受重伤这一点 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我的一道法身 催动可爆发我的全力一计 下一句必须赢 不然想好 怎么承受我的怒火吧 多谢尊胜 大慌的砸碎 出来受洗 怎么 洗了个好机友 繁殖工具 躁动不安了 建议你看了 重新修炼葵花宝典 不然你哪里来的资格说这话 你一个蝼蚁 也配这么跟我说话 看来苍天大帝 苍天大帝宿明 受到的伤 很严重啊 如果不是事关 大慌宇宙存亡 他不得不现身出生 苍天大帝不过如此 我在里面等着你们来送 什么阴谋诡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徒劳 我才不管你们派出的人是谁 对我来说 无所谓 老子 腰育团七 见过嚣张的 没见过这么嚣张了 这把就按咱们说好的 我来 又是一个没见过的人 像必不会简单 如我所料不差 他应该也是极尽的修为 但尊上给的底牌 只要不再有上一把的袋子一宝 灭他 偷偷的 独孤兄 我来看你了 不知你可安好 原始人不得不佩服 竟然敢主动进来这里 皆不说在外面 有你们的地位压制 但在这里 是我 黑暗动漫的独场 况且你只有独身一群 想不到我的计划 竟然能够提前 怎么 堂堂黑暗动漫 我的心魔 不敢正面出来面对我吗 消灭你 我有很多种犯法 更何况 这里是我的独场 而我觉得 这样会更加有趣 这些黑暗野生 大部分是你熟悉的人 你的路鸭师 明德 还有你的三皇前辈 特别提醒你 你若是将他们消灭 他们就彻底陨落了 袁兄 你不该来这里 他说的不错 你若是将他们消灭 他们就真的陨落了 若是放任不管 最后被消磨的是我们 而我留在这里 是为了日后时机成熟 祝你一举消灭黑暗动乱 但是现在 真不是时候 所以你是想时机成熟 牺牲自己吗 独孤兄 我既然赶来 就已经有底了 我想我知道 我的隐藏任务是什么了 元兄弟 你 你元兄我 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这一次 我不会留任何遗憾 独孤兄 可愿陪我继续并肩战斗 有何不可 太初鼠 最终是龙剪锋 最毁银车潮 你这人 一上来 就动用大招 多大仇 多大怨 看你好兄弟的 又不是我 太初九龙点 画龙 龙像九天 天真 你当我这太初鼠 就仅仅只是 几道龙卷通 这么简单吗 法术攻击 用不了吗 那便用物理攻击 好坚硬的肉身 烟雾太大 你们看清了吗 怎么样 分出胜负了吗 应该还没有 毕竟有烟雾伤 好戏还在后头 看下去吧 可恶 没想到你的肉身 竟然这么强 这绝对不是 地骨酒精的肉身 竟然让我不得一动 你底牌 有没有可能 是你太菜了 伶牙立直 多说无意 既然你有幸 看到我的底牌 那么 给我隐落吧 为我的好兄弟陪葬 任你多强 只要你还是太初 就绝对 就绝无可能 要对郭婷 比喻了吗 来呗 看看你这底牌 能不能将我 击败 天员里 到定 收工 我的法身居然被打烂 怎么可能 法身传回来的气息 明显是太出地 久静极静 但是 极静的修为 又怎么可能 打破我的法身 可恶 气上我已 小小的大荒野 居然 怎么看 没见过气息败坏吗 强者爆气 屏幕乱掉 不是很正常吗 很好 你已有陨落之道 来打我 幸福辱命 如此一来 我大荒宇宙就只差一场 便决定了这比赛的胜利 我们走 原始人 我们明天见 大荒宇宙 这偏僻这地 居然人才被出 我的勇士之路 任重道远 老大等等我 尊上的怒火 我与你一起分担 太出无始经 递入镜头 神为风 一见无始到成功 不打了不打了 不得饿 找东西之先 这家伙 真拿它没办法 罢了 正是要紧 这一点改动 有可能会造成 更大的危机 我还得替你们 去擦屁股 好大一只老虎肉 各位我就不客气了 你这家伙 身上怎么有 小原子的气息 说你跟原始人 什么关系 他是我主人 你这家伙到底是谁 我敲 差点搞出事情来了 不过吗 嘿嘿 既然已经把你打了 不如将错就错 他化自在法 他化万物 炎青 你没必要跟我一起受罚 主要责任在我 是我太轻敌了 作为古仪宇宙的勇者 上战场杀敌 过程我也有错 与老大你一起受罚 我炎青 心甘情愿 再说了 你可是我老大 我怎么忍心看你独自面对 四马 喜最可免 活最难逃 我堂堂苦以宇宙 全方位碾压大荒宇宙 居然让他们拿到了赛 只要他们再赢一场 建南关十三战 我们就彻底败 还是败的人士兵人 一场未赢 抱歉 孙上 是我没有料到 他们还有如此强者 但我们还有机会 只要接下来几场 我们能一直连胜 便能扭转赛局 你拿什么来保证 我愿立下军令状 还请尊上再相信我一次 明天由我亲自出手 教阵原始人 以雷霆之势 将他击败 只要他一败 大荒宇宙的士气 便会大幅度下降 也就不攻自破 多谢尊上 既然如此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如若再败 我会亲自了解你 言情 你来找我做什么 老大 你老实告诉我 明天一战 你可有把握 自然了 怎么 不相信你老大我吗 怎么会 勇者上阵 建功立业 我自然相信老大你 如果哪一天 我的背后受敌 我相信老大 一定会在我的背后守护好我 而我也会守护好 老大你的背后 言情 你这孩子 什么都好 就是这一点不太好 放心吧 后面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呢 你这是主宰天经 老大 不必多说 还请将他吸收 你啊 太傻了 或许人的一生 意义便是如此了吧 放心吧 言情 老大不会让你失望 原始大帝 大帝天赐 玄皇大帝 大帝天赐 可恶 原始人 你的地位不是在外面吗 你怎么可能召唤出地位 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帝树 无敌路 环宇坚 我自孝傲九重天 原始闽天树 圆圆岁出 茫茫太史 青桌同流 玄皇措置 太速玄皇经 独孤兄 还请将他们打至 无法行动即可 剩下的交给我 可恶 我明白了 你根本不是这个时空的原始人 现在这个时空的他 根本没有这股力量 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怎么 事到如今 我的心魔 你还不肯现身吗 不是说这里是你的主场吗 来 打败我 好好好 既然你能如此了解这里 那么你必定是从未来来的 虽然不知道 你得到了我不清楚的机缘回来 但不要以为 你就稳操胜券 我拥有你最巅峰时刻的力量 我倒要看看 是你强 还是我强 独孤兄 他已经现身 再麻烦你拖住他一会儿 明白 不知道为何 现在的元凶 让我感到很是安心 哈哈哈哈 太素玄黄精 一见天地归于世 南宫未亚 摸谁谁上 极致净化力量 驱除世间一切心魔 南宫未亚 摸谁谁上 哈哈哈哈 我好像过了一个很久的梦 一直在混沌之中徘徊 我梦到有人要把我摸傻 好恐怕 话说回来 咱们这是在哪里 路亚师傅 明河大哥 三皇前辈 具体事情事后 再跟你们解释 眼下我先去解决黑暗动乱 哦 士徒二 黑暗动乱 我想起来了 难不成士徒二救了我们 太突无心惊 黑暗动乱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原始人 我就是你的另一面 尽管你预料到 有了解决之法 但你怎么就知道 你一定会赢 自古邪不胜正 你既然做我我的心魔 也应当由我来消灭 黑暗动乱 来看看谁更 什么 黑暗动乱 太突然间见 黑暗动乱 一切都结束了 我不服 若你是这个时空的他 你不可能战胜我 你破了 这个时空的我 到最后依然会战胜 只不过我让此事提前罢了 让这世间多几分效益 善意 而你 黑暗动乱 永远不可能成为人 哈哈 藤王败寇 原始人 这次你赢了 当我黑暗动乱的故事 不会就此结束 山水有相逢 你我终会再次对上 届时 我不信你还会这么好运 无论多少次 果原始人 依然会像现在这样战胜你 路鸭师傅 我们走吧 等等 你让我捋一捋 你真是我图二 黑暗动乱如此强大 就这样被你消灭了 怎么说呢 还记很久之前 圣三界的时候 多出来的那个我吗 你是那个他 这么一来就说的过去了 如今黑暗动乱已经解决 地位也该回到他们的身上 师父 现在的我还在建难关抵御着外敌 此刻的更他 需要你们的帮助 没想到域外的人如此猖狂 我们也该让他们重新见识一下 我们众谷神的威名啊 小小域外 不知道现在顶不顶得助我绝海 如此大事 怎么能少了我玄黄大帝 我的地位怎么自己回来 而且黑暗动乱似乎 似乎被消灭了 我的也是 地位带回来的感应没有错 黑暗动乱确实被消灭了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 到底是谁 黑暗动乱被消灭 总归是好事 眼下剑难关十三干要紧 等比赛解决 我们再动身前去查看 原始大帝 我也不饶弯子了 如今赛局来到这个地步 你敢不敢斗上一局 冷巴摩之手 开得上你的身份 的确 我们只要再赢一局 剩下的也不用比了 你若再不动手 恐怕也说不过去 既然如此 我就陪你 巴摩之手算老几 他说要打你就跟他打吗 小原子 这身形 这气息 你是昼夜 不错 正是你可爱帅气 迷人的昼夜 这局我来打 小原子 你歇着就好 可我怎么感觉你怪怪的 但是又说不上来 不会吧 我这功法不可能露线的 我的演技如此完美 这平行世界的小原子 凭什么怀疑我 这么多年不见 你肯定不太了解我了 我还是那个昼夜 有道理 你是昼夜没错 气息不可能出错 原始大帝 不敢面对我吗 你怕了 怕你 笑话 如此卑劣的激将法 就不需要对我用了 为了确保我大荒宇宙 从此立足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亲自动手打这一局 今日我原始大帝 叫这你域外巴摩之手 今日从这里面出来的 只有一个 昼夜 你让开 这是必须我来 很好 有胆气 原始大帝 我在里面等你 老大加油 看老大的气息雄厚 相信已经吸收了主宰天经 晋升半步主宰了 不会有问题 我说了 这把我来 谁来都没用 小原子 老实一点在外面看我表演 昼夜 什么时候这么快了 连我都感知不到 他什么时候出现在我前面 他一向不是以力量著称的吗 昼夜剧高手 这速度机缘不小啊 传闻之中的大慌子高手 怎么与描述的大不总共 他给我的感觉 很是怪异 危险 巨大的危险 怎么进来的是你 原始人的 不会是怕了吧 小原子肚子疼 被我一脚踢飞了 你先把我打败了再说 也罢 也罢 借鉴于你大慌之前的表现 临场换人也说得过去 既然如此 我就先把你解决了 不好 这巴摩老大的力量 远超太初第九境极境 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修为 难不成是太初第下一个境界 师傅你想多了 他若是跨入下一个境界 这件南关十三战 他们哪怕是输了 也不会惧怕天道誓言 现在的他不过是半部主宰镜罢了 这岂不是说昼夜他很危险 哪怕是半部 他的力量都已经超越了 大部分久境急境 昼夜快认输 他已是半部主宰镜 我们已经拿下赛点 输一局也无所谓 完了 原始大帝 接下来的对局 你们都只会面对我 小老虎 晕落吧 我有一口邪神气 下一个 什么下一个 你赢了吗 我敲泡大一口老痰 后续 力量宇宙 规则大人 重心之力 怎么可能 怎么会 老大明明已经半部主宰 怎么会被一个久境急境的老虎击伤 而且老大此刻的修为 开始有些虚乎不定 难不成是主宰天经难以吸收 还未完全炼化 但这也说不通了 这只老虎给我的感觉 果然不错 果然危险 我得通知 遵上来主持大局才行 好 想不到昼夜这些年 竟然有如此机缘 竟能抗衡半部主宰的存在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 如果是我队上 都不一定能如此轻松 十号师叔真会玩 明明能一击秒掉对手 非要多玩抢镜头一会儿 难不成他想玩什么新招数 你到底是谁 太出地久境极尽 竟能伤我半部独宰的修为 可恶 记到邪神地位 你看你都开始亲命了 那我也拿出一点真本事吧 算是给你一个面子 荒唤卡 护砣 格斌 AP〉 这次敲的也可以啊 我居然从这具盔甲里感受到了勇士的气息 既然是勇士 就绝对是正义的一方 难不成我们入侵大荒是错误了 为了表示我对勇者的尊敬 我愿称你为盔甲勇士 这盔甲好帅 我小剑剑也要 康盔甲飞 康盔甲合体 康盔甲之暴风星云烈焰 我有一口邪神气 你为何不直接将我砍忍弱 你我不过立场不同罢了 这局你输了 你可认 好一句立场不同 没想到我竟然败得如此彻底 更想不到小小的大荒宇宙 竟能逆流而上 更想不到 我认输 原始人 你们赢了 既然如此 还请依照约定 离开我大荒宇宙 并不得侵犯 好好好 好一个大荒宇宙 即便你们赢下 这场对局又如何 依然改变不了你们的命运 乾坤大挪移 不好 此人动用大神通将我们转移出了大荒宇宙 此时的他们 天道誓言已经对他们无用了 而且 而且 原始人似乎不见了 无妨 师父他自有机缘 老大 今日起 八魔至手重新换人 这可是你自己立下的军灵状 怪不得我 不然难以服众 尊上 老大他建功立业无数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能否网开一面 言轻 我已经给过他很多次机会 你若拦着 便跟他一起玩 言轻 若是有机会 来生我还是你老大 征战多年 或许这是我唯一做的一次游戏 所有人听令给我消灭大荒宇宙的人 怕你们不成 刚才那是玄黄大帝 鹿鸦道人 明河老祖 可恶 他们怎么还活着 这事情居然这么棘手 这是主宰天经 老大他没吸收吗 言轻 当你来到这里 听到我留下的这段话的时候 说明我已经陨落了 早在几天前 我就有所遇到 你心思单纯 以后照顾好自己 这主宰天经 还是你自己留着吸收吧 在这古仪宇宙里 消先的世界 人心险恶 唯一让我值得把后背交付的人 也只有你了 只可惜 我先走一步 若有机会 再上你的家人离开这里 古仪宇宙的人必然会找一个非国之人 严禁于此 再见 原来老大 你半部主宰的修为 是通过密法提升的 对自己的伤害极大 恐怕以后 只能停留在这半部主宰 只是老大 你永远是我的老大 原始人 让你活了这么久 你足以自傲了 这里乃是宇宙喜地 进去之人必喜无疑 现在 你还想逃到哪里去 可恶 为了对付我们 你们可是煞费恐心啊 如此大神通挪移之术 都对我们用上 想让我束手就擒 不可能 进去拿你的机缘吧 你留在这里拼什么命 踢自己 我是认真的 你这家伙又是谁 我是谁 你一直追着我 还问我是谁 怎么回事 两个原始人 而且你的力量 都不可能 你就在这里乖乖的 等里面的我出来 给他为招练手 他只有一个人 咱们四个不够分算了 要顾你们上 看不起我 你们四个家一起 对我来说 如同年来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四个一起上 区区太出地酒精的蝼蚁 你们四个一起上 打我散 观众老爷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不能说我欺负人哈 我从未见过 有如此兴趣爱好之人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师父经常教导我 要乐于助人 区区三个酒精几井 楼椅般的东西 我甚至不用报警 就能将你们 我滴乖乖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 半部主宰啊 没任何反抗 就直接灭了 我鸣和老祖 也不能落后了 血海天降 高悟 尊上的气息 怎么突然就没有了 若是主宰大人不来帮忙 那我们可就真会 阴沟里搬船了 夜火红莲 双剑划斩 一只若坤坤 要是当年 敌人老子都不用出手 听到我的名字 从来都是直接跑 还行 终于出来了 什么 居然活着 从里面出来了 还有这把枪 可恶 你是我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你是当年 在圣三界的时候 从未来来的那个我 这么说 贱难关 还有苏鸣 这段时间 发生的一切 都是你做的 不错 不过我觉得 你还是先把 那个尊上 给砍了再说 想亲自动手了结他吗 想知道太出帝的极限吗 自然是想 爆发权力 我助你突破 放开心神 仔细感悟 还想灵阵突破 温过我了吗 无情谷 无情宇宙规则大圆满 将到宇宙规则大圆满 入道融合 极限太出帝 给我破 太出帝 太出帝的相反 末日吉他 你还是走的吗 我还没来得及 问你一点事情 别问 该知道的时候 自然知道 这是黑暗动乱本源 你的心魔 将它收好 你的伙伴们还需要你 回去吧 坚持自己的道心即可 接下来你会面对 主宰镜的强者 但也不需要惊慌 自有人会相助 我也该回到 属于我的地方了 再一次再见 曾经的自己 多谢 可恨的家伙伴们 可恶的家伙 居然把我打晕了这么久 能变身 能变身荒虎铠甲的昼夜 大荒至高寿 我敲 一招秒掉半部主宰镜 八魔老大的存在 不好 快跑 荒虎铠甲 什么东西 我秒掉了半部主宰镜 八魔老大 动情 就这么可怕吗 神仙动情 三级不灵 丁 恭喜各位 圆满完成 剑难关任务 恭喜元凶 完成隐藏任务 奖励非暗动乱 皮肤一个 不错不错 这奖励深入我心 得色什么 区区免费皮肤而已 有我的荒虎铠甲帅吗 行行行 你帅你帅 咱不跟你争 废话不多说 开启下一个世界 丁 进入平行 世界宝莲灯 阻止阴沉香修改天条 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特别提醒 由于此事件 规则特殊 里面至宝 宝莲灯 可生到在座的各位 宝莲灯啊 这我熟 叶哥 萧火火 你们两个都去过了 这会怎么说 也该我表演了吧 你现在也才混元金仙吧 大钻石不是说了 那个宝莲灯 连我都能伤到 你确定 你能把握住 宝莲灯就是这世界 唯一的霸 得仁慈的法力 并且知道咒语 才能驾驭 换句话来说 谁拿到这宝莲灯 谁就拿到了话语权 区区咒语而已 如今上一季 撞到不周山的因果 已经还清 我的系统也解锁 可以使用了 我用积分 兑换咒语便是 丁 警告 警告 此事件受到不明 知人入侵 难度增加 丁 通道关闭 进入知人 请注意安全 难度增加 那岂不是说 徐晓缺此行 凶多吉少 换句话来说 咱是不是可以 提前吃席了 里程 各位观众 老爷先请 地方特色 大碗扣肉 别客气 陈香 法力见长啊 不过心智 还是如此的智能 就凭你一个人 还想再次大老 天功不成 杨简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别以为我还是 之前那个陈香 这一次 我不为别的 我只为三界众生 将这迂腐的天条打下 我可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身后 有着许多支持我的人 杨简 吃俺老孙姨吧 你不配拿我母亲的宝莲灯 你个卑鄙小人 我配不配 你说的可不算 有本事便从我手里抢回去 独战圣佛 天鹏 你们两个都已经成佛了 怎么还配一个小孩子 在这里胡闹 男老孙 看你天庭不爽 就是又的 我天庭大将何在 一群萧小 竟敢与次冒犯我天庭 启禀王母娘娘 比较能打的 也就司法天神阳才有哪吒 但哪吒被你拔去 面里千年了 将她的刑罚免除 喊她来护驾 是娘的 我这就去 杨姐 看吧 嘿 又是你这小狐狸 你到底帮谁 一会帮陈香 一会帮杨姐 你这心里到底有没有苦 要不是看在你娘的份上 可恶 不准你提他 孙悟空 为我娘尝命吧 至于陈香 他的命迟早是我的 劈天神掌 哪吒 你想做什么 你别忘了 你可是我天庭震神 做什么 什么天庭震神 老子不干了 老子不干了 逆子 父亲 他们怎么对待孩儿的 你都看到了 住口 君让陈喜 陈不得不喜的道理 你不知道吗 哪个混蛋说的话 本太子去灭了他 托塔天王 走走走 咱们喝酒去 管这破事做什么 哪吒 下手不要太轻了 你父亲其实是支持你的 神那么的支持 天庭里谁不知道 他们父子的关系 要不是在演戏 我真想给天鹏你一个大笔刀 还下手不要太轻了 臭婆娘 你叫这天调作威作福的日子到头了 哪吒 你胆胆以下犯上 你哪吒 我是天生的叛逆 二五载 你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了 太白 你做什么 别拦着我 让我去打那个臭婆娘 好机会 杨简去洗吧 陈香 我放了那么多的水 这次你要是还改不了天调 你就等着我每年这个时候 给你剪头发 是时候把宝莲灯拿回来 修改新的天调 杨简加油 好好干 不好变数罢了 先看看情况 后面还有机会 这太上老君果然不简单 这宝莲灯 刚才明显是被他召唤而去 并非杨简与陈香打斗 随机飞出 纵观剧情 这老君总在关键时候出手 要说他没有心思 我不信 在新天调出事之前 这宝莲灯 还是在自己手里比较稳妥 这位朋友 宝莲灯乃是我母亲留给我之物 不知能否还我 时期成熟 我自然还给你 现在还不是时候 各位先助手吧 大闹天宫 改天调事小 造成三界大灾事大 不妨平静下来 好好谈谈 你这毛头小子 是哪根蒜 赶紧把宝莲灯还给俺们 不然就吃俺老孙一棒 你可不是我心目中的猴哥 我没必要给你这马路面子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凭什么 这气息准伤不对 如今三界怎么可能还有混元金仙 尤其在这方世界 除了女娲还有贫道侍卫圣人 此人竟修混元一路 隐约接触到了圣的门槛 若是贫道不动以权力 只趴着三界之内 她将会无敌 就让我看看你想做什么 若是挡了贫道的路 那就别怪我多客气 如今宝莲灯已在我手 圣人不出 我一个人就能压住全场 只是这方世界的圣人 经过系统检测 有点少啊 到底是规则特殊的世界 刘晨湘 我问你 如今你执意修改天条 已是大事 但你可知 你用宝莲灯所修改出来的新天条 会给后世带来什么 你可想过 能给三界带来更多的爱意 温暖 这迂腐的天条 造就了多少无辜 造就了多少悲剧 乾坤交感 阴阳交合 本是万物发展之根本 之必然 没有体验过情和爱 哪里知道人间疾苦 住口 我天庭正神 哪一个不是经历万劫 方才成神 你这是在为你的欲望狡辩 要知道 神仙动情 三界不宁 王母娘娘说的不错 神仙动情 三界不宁 不瞒你们说 我游历时间长河 纵观古今未来 在后世 在你修改天条之后 神仙动不动 就会为了自己的女人 而做出毁灭三界之事 丁 警告 由于宿主泄露天机 牵扯过大 这方世界天道 即将降下天罚 请宿主做好准备 丁 宿主在众人面前装可爱 在红军面前装可爱 获得可爱值五十亿 我敲 我没听错吧 红金 又是这个老灯 先不管它 系统给我兑换天罚抵消 区区天罚不过如此 刚才那是代表天道的紫霄神类 看来是泄露天机带来的天华 看来此人说的没错 陈香 你可看到了 你若执意修改天条 那才是三界最大的灾难 本宫在此多谢前辈 难不成我真是错的 飞也飞也 其实大家都没有错 王母娘娘的做法 虽然下沉了邪 但却也是制止神仙动情 带来的灾难的有效手段 神仙动情 倒不如说是动誉 陈香改天条无措 错的是有欲望修改出来的天条 而非大爱 还是前辈通透 谁都不能保证不动欲望 更何况是凡人这一复杂的人性 星天条的确有 而陈香你就是那个 能让星天条出世之人 但是星天条与你息息相关 若你没有大爱 那么星天条就会让整个三界陷入灾难 看来陈香闹天庭就是一场戏剧 不过陈香在拿到开天神府之时 已然拥有了大爱 博爱之心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里天条 会让三界灾难不断 难不成问题出现在华山之心上 最后让星天条出世的人 是三圣母而非陈香 倘若在确保陈香 拥有博爱之心的情况下 让星天条出世 王母娘娘是否不会阻拦 前辈说的哪里话 星天条本就是上古大神女娲娘娘设下 她该出世的时候自然会出世 本宫无权阻拦 但若有人适用欲望让星天条出世 本宫必会将她言成不代 这是本宫的职责所在 这里乃是诸天万界打授群 检测到您需要帮助 请问是否需要打授前来相助 诸天万界打授群是什么东西 诸天万界打授群立志为各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修为最低都是混元大罗金仙 也就是你们认知里的圣人 最高则是超越大道级别的存在 请问是否需要帮助 超越大道怎么可能 既然如此 本宫需要 我需要你们派出打授阻止星天条 是因为欲望而出世 若让星天条出世的人无法拥有博爱之心 那么本宫就让所有人断了动星天条的念头 说到请求 打授稍后便会前往相助 请耐心等待 三界有王母娘娘这样尽责之人 是他们的福气 那么我便带沉香前去昆仑山 让她通过考验 确保她拥有博爱之心 拿到开天神府 让星天条出世 若她不能 那么星天条就让她永远沉睡 玉帝 王母 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前辈连这都知道 若这沉香不能通过考验 那么这星天条就如前辈所说 让她永远沉睡 那么便请各位再次做个见证 杨姐 你也去吧 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来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不会成功的 我来试想问问你 那个变数是你安排的吗 什么变数 没错 就是我安排的 你想毁掉这方世界 休想 若非你身和这方世界 天道 我拿你没办法 不然 哼 不过小小变数罢了 修为本就不如平等 居然出现了连我都不知道的变数 看来有救了 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滚石一般 一旦开启就停不下来了 而我只需要给你打开一扇欲望的窗户即可 有备无悔 正是晚辈 陈香来此接受考验 获取开天神府 恳请前辈给我一个机会 当年二郎神也从来此借取人 但他失败了 你认为你比他出众 你为了你一个小家而扰乱大家的秩序 就凭这一点 你就不会成功 当年二郎神是怀着恨意 来此地借神府 自然不会成功 但此时的陈香 爱大于恨 冷漠之神 你不妨给个机会 有道士 放弃就一定会失败 尝试 只是还有希望 你知道我 有意思 我似乎有点看不透 也罢 想来你也不会轻易放弃 并如你所说 给你们一个机会 尝试还有一半的希望 不是 就让我看看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若是准备好边进来吧 看在那个小家伙有趣的份上 我给你一点 也是 正如他所说 第一关是我看守 我乃是冷漠之神 多谢前辈 陈香碧不会让你们失望 将宝莲灯交通 你这家伙是谁 看来剧情发生偏差了 此人并没有在剧情里出现过 你这家伙 一看就是反派 想要宝莲灯 有本事就过来抢 废话真多 去洗吧 我敲 混远无几金心 什么情况 高科技 快快快 给我兑换宝莲灯口诀 应兑换成功 口诀已经介入宿主大闹 不愧是这部剧情里 最bug级别的法宝 很远无几金心级别的攻击 都能挡住 你这老灯 看我不消了你 等的就是你用宝莲灯 怎么回事 宝莲灯怎么突破自己跑了 想知道下辈子吧 我敲 这剧情按道理来讲 我不是随便横推的吗 早知道我就不来装可爱了 高科技 快想想办法 这位小伙子 我看你很需要帮忙啊 怀念浩哥之歌 超级葫芦王 你这家伙是谁 无奈到祖红军 你该不会是上一季 那个被浩哥打吐 好多次血的那个红军吧 你这家伙会不会说话 要不是看你跟浩哥混 我才懒得出手救你 打扰频道做打授任务 这个世界的王母娘娘 频道就是你招来的打授 您的任务也诉求 频道已经准备了一套完美的计划 您就安心吧 那便多谢前辈了 谁能解释一下 红军这老灯 怎么去宝莲灯世界了 还有他说的打授任务 是什么东西 我都准备好 徐小圈目前的纪念词了 大钻石 你不解释一下吗 请自行摸索 无可奉告 你们还记得上一季的 那个太初老灯吗 依我猜 那家伙晋升作者晋 那个打授任务就是他搞的鬼 也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 不过 这小红红还真是有品 我小剑剑也赞同浩哥说的话 他手里拿的 好像是我的小喇叭 或许只有BUG级别的法宝 才能对付BUG级别的宝莲灯 你看他 接了宝莲灯 一击都没受伤 大钻石可是说过 这宝莲灯能伤我们 只是不知道 他是怎么得到的 这喇叭自然是我做任务赚的积分换的 目前咱打授群 就频道努力上进 第一个兑换法宝成功 其他人甚至连任务都没抢 打授任务哪家强 到做红军帮你忙 若有需要 请点频道红军的钟 频道的人生理念就是 顾客就是上帝 你若是红军 那么频道又是谁 哼 我是正版的红军 而你是翻版的 按照概念理由 所以你打不过我 乖乖投降吧 这家伙与我同了一个战 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底牌 继续斗下去 我可能会吃亏 计划要紧 不与他纠缠 将宝莲灯动一下手脚 让沉香融合 那么最后无论 心天调是三圣母 还是沉香弄出事 我都是最终的胜利者 既然道友要插手 那么频道就不掺和了 宝莲灯还给你们 小家伙 咱们走吧 看看沉香怎么样 沉香 恭喜你 获得了不爱之心 但也不要因此而骄傲 后面还有两官 他们两个虽与我是兄弟 但可不会因为我的面子 而给你开后门 多谢前辈的指点 舅舅四姨母 后面两官还请让我自己来闯 沉香 你长大了 总不是当年模样 去吧 舅舅对如今的你有信心 沉香 恭喜你 通过了权力之神 与陨落之神的考验 一个为大家着想的人 那么大家也同样会为了他而牺牲 现在的你 已经拥有了无边法力 沉香 请接服 这便是这方世界的开天神府吗 光这气息 就足以见他的威力 只是他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 还有这昆仑山的三清 在这宝莲灯世界 居然是冷漠之神 权力之神 还有陨落之神 难怪剧情里 道门的踪迹不见一点 原来是在这里 宇宙知道 无奇不有 这平行世界 还真是奇妙 也多亏了你们这些变数 还得让频道 有幸见识到这些 多谢三位前辈 不用谢 这是你应得的 但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你虽然拿到了开天神府 但你还没有得到他的认可 晚辈该如何做 才能得到他的认可 开天神府还需要一样东西 智慧 而你也同样需要 去华山吧 具体如何 解释 你会知道的 走吧 咱前去华山 传道桥头自然指 如今的你 比起我好太多了 我相信你可以 陈香 娘 陈香很快就能救你出来了 王母娘娘 还请收回这乾坤镜 带我剔开华山 让新天条出世 免得误伤我娘 那可不行 尽管你听过了 人山上古大神的考验 也拿到了开天神府 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你 这乾坤镜 就是我对你的考验 你若能破开它 那么你就有资格 让新天条出世 既然如此 王母娘娘那你便看好了 开天神府出山的第一批 便是破开这乾坤镜 怎么会 这不是开天神府吗 怎么会批不开这乾坤镜 陈香 你别着急 这是开天神府 没错 但你可还记得 上古大神说过的话 你还缺少一样重要的东西 智慧 这位前辈说的不错 陈香 你的确拥有了无边法律 但你还不能善加利用它 开天神府也是 如今的你 尽管拥有了国爱之心 但你仍然有个私心 这乾坤镜 就是对你私心的证实 另外再告诉你 乾坤镜 还有另一个办法破组 一味破织 但这结果 就是你娘当场余落 所以说 只能让陈香 怀着无私的大爱 破掉这乾坤镜本 这套路频道太多了 对对对 你太熟了 要不是我们这些变数出现 在你原来的洪荒里 这本就是你自己的设计 能不熟吗 更何况 这平行世界 小友可不要瞎说 频道可什么都没干 来陈香 让频道用宝莲灯 为你开个光 达到人灯合一的境界 你便可以破掉 这乾坤镜 没错没错 用宝莲灯 给留陈香开光 前辈 你这是什么 自然是宝莲灯 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 行了 快进去开光吧 说到这个频道就好心痛 这宝莲灯本就是频道的 结果被我给了女儿 现在还得求她借我 代价就是这次任务 七成的积分 还有这帮世界的bug 级别的宝莲灯 亏大发了 早知道我就不想这个任务 早知道我就不想这个任务 太难了 小红红 加油 好好干 这白拿的积分就是香 也不知道 能不能通过打手任务 再一次见到老师 另一个版本的宝莲灯 这么说 频道先前做的等于白过 陈香 你过来 我给你开个光 好的前辈 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痛 你稍微忍一下 天灵灵 地灵灵 高度红军 我给你显身 无量我这个天尊 最高竞技 人灯合一 好了 已经开光完毕 你可以去皮划山了 可是前辈 陈香感觉自身没有什么变化 确实少了点什么 怎么也是频道亲自开光 怎么能没有频道独有的标记 这样子就完美了 去把少女奥里给你 我相信前辈 我这就去剔开乾坤镜 开天神府 看你的了 乾坤镜是剔开了 但这个是 华山之心 也就是所谓的新天条 但此刻的他 还是处于胚胎阶段 需要有人将自己融入进去 激活新天条 不错 这华山之心 正是新天条 同时 他也叫女娲之心 激活他 需要女娲传承之人 也就是三圣母 最为合适 但融入进天条的人 自身血肉 也会随之童话 话一句话来说 要新天条出事 就必须牺牲三圣母 陈香 决策吧 王母娘娘 你骗我的对吧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对吧 这是当年 女娲娘娘亲口 给本宫传下的口语 我没必要骗你 你以为本宫 是那无情绝情之人吗 三圣母 尽管犯下天条 但他为三界所作之事 你以为我看不到吗 迫于天条 才不得已 将他压在华山之下 只要没人动天条 那么他就还有一线生机 你也还能相见于他 但事已认为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让三圣母去融入天条吧 还好当年频道 留了一手给王母传译 陈香 你长大了 已经能独当一面 我很开心 为了三界众生而牺牲 我义无反顾 相信你父亲 也会支持我的选择 只是可惜 没能多陪陪你 可是母亲 我好不容易救你偷来 这相当于是我 将你推上了绝路 行了 书情书得差不多了 陈香 起来吧 此事并非只有三圣母才可以 陈香你身为三圣母的儿子 其实也算女娲的传承之人 乍一看 三圣母的确是最为合适 但如今的你 已经比她更有这份能力 去激活新天条 说不定会有奇想 一直以来我的目标 是为了我娘 而现在 我是为三界众生 世上难有两全法 既然前辈说 我有这份能力 能代替我娘激活新天条 那么我愿用自己的生命 换取这一份美好 可恶不好 陈香并没有吸收我动过手脚的宝灵灯 此刻的她是纯洁的 污染不了新天条 必须在她成功之前 将天条污染 安心激活新天条 别分析 我就知道我自己 阿呸 你这坏蛋红巨没安好心 你这家伙 再拦住 就别怪频道不客气 你尽管放马过来 如今的频道 一身正气 会怕你一条蚯蚓 小玉 你 造化玉碟 什么 你也有造化玉碟 你居然也有造化玉碟 这是我没想到的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这次任务哪怕是被女娃坑了积分 咱也不亏 这位道友 我看你的造化玉碟与频道有缘 频道怎么感觉这句话有点耳熟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耳熟 想要我的造化玉碟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质 刚才那是宝莲灯灯心 小玉 难不成 小玉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小玉也想知道呢 看到你奋不顾身的去激活天条 哪怕身云 也没有一点犹豫 而我也是 看不得你走在我的前面 是我对不起你 小玉 不用对不起 为了你 我心甘情愿 从我跟你离开万湖山那一刻 我就已经是你的了 我曾吃过宝莲灯灯心 我想他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哪怕是陨落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想我明白王母娘娘的用意了 神仙动情 若是没有大爱 恐怕就是三界的灾难 以前我总是想着自己很自私 可是还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我 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小玉 你可愿陪我一起让大爱天条出世 让天条不再冰冷无情而又充满威严 神仙首要职责是造福三界 谈恋爱才是其次 动情可以 但不能因为情而毁灭三界 不能因为小家而放弃大家 因为你是神仙 我愿意 恭喜你 陈香 领悟最终的智慧与爱 成功化解了一场灾难 同时造福了三界 去吧 记得永远都怀着这颗心 成功了 真正的新天条出世了 好徒弟 真给师父我长脸 陈香 我徒弟 真正的新天条出世了 而我也可以更加深合天道 红军 你的压制现在对我无用了 我成功了前辈 而我跟小玉都活了下来 这是你的造化 陈香 大爱天条出世 想必后世不会再出现 欲望天条那般的灾难 猴 失败了 女娃还被她打破压制跑了 都怪你 你到底是谁 频道不是说过了吗 无奈的祖红军 好机会 去洗吧 每次打完架 要第一时间捕刀跟铁包 这是频道加入打授群 后跟乍天交纳群老六学到的 有道是 学有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 学以之用 观众老爷记得多跟频道学习哦 这个世界的王母娘 回头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频道就先走了 多谢前辈本工会的 好不容易抢到一次装可爱的机会 结果好 没存在感 是因为之前装的太多了 观众爸爸看不下去了吗 不行 一定是实力不够的问题 我要找浩哥提升修为 我跟你们拼了 我就说我提升修为是专业的 这小缺子一看就很识货 我决定了 我要来给他安排一个修为提升大礼包 浩哥 我瞎说 你别乱来 不要啊 当你经过七重的孤独 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圣灰星云 全民星云 不好 这样下去 父亲会和雪黄同归于尽的 飞翔是享受自由的最高境界 结果我还是什么都做不了吗 必须阻止他们同归于尽 超能神合体 此刻的明皇跟雪黄的异能量已经高达好几个白洞级别 阿飞他们能挡得住吗 不清楚 先不说能不能挡住 就算挡住如此强大的异能量爆发 必然会产生时间虫洞 被卷入进去酒洗一声 更何况纳会的他们 想必异能量会所剩无几 根本挡不住虫洞里的乱流 那如果加上我的飞云盾呢 阿飞他们呢 我要去找他们 明皇今日就是你雨落之时 为我妹妹尝命啊 为战而生 这些人羞 光智 休要猖狂 十万年前那一战 今日该分出胜负了 小缺子 坚持住 马上你就混圆大罗金仙了 还不开心 开心 特别开心 多谢浩哥 我特敲的 能说不开心吗 但凡说个不字 说不定 下一秒就是狂风暴雨般的拳头打过来 虽然不会致命 但是痛啊 好恨自己 为什么多嘴说了 要浩哥帮忙提升修为 好惨意难的 我还是乖乖做个吉祥物就好 想当初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什么情况 这大赞时怎么没提示就开传送门了 该不会来新人了吧 可是我们都这么多人了 这桩可爱机会不够分了 听全体任务 助人为乐 帮忙超级武装男主 火飞飞提升异能量 也就是修为 让他单独召唤幻灵星云 打败反派鬼皇 拯救其大 平行宇宙 哟 来任务了 让我来 让我来 都别抢 这家伙是谁 是不是有点太会了 这是这次任务的主角 火飞飞 咱们要帮他提升修为 现在好了 他被你嘎了 没事没事 问题不大 李飞宇快快快 掺热把他救活 请叫我韩丽 奇怪 我刚才怎么感觉 自己被人砸坏了一样 破绝 这肯定是你的错觉 我也觉得 是错觉 作为七大 平行宇宙 最有天资的男人 怎么可能 轻易被人砸坏 我可是要成为 天语老公的男人 福大命大 还有我感觉 我的异能量 就在刚才 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元兄 你说他是脑子 被砸坏了 还是说他 本来就是这样的 谁知道呢 感觉跟剑牌侠 你一样的 不着调 少年 想成为真正的强者吗 想成为一个勇士 能独当一面吗 想召唤出 属于自己的星云体吗 我怎么感觉 掉进了贼窝点 不过我还是想说 我想 既然如此 那就好办了 鬼王 你为了这学命之关 竟然不惜残害了 这么可爱的兔子跟树了 你这么做 不怕遭受天谴吗 天谴 笑话 遭天谴的 不是你吗 如此之多的 可爱动物 被你一个应为 全身长满黑般的 怪人残害 你说 他们是信你 还是信我 你这卑鄙小人 我砍了你 雪印诀 风至风影勾结冥王 为了玄冥之关 残害了这些 无辜可爱的动物 我奈何实力不够 阻止不了他们 不过好在 玄冥之关 没被他们夺去 妹妹 她说的是真的吗 你身后之人 你居然真的勾结了冥王 做出如此之事 哥哥 我说这一切 都是你身后 那个鬼王的阴谋 你会信我吗 现在的你 跟冥王的人站在一起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为什么 为什么哥哥 你总是不相信我 就因为我长得 跟你们格格不入 所以就被你们 当作异类 所以我说的话 哪怕我是你的亲妹妹 都不相信吗 我只相信 我看到的 风影 你犯下如此罪孽 我会把你带回去 交给雪皇 作为你哥哥 我亲自为你求情 不需要 既然你不信我 那就亲自动手 将我处决吧 雪印诀 为战而生 智喜防休 白灵诀 再见了 哥哥 你现在看到的世界 是不真实的 也是不完整的 因为你是睁开眼睛 看世界 从现在起 你要学会 闭上眼睛 看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非黑即白 只因我们是黑 他们是白 所以天堂和地狱 没有我选择的权利 只有我被选择的命运 是吗 一切都是因为 我们不够强罢了 白灵绝不过如此 风智 你可不能将你妹妹嘎了 不然你会后悔 十万年的 你这家伙是谁 又是一个冥王的走狗吗 风智 不管他是谁 我们身后的玄冥之官 绝对不能让他们夺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便一起上路吧你们 今日起 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我倒要看看 现在的战神 还是不是那么无敌 正好拿你来检验一下 我在那个地方 七个小时的修炼成果 你竟然能跟我哥哥 打得不上不下 此人是谁 为何从未听说过 有两下子 但也到此为止了 我可是战神 为战而生 智语方休 白灵绝 火云爵 这谁啊 这么猛 竟然能把战神风质打飞 小绿头 你怎么在这 我还想问你呢 这么长时间去哪里了 无论我怎么搜索都搜索不到你 话说 刚才的风质不会是你打飞的吧 没错就是我 我进入虫洞后 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我在那里升级了 然后就出现在了这里 正好赶上风质 再打他妹妹 什么地方这么厉害 能不能带我也去一下 提升一下异能量 至于什么地方 不 你不会想知道的 太可怕了 什么地方能让阿飞露出如此表情 完了 好奇心作祟 我更想知道了 阿飞 你就告诉我嘛 那行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哈 晚点我带你去 为战而生 至于风修 再来 召唤超兽了吗 阿飞小心 这家伙不愧是战神 欲战欲勇 他的异能量又提升了好几个级别 来来来 让我看看是你的虎教兽厉害 还是我的幻灵兽厉害 火云爵 此人的火云爵 异能量明显高于风制的白灵爵 虽然风制欲强则强 但是异能量提升的速度明显不够 一会 我得找机会跑路 不能再次暴露实力 这玄冥之关更不能抛弃 以我的速度安全抵达雪皇 那不是问题 届时问题迎刃而起 阿飞 我终于看到你装了一次 之前你从来都是被打得落荒而逃的 那个 小绿头 请注意你的用词 敌人在我面前 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一败涂地 为战而生 至于风修 这鬼王实力 有点东西啊 似乎不像他表面 那么简单 单这速度 我竟看不清 可恶 竟被鬼王趁乱拿走了这玄冥之关 哥哥啊 哥哥 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啊 行了 不用追了 追不上他的 就算追上了 雪皇肯定也敢来了 我们不是对手 那怎么办 冥王跟雪皇决裂都是这鬼王搞的鬼 如今他拿走玄冥之关 冥王恐怕危险啊 不必担心 他们应该 没那么快行动 小绿头 风影 跟我走吧 还有几个小时 咱们快速提升实力 届时 什么鬼王雪皇 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的目标是 幻灵星云 我很谢谢你们可以帮我提升异能量 但是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要脸部 你们要脸部啊 几个大老爷们 围观一个人泡澡 不像我 只负责守卫小姐姐 低俗 我叶凡本人 高尚无比 怎会像你所得如此不堪 只要脑袋装着不干净的东西 才会觉得这样做不好 我可不像那些 古装男主 给小姐姐治疗提升修为什么的 都要光着身子 就是就是 除非你也想像那边那两个一样 挨揍提升修为 阿飞 这就是你说的提升异能量的好地方 你这不是坑人吗 太痛了 我前面可是提醒过你 是你自己好奇要来的 现在还怪奇我来了 再说了 你就说你的异能量提升没提升 但是你没告诉我是挨大提升啊 还是这么多人 不然你以为 我怎么提升那么快 能碾压峰制那个低智商的一根筋 我交给你的九重秘点 净适合你们的 解开基因索 你们所谓的异能量能不断翻倍 小绿毛 来来来 我再给你啼壶灌顶几次 届时 你穿越时间的能力 就能大大的提高 无需借助他人的力量了 你不要过来啊 明界的人罪无可恕都给我毁灭吧 启并冥王 启并冥王 雪皇大军已经搭去进攻我们 用不了多久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雪皇的部队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 已经不可阻挡 你们还是快走吧 这里留下我一个人就够了 自从厌倦云追寻 我已学会秘密集中 自从一股秘密集了 我已能抗欲 发面和驾桌而行 我们的内心就全自定 树越是向往高托 光亮 他的根就越要向下 像泥土 像黑暗 悬一子 出来了 将他们带走 离开这里 走得越远越好 抱歉 冥王 没能帮上什么忙 还有什么事 我最后能做的吗 但我照顾好我的女儿 告诉她 爸爸一直在她身边 我会的 我们走 冥王 我不走 当年若非是我 夫人也不会 我并没有怪过你什么 狮王 使眼命眼 这个世界本就如此 不是狼死 就是羊洗 不是弱小的狼被饿洗 就是弱小的羊被咬洗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活下去 总比云落强 冥王 你不该残害那么多可爱的兔子跟树兰 我本以为你只是外表冷漠 内心 还是有爱的 雪黄不必多说 城王败口 不过 今日发生的一切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鬼王 我呸 我从未见过你这如此卑鄙的小人 你再说你自己吧 今日 你们将在此陨落 环七大平行宇宙 一个太平 住手 怎么会 封印 你果然勾集了冥王 那家伙到底给你射什么呀 狮王 你不是一直想召唤超兽吗 我这异能腰带送你了 你没了异能腰带 那岂不是 你若是介意 那你便在十万年后 再次见到我的时候 将他还给我 至于现在吗 我已经不需要了 好 我一定会将他还给你 多谢 冥王 就让我可以帮到你一次 风质 该我们练练了 绝地雄师 修得猖狂 五孝兽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敢把异能腰带给别人 真是不知道 洗字是怎么洗 莫不会 你以为你可以在 没有异能腰带的情况下 进行召唤超兽不成 谁说我要召唤超兽 跟你们打架的 就是就是 阿飞 咱们憋屈了这么久 该给他们秀一下了 不召唤超兽 进行战斗 南部城市 没错 幻灵星云 不 这是派大虚 这是什么玩意 这也叫星云体 怎么样 怕了吧 那个阿飞 你最好看看你的星云体 要不你重新再召唤一下 问题不大 我重新再来一次就好 一定是第一次召唤 不太习惯 这会的才对 对面的怕了没 这小子提升怎么这么快 不将这小子除掉 我的计划必将受赌 雪黄大人 还请由你出手 他应该是刚晋升星云体 不仅还不太熟练 必须将它消灭 杜绝隐患和后患 你是叫火飞飞是吗 孩子 我想你的心里肯定是有爱的对吗 爱能创造一切 不妨帮我劝劝冥王如何 我低亲姐姐哦 雷杆菜个扣肉碗 你要不要这个时候犯病 雪黄 与其让我劝说冥王 不如想想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爱能创造一切 也能毁灭一切 当你用爱保护羊群不受狼的伤害 那么对于狼 这种爱心就等于毁灭 因为他们会因此而被活活饿死 雪黄 尽管你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你还是太天真 太理想化了 雪黄 你看 冥王还是这样冥顽不灵 若不将它消灭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受它蛊惑 这异能量当真恐怖 上一次见到它 还只是比风质高出不少 现在不仅能够召唤星云体 若是照这个速度下去 它恐怕将会天下无敌 雪黄 还请全力出手 阻止它们 好的 我知道了 白雪胜晦 很好 就是这个节奏 只要有人斗个两败俱伤 我就能坐收渔翁之力 此刻的冥王所剩的异能力 根本不足为惧 而雪黄跟谁斗 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还是太勉强了吗 到底还是 修炼时间太短了 但凡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就能阻止这一切了 阿飞 你已经尽力了 咱们修炼的时间 也才13天多一点 你现在能跟雪黄过招 已经说明了你的能力 更何况 你看雪黄 跟你一样受了不小的伤害 想不到 竟然有人能跟雪黄 白雪胜晦一跳高下 距离上一次分离才多久 火飞飞就已经能召唤星云体 上一次看到他 他可是连风质都打不过的 竟然有如此奇才 说不定这事情会有转机 这十万年的轮回 会被你打破吗 火飞飞 强就是弱 弱就是强 没有永远的胜利者 只有永远的失败者 我有预感 鬼王或许在下一刻暴露自己 毕竟此刻 已经没有另外的星云体战力了 雪黄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想不到他的幻灵星云 已经能跟我抗衡一二 我只怕短时间内 无法再召唤星云体了 不过相信他跟我一样 接下来只能靠你们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交给我吧 雪黄 不知道现在的你 还能不能接住我的一笔 鬼王你 我什么 雪黄 冥王 火飞飞 尽管事情过程出现了偏差 但是结果一样 那就都不是问 现在终于没有人可以阻止我鬼王 惊吨星云 鬼王 你终于原形毕露了 你这卑鄙小人 卑鄙只是弱者的伎俩 从你躲在暗处 使用手段算计我们那一刻 鬼王 你就注定不会成功 城王败后 历史总是胜利者说的 李明王 还有雪黄 如今已经没了战 而意料之外的火飞飞 想必也没可能再次召唤星云体 如今还有谁能挡我 怎么可能星云体的修炼极为困 火飞飞 我算天字出众 但是你们两个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你根本不会理解 我到底经历过什么 我们等的就是你这一刻 果然只有将近就近 才能让你放松警惕 自己现身出来 也只有这样 才能将你的阴谋暴露出来 这还不简单 火飞飞 你直接去跟雪黄豆 各两败俱伤 不就行了 鬼王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你们只需要满毒他 他自己就会忍不住动手 这套路我太熟了 居然又是两个星云体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提升如此大的易能量 奇怪 我怎么有一种想象 他们那样提升易能梦 我的星云体 本身并没有攻击力 但是也不要小瞧我 时间扭转 做得好 小绿毛 现在 鬼王 你准备好 收洗了吗 敌人在我面前 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一败如地 什么 易能量又提升了不少 这家伙 变他 可恶 没有人能打败我 我才是宇宙中的真神 万恶结 火飞飞 我来帮你 雪印诀 不可能 没有人可以挡住我的万恶结 没有 一对三 你没有胜算 喷泉的高度 不会超过他的源头 超兽战士的易能量也不会超过他心中的信念 而我火飞飞 此刻的信念正式将你打败 阻止你的阴谋 爆发吧 派大兴 不 这是派大兴 我不甘心啊 我不甘心啊 就差一点了 可恶 火飞飞 我祝福你一辈子单身 我心情个叉叉 好坏的老家伙 我就不应该一招秒 应该把你吊起来 一直鞭打 居然祝福我 一直单身 老子现在这么帅 肯定会把天语迷的神魂颠倒 他们居然成功了 这一轮回 算是结束了吗 话说回来 这臭小子 刚才说的天语 不会是我女儿吧 居然对我一岁不到的女儿 有想法 好好好 我记住你了 火飞飞 已有的时候必在有 已行的时候必在行 这一次的轮回是结束了 是不是意味了 新的一个轮回即将开始 超兽战士 你们的使命还在 回到你们原来的时空吧 叮 恭喜各位完成 火飞飞星云体任务 可惜没有奖励 哈哈 臭钻石 我帮人提升修为是爽了 但是你让我好几天不露面的事情怎么算 你这家伙 自己忙着揍人 没空 还怪起我来了 我警告你 最后对本大钻石 客气一点 不然我再让你关小黑屋几天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 商量好一起吐口水 不应该啊 就算大钻石损了一点 也不至于怒及攻心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突然受了一点伤害 按理来说 我们已经举世无敌 就算面对比我们强大的对手 也不至于 凭空吐口水 黄 你怎么看 现在你的实力最强 有没有感应到是什么问题 嗯 吐口水的只有我们三个 说明此事在与我们三人之间的联系 难不成是过去我们的世界出了问题 不应该啊 我们早已超越了时间 就算改变历史 也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 大钻石 此事非同小可 赶紧想想解决之法 现在知道本大钻石的好了 哼哼哼 以后你们对本大钻石好一点 不然我天天给你们穿小孩 丁 检测开始 检测到猪天万界反派 搞事掠夺集团 丁 检测到荒天地世界 遭受他们的入侵 丁 检测到他们 使用道具掠夺天经 企图对借海之战的荒本园 进行掠夺 丁 检测结束 好好好 鼓翼打到我身上 这什么反派搞事掠夺集团 很好 你成功惹怒我 他也成功惹怒 本大钻石了 小小集团 靠着一个破烂系统 等级还没我高 也敢骑到我的头上 等着本大钻石 亲自给你们传送 你们随便当 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大脑 同时愤怒暴气 我唐三若若地 同情一下 那和什么集团 我有异法 流传于此杀雕动漫 有缘人可来此观看 你没事吧 没事 他相比之前 更加强大了 无用的 当年你不是我的对手 如今更不是 以后 哼哼 你们没有以后了 真是脸都不要 若非当年你们三弟 联手对付你 我单论一对一打架 孰强孰弱 尚未可知 长满昆毛的鸟人 那命案 区区准准地海谷 能奈我何 我已于天下无敌 望穿古今 谁能与我一战 残火焚烧 又能掀起多大风浪 你们腻不了天 都败在我的脚下吧 大钻石开启传送 老子已经按耐不住我体内的灰粉之力了 老子要揍他 他们 听平行世界 圆美世界 传送通道开启 主线任务 给朱田乱届反派稿 掠夺集团一个威慑 支线任务 拯救柳神 哟 大家这么自觉啊 居然没人抢 江湖不是整天打打卡卡 而是讲究人情世故 平时玩完就算了 这种情况 显然不能浅了 更何况 那个什么什么反派稿集团 第一次出现 敌军情况不明 还是由浩哥前去了解敌情 较为合适 各位都在啊 太初 你怎么寻来这里的 想做什么 稍微用了一点 作者性的手段而已 不过 你们这个钻石级别 好像比我高出不少 倒是费了我一点力气 我不是来找事的 更何况 从咱们认识到现在 我也没真心想要害你们吧 那你想要做什么 这猴子 你们应该认识吧 先别路 听我把话说完 其实 我是来求援的 他在做我的大受任务的时候 不小心遭受到一个反派稿 掠夺集团的偷袭 我本想亲自动手 将他救回来 奈何我刚晋升不久 对付老总 靠着一个W7的系统 将我击退 无奈之下 我只好寻求援手 连你都打不过 看来这什么反派稿 集团实力不容小距 只是10号师叔这回不在 不过他死去的目标 也对上了这个集团 但是猴哥被他们抓住了 不能不救 若是等浩哥回来 恐怕会出示键盘侠 你去 元兄 你开玩笑的对吧 作者竟得太出大灯 都打不过 更何况 我这小卡拉米 好了 我知道了啦 元兄 小剑剑剧 还不行吗 不行 我得快点过去帮柳神 我好不容易才跟上他的脚步 不能就此结束 应该是这里了 让我看看他在不在 很好 这气息 是你了荒天地 这家伙 是谁 我有一把流传于此杀雕动漫 有缘人可来此观看 不愧是荒天地 这一份战斗意识 果然够强 但此刻的女 实力太弱了 这家伙是谁 随手一指 竟然灭掉了 光化出来的一道真身 管他是谁 不过目前的情况下 似乎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你这家伙 想做什么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小乌鸡 朱天万界反派 搞事掠夺集团的一个副总监 至于我想做什么 我对你的他话自在大法 非常感兴趣 所以请你把他交给我 朱天万界 你 你不是这个时空的人 你这么做 不怕扰乱因果秩序吗 因果秩序 笑话 你看我现在对你出手 我遭到反噬了吗 你听说过 那不有七系统吗 你对他的力量一无所知 这是那家伙的本源之力 其中能量居然这么浓郁 若是能得到 说不定晋升先帝有望 怎么想黑吃黑 本来你我作为反派 要是失去 我兴许会饶你们异 但是你们居然对我的战利品产生兴趣 那么不好意思了 反正你们两个也活不了几张剧情了 毁灭吧 我巧 我可什么都没说了 前辈上 你是没有说话 但是你心里想了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反派 必要的时候 黑吃黑都是正常操作 因为书上就是这么说你们的 不然你们以为我是怎么混到副总监的位置的 靠能力吗 不 靠的是多读书 回头我再把这本书退了 再换下一本七天无理由退款 主打一个看透人性 他画自在法 马上就是我的了 不愧是光天帝 即便有W7系统以消了大量因果 还是招来了如此强劲的天法反噬 如果是加上这两位倒也解释得通了 毕竟光天帝与这两位也有莫大的因果联系 但是就凭这样也想让我就此助手 我可是大道题的实力 虽然才晋升不久 你们三个加一起的因果还不透看 这下没人打扰我们了 是吗 你就是那个诸天万界反派 搞事掠夺集团的是吗 你们居然寻来了 不过你们不会以为人多就能打败我吧 我的背后可是诸天万界反派 搞事掠夺集团 好东西啊 你这家伙怎么感觉比我还要反派 我劝你赶紧把我的瑞朵紧实还给我 荒天帝不过如此 一点伤害都没有 没吃饭吗 可恶 传闻之中的荒 实力竟如此强劲 竟然把我的保命底牌消耗了一次 不过还好 我有W7系统兑换的道具 碾压他们三人不在话下 嚣张 一定要嚣张 这是反派的自我修养 有意思 这家伙身上到底有多少宝贝 我可不信 他能凭自己实力挡住荒的攻击 居然这么嚣张 很好 你已有陨落之等 可恶 你们在这里稳住 我先去就留吗 六神与小塔的结合 低火与低谷的相容 这位能恐怖如斯 过分 太过分了 居然敢抢我楚天帝的战地记者位置 下面请观众老爷继续观看 后面我会使用的超级大招 敬请期待 多坚持一会 再多坚持一会 十号 无能做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区区残祸 残区 凭什么跟我斗 可恶 不过是借助了这地火地骨 不是自己修来的力量 居然能跟我打这么久 若是与他们真正同境界一战 只怕都给我原落吧 好好好 如此拼命伤我 让我留学 很好 小卡 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无妨 相信他一定会为我们 争出一个完美大事 终究是昙花已现 大蓝 儿等 陨落吧 流神 我来了 这一次 我终于能救下你了 你是十号 为何我看不透你了 快让开 危险 单凭肉身挡住准心地的一斤 接下来交给我就好 流神 你是慌 不可能 还有这把剑 先帝马 不可能 感觉比先帝还要恐怖 平静 阴冷 这封马 不好 你真是十号 不然呢 还能是假的不成 我已经为你们重塑 提升到先帝巅峰 你们自己领悟感受一下 巩固修为 便可参悟下一个境界 祭道 不可能 先帝境界 岂是你随意 就能助人提升的上去的 旺古至今 先帝境界是多少人的目标 都终究化为排骨 消失在岁月长河里 你怎么可能 区区先帝而已 我让他提升 他就得提升 作者天成敢说一个不自马 我可是凌驾于所有境界之上的修为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直接嘎掉你吗 为什么 因为直接嘎掉你 太便宜你了 来柳神 小塔 我知道你们心里肯定有怒气 来来来 我一边给他治疗 你们一边打 别客气 看来你终于做回了那个泱泱的 要吃掉吃掉的小屁孩 做回自己 爽 好爽 塔爷我从来没有这么爽快服 快点毁灭吧 这都多少次了 一两二三四五 六八七九十 小塔 你都砸了这鸟人十亿次了吧 还没过瘾啊 你看他 生无可恋了都 就这心理素质 还准先帝 不就多砸了几下而已 算了 就这样吧 一塔爷我是个好人 免为其难送你走吧 终于解脱了 妈妈 下辈子 我不要再来了 天堂我来了 这几个人太恐怕了 还想上天堂 你哪有那么好的待遇 刘神 小塔 咱们走 这个时间段的我那边还有事情没解决 也好 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 需要你亲自回到这里来解决 不过话说回来 你的数学是谁教的 居然这么数数 不都是这样数的吗 一两二三四五 概念武器 修为再高 也怕菜刀 我举报 有人开高科技 就菜刀一点能量波动都没有 就把我的能量波打散了 万物平等一 防御 万物平等一 众生平等加沙 超级进化版本加普拉斯 至于怎么来的 天尘作者表示 他想给就给 你这衣服 竟然也是概念武器 事情好像开始棘手了 难不成他们也有系统 可是总裁明确说过 W7系统是唯一制高系统 我穿越诸天万界 砸掉的主角少说也有万数 也见过不少主角拥有系统的 都没有 W7的权限高 这几个人 第一次让我感到棘手 这菜刀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他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你们 安静一点看着就好 以前的荒 这还不是现在的你能了解的 你若是没有多余的底台 那便嘎在我这一招下吧 也算尊重你了 惊天伟地 今天伟地 就这 给我挠痒痒的感觉都没有 你的手段用尽了吧 作为一个合格的反派 我允许你说出你的遗言 好一个合格的反派 这么讲究 我说 你这小乌鸡到底有多少道具 刚才那个沙漏 使用肯定有时间限制的吧 是又如何 我也不信你的 今天伟地能连续使用多次 但我的道具可多的是 我瞧 神光放都出来了 这个W7系统这么强的吗 你们几个都被反派 赶紧放开俺老孙 有本事 放开俺 正面打架 要不是你们几个偷袭啊 男老孙 分分钟把你们打趴下 不好意思 我没本事 我不想跟你正面打架 我可是反派 透析不是咱反派的标配吗 就是就是 我想火柴最爱做这种事 我可是立志 将所有主角都踩脚下的有之反派 说得好 咱们是有理想的反派 咱们猪天 咱们猪天万界反派 搞事掠夺集团 一定要将反派理念发扬光大 凭什么我们反派就一定要做主角的垫脚石 我们一定要翻身做主人 打倒主角 话说回来 小乌鸡去拿个荒本园 怎么去那么久 你们这群小屁孩 快让俺停下来 一直这么跳 累坏俺老孙了 猴哥居然这么惨 被人当猴耍 不对 他本来就是猴 我得想个办法 把猴哥偷走 谁在那边说话 小天才总经理 怎么了 没人再说话啊 谁能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集团 W7系统还没提示 上一个太初跑来咱们集团闹事 想救走这只猴子 直接被咱们总裁 以雷停手段打跑了都 也对 可能是我多心了 不过小乌鸡去的时间 也的确太久了 W7系统 检测一下小乌鸡那边 是什么情况现在 小心使得万年传 丁检测开始 10% 20% 火销 差点把我小剑剑吓坏了 居然这么警觉 不过还好 我多年考古的经验 就凭你们也想发现我 那我还用不用混了 奇怪 这里怎么出现了一滩水 这家集团真浪费 小朋友一定不要雪 检测完毕 检测到小乌鸡所需世界 未来三位天地降临 小乌鸡陷入苦战 不愧是S级难度事件 即便是过去时间段 也有着SSS级别困难 不过小乌鸡身上的东西 也足以自保 你们也去 毕竟主角最喜欢的就是 群殴跟竹克击破 咱们千万不能 葫芦娃就爷爷 区区三位天地而已 凭什么跟我们拥有系统的斗 不过总经理说的对 咱们不能学不合格反派那一套 小丝娃 咱们走 给他们一个下马 天主我小剑剑野 看我来一个主角团 百分百成功 Buff套路 吊虎离山 简陋哥 救我 我瞧 我怎么突然出现了 话说 键盘侠 你怎么把我喊过来了 而不是喊你元凶 元凶他太累了 我担心他的身体出问题 所以把你喊来了 简陋哥 你快去把他引走 我好救猴哥出来 行吧 难得出场一次 你救了猴哥 记得回来救我 这家伙给我的感觉十分危险 看似人畜无憾 实则狡诈得很 我的第六感一向很准 警告 由非本集团之人入侵 请派人前去抓拿 既然真有人来了 猴子 讲必 又是来救你的吧 不过可惜了 在W7系统面前 你们无所遁形 系统入侵之人在哪 你后面 太嚣张了 太过分了 猴哥 我来救你了 你可以停下来了 不用跳了 键盘侠 你怎么来了 算了不说这个 你以为俺想跳吗 赶紧的 把俺老尊额头上的普纸摘了 就是这玩意 一直定着俺 还得不停地跳 累坏俺了 可是我突然跳上瘾 不想停下来了 加上这个BGM 好快乐 键盘侠都什么时候了 还上瘾 麻溜点的 奥莱坞 花果香 定海一棒万腰潮 走 键盘侠 俺带你去干衣票大的 搞事情 我喜欢 走走走 合着你变身 就是戴了个面具吗 你们不懂 这样我就不需要胸口闪光 才能放大招了 你是我 还有柳神 小塔 要不是你手里那些道具 我分分钟打爆你 你的修为全是靠外力提升的 那又如何 你依然打不过我 凭什么你们这些主角就能跟您电风 而我们反派就一定是你们的垫脚石 年少时我也曾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人 但是我发现 我错了 无论我怎么努力 都始终比不上别人家的小明 于是我背井离乡 终于混出一番成绩之后 回到家里 发现我所做的 不过是别人家小明曾经走过的路 而他早已经创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从那一刻起 我就暗暗发誓 一定要将这些所谓的主角踩在脚下 我并不比这些所谓的主角差 这并不是理由 你只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你想过别人家小明背后付出了什么吗 与其怨天尤人 不如想想自己努力了没有 眼界开阔了没有 没有一个主角的路是顺利的 这家伙有点东西啊 靠着这些道具 加上本身就有大道级的实力 居然能跟楚罗利战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是他的光之巨人厉害 还是我的荒谱铠甲厉害 有些东西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 你没有体会过 根本就不会知道 我永远活在别人家的小明的阴影下 直到我遇到了我们集团总裁 我才有了改变这一切的可能 楚天地是吧 你将是第一个陨落在我手下的SSS级强者 你凭什么 就凭你这光之巨人 连压制我都做不到 也敢说这大话 你以为我是那种一个一个送的反派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就一个人总监CEO快趁现在 信色穿梭 加加硬制时 无限动能 baby baby吗 不 baby只是弱者的伎俩 我只不过是正大光明的偷袭罢了 多谢总监跟CEO前来相助 小无忌说的哪里话 都是自家言 作为一个合格的反派 对计为的就是互相采集 不团结 还会被主角游戏可藏 但不能悬念一套 总监说的不错 更何况他们三个作为主角团队里的顶级大姓氏 石 叶 土 身上的主角气韵更是顶级 若是能将他们击败 咱们反派气韵也会随之增加 说到底 你们不过是借助了你们那个所谓的W7系统 才有了与我们抗衡的可能 但你们以为的就是你们以为的吗 你们怎么就知道 我们除了本身实力之外 就没有与你们类似的东西呢 刚才就是你这个头顶着一个面罩的偷袭 我对吧 来来来 咱们来算算账 你才戴面罩 你全甲都戴面罩 我再是头发 来就来 怕你不曾 三对三 刚好 既然你们挑了一个 那我也挑一个对手吧 叶黑就决定是你了 你可真有勇气 都知道我的外号叫叶黑了 还敢挑我作为对手 就剩咱们两个了吧 小无鸡 正好观众老爷爷想看看光之巨人大战荒虎铠甲 荒虎铠甲是个什么东西 铠甲剧情我看过全部 我可没听说过有这玩意 不对 你怎么会有这类东西 你们不是修到的吗 你猜 荒虎铠甲合体 这家伙真是未来的我吗 这不就是花费侠吗 好好好 看来你们也有类似于系统的东西 那就看看你们的厉害 还是我们集团的W7系统厉害 荒虎铠甲是暴风星云烈铁 小小光是巨人 什么鬼 暴风星云烈 你这串偏了吧 化飞侠不是猎地匹吗 你管我这招叫什么 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胖虎铠甲 修为比我高又如何 看我概念武器 修为再高也怕太高 概念武器是吧 他画自在法 他强认他强 明月照大将 修为再高也怕糊 怎么可能 我的概念武器菜刀 无间不摧 你怎么可能将他法身摧毁 难不成你这暴风星云烈 也是概念招数 可他刚才明明 已经要被我的菜刀切成碎片 怎么突然变成了概念招数 因为我是灰粉啊 灰粉奥义 虽然不能让概念长久存在 但是我能赋予他短暂的概念 只是片刻就足以将你的菜刀击碎 凭空赋予招数概念 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你绝对不止大道疾 可恶 看早 概念早速 黄鼠狼给人拜年 没那好险 这位朋友 你看我像神 还是像妖 我这概念早速 只要滑土 你就已经进入了绝境 无论你是回答哪一个 还是所不回答 都毕竟受到精确 你这是什么招数 这么奇怪 但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办法 快回答 我是像神 还是像妖 不然你就得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强制墨写三字经一万变 果然好弹酷的惩罚 我这就回答你 我看你像一个穿着漂亮性感 爱跳舞的小姐姐 来 上DJ 这也可以啊 一看你就是太正经了 这么好用的概念招数 被你用成这样 咱是什么人 遇到困难 一定要打破常规 才能走出生路 进来吧 好作业的手法 这绝对是管饭 这人怎么感觉 比我还要防拍 来来来 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我带你回去找妈妈 你别过来 当劲我给我给你看 妈妈 这人好过胖 霸王追风弹 这是什么东西 威力怎么这么大 这是我小天才 亲自发明的核弹 能伤大道级的强者 我小天才的智商 高达两千五 可是无知的人类 总以为我是疯子 殊不知 在我眼里 他们才是低能儿 不过 你能抗下我的一发核弹 已经说明了你的本事 接下来去洗吧 毫无修为波动 这就是萧活活所说的科技吗 我敲 武伤消耗啊 等一等 我有话要说 说你个猴子 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 我敲 键盘侠这个坑货 怎么还不来 不能 我知道你们这些主角 最爱搞事情 所以坚决不能 让你们多说话 键盘侠 俺们走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当我这猪天万剑 反派搞事集团 是什么地方 交踏虚空 斗宗强者 你这家伙 是谁 怎么回事 怎么凭空多出来一个人 W7系统监控里 只有孙悟空一个人 他旁边那个小可爱是谁 若非亲眼所见 连我都不知道 居然有W7系统 都察觉不到的存在 这个集团 就是我创立的 你说我是谁 就连你们群主太初 也不是我的对手 本来我只想抓住你 当作我集团的观赏物 现在吗 给我洗吧 晚宫当晚强 用剑当用藏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这是大道极炎出法随 还有这股失意不好 春江潮水连海平 赶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可恶 俺老孙怎么动不了了 W7系统给我扫描那个小可爱 我要猜的全部信息 火枪怎么回事 系统什么问题 丁系统CPU超负荷运种 丁启动保护措施 丁系统重器 报告 这家伙居然从我的概念招数下跑了 而且还这么轻松 那个作者静太初想要挣脱 还费了不少的力气呢 我小剑剑 岂是一般人 跑路我可是专业的 临走前 我再赏你一个大宝贝 汤吹加威 春江潮水连海平 摆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当时我小看怎么了 居然有系统都扫描不出来的人 这家伙 简直就是电脑程序里的棒 海内存之己 天涯若比云 只是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还有那个小可爱 若是能把他抓来研究 想必我小果丁的实力 还能更上一层楼 W7系统说不定也能升级 键盘侠 你跑什么 你不是复制了他的招数定度他了吗 跟他干了 怕什么 那家伙有系统 我害怕 再说了 我的出手条件不成立 还有简陋哥呢 再不去救他 说不定他就凉凉了 所以先跑再说 这一机就让我奉你上路吧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小天才 我命休矣 这柱跑了 你好歹跟我过两周 好大的火屁 不好意思 最近吃某炸鸡 有点串息 所以屁大了一点 别介意哈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可恶的家伙 你别跑 吃我几发核弹 好了 小天才 别追了 那家伙 你追上了也打不过 回来吧 难道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 我准备对他们 使用那一件道具 咱们集团该晋升了 妈妈 我要找妈妈 这个大叔叔好过怕 大丰收 大丰收 小朋友真是太热情了 送了我这么宝贝 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总监 CEO 你们怎么演 别说了 都是大片子 那个叫夜黑的 一开始被我压制的妥妥的 根本打不过我 直到他说 他可以帮我写寒假作业 小乌鸡 你也知道 现在的作业太多了 压根做不完 我看他已经被我吃定了 想着榨干 他最后一点价值 就让他帮我写寒假作业 我看他写的不错 心想着 这次终于不用被老师批评了 然后他突然来一句 你看 我帮你写的作业写的不错吧 要不要开个VIP 给你的作业 提提速 提提质量 届时老师说不定 会给你颁发一个三好学生奖状 我没金珠幼库 按他的要求 开了一个VIP 后面他写的确实好了很多 这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最后怎么变成这样了 然后他就各种忽悠我 开各种贵宾 到最后他终于帮我写完了 他来一句 他是用小字笔写的 也就是说 他写了一遍等于没写 还把我的宝贝骗走了 我一时怒火攻心 苦口水了 被他偷袭之后 又把我身上的东西 全部顺走了 你这算什么 那个粗填地转门 好人才过怕 年早曾有凌云志 自取引荐第一流 我的能力并不弱于其他人 但这有止过而无不及 就因为我的脏象 猫发多了多一点 汤了一点 他们总认为 我是头戴四袜的变态 各种污蔑我 把罪名按在我的头上 知道我遇到总裁 他是第一个 不用品鉴看待我的人 还有你们 小无忌 小火猜 我来掩护你们跑路 没想到我们嫁入敌关之后 第一次在跟头 居然是在一股藏酒 小无忌 我走后 你就是信的总舰 记得好好帮助总裁大人 后备隐藏能源 奇怪 我怎么感觉 现在的我们更像反派了 咱明明什么都没做好吧 断了 这世间正邪之分 岂是三言两语 就能说清的 是你们先打我的主意在前 给我隐落吧 总监 不 离离园上死 一岁一孤容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谢总裁前来救我一秒 荒天帝 霸废侠 看来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 我们走 荒 你不追吗 不追 那家伙是个作者定强者 而且我感觉我们很快 还会在见面呢 那接下来咱们去哪里 去找个人装个可爱仙 然后顺便帮现在的我提升一下 是这里了吗 不过他好像不在这里 这里好像刚经历过一场矿石大战 气息之大 连我都感到恐惧 又是来错地方了吗 应该错不了 你们看前面那三人 难不成还有人先我们一步 他们三人也来了 看来时间点没错 只是为何又产生了变故 这里已经寻不到荒了 可恶 终究还是抹杀不了他们 看样子他们无功而返 对我们来说 是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 这变故不知道是好是坏 大家好 我是地骨哥 我现在慌的一批 现在有三个我不知道境界的人 堵在我面前 还有两个先帝巅峰级别的强者在旁边 其中最弱的一个 貌似还是这里最强之人的过去身 不感动 完全不感动 地骨哥 别紧张 咱要是想对你不客气 谈谈手指就好了 哪里用得着 对你如此 没错没错 地骨哥 别紧张 我可是很敬重你的 毕竟有事你是真上 真男人 几位前辈就不要拿在下开玩笑 你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把手按在我肩膀上 我想暴气 远离还暴不了 还说这样的话 不是在折杀我吗 想做什么 能不能给一个痛快 这家伙真是引发黑暗动乱的源头 咋看着这么怂 你被两个不知道境界的人 按着肩膀试试 竟说风凉话 我就说咋了 反正被按着的人 又不是你塔爷我 脚塔 别闹 地骨哥怎么说也是咱们前辈 若不是他沾染了黑血 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地骨哥 我助你恢复 并且有一记可平定不祥的源头 不知道你可有兴趣 没错没错 此计甚妙 想必你被那群人暗算 心里也不甘心吧 你们这么做 不怕提前招惹更强的敌人 扰乱历史的因果之大 可曾想过 到了我们这一个境界 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因果了 来吧 地骨哥 箭定奇名 两大高峰 交相追忆 汪沃罗 叶凤铜 那啥 咱们是不是喊错了 走错片场了 很明显似的 刚才谁放的配音 拖出去砍了 咱们重新再来一次 复活吧 地骨哥 我将会给你再一次 敲的小秘 好尴尬 要设计了 要不你们还是让我 继续躺棺材里面吧 神特敲的卧龙凤厨 你俩真会玩 反正干都干了 就这样吧 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想来在你们的世界 那群人应该已经被你们消灭了吧 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 按你们的来坐又何妨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那样那样 我知道了 既然如此 此件事了 等这个时间段的我突破 你们便可动身 留神 再次见到你 真好 我也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了 相信这次的我 至少不会孤身一人了 保重 小乌鸡 此时因你而起 但我并不想追究什么 多谢总裁大人 毕竟咱们集团 这一路走来太过顺利 谁也想不到 他们也有类似 咱们W7系统的东西 是劫难 同时也是机缘 那个作者敬得太初 不足为虑 重要的是此人 这个拿着键盘的小可爱 它将是我们集团 晋升的契机 那个总裁 请问你画的是什么 我认得不太清楚 我画的有那么抽象吗 明明一眼就能看清楚的好吧 可可 这不重要 你们只需要知道 它背着一个键盘就好 接下来 咱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将它活抓 W7系统 对我手上的目标人物 使用五对一群 欧决斗掠夺卡 丁 查五此人 丁 重新扫描 丁 查找完成 使用成功 两个时辰后 无视任何规则 将开启强制传送 决斗胜利者 将获得败者所有能力 还好我使用了 作者敬的能力 将你部分信息 记录入W7系统 不然还真找不到你 你们几个给我打起 十二分精神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 成功后 我许诺你们可以挑选 一个概念级的能力 丁 学动强制传送 来实 丁 系统出现吧 开启自动修复 丁 修复失败 开启强制修复 有什么BUD是关机重启搞不定的 元兄快看 我要升天了 大钻石变性 一声不吭就选定人 去玩下一个世界 太过分了 就是就是 太过分了 这好事必须有我一份 不然我就灰粉你 不是我 别瞎说 本大钻石向来公平公正 从来都是帮亲不帮理 这很明显 不是本大钻石做的 等我检测一下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舔狗穷 奇怪 我怎么情不自禁的地很想抱气 说了 我的独门语句 话说舔狗是什么东西 不过好像我很久没去看我的云芝了 我要去舔 阿呸 我要去看看它 不对劲 萧火火这样似乎很不对劲 但我又说不上来 不行 我得狗一下 减少露面 等我暗中观察清楚 再做打算 检测完毕 好好好 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调皮小朋友 敢对我的人 使用五对一群欧决斗掠夺卡 嗯 五对一群欧 这里就我一个人被选中 那岂不是说 你已有陨落之道 看我用红客手段黑了你 再给你加点菜 去吧 剑卡丘 我不要 元凶救我 好 有色敲的 给我乱传送一个新地图 就不能给我来点正常的出场方式吗 天空一声响 诸天万界反派搞事集团 闪亮登场 反派五个奏可爱 看空城 扎信仙 一剑再手砍九天 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一个红头发的疯子 那个蓝白色衣服的小可爱呢 蓝白色衣服 小可爱 你找个啊 先知天 傲事天 有我见盘便有天 是风飘 出彩店 分井昆昆 无双心 大招不要前世的 一见面就这么多大招 总裁 他先交给我 修为再高 也怕太刀 居然用太刀切了我的大招 看不起我 好好好 老子砍了你 还好我小剑剑机制 传送的瞬间 开启隐身状态 不然被打的就是我了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我哥也来了 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大钻石的手笔 那么好的哥哥不坑 那岂不是多了 我小剑剑的威名 我就在此 坐山观格斗 你这菜刀 真是惹毛我了 有本事 你别用这菜刀啊 要不是这个菜刀 我分分钟砍了你 你当我是傻的吗 好东西不用 留着过年 气煞我也 看我赏你一个大宝贝 大黑锅 这什么牌子的土底锅 拍得我脸好痛 撒昆牌 专制各种不服 这疯子的武器 是用键盘做的 想来跟那个小可爱 关系肥浅 WT系统 给我扫描他 我要他的全部信息 丁 扫描开始 扫描完成 信息如下 此人乃是玄武四项主角团队的人物 脑子一根筋 金鹏 键盘侠 这名字一看 就像是那个小可爱一样 系统 给我检测键盘侠 把他的信息给我调出来 丁 查无此人 查无此人 我敲 果然是你 来 系统 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都查出 这人弟弟是键盘侠了 为什么你找不到键盘侠的具体资料 丁 系统自我怀疑中 丁 系统遇到红克入侵 开启自我保护 系统炸击重启 家人们 谁懂啊 自从遇到这件盘侠 我一直以来的依靠 W7系统连续炸了两次 我受不了了 我把你哥哥抓住 我就不信你不现身 不来救他 网工当晚强 用剑当用逃 射人先射马 擎贼先擎王 键盘侠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能听到 不然我就把你哥哥送上西天 糟糕 哥哥被抓住了 可是我又好害怕 怎么办 好好好 不出来是吧 那就别怪我了 我真是个疯子 倒是我小看你的很辣 居然用这样的方式伤我 你要是怕了 就趁早自我了断 本大爷出来混 就没怕过谁 想用我来威胁键盘侠 你怕是不知道他的性子 有时他是真好 不过也好 省得他在我旁边 爱手爱脚 妨碍本大爷砍你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管那么多了 键盘侠 我再重新想办法 将他抓到手 至于你 给我引落吧 怎么办 哥哥要凉凉了 我得快想办法 有办法了 小三子救我 我是谁 我在哪 凭空顺移出现 哈哈 蓝白色衣服 背着键盘 很好 很完美 那个教主 你把我喊过来 就是为了给我送装备吗 我太感动了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小三子开心不 看你教主 我多爱你 走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观众老爷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还好我有设定 打不了 不过刚才那一击真的好痛啊 是我一招不陨落 蓝白色衣服 背着键盘 没错 键盘侠 是你了 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上来 能在这里出现的 就八九不离十了 全体都有 给我上 春江桃血远好平 向一月共逃生 愿愿回锅千万 何处春江五月鸣 真是让我一顿好找 键盘侠 因为你 我被W7系统炸了两次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马上牵了你 我会慢慢的将你玩弄至崩溃 不会啊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键盘侠 我叫唐三 某罗大陆的那个唐三 骗子 胡说八道 唐三那个废物 当血净都不到的楼爷 是我集团总裁大人 一击还能不陨落 你说谎话都不打草稿 张口就来 最佳一等 是我一发大核弹 我真是唐三啊 观众老爷 能不能帮我狡辩 大部解释一下 太不要脸了 吃催了还在狡辩 我小四娃 平常最讨厌的 就是满嘴谎话的眼 紧色穿梭 价价英制止 无限动能 不忍之事 不忍之事 这群人的手段 太唯美了 小三子辛苦了 只是 我这样做 会不会不太好 嗯 不过这关我小贱贱 什么事 又不是我做的 反正小三子 陨落不了 只是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啊 家人们 谁懂啊 我唐三招 谁惹谁了 奇怪 这家伙怎么 还是陨落不掉 还有 他的脚什么没了 没有脚 没有实体 这个我知道 很小的时候 我听妈妈说过 晚上不睡觉 不听话的小朋友 就会有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来找你 说的就是这个吧 我害怕 这不干净的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不科学 妈妈说过 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不允许伤害 躲在被子里的人 只要我不出被子 你就拿我没办法 可是 好恐怕啊这样 总裁 你怎么这样 躲得比我们还快 你害怕这玩意 我们就不怕了吗 给我留个位置 我警告你 你别过来 规矩不能错 我不准伤害 躲被子里的我们 哈哈 原来你们怕这个啊 让我看看 三个大道级 一个作者镜 想不到我这么牛 一人镇压四个超级强者 豆兽提玩过梅 大象吃猫 猫吃鼠 鼠吃大象 尽管我唐三是最派的 但我毅然奋发服装 不干落后 我总有装可爱的一个 此时此刻 请叫我 无比三 W7系统快想办法救救我 我好害怕 这玩意对我们来说 是天然的压制 哦 还能这么晚 这小三子 又让他装到了 可恶啊 不过按照惯例 他应该帅 不过三秒 嗯 我小剑剑说的 叮 本系统忍不住吐槽一句 我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他是某罗大陆的唐三 或真价实 全身上下只有那个键盘 本系统检测不出来 我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怕他的蓝银缠绕 他因为太弱 被人家的设定 嘎不掉而已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不存在的 要相信科学 这家伙真是唐三 我猩猩个叉叉 嗯 太耻辱了 又被这唐三损了一集 观众老师 大家好 我叫唐三 来自某罗大陆 如今我被队友疯了 上一集刚算了三秒 现在正在被人追着他 我心里很难受 我有一个复仇大句话 如果大家能加倍我 请我吃个炸鸡 我愿意告诉你们 我的详细计划 还W女50 你和下手道 W女50 我不如相信 秦始皇重生 小憋三 别以为我唐三好欺负 如今的我可是大罗金仙 神迹不定风波 一点伤害 都没有的无定风波 救他 能控制住我 我知道 凭我的能力 想控住你们的几率 即不为零 但是 我有差 天行剑 喷子 以自强不息 地势宽 宽流 永不落伍 我这一招经过键盘侠教主的技能加持 控制成功率 已经达到了99.999% 至于控制时间 全凭教主说了算 我跟教主挖了那么多宝贝 问了这么久 没点手段 都对不起他们了 小三子 做得漂亮 我就知道 喊你过来 准没错 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跟你键盘侠爷爷斗 你们还愣了点 老六 绝对的老六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即便你控制住了我们又如何 我就是站着不动 你也破不了我的防御 对对对 你说得不错 我小剑剑不善武力 的确没什么攻击手段 但是我会喊人啊 喊人 这里可是五对一 决斗掠夺卡形成的空间 虽然系统出现 鲍格拉了你们三个过来 但是我可不信 浩格来 元凶救我 元凶 想我了没有 元凶 你怎么这样 安排你出场秀操作 你还打我 你什么身份 凭什么抱我 要知道我才是工 回家再收拾你 这信息量好大 让我屡屡 小朋友表示 看不懂 看不懂 就算你能喊人又如何 我可是作者镜 即便你们超越大道 也不可能伤我 作者镜很厉害嘛 上一个作者镜的红毛 在我手里 可没走过两个回合 该结束了 这场闹剧 小朋友就应该回学校里面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没事做什么反派 这气息粉丝镜 不对 这是 这是灰粉镜 我星星的叉叉 你们居然有灰粉 我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些灰粉 有本事放开我 我要跟你单挑 来啊 怕你不成 单挑就单挑 你们都别动手 让我一个人来 但我就是不放开你 又不是我控住你的 凭什么放开 太气人了 到底谁才是反派啊 我要告诉老师 放心 我对小朋友很好的 我直接一招解决你 不会碰 灰粉 大漠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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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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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成这样算了 不想了 大钻石 你直接出来解释吧 那本大钻石也不墨迹了 现在开始发布任务 拯救萧火火 经过检测 萧火火过去本源世界 遭到如烟大帝入侵 请前往此世界 将历史规矩改回 否则萧火火最后会变成狼王 舔一人为狗 舔万人为狼 舔百万为狼中狼 好一个狼中狼 火荒天地十号 本名佩服 只是这如烟大帝又是什么东西 居然能影响萧火火 具体请看VCR 萧火火 斗气 真的 为何我的斗气 总是莫名其妙地流走 消失 对不起父亲 让你失望了 少年 看你如此愁眉苦脸 想变强吗 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斗气问题 真的吗 不过姐姐你好漂亮 果然是蝼蚁 要不是看你是世界之词 我才懒得来这里 如今的我 只差最后一步 便可从半步作者静静声 待我将你培养起来之后 再吸干你的主角之力 我问你 你可愿拜我为师 我乃是如烟大帝 看中了你的天赋 毅力 如烟大帝 姐姐你该不会是斗地强者吧 若是能拜姐姐为师 是萧火火的荣幸 既然如此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师父了 我这里有一本功法 你练吧 天爵 天一人为人 天外人为人 天的百万事为人中 每天一人 实力便会精进一分 练到极致 成为天 与手投足之间 练过 好霸道的舔爵 师父 我要练 我要练 我该怎么做 请师父教我 此功法的药爵 在一个舔字 怎么舔 如何舔 都是一门精妙的学问 如果走错一步 它的终点都各不相同 在叫你舔爵之前 我先帮你解决 你的斗气问题 萧火火 就是这个老头 一直躲在你的体内 吸你的斗气 原来是这样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是斗师了 可恶 还请师父将他 绳之与法 为您除害 好徒弟 不过 上天有好胜之德 他总归是一条生命 最不至陨落 将他交给为师吧 为师定会让他改邪归正 但我将你培养起来 爱上我 之后我要是与这老头打一架 这萧火火 会不会目击攻心 产生出来的情绪 会不会令我的扎地 绝更上一层楼 我再狡辩一下 原谅我之后 让他砍了这老头 这等剧情 想想就快乐 臭老头 断人修行 这等仇恨 不用你说你应该也知道吧 多谢我师父吧 是他救了你一命 好了 乖徒弟 你的斗气问题解决了 为师这就教你舔爵 他是怎么入门的 多谢师父 师父大恩 徒弟一定不会忘记 为师相信你 那便开始第一课吧 舔爵第一页 舔人先舔脚 来吧 徒弟 为师先压制一下修为 让你先舔一口 感受一下舔爵的奥妙 不然 凭你如今的凡人之躯 舔一下 必将暴体而亡 记住 记住 不是任何人都值得你舔的 你舔的人必须是天之娇女 是那万中无一 是师父 徒儿 谨记师父教会 神特敲的舔爵 扎爵 这如烟大帝 居然还对一个老头有想法 我觉得这样的萧火火 还挺不错的 要不咱们就这样吧 不行了 要笑坏了 不愧是如意大帝 无差别攻击 蓝银缠绕 没被笑坏 现在我的肚子 笑得好痛 如烟大帝 好好好 很好 我说我这段时间 怎么会这样 原来如此 你欺负我就算了 还打我师父的注意 你已有陨落之道 浩哥 我跟你们混了这么久 没求过你们什么 我知道我的实力不够 不然也不会被影响这么深 这次必须帮我把他砍了 玩笑归玩笑 你都这么说了 我岂有不方之力 区区半部作者定而已 看我一只手捏抱他 这是我的部分纯净本源 将纳会的我变回原来的样子足够了 还请拜托了 好 我知道了 浩哥出马 想必没问题了 趁萧火火还没变回来之前 让我再笑一会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觉怎么样徒弟 太舒畅了 我晋升斗者了 师父 从斗之力三段 直接跨了这么多级打到斗者 师父 这功法太强悍了 如此甚好 师父 我能不能再多来几次 师父想要徒儿什么 徒儿都答应你 徒儿不可急躁 要知道 修炼得一步一个脚印 律速则不达 放心 师父迟早是你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 带你实力足够 便可继续舔为师 师父教训的是 徒儿知道了 烧组长 拉兰燕燃小姐来了 组长喊你前去议事厅 好漂亮的小姐姐 怎么会 天地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 我知道了 我这就前去 师父 我先去一趟议事厅 我父亲找我有事 去吧 徒弟 师父一直在你身边 遇到事情 为师会为你出手的 多谢师父 我好看吗 小哥哥 再靠近点 好看好看 快乐的学习时间到了 大家跟我一起朗诵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 狗不叫 性乃迁 学习时间总是很快的 过了三秒后 闹闹 哼 肖伯伯 燕然此次前来 友谊要是相求 还望肖伯伯答应 燕然 有何事 尽管开口 只要不是什么男士 以你我两家的交情 伯父一定尽力帮你 想必肖族长也知道 燕然已经被定为云兰宗少宗主 为了能够让她安心修炼 同时也为了肖家少爷安好 还请肖族长能够解除 燕然与肖家肖活活的婚约 燕然 此事是你的意思 还是那蓝老爷子的意思 肖伯伯 此事燕然知道是自己理亏 我父亲并不知道 我那蓝燕然的男人 未来必定是那天之娇子 还请伯父体谅燕然 为此 燕然也带来了赔礼 还请伯父准许 胡闹 燕然 我问你 你可知在这大路上 被女方上门单方面退婚 对男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肖族长 你也知道 燕然如今的身份 与肖活活已然配不上 退婚对你 对我们都好 何必如此 还有我们此次带来的陪礼 不妨看看再说 少拿云蓝踪押我 抛开是否 若他们两个相处 举此觉得真心不合适 我二话不说 也会让你们解除婚约 但你们此举实属让人难堪 燕然小姐无非是觉得 肖活活哥哥此时是个废物 配不上你了 我只想说你的眼光 未免太短浅了点 我燕然的男人 必定是那万众瞩目的存在 我未来必定会是云蓝宗宗主 肖活活怎配得上我 那蓝燕然 你说我配不上你 我还说你配不上我呢 父亲对不起 孩儿来晚了 火火 你的气息该不会 香火火哥哥 你的天赋恢复了 这气息已经是斗者了 前不久 还是斗之力三段 还有你的气息浑厚 根本不是靠外力提升的 也就是说 不错 熊儿 我已经恢复了 对不起熊儿 请恕我无礼 香火火哥哥 你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纳蓝燕然 如今你再看看 到底谁配不上谁 斗者巅峰圆满 距离斗师 只是淋能一脚 而且气息浑厚 根本没有因为力量暴涨 过快而导致虚乎 这天赋 燕然 你不是说 他是个废物吗 独死下作 轻浮 灯涂浪子 即便你天赋恢复了 我依然也看不上你 我把花放这里 我看不上你 消火火 今天这个婚 我退定了 你若是不想与我履行婚约 大可与我商量 再找长辈 如今被你单方面退婚 实属让人难堪 还有 如今的你 我也看不上 你想让我舔你 我还不乐意呢 云蓝宗少宗主而已 大路之大 可不要局限于云蓝宗 小子 你敢看不起云蓝宗 云蓝宗 没听说过 我的徒弟 也是你能欺负的 还有那个小女娃娃 好漂亮的女人 师傅 你怎么来了 萧火火什么时候 有了一个师傅 我怎么不知道 小妹妹 年龄不大 怎么能如此看不起人呢 火火徒弟 他只是一时低谷而已 未来的他 一定会站在 这大路的巅峰 你怎能如此说他 就是就是 燕燃 这位漂亮姐姐说的对 快给萧少宗一道歉 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这位阿姨怎么长得一股糊臭味 还有 我可没说错什么 燕 妹妹 怎么能如此歹毒 姐姐不过是想让妹妹 跟我活活徒弟道歉而已 竟然用语言伤我 我好痛 我以礼相待 相信妹妹 肯定不是那种人 一定是我会议错了 妹妹还想 肯定不是那心思歹毒之人 是姐姐脚胖才摔倒了 燕燃 宗主就是这么娇女的 居然将这么漂亮的姐姐摔上了 快给姐姐她道歉 我也看出来了 这云南中少宗主 就是无力取闹 多好的一个姐姐啊 为自己不得出头 以礼相待 同会说过什么狠话 就被人摔伤了 那蓝燕燃 你要做什么就冲我来 居然这么对我师父 要不是他 我的天赋也恢复不过来 我告诉你 你摊上大事了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七点狗穷 你想退婚是吧 很好 今日便无人所愿 行为了 每天无人所线 在香港